第1881集 这种推测没有依据 但他们想不到长生至尊等人 可以隐藏到哪里 你可知道 神剑领地的人 目前如何了吗 夜商等蓝城凯说完 询问起了神剑领地的情况 神剑领地之中 不仅有金云和武林飞 还有萧天玄 万剑宗 金玄等一种朋友 以及祖奉至尊 金屋至尊等前辈 是他最为关心的 不清楚 神剑领地不太起眼 我没关注他们的事情 蓝城凯说完就继续道 一族的事情 我倒是知道不少 那你再多说一些一族的情况 他们大概有多少人 有什么样的实力 如今分布在那里 夜商继续追问道 他清楚 自己和这一族之间 必然会有大战爆发 提前了解一些 还是有必要的 一族名为七天族 又叫七天一族 高手根本数之不尽 最为厉害的 龙武侯 是半步极境的强者 简直 有通天之战力 即便是盘龙枪 也不是其对手 蓝城凯 敬畏地说道 对于这个七天一族 他是怕得厉害 就在此时 他收到了七天一族 高手的传音 他们距离已经不远了 让其拖住夜商等人 蓝城凯 立刻传音道 当然 我尽量拖住 眼前几人 不让他们离去 传音完毕 他继续和夜商等人 扯了起来 说起众人 对盐所在位置的猜测 哦 你知道盐既存的一些事情 听到蓝城凯 提起盐的一些传说 夜商立刻追问起来 他知道这是天意 最为感兴趣的事情 哎 到天图说 知道一些 蓝城凯 看了看夜商 又看了看袁天烈 心中暗骂的 同时继续说道 传说啊 这盐既尊呢 在永恒之尊界的一座 神山之中 必是静养 在一座神山之中 竟是必养 哪一座神山 夜商看了蓝城起一眼 呵知道 一次性 这事情说明白 是是是 蓝城凯 应了一声 在心底不知道 骂了夜商多少句 不过 嘴上不停地说道 传说中的 紫玉神山 只不过这紫玉神山 大家根本找不到在哪里 紫玉神山 听听前辈 你可有听说过 夜商听蓝城凯 说完传音给天丽问道 此时的天丽收敛着锋芒 并且压制住了全神的气息 否则 蓝城凯早就 被其神域压制得无法开口 紫玉神山 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啊 但我不是完整的自己 有些记不清楚了 天丽 有些遗憾地说道 哎 行事 还真是有些不如迷离啊 原本我只想回来看看家人 顺便完成一个任务 看起来 需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 夜商叹息一声道 原本他以为有盘龙枪处马 长生至尊能够轻松地将永恒制尊界一捅 却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七天异族 让永恒制尊界成为殖民之敌 目前来说 我们最好能够找到长生至尊和盘龙枪 联合他们一起 将七天异族的高手斩杀 而后带领永恒制尊界剩余的力量 将叛徒们全部击杀 将永恒制尊界夺回来 天命 宁眉传音给夜商 他没有想到 自己久违的家乡已经彻底沦陷 心情十分的沉重 这些事情肯定是要做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先要打探出我 家人和朋友的下落 七天异族的人已经快到了 我们先将他们拿下 再说其他的 感知到七天异族的人距离已经不远 夜商冷冷地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 夜商根本就没有用传音 因此蓝城凯听得一清二楚 收敛了脸上堆笑的他 看向夜商道 知道七天异族 不 七天神族的大人 行将到来 你还敢如此嚣张 这真是找死啊 看来在你心中 七天异族的凶事 是不可震上的存在 夜商看向蓝城凯 冷笑道 听闻这话 蓝城凯有些自豪地说道 那是自然了 七天神族的大人们 有通天彻底的本粮 能成为他们的奴仆 是我永恒至尊界的荣幸 他这话给人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 让夜商有些作后 他逼一道 做别人奴仆 还有荣幸之感 永恒至尊界的未来 已经不需要你们这些奴性十足的东西了 永恒至尊界的未来 是属于我七天神族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就在此时 一个冷漠的声音响起 夜商抬眼看向海平面的位置 看到十多个天至尊 正从海平面的位置飞下来 七天神族 你们还挺会往自己脸上贴签的呀 听到这话 袁天烈立刻不屑的嘶吼道 虽然对方来了十多个天至尊 但他清楚 有天逆和夜商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自忍不拒对方 混账 看在言语上挤对我神族 你这个永恒万界的逃犯 必然会受到最为残酷的制裁 七天一族的人还没有到来 一个声音就狂闹的吼道 听到这话 蓝承凯用同情的眼神看向袁天烈道 你完了 将会遭受到世上最为残酷的折磨 想死都成为一种奢望 上天下地将无人能保住你 你这狗当得可真到位啊 蓝承凯说完 袁天烈喝止了一句 就一巴掌拍在其头上 将蓝承凯的半个脑袋都给拍碎 腾得他伺候连连 不过 帝至尊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被拍碎半个脑袋 蓝承凯并没有立刻死亡 看对我七天神族的奴仆下手 你这是最佳一等 袁天烈将蓝承凯的脑袋拍碎 七天一族的人鞭唱墨吉 冷冷地呵斥起来 最佳一等 你们可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以为这片天地已经归属你们七天一族了吗 七天一族的人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这让袁天烈十分不爽 天力则是一只冷眼旁观 不过在其眼中 那些来到的七天一族的修士 全部都已经成为死人 此时的七天一族众人 听到袁天烈的话则是狂傲道 永恒万界这片天地 自然已经归属我七天一族 我们就是这片天地的新主人 难道对于这件事 你们还有异议吗 异议你奶奶 受死吧 在七天一族接近以后 十分不爽的袁天烈大吼一声 就朝他们攻去 隐隐商则是取出了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 勇气轰出一击 下位天之尊和上位帝之尊 怪不得如此狂傲 在你们这些蛮夷的眼中 是不是以为下位天之尊和上位帝之尊很强啊 告诉你们 在我七天神族之中 比你们强的修士有数万之多 七天一族的首领 是一个头身三角的修士 他的脸颊上涂抹着鲜红色的血液 看起来十分的邪恶 他是中卫天之尊的修为 看向动手的叶商和元天烈不屑的说道 在其眼中 叶商和元天烈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两个蛮蟻 神族为我 一旁的蓝承凯 见七天一族的人接近 和叶商等人战斗起来 立刻大叫起来 在他看来 这七天一族的人动手以后 叶商和元天烈就再也不会有对其出手的机会 他这是已经得救了 因此十分的兴奋 哄 就在蓝承凯高兴大喊的同时 叶商利用永恒神塔打出的一击 直接将七天一族的一个修士鸿飞 在这个修士被鸿飞的情况下 叶商已经取出晋级道 天至尊顶峰的黄金天际 猛然将其丹天鸿碎 将这个修士的丹天鸿碎 叶商冷漠地说道 听你们的语气 像是不败战神一样 怎么如此不堪一击呢 丹田破碎 不也得死吗 将这名修士的丹田击碎 叶商紧接着在众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直接将其神魂捏爆 将他彻底地击杀 敢杀我神族的人 你将遭受事件最为恐怖的刑法 将他拿下 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暴怒地说道 对于他来说 永恒至尊界的修士就是一群垃圾 被垃圾杀掉了一名手下 让他觉得十分不值得 启动什么 今日 你们都得死 将七天一族首领的愤怒看在眼里 叶商包含杀气地说道 对方到此时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让他十分不爽 死 你想死 可没那么容易 七天一族的首领开口以后 他们立刻就将野生包围起来 对付袁天一族的修士 数量直接减少到一个人 竟然只留一个对付我 你们真是瞧不起本大爷呀 给我去死 眼见七天一族 只用一个人对付自己 袁天一族立刻暴怒起来 虽然他没有进入到露天学院 但也是迷雾区的天才之一 被这样无事顿时爆发起来 直接燃烧血脉之力 将眼前的七天族人修士 给硬生生的撕碎 这就是瞧不起本大爷的下场 将七天一族的修士撕碎以后 袁天立仰天长笑道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杀害七天神族的大人 你们不得好死 看到叶商和袁天烈竟然先后击杀掉七天一族的人 蓝承凯一脸不可思议到 显然 叶商和袁天烈做出这件事情超乎他的想象 你这种垃圾真是天生长了一副奴隶骨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会将你留到他们这些七天一族全部陨落之后再击杀的 蓝承凯这样的奴隶样将袁天烈气得够呛 这个时候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冰冷的吼道 连续杀我神族两名勇士 你们真是天大的胆子 吼完以后他就配合着其他七天一族的修士一同出手 将叶商和袁天烈围固一顿狂攻 在这种情况下袁天烈看向天一道 请问你怎么不动手吗 我是在考虑要如何将这些垃圾虐杀才足够残忍 他们已经将我的怒火彻底点燃 天一听到袁天烈的话冷漠开口道 你算什么狗东西也敢大言不惭 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听到天力的话顿时不忍大怒道 直到此刻他的心中还带着满满的优越感 听到这话天力还没有开口 袁天烈就大笑起来 在他看来 七天一族的这个首领真是不知死活 天力前辈 我只需要留下一个首领和一个普通七天一族即可 这时夜上被一群七天一族的天至尊围攻 觉得羊里有些大 于是开口让天力出手 行吧 那就先将他们杀掉 再思索如何折磨眼前的这个傻子 天力回应一句 而后直接绽放出半步极净的神域 连续出手 朝七天一族发出攻击 在半步极净级别的高手面前 眼前的这些天至尊哪里有半点对抗能力啊 很快就被天力击杀掉 看到天力大开杀戒 蓝承凯都被吓得胆都破了 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七天一族的首领也同样带着用惊恶的眼神看向天力道 你 你是半步极净的高手 现在才发现吗 你的眼力还真是够差的 你不是想折磨夜伤和元天烈吗 怎么还不出手 天力看向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说的 第1882集 你别以为自己是半步极净的高手就无敌了 对于我七天神族来说 对付你没有那么难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投靠我七天神族 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 面对天力还是十分紧张的 不过平静了一会儿 他就强自镇定的说道 让我投靠你们一天神族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吗 听到对方的话 天力不屑的笑道 这个时候 七天一族的这个三角首领还想说什么 但是夜上打断道 别废话了 现在我问 你们传音给我回答 稍有迟疑 你们会立刻遭受到最为残酷的对待 你休想从本首领口中问出任何东西 夜上开口以后 这个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立刻不屑的说道 不过有天力在这里 他根本就没有逃的意思 国造 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 说完 袁天力立刻出手 将其一条手臂直接撕下来 不过 七天一族这个首领 倒还算硬紧 虽然疼得呲牙裂嘴 但依旧没有开口 不好 他只是在给其他的七天一族传言 夜上将七天一族的三角首领 看在眼里很快就反应过来 明白这家伙不逃也不开口 是在给其他的七天一族传言 他立刻出手 将其击杀掉 将这个三角首领击杀掉 夜上就看向了七天一族剩余的最后一人 道 你如果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有活命的机会 对 既然他们可以投靠你们七天一族 那你们七天一族的人 也可以投靠我们 袁天烈张着大嘴说了一句 就补充道 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就直接吃掉你 你们 想问什么 七天一族剩余的最后一名修士 强自镇定地说了 他在来此地之前 还有满满的优越感 但此时 哪里还敢有半点张狂啊 我问你 你可知道神界领地的人如何了 他们是和长生至尊一起逃走 还是 剩余的话夜上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个名叫暗处的七天一族修士 明显明白他的意思 知道夜上是来自神界领地 想了一下他开口说道 你说的神界领地 是和长生至尊 共同进退的吗 他们之中有人战死 但大部分都已经和长生至尊逃走 也有几个被抓住的 被囚禁在天宵领地之中 你可知道 神界领地战死的人和被抓的人 都叫什么名字吗 夜上担忧地问道 其实他知道 这种事情 对方怎么可能清楚啊 但还是尝试地问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对于我们七天一族来说 记住你们上万个领地 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哪能记住人名啊 暗处无奈地说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 都说给我听 这个答案是夜上意料到的 他没有追问 继续开口说道 是 当然 暗处对于夜上的话 一点都不敢反抗 开口将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原来此时 七天一族的修士 将大本营 设立在九玄领地 和命延领地 而天宵领地 和仙爵领地 等大领地之中 也有他们的人存在 另外还有很多 七天一族的修士 不停地在永恒 至尊界巡视 他们这些人 就是巡视中的一族 我们 七天修领地救人 等七天一族的暗处说完 夜上立刻看向天宁 和袁天立说道 好 神界领地的人 我们陪你救 夜上说完 天立和袁天立 同时应声道 而在夜上和二人 在暗处的带领下 前往天宵领地的时候 夜上询问起暗处 七天一族的整体实力 听到这个问题 已经立下了 天道实验的暗处 立刻就将 七天一族的 整体实力说了一遍 原来啊 这个七天一族 还有不少人 在古关之中没有出来 至少 半步寂静的高手 他们一共有三个 如今只有一个 前来永恒之尊界征战 至于古关此时 在什么位置 这个暗处根本不清楚 他这个级别的修士 接触不到那种机密 从这件事说完 暗处说道 当然 那个天宵领地 小人曾经去过 守卫十分严密 并且防御法制十分厉害 不适合应创 不过 若你能化为 七天一族的模样 混进去 会容易很多 可惜啊 刚刚的那些 七天一族 都被我斩碎 否则 可以将他们 炼化为傀儡 天宵有些遗憾地说道 战碎了就战碎了 七天一族 此时 枕领我们的永恒 遮存界 不是要很多队伍 在巡视吗 我们再找一个队伍 下手不就得了吗 一眼商说完 就和天宵等人 一起寻找 七天一族的小队 准备将他们击杀以后 炼制成傀儡 这些七天一族的修士 应该已经横经惯了 让他们尝尝 被猎杀的感觉 决定寻找 七天一族的修士 袁天烈 就摩拳擦掌道 永恒至尊 皆是他的家乡 相隔千万年回来 却被七天一族的修士 占领 这让性情暴力的 他十分不爽 至于 七天一族的暗处 刚开始的时候 还稍微有一点挣扎 但解决掉了 一个小队之后 渐渐地 就放下了 曾经的身份 毕竟他是 发过天道誓言的 对于夜商 和袁天烈的命令 不能违背 等赶到天宵领地 附近的时候 他们已经列上了 五个小队 击杀几十个 七天一族的修士 击杀 诸多七天一族的修士 以后 夜商为求 在天宵领地 不露出马脚 将六七个 七天一族的 普通修士 给收复过来 并且用功德之力 好好地净化了一番 准备进入 天宵领地的时候 他自己控制 七天一族的 队长傀儡 暗处等人 则是全部 都使用 七天一族的针 这样暴露的可能性 会消很多 而夜商等人 连续猎杀 七天一族小队以后 直接在 永恒之尊界中 带来巨大的震动 因为此时的 永恒之尊界之中 剩余的四几多个领地 全部都是 臣服于七天一族的 这等事件 传播开以后 控制着傀儡的夜商 就将天宵等人 收到了空间洞天 借着 查找可疑人物的幌子 来到了 天宵领地 啊 几位大人 来到天宵领地 不知 有何事宜 化作 七天一族的夜商等人 出现以后 天宵领地就派出了 三四个长老 负责接待 其中的一个 正是天宵领地的 大长老 房树渊 平日里 他为永恒之尊界的人 称作为 树渊天之尊 事实上啊 他已经听说了 外面的风波 此时还是有些忐忑的 这天宵领地的人 比夜商详性的 更加地畏惧 七天一族 曾经的圣地 还真是不堪 在圣地之中 排名前几 几乎能够 当家作主的人物 面对 七天一族的一个队长 竟表现得如此卑微 就这样 夜白成为圣地 控制着队长傀儡的夜商 在心底 比音一句 就冷冷地说道 今夜 我神族的巡视小队 连续被人击杀 我是来追查凶手的 暗处 你来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觉得自己这个假的 还是尽量少说话比较好 于是让暗处补充 这样明显可以增加 事情的真实性 是 大人 暗处听到这话 立刻心领神辉 应了一声后 就开始士气凌人地说了起来 这 在如今的永恒之尊界中 竟会发生此等事情 此事不能姑息 绝对不能姑息 等暗处说完 树渊天之尊叹息一声 就保证到 使者大人们 这件事 与我天小领地 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我天小领地 孝中七天神族的心 日约可见 你们的孝中之心 是否日约可见 需要查过之后 才能确认 薛孝莲和那些凶徒 遭遇过 成功逃脱 再看到凶手 可以认出来 你将天小领地的 所有人都叫出来 让其只认一份 如果没有问题 神族自然不会与你们计较 心中已经想好 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夜生 缓缓开口说道 他虽然声音不是很大 但气势十足 蕴含着七天神族的霸道在里面 这 实者大人 我天小领地 上上下下 共有数万人 想要全部集结 怕是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呢 夜生说完 树渊天至尊 就露出了一副 尴尬的表情 很明显 对于他们天小领地来说 被七天一族的一个小队 随意的查探 是莫大的屈辱 如果将数万人 全部都集结起来 那天宵圣主的脸面 根本就没有地方放 你的意思 是想让我神族 派出数万人来查这件事吗 不要忘记 你自己是如何 紧接到天至尊的 现在的天宵领地 缺得羽翼丰满 准备对抗神族了吗 树渊天至尊说完 得到了夜生 寿意的暗出 就冷声呵斥道 不敢不敢 诸位大人不要误会 树渊不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话 树渊天至尊 额头上的汗珠 直接流淌下来 顿了片刻 他继续道 这件事 我决定不了 不如诸位 去和圣主大人谈一下吧 此事影响非常大 如果树渊天至尊 贸然将天宵领地的修饰 全部集结 接受七天一族的查探 那将是巨大的耻辱 虽然他们已经投诚 但也不愿意这样做 草丘应该如此了 做不了主你出来废话什么 对于树渊天至尊 七天一族中的血孝莲 不屑地骂道 出身于七天一族 他们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要求过 立下天道誓言种种 但此时已经立下誓言 效忠于叶上 如有违背 会立刻遭遇到 天道规则的轰击 他们几个到目前 还算是忠心 将其表现看在眼里 叶上心中暗道 这七天一族的消失 还真是很好控制 要比永恒之尊 切得好控制多了 不知道 如果实力足够 我能否让他们整族 都彻底沉浮 而好帮助我们 对抗迷雾去呢 他心里清楚 目前来说 自己这边 没有让七天一族 沉浮的资本 他心中 已经暗暗种下了 这方面的种子 而树渊天至尊 被喝止了一句以后 虽然有些不满 但根本没有表现出来 客气地回了一句 就去请天霄领地的圣主 叶上 天霄领地的圣主 出现以后 我要不要直接出手 将其控制住 只要将他控制住 救人 肯定不在话下 等树渊天至尊 去找天霄圣主的时候 天霓 传言给叶上道 一会儿看情况 随机应变 先观察下 这天霄圣主的实力 以及态度再说 叶上传言给天霓的同时 不停地用神魂之力 查探着周遭的一切 留意到阵闻 他就用神龙之眼观察 发现在眼前的 这个会客厅之中 阵法还是十分强大的 动手不太有把握 于是开口说道 一会儿如果动手 需要先将那天霄圣主 引出这里 这里的阵法 不太好对付 这里的阵法 应该难不住我 如果天霄领地 没有半步寂静在场 那天霄圣主只要出现 就会被我擒住 此时的天霓 则是自信地说道 觉得 此地的阵法 困不住他天霓 对自己十分有信心 在他看来 不到半步寂静 与他这种半步寂静高手之间 有着巨大的实力鸿沟 这种差距 是难以弥补的 第1883集 不行 天霄领地 作为四大圣地之一 应该是由底蕴传承的 我们不能有半点倒影 那天霄圣主 虽然没有经济到半步寂静 但手中很有可能 有半步寂静的神器 如果可以激活 结合阵法对付我们 那我们 还是很有可能 在英国里翻船的 夜商间天霓有些膨胀 立刻分析道 听到这话 袁天霓赞同道 对啊 小心使得万年传 夜兄弟说的有道理 前辈 不能太过拖大 这 好吧 夜商 我听你指挥 你什么时候让我出手 我就什么时候出手 同样觉得夜商 有道理的天霓 缓缓开口说道 他虽然实力很强 但毕竟是神界诞生灵芝 在智谋方面和夜商 相去甚远 听你前辈 那我先和那天道圣主周旋 看看能不能不战 就将人给救助 目前 我有三个策略 一是 借着查找凶手的影子 在天霓临地之中搜索 还有一个 就是无力取闹 最后一个 自然是直接出手 对天霓圣主出手 反正等待天霓圣主 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夜商就继续传音道 天命 则是疑惑道 无力取闹 那是什么办法 无力取闹 就是找叉杀人 让他们主动 将囚禁的人都交出来 让我们杀 不过这个办法 有些不好把控 夜商说完这一句 就仔细地分析起人心 听了一会儿 天霓和袁天霓 都表示头大 觉得还是第三个办法好 根本就不需要消耗脑细胞 直接干就完了 正在此时 夜商查探到有人赶了过来 传言给天霓和袁天霓道 你没看着 想免 我就用第二个方法 让他们就范 好啊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袁天霓笑着说道 对于夜商的套路 他根本看不透 就在袁天霓 将这句话传言完 天霄盛楚 在大长老 树袁天之尊的带领下 来到会客厅 跟在他们身后的 还有几个 白须白发的老者 这几个老者 都是地之尊 或者是天之尊 跟在天霓圣主的身后 看起来 还是很有气势的 看到这些人一起到来 坐在椅子上的夜商 脸色 立刻映尘下来 道 你们这是一起来 吓唬本作的吗 你们以为我七天神族 是好欺负的吗 石者大人不要误会啊 我这是带人来 配合您 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天霄圣主听到夜商这话 立刻笑了起来 笑得十分和煦 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不过夜商能感觉到 对方的笑容中 有些绵里藏针的味道 不像树渊天之尊那样 容易看透 想了一下 夜商冷声道 哼 你们是来配合我们 查清楚真相的吗 很好 给你们两个时辰的时间 将杀人凶手给我交出来 否则 我们会立刻对你天霄领地动手 石者大人 你这话 恐是不妥吧 我们虽然希望帮您查出凶手 但两个时辰之内 是绝对做不到的 天霄圣主冷声回应一句 就继续道 如果石者大人非得相逼 那我也只能传音给那位大人了 他说出的那位大人 自然是七天一族中的那个半步极境的强者 哼 想试探我的底气 这天霄圣主说完 夜商立刻反应过来 并且心中有了一定的想法 他没有任何的迟疑 冷横道 哼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两个时辰之内 如果交不出凶手 后果自负 滚吧 根本就没有和天霄圣主讲道理的意思 并且是宜然不惧的模样 天霄圣主被如此呵斥 他身后的长老们身上都爆发出了强大的杀气 显然都被激怒了 看到他们的这副表现 夜商饱含杀气 道 怎么 作为我们神族的狗 你们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可以反抗了是吗 那副态度呀 完全就像是主人在喝斥圈养的狗一样 并非如此 大人 你交代的事情 我会立刻办好 还请大人在此地等待 天霄圣主 将近于爆发的诸多长老压住 而后又和夜商说了一句 我就等你们给我一个说法 记住 只有一个时辰 否则 我们立刻动手 如果我们在这里出事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要陪葬 对于这个天霄圣主 夜商已经有了办法 他的言语十分犀利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又变成一个时辰了 还真是欺人太深 听到夜商说出一个时辰的这个说法 属渊天至尊等人已经是接近爆发的边缘 不过 他们是不敢对七天异族出手的 也只是散发出了一些杀气而已 这时候 天霄圣主则是略显冰冷地说道 一个时辰后 我们再见 随后就离开会客厅 等他们一同离开以后 袁天烈立刻传一个夜商道 我怎么感觉 这个天霄圣主 不太好对付呢 让人根本看不透 他看似滴水不漏 但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胆识 因此无论如何 他都会选择妥协 既然妥协 就要将人给我们交出来 夜商笑着传音道 他们会将人交出来充数吗 可你怎么确定 他们会将神界领地的人给交出来呢 袁天烈不解地问道 这很简单 无论他们交多少人 只要神界领地的人没有被放出来 我们就继续要人 夜商笃定地说道 这让天烈觉得有些不妥 他开口道 如果那天霄圣主 真的联系七天异族的首领 将我们的事情查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天霄圣主 在永恒之尊解释个人物 但在七天异族看来 根本就是垃圾 不可能有直接联系到 对方首领的资格 因此刚刚说的话 是在掌握 刚刚的接触之中 夜商一直在分析着每一个细节 天霄圣主 暴露的最大错误 就是那句话 夜商也正是 从他说出的这句话以后 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彻底地占据主动 厉害呀 没想到 你既然能从对方简单的几句话中 就能够找到突破口 这种洞察力 简直无与伦比 夜商说完以后 天力就赞美起来 对于这种洞察力 他十分的羡慕 可他毕竟是神器诞生的灵智 虽然勇武无比 但根本就不可能将人情 石骨完全掌握 确实很厉害呀 这件事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 却是风起云涌 夜商兄弟几句话回应的 看似鲁莽 但却是天意无妨 根本就没有暴露任何破绽 算是在直接交锋之中 将天霄圣主给压制住了 袁天力同样赞叹道 作为旁观者 他十分佩服夜商的思维敏捷性 你们二位可别夸了 夸得我有些尴尬了 夜商笑着回应道 随后他和暗处交代道 等到一个时辰 如果他们没有给出交代 我一声令下 你们就直接出手 不管是看毒修士还是东西 全部毁掉 没有问题吧 大人放心 做这些事情 我们完全是清晨熟路 见夜商担心众人下不去手 暗抽 面带杀气的说道 他们七天一族 进军永恒至尊的时候 可是毁掉了数千个领地 做这样的事情 根本没有心理压力 夜商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说话 因为他想到了 神界领地身后的神界 按道 忙完眼前的事情 一定要去看一看通道 有没有被发现 神界有没有事 在夜商陷入沉思的时候 天霄圣主正在和他 麾下的一些长老商议着 除为长老 你们觉得外面的那些异族 应该如何来应付 沉默片刻以后 天霄圣主看向了在场的众人问道 天霄圣主开口以后 大长老数冤天之尊道 圣主 作为一个圣地之主 刚刚他被贺制得很没面子 不计仇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呀 他没有看出来 夜商是假冒的七天一族 开启阵发 不给他们任何传言的机会 直接灭杀掉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树圆天之尊 斩钉截铁道 按照他的判断 他们这些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 击杀七天一族的一个小队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杀掉他们肯定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你如何可以确定 七天一族 不会找上门来呢 毕竟 与我们无关的事情 他们都已经这样了 若是 真的有人在我们这里出事 另外一个长老 范娄天之尊 担忧地说道 他觉得 七天神族 根本不会与他们讲道理 就算没有切实的证据 也很有可能将天霄领地灭掉 两位长老分析的 都很有道理 这让本圣主 更加为难啊 这二人说完 天霄圣主的眉头 皱得更加严重 按照他的想法 是想要将夜商等人击杀的 但经过范娄天之尊 这么一说 又没有了动手的勇气 这个时候 天霄领地的太上长老 胡青天之尊说道 依我看呀 他们要人 我们随便送出一些 要定是凶手不就得了吗 何至于用领地的存亡冒险 好 太上长老的意思 是随便找一些替死鬼 这么做 他们能满意吗 听到胡青天之尊这么说 大长老 树渊天之尊 疑惑地问道 在我看来 那些蛮夷 想要的只是杀戮 多交给他们一些 让他们杀个够 估计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太上长老 轻浮胡须道 这个办法不错 但要交给他们 什么人呢 树渊天之尊想了一下 觉得太上长老 这个办法不错 其他人分析了一下 也觉得这个办法 算是靠谱的 让齐天一族满意 不一定需要真凶 自然是可以 将对抗齐天一族的 一些人交出去了 这样完全可以说得通啊 太上长老满领笑意道 我们留着他们不杀 不就是为了某日 能用上吗 嗯 好 太上长老的这个主意好 就这么做 众人议论一番以后 天宵圣主觉得 这个办法难度最低 而且最不容易触弄 齐天一族 最终决定这样做 决定好以后 他补充道 天下兮兮 皆为历来 巧人的时候 别忘记送上一些资源 上主放心 这件事 交给我去吧 太上长老说了句 就叫上了大长老 一通去提人 准备在各个领地 被擒的修饰之中 找实力强的一些 交出去 不过 到了关押这些人的 监牢以后 他们发现 这些修饰 基本都被折磨得 不像样子 顿时觉得 想要交差 不太容易 哎呀 这要如何是好啊 将他们交出去 在道理上 说不通吗 看着诸多领地 被关押的修饰 太上长老 顿时皱眉道 我倒是觉得 将他们交出去 能给那些 一族一些面子即可 至于能否说通 不太重要 大长老数冤天至尊 则是无所谓的说道 第1884集 听到这话 太上长老点头道 嗯 说的是 如今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如果将这些人交出去 那些一族不愿意 那我们就让圣主 实施另外一个计划 将他们全部都击杀 好 我这就知会圣主 大长老 数冤天至尊说完 就在太上长老的帮助下 将镇压众人的牢笼收取 带给了天宵圣主 拿到牢笼 以后 天宵圣主 就按照台上长老和大长老的意思去做 如果将人交出去 他们就此退去 事情就这样了解 如果他们不识台举 那就全部击杀 好 圣主 圣主 威武 天宵圣主 说完 在场的一些长老 立刻封营的 而后 天宵圣主 就带着 被炼制成法器的牢笼 带到了夜商的面前 交给夜商道 使者大人 本作不如使命 将击杀神族的一些修士 给抓住带来了 与此同时 他还多递给了夜商一枚戒指 戒指中 装的是丰厚的修炼资源 嗯 这枚戒指是怎么回事 夜商结果被炼制成法器的牢笼和戒指 随后 查探起了戒指里的物品 发现这里面有不少的物资 此时 他冷声呵斥了一句 啊 使者大人 这是我天宵领地 孝敬您的 天宵圣主被呵斥一句 实际上是激起愤怒的 但他诚服很深 将情绪压制住 反问道 我神族 根本不缺资源 你送我这些有什么用 别忘记 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夜商的脸上则是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笑容 表现得极为极傲 而后他根本不给天宵圣主说话的机会 就看向了血孝连 道 血孝连 检查一下牢笼中的修士 看是否为你见过的 是 队长 血孝连接过被炼制为法器的牢笼 查探了一下 大声道 队长 牢笼里面没有一个女修 这不对啊 按理说 偷袭我们的男修都在 怎么可能没有女修呢 天宵圣主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夜商看向天宵圣主道 事实上啊 血孝连的这些话都是他突然想到的 故意不要资源要女修 让天宵圣主觉得 今日他们来闹事 就是为了要起个女修 这也算是符合七天一族的性格 原来你们不是来寻找凶手 而是来积极额掌女修准备谢完蛋 一群畜生 夜商和血孝连表现得如此 天宵圣主顿时觉得自己抓住了重力 心中暗暗鄙鄙视一句 就一拍额头道 哎呀 使者大人 是我疏忽了 我去命人 将刺伤你们的女修带来 去吧 夜商冷哼一声道 没过多久 天宵圣主就带着十多个女修的牢笼 再次出现 结果牢笼查探了一下夜商发现 这些女修都是天宵领地的女弟子 按道 这个天宵圣主还真是不要脸 为了保全自己 连领地的女弟子都往外送 而后他再次查探起了刚刚的牢笼 在里面发现了神界领地的第一副城主和祖奉至尊 以及五六个其他至尊 夜商立刻传音道 祖奉前辈 我们神界领地被俘虏的人数一共是多少 是否都在这天宵领地之中 夜商 你回来了 发现传音的是夜商 原本已经虚弱不堪的祖奉至尊 眼眸顿时雪亮起来 是我 我是来救你们的 祖奉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您快点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时间紧迫 夜商只能是长话短说 而后让祖奉至尊回答问题 听到这话 祖奉至尊还没有开口 第一副城主就说道 祖奉至尊受了伤 情况不太好 还是我来说吧 而后 第一副城主开始说起了 神界领地被攻击 以及他们被俘虏的事情 原本啊 神界领地的大部分人员 都是和九旋领地的人在一起 受到长生至尊和盘龙枪的保护 他们在齐天异族发起 大规模攻击的时候 已经提前撤离了 至于第一副城主和祖奉至尊等人 原本也是和长生至尊等人一起的 但他们想从大动天中 回到神界领地 通知其他人逃离 不过在路上 就被天霄领地的人擒住 这么说来 留守在神界领地的人 应该都已经被欺 或者是被注射了吗 听到这话 一夜伤顿时感觉到了一阵难受 神界领地之中 没有多少人 出去进屋至尊 还有另外十来个主宰 损失数量 应该在十个左右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第一副城主 哀伤地说道 迷雾区还没有攻过来 永恒至尊界就要被七天一组 紧乎灭掉 让他是很难过的 不过他倒是庆幸 这次神界领地的损失不算大 什么 那金屋前辈 是陨落还是被擒了 听到这话的夜伤 则是心口一震 金屋至尊 是他无比尊敬的一位前辈 如果陨落 是他绝对接受不了的 负责经过我神界领地的 主要是天宵领地 既然在牢笼之中 没有金屋至尊 那他不是逃走 就是被击杀了 第一副城主 无奈地说道 原本他和祖风至尊 就是带人来通知 金屋至尊和其他人的 但在半路上 就被天宵领地的人拦截住 至于他们攻打 神界领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根本无人知晓 不是逃走 就是陨落 天宵领地 和齐天异族的人 一同攻击我神界领地 金屋至尊 就算是实力在强 也难以逃脱 沉默地思索了一下 夜生心中一通 他清楚 金屋至尊 很有可能 已经凶多吉少 原本已经将人救出 准备逃走的他 立刻改变心中的想法 传议给天宵道 听我号令 我准备在此地 将这天宵圣主 直接击杀 为金屋至尊报仇 好 今日我们不止要文道 还要武道 我们必须给天宵领地 这种败类 来一个致命打击 天宵立刻回应道 他也有听到 第一副城主的话 直到天宵领地 帮助七天异族 攻打神界领地的事情 使者大人 您可否还有不满 就在夜生 和第一副城主 沟通的时候 天宵圣主 木人开口说道 他发现夜生正在走神 怕他又做其他的谋算 被打断的夜生 顿时将心神收回 看向天宵圣主道 不满 是有一些 不过圣主借我一样东西 就可以解决此事 好 使者大人 想要借什么东西啊 但说无法 天宵圣主 看向夜生道 心中则是暗骂他的贪婪 这个时候 夜生冷笑道 借你人头一用 你是 加班成七天神族的修士 来我天宵领地造词 还真是大胆 眼见夜生周身 突然绽放出神域 以及杀气 这种神域 明显和七天异族的气息不同 他顿时就判断出来 夜生是来自永恒至尊界的修士 到此时 他已经清除夜生的目的 就是救出牢笼里的人 顿时有些懊恼 天宵前辈 袁天力 出来吧 这个天宵圣主 惊人必须死 天宵圣主说完 就朝夜生 打出一击 而夜生 则是召唤出了天力和袁天力 三个人 一同对天宵圣主出手 准备在惊动其他人之前 就将其斩杀 像在天宵领地击杀本圣主 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打出一击的天宵圣主 不屑地说道 对于夜生叫人出来这事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有几个脑袋无所谓 能取向你向上人头就可以 夜生在回应的同时 已经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并且激活轻凤战将 同时取出谷官 就朝天宵圣主砸去 以抵挡他的一击 这是 被谷官挡住这一击的天宵圣主 顿时就一阵错愕 因为这个谷官和走出七天一族的 那个看起来十分相像 这可把他吓得够强 立刻就想转身逃走 想逃 有本座在此 你逃得了吗 眼见天宵圣主 被夜生召唤出来的古官 震慑主准备逃走 刚刚从空间动天中出来的天宵 立刻化身为剑 抄起攻去 什么 半步极境高手 这怎么可能 注意到天宵是半步极境的天宵圣主 这一下变得更慌了 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勇气 激活会客听震闻的同时 他施展出了最强的神法 准备冲出去 这么近的距离 你想在本座面前逃走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眼见天宵圣主想要逃走 天宵不屑地笑了一句 就轰出一击 在化身为剑的状态下 他的普通一击 就和人形状态下施展绝学差不多 这哪里是天宵圣主可以接下的 他直接被一击轰飞在地 直接将其斩杀 不用手下留情 见到天宵圣主 被天力一剑轰到在地 夜上喊了一声 就用古官砸向天宵圣主 原天力也挥舞起自己的神器砸了过去 被他骂人连续轰击 天宵圣主立刻被延迟起身尸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天力已经是酝酿出了最强一击 猛然轰击出去 等天力的攻击结束 夜上发现天宵圣主直接被秒杀掉了 他将天宵圣主的空间法器收取以后 就取出了隐藏任务的书卷 确定上面已经显示完成 夜上将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取出来 到 将它收取转化为能量吧 好的 小七立刻作为代表回应道 而后就将天宵圣主收入进去 道 吸收了一个尚未天之尊巅峰的高手 能得到大量的资源 虽然不至于让你直接进阶岛 半步天之尊 但也差不多了 这绝对是一笔大的收获 收获无所谓 我这么做 主要是为了帮金屋前辈报仇 夜上说了一句 就用神龙之眼观察起周遭 道 天宵圣主已经通知其他人 并且激活了阵纹 我们得快点离开 放心 这个会客厅的阵纹 根本困不住我 这一时 天宵圣主说了一句 就冲天而起 直接将会客厅的顶旁轰开 二后大喊道 进入我的空间 我带你们离开 这天宵领地困不住我 好 我们进去 天宵圣主说完以后 袁天烈有些迟疑 不过夜上根本没有一点犹豫 就说了一句 率先进入到天宵的空间之处 对于天宵 他基本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等夜上和袁天烈 全部都进入以后 天宵就大笑道 我觉得天宵领地如果没有半步极境 我们完全可以再杀一些 而后离开 夜双则是说道 天宵领地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我若是没有猜错 齐天一族的人肯定要来了 我们需要快速离开 离开这里的话 我们要去哪里呢 对于夜双的话 天宵领没有反驳 他开口询问起了 夜双他们几个未来的取向 我们在这边 寻找下长生至尊他们 以及严前辈 如果找不到 就回迷雾去 如今我的实力太弱 没有将齐天一族 全部击杀的能力 所以 需要回去尽快提升实力 夜双有些无奈地说道 目前来看 无论是长生至尊等人 还是严吉尊 都是很难寻找的 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这是天逆说道 不如这样 你和袁天烈回归迷雾区 我留在这边寻找他们的下落 你觉得如何 反正我的实力 短时间内是很难提升的 这么也好 不过 等我们离开眼前这里再说 第一 一千八百八十五级 医生觉得 他们在附近击杀掉了那么多的七天一族 那些七天一族应该很快就会追来 好 那我带你们离开 你准备怎么处理 那些投诚的一族啊 朝天霄领地外围冲的时候 天力开口询问道 而天霄领地的诸多高手在宗门阵法的配合下 连续对其狂轰乱仗 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们几个最好还是留下 毕竟可以帮我们了解七天一族的事情 夜商说了一句 就召唤出了两个一族 放到了天力的空间中 说道 这两个留给前辈 前辈可以向他们 询问有关一族的一些事情 好 天力回应一句 就朝拦截他的诸多修士 红出了几道光芒 这些光芒都是半步寂静层次的空气 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到达之时 爆发出极大的威力 天霄领地的太上长老险些被一下炸死 吓得他们根本就不敢再追 任由天力 直接飞离天霄领地 飞出天霄领地没多久 天力就开口道 七天一族的人果然来了 数量大约是十个小队 领头的是上位天之寸 我们要不要出手 十个小队 那人说 差不多就是一百个天之寸 听到这话 夜商立刻询问道 嗯 总体数量是一百多个 但他们都是分成小队 分头赶路 我们想要出手 还是有机会的 天力解释道 如果对方一百多个天之寸在一起 那他这个半步寂静都会吃不消的 自然没有出手的心思 既然这样 我们找机会 解决掉一两个一族小队 将他们转化成能量 正好 我冲击半步天之寸 还差一些能量 听逆天如此解释 夜商立刻回应道 那我寻找一个弱点的小队动手 得到夜商肯定的答案 天力说了一句就改变飞行的方向 朝中卫天之尊领队的一个异族小队飞去 拦截在他们行进的路线上 这些畜商不知在永恒之尊前杀了多少人 我们能杀尽量不要放过 空间中的袁天力 看向这些异族的目光中全是杀意 正是这些弃天异族 让他久违的这次返乡成为了一种折磨 也许不用太过激动 当我们回去提升实力 一定会回来 将这弃天异族赶出去的 无论是弃天异族 还是迷雾区的人 都不能毁掉我们的家园 准备动手之前 夜商传印给袁天力道 这个时候 弃天异族的小队 已经是靠得越来越近 此时 那天说了一句准备动手 就将夜商和袁天力放了出来 不急 等他们进现 我们再动手 我会给他们一个礼物 说了一句的夜商 就布置出隐匿法阵 在隐匿法阵之中 酝酿起从苏利那里学到的 机密兴火 等到七天异族的小队飞回来 他立刻打出这一招 没有防备的异族们顿时全被打中 他们中了我的机密兴火 实力打他折扣 我们上 等酝酿许久的机密兴火打中这些异族 夜商 默然传迎一声 而后和天力以及袁天力一起朝着这些异族杀去 有天力这个半步极境在 这些受到寂灭星火冲击的异族很快就被全部击上 等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收取这些异族的能量以后 天力提议道 我们击杀一个小队如此轻松 不如将附近的异族小队全部击上再离开 你看如何 我们可以多猎杀一些 但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异族冒特别大的劲 天宵圣主被杀 天宵领地那边肯定会上报给异族 如果听说这里有斑驳激进的高手 异族可能会排除我们无法对抗的力量 夜商开口分析道 而后在天力和元天力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又击杀了三个异族小队 这才离开天宵领地附近 距离远了以后 夜商带着元天力一同离开 天力则是去寻找炎吉尊等人 等天力离开以后 夜商并没有直接带着元天力前往迷雾去 而是将元天力收到了空间洞天 然后前往神界领地那边 找到通往神界领地的通道 回归神界看了一眼 确定此时的神界除了天外山的天魔在作乱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就离开神界前往迷雾区 对于夜商来说 目前最为重要的事情还是提升实力 到了迷雾区以后 夜商就开始吸收古关的黑暗气息 元天力也是同样如此 等吸收完黑暗气息 让自己和迷雾区的人气息差不多以后 元天力开口道 夜商 上次我和你说过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哪件事情 夜商疑惑地问道 就是把我族人全部恢复过来的事情啊 元天力看向夜商有些忐忑地说道 可以是可以 但眼前就将他们全部都进化过来 他们没有继续成长的环境 这样不太好 毕竟你能正常在迷雾区修炼 是因为我的功德之力 若是此时将他们进化过来 那你们一族的人 只能在我的周围活动 这样 相当于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夜商分析了一下 而后道 所以 等到开展之前 将他们进化过来 那样才是最为合适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此时将他们进化过来 不如让他们 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提升呢 听夜商这么一分析 元天力赞同道 而后 夜商带着元天力 一同回归露天学院 到了露天学院掌控的范围内 他立刻去寻找云夜等人 想看一看这些时日 他们发展得如何了 有没有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势力 等赶到以后 夜商发现 云夜等人 已经将宫殿建立起来 山峰之上已经有了模样 不错 已经破具规模 不知是否已经招揽到一些人了 看着下面的宫殿 夜商感兴趣道 应该已经收到不少人了吧 否则 他们怎么会建立这么多的宫殿呢 元天力悬浮在虚空之上 看着一连十二座宫殿 笑着说道 走 我们一看便知 夜商说了一下 就朝下方飞去 因为想要试探一下云夜这里的阵法防御 他没有船移给中人 这么朝下面一飞 夜商顿时就诧异起来 云夜的这片山峰之上 竟然没有任何的阵法 怎么没有阵法 这不是相当于门户打开吗 观察了一下 夜商就诧异起来 他发现 整座山峰之上都没有阵法的存在 是啊 真是奇怪 如果连阵法都不布置 谁还能投靠过来啊 元天力也疑惑地说道 我们去问问云夜 是怎么回事 猜也肯定是猜不出什么的 于是夜商开启神魂之力 探查起了云夜等人的位置 这么一查探 果然没有发现一个外人 等找到云夜 夜商立刻问道 云兄 你们怎么不布置阵法 一说就来气 我们前前后后布置了不下十次阵法 但每一次都被恶意破坏掉 而且我们根本不决定 这一切是谁做的 云夜还没有开口 玄年就不爽地说道 而后云夜恼怒道 肯定是什么人 在故意玩我们 他们有破坏阵法的能力 应该可以轻松将我们击杀 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连续破坏阵法 却是找不到谁做的 这让他很不爽 那肯定是有人在恶意针对 我想他们冲的不是你们 而是我 很有可能是灵冬青的人 在暗中出手 一眼上推测一句就继续道 下面我来布置阵法 看一看 他们是否还有能力破掉 如果连阵法都布置不了 我们很难在这里站住脚 你们之间跟我回归露天学院 哎 好 目前看也只能这样了 云夜有些不甘地说道 但当前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和我有仇怨的那个灵冬青 后面有一个大家族 应该是他们在动手 夜生说完就开始布置阵法 连续布置下五牛阵 以及其他的昆阵等 布置完以后 他看向云夜等人 道 这一次我布置的不是手伸打针 是专门对付修士的 如果他们再来破坏 绝对会中招 好 那我们就等待他们上钩 这一次 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云夜怒道 颜色自然是要给的 不过 他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没有必要一直关注 咱直线做其他的事情 有情况 我通知你们 夜生清楚 云夜和玄年被气得够呛 装人心切 开口安慰道 唉 我们目前 简直是心腹气躁 根本没有心情做其他事情 云夜摇里摇头 玄年也是如此 布双道 我们已经形成心结 就在阵法中等待 叶兄愿意做什么事情 那就去吧 不用理会我们 那好吧 我需要一些事情修炼 云夜商和他们说了一句 就找到了一座适合修炼的大殿 进入永恒神塔开始修炼 在十倍加速中 连续吸收三十余年的能量 它将实力提升到了地至尊巅峰 也就是万步天至尊 距离天至尊就只剩下了一步之遥 俨然要追上迷雾区的一些高手了 目睹夜商晋级到半步天至尊 小五恭喜道 夜商 恭喜你啊 距离天至尊更近一步 以你的天赋来看 当你进接天至尊 说不定可以和那些尚未天至尊一战 不见得能和那些老牌的强者抗衡 他们积累很深 不过 若是我能进去天至尊和中尉天至尊一战 应该能轻松去胜吧 夜商分析道 他觉得 那些尚未天至尊 很多都是修炼了很久的老孤独 肯定没有一个简单的 他们无非就是活得久了一些 积累多一些 可能神器和绝学会得多 而你虽然会得不见得很多 但学一样 精一样 不见得比他们差 小五又夸赞一句 道 特别是 如果你能多聚集几层 永恒神塔以后 小五 我知道 你聚集第四层和第六层的期望 比较强烈 等时机合适 我们就前去 夜商清楚 小五很羡慕七八九层 可以组合在一起 出言安慰道 事实上 他也想快点将永恒神塔集齐 只不过剩余的五层 想要弄到手 难度都很大 需要他先进阶到天之尊层次 才可以前去尝试 特别是最后的一二三层 想要获取 不仅仅是需要实力 还需要一些运气 并且需要确定 灭等人不在自己控制的城池之中 夜商 不用担心我 我能等 相信终有一日 我们永恒神塔 会重见天人 小五清楚 夜商担心自己 开口回应一句 放心 我已经将此事放在心上 既然我已经禁忌到 半步天之尊层次 那也没有必要继续修炼了 想要禁忌天之尊 不是简单 通过吸收能量就可以的 反正需要等那些破坏阵法的人 我再研究研究 百字真言 夜商说完 就取出了云叶送给他的百字真言 自信研究起来 到目前为止 云叶已经掌握二十几个字句 并且基本能够融会贯通 夜商只能是将少数的几个字句 组合起来使用 相对比较要差上一些 不过 他并没有急于研究 自觉的排列组合 而是继续领悟起来 在十倍加速空间之中 研究二十年左右 夜商领悟的自觉数量 已经达到了二十三个 差不多已经追上云叶 本来他想趁热打铁 再研究出来几个 这一日 却收到了云叶的传音 原来啊 云叶和玄年等待几年 都不见破坏阵法的人出现 就到附近的城池中 招收一些下属 今日他和玄年 带着五十左右的修士 赶了回来 这些修士之中 有六个夏卫天至尊 其余的都是地至尊 也算是比较强的了 第1886集 玄年雄 玄年雄 我们一开始就招这么多人 不太好维持吧 养这么多人 恐怕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我们暂时手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夜商看到二人 竟然一次性带回这么多人手 顿时有些诧异 觉得他们有些冒进 烈兄不用担心 我们这样做 就是在露天学院的批准下 将人手组合在一起 然后去做城池中的各种任务 基本上可以自负盈亏 人都不是问题 将夜商的担忧听在耳中 玄年笑着说道 他和云夜在附近混迹的这些年龄 早已经将规则研究得很透彻 知道该怎么发展 这时夜商继续道 我担心的有两天 于是会有敌人的耳目混进来 二时我们做任务的时候 会遭遇奇特势力的侦探 如果任务不顺利 那不仅留不住人 而且名声会直接抽掉 夜商担心的有道理 不过想要发展出自己的实力 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步 云夜说了一句就继续道 如果夜商担心有人不忠 我们可以定下规矩 让加入者立下天道试验 这是个好主意 你们将他们安顿下来就出手去办吧 否则用他们理应外合 对我们不利 啊 对了 玉秀 我觉得既然摊子已经铺开 那你们需要给实力起一个名字了 在暗中观察着这些修士的夜商 继续传音道 通过渗龙之眼的观察 他发现 这些修士进入这里以后 每一个都在四处观察 这倒是符合人性 他不能说什么 而听到夜商的话 云夜继续道 我准备将这里叫做夜魔风 以你在迷雾区的名字 作为势力的名字 也可以 不过用我的名字 日后肯定会遭受更多的针对 毕竟等我从新秀峰离开 会和很多老的学员 在陆亭战场中展开争夺 到时候 就不是被灵东清一人针对那么简单了 夜商缓缓说道 他清楚 自己崛起的路 必然是一条战斗的路 无妨 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起来的势力 肯定会更加可靠 那我们就叫夜魔风吧 说话间 云夜就在山门的位置 亲手写出夜魔风的字样 而后他大声道 感谢各位的加入 日后我夜魔风 会成长为露天学院范围内的 大势力之一 夜魔风 夜魔是我们在露天学院之中的靠山吗 云夜刚刚写出夜魔风这个名字 就引来了不少修饰的关注 有人开口问道 对 夜魔就是我们的靠山 他是本届学院中的第一人 未来成就 不可限量 云夜点头说道 对于夜商取得的成绩 他还是很骄傲的 夜魔 我听说过他 当时我和兄长本想参加本次的选拔赛 但这一次的规则实在是太过残酷 就没敢参加 夜魔是在我们面前 成功杀进露天学院的 其中一个名为 攀裂的天之尊 听到夜魔的这个名字 顿时激动起来 而后 他的兄长攀裂天之尊道 我当时也在场 但是 记得夜魔是帝之尊的实力 他真的成为本届的第一人了吗 那是自然 并且 他已经被学院的三大副院长 联手确认为 第一档次的天才 未来 成就半步寂静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前途不可限量 众人询问起夜魔 玄年得意地说道 对于夜魔风来说 夜商就是一个火广告 他说完以后 在场的一些天之尊和地之尊 顿时来了精神 不停地询问起夜商的一些事情 云夜和玄年 则是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 原本对于夜魔风没什么信心的重来 渐渐在心中形成了一些归属感 哼 还没加入露天学院几日 就开始招兵买马了吗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这夜魔风能存在多久 就在众人聊的兴起 开始喝酒的时候 一道散发着银灰色光芒的利剑 突然朝夜魔风的牌匾射来 很明显这是嫡妻 来人准备将夜魔风这个牌匾直接射下来 让云夜和玄年丢人 同样也是要打夜商的脸 这是什么剑 竟然能穿破夜兄弟布置的阵法 看到横空而来的利剑 玄年立刻面色一变 这时盘涅天之钻惊讶道 这是灵师一族的破阵穿云剑 是灵东青身后的灵家在出手 灵家竟然是灵家 听到灵家以后 在场的一些人顿时有些慌乱 此时的云夜则是飞起准备拦截破阵穿云剑 不过云夜刚刚飞去 夜商就喊道 云雄 让我来 同时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激活轻凤战甲 而后运出天力九步 扶摇直上 伸手朝破阵穿云剑抓去 这是何人 破阵穿云剑 是远古星辰铁铸造 并且被灵金尊加持过 威力十分恐怖 可千万不能用手直接抓呀 看到夜商竟然徒手去找破阵穿云剑 攀灵天之尊 立刻大吼着提醒道 多谢提醒 不过神兵还需要神认识 使出这一剑的人太弱 因此 没有发挥出这一剑的真正威力 夜商回应的同时 默然对破阵穿云剑 施展出百字真言中的冰封定三个字决 向他们配合着施展出来 将破阵穿云剑的速度尽量降低 而后伸手去抓 虽然抓住破阵穿云剑以后 夜商连续退后了近百张 但最终还是在排便的前方成功的停了下来 破阵穿云剑都能抓住 老大 这是什么人呢 怎么如此厉害 看到夜商竟然徒手将破阵穿云剑抓住 攀裂天至尊疑惑地问道 这就是露天学院本届的第一人 夜魔 得到夜商的首肯后 玉燕笑着说道 原来是夜魔大人 怪不得如此强悍 这破阵穿云剑只有一只 将其强行两化的话 以后破阵 将是莫大的助力 攀裂天至尊同样是赞叹起来 对于夜商的手段 他佩服得屋体投地 被招募来的其他人也觉得 夜商这个表现十分了得 纷纷开口夸赞道 哦 破阵穿云剑就只有这么一只吗 很好 听说破阵穿云剑只有一只 夜商顿时感觉轻松不少 因为这样一来 林家这次派出的一些修士 就很难对他们形成威胁 抓住一只剑就了不起了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废物 这时候远处再次传来喊声 林家的一个男修威胁道 刚刚被招募来的 我们林氏家族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月之内退出这个所谓的夜魔风 否则你们全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林氏家族果然是林氏家族在后面作祟 听到对方喊话 云烟立刻咬牙道 而那刚刚招募来的这些人明显都忐忑起来 虽然林氏家族的人说得很不客气 但他们面对着林氏家族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勇气 一时间全部都打了退堂股 叶秀 在场中人全部都犹豫起来 我们该怎么做 要杀掉外面那些人 以立威吗 愤怒中的云烟并没有冲动 而是寻味一句 立威是必须的 但是要给在场的这些人安全感 我来解决吧 燕商回应云烟一句 就飞进山门朝外面喊道 大言不惭 你们几个废物 除了案件伤人还有什么能耐 有本事 你们进来伤一个人我看看 我林氏一族想要扫平你们这个夜魔方 根本不费摧毁之力 林家的南修依然是一副狂傲的样子 不过并没有动 你们竟在咫尺都不敢出手 难道就会用嘴吗 对方没有出手 也让立刻讥讽道 既然你吵死 那就不怪我们违抗族中大人的意思了 原本大人仁慈想要留下你们的性命 现在看来你们根本不想活下去 夜双喊完 林家的南修就再喊了一次 而后就道 我们准备杀的人只有夜魔 云夜 玄年 你们这些被招募过来的 只要不出手 我们就不会针对你们 来了十多个天之尊 就这点胆识吗 你们不用怕 今日这夜魔风 只有我们三个会出手 夜双早已经看到了 林家来了十几个天之尊 而他们这边所有人家一块 还不到十个 在这种情况下 林家的人还威胁他们刚刚招募的修士们 一点气魄都没有 给我杀 夜双开口以后 林家带队的修士立刻大吼一声 就带着人朝夜魔风的位置上来 看着杀过来的众人 夜双传映给云夜和玄年导 让他们进去阵法之中 五牛阵是他们无论如何都破不掉的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去胜把握 好 既然夜兄弟如此有把握 那我们就高调一些 玄年听到夜双这样说 他顿时看向了朝沐来的其他修士 道 你们准备韭菜 我们将眼前的这些敌人尽数击杀 菜与你们一起饮酒吃肉 你们一个地之尊 两个天之尊 真能解决掉眼前的这十几个天之尊吗 若是没有把握 我们兄弟不会修守旁观 眼见林家人多 潘越天之尊并没有后退 而是开口询问一句 他说完 吉兄长潘越天之尊同样说道 对 我们兄弟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绝对不是怕事之辈 那林家虽然厉害 但还不至于让我们夹起尾包作人 两位潘秀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但眼前的这些蝼蚁 根本就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 你们喝酒观看即可 夜双没有想到 潘家两兄弟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能够站出来 他还真是有些感激 毕竟二人此时说话 甚至是站出来的话 其他人肯定也会出手 否则那脸就打得太疼了 只不过 此时他和云翼 玄年根本就不需要支援 于是蜿蜒谢绝调 既然夜魔兄弟有把握 那我们就暂且饮酒观看 这是万年香 为你们助阵 盘月天至尊大笑一声 就取出三坛酒 分别递给了夜双 云翼玄年 那就谢过盘兄好意了 夜双开起慎龙之眼 查看了一下 确定酒没有问题 直接喝了起来 云翼和玄年原本有些犹豫 但看到夜双已经喝了 也就掀开了酒疯 都要被击杀了 还有心情喝酒 本座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你们几个 看到夜双和云翼等人竟然在这种关头喝上酒了 林家带队者的林光阴音直地呵斥了一句 与此同时 其他林家人则是行动有素地朝夜魔风宫来 陈杀你们有如杀鸡宰兔 有什么不能喝酒的 看向林家众人的云翼不屑地吼道 好大的口气 我看你们一会儿怎么哭 林家的林光阴一脸不屑地看向夜双等人 而夜双连将袁天烈召唤出来的心情都没有 喝完酒之后就将黄金天气召唤出来悬浮到虚空之上等待林家众人攻过来 此时的云叶和悬年也都先后喝完将坛子摔在地上准备迎战 在场一些被招摸来的修士心里都明白 夜魔风的这几个首脑是想要立位因此根本就不让任何人帮忙 他们十分好奇三个人能否在林家十几个天之尊的围攻下成功将这夜魔风保住 哄 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之中 林家众人在灵光阴的带领下猛然朝夜魔风的牌匾哄过去 这一次夜双没有出手阻止 但激活了五牛阵将这些攻击全部都划解掉 与此同时夜双将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取了出来 让其准备吸收能量 虽然永恒神塔吸收的能量暂时无法帮助他进阶到天之尊 但可以形成强大的攻击 原来你们的底气就在于心部之初的这些阵法 告诉你们这都是雕虫小鸡而已 给我杀 林光阴大吼的同时从空间法戒指中取出了一个绝大的铜钟 敲击了起来 释放出巨大的音波 就朝夜双布置的阵法轰炙 第1887集 蠢货 看到林光阴用法器轰击五牛阵 夜双原本是有能力用阵法银康的 但他觉得若是阵法表现的如此夸张 林家众人很可能不敢进 于是他在对方轰出来的时候就将五牛阵停止 用患者对抗铜钟的音波 而林光阴的这件法器还是很强大的 直接将夜双布置的患者全部轰碎 我说过你们这些都是小道 自以为将夜魔风阵法全部都破掉的林光阴 狂傲地笑了一声就吼道 将眼前的夜魔 云夜 玄年 全部击杀 是 林家的这些天之尊听的号令 立刻大吼一声就朝着夜双等人冲来 他们的气势给人一种极其强悍的感觉 让在场观战的大多数人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些 唯有潘家两兄弟还站在原地 至于夜双和云夜 玄年则是逆行而上朝林家诸多天之尊攻去 此时的散染彻底爆发自身的锋芒 在气势上与林家众人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 看到夜双等人爆发出这样的战役 叛逆天之尊忍不住叫好当 虽然眼前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但他和其兄长已经决定 如果夜双等人今天能够守住夜魔法 他们就选择真心加入 好 我看你是不得好死 林光阴听到有人叫好 顿时不懈地大喊道 不得好死的是你 此时 临着众人已经进入到五牛阵所在的范围 夜双冷喝一声就将五牛阵再次激活 等震耳欲聋的神魂攻击响起以后 林光阴当然顿时变色 他们没有想到 夜魔风之中还有阵法存在 原本决定冲上来就直接将夜魔风牌匾 轰碎的他们 顿时抵御起了这种凶猛的神魂攻击 其中 林光阴再次将那童中取出 将其震动 但这一次 在五牛阵的轰击之下 这童中的声音完全掩盖住 我们上 眼前五牛阵的效果已经彻底被激发出来 夜双大吼一声 就手持黄金天井杀入阵中 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对方的首领 林光阴 你一个地之尊 林光阴原本会以为是云夜与其战斗 发现来人是夜双以后 虽然被阵法压制的很难受 但他还是准备不屑的鄙视一句 只不过他才刚说一半 夜双就打断道 你废话太多了 还是闭嘴吧 而后夜双就朝他打出了冰封定 三个自觉 以及神人困阵 失忍出逆天九步 降遇着轮回天际 超级工具 眼看夜双的攻击不简单 原本还想多说几句的林光阴 彻底晋升 认真地对他起来 他毕竟是中卫天之尊 并且在林家有一定的地位 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但现在的夜双 已经晋级到半步天之尊层次 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林光阴受到了五牛阵 神源困阵 以及三个自觉的影响下 夜双很快就将其彻底的压制住 不好 快来人救我 被压制住的林光阴很快的就发现 自己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不是夜双的对手 立刻呼救道 随即 原本在围攻云夜和玄年 准备将二人快速击杀的 十多个天之尊 顿时分出一半 朝夜双没拢过来 一二三四 五六七 这地之尊修尾的眼眸 竟然能够以一己之力 康康祈祷天之尊 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这等天赋 简直是迷雾区罕见 几个天之尊围露过来的时候 夜双依然是永不可等 看到他如此消遥 叛逆天之尊 忍不住再叹道 在场观战的其他人 同样对夜双心悦称服 觉得此时的他简直是精为天人 这个夜魔还真是难缠 怪不得能成为少爷的对手 被夜双压制以后 灵光阴不爽道 虽然他清楚 眼前自己这些人受阵法的影响很严重 但最主要的还是夜双的实力足够强 他的修为虽然在半部天之尊层子 但相比于一般的中卫天之尊 也情商不少 这是他面对欺人围攻 还能游刃有余的最主要的原因 大哥啊 这个夜魔太难对付了 我们要不要逃走 被夜双压制住 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 灵光阴的亲弟弟灵光贤 有些畏惧地说道 此时的他 明显感觉脑袋已经不属于自己保管 顿时萌生退意 不用 另外既然不是要指着云夜和玄年吗 等到他们将二人击杀 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对夜魔出手 必然能够将其枕杀 说到底 还是这阵法太恶心 我们也是大意才会中招 观察着另外两边战斗的灵光阴 传音回了一句 他们之间的沟通 自然不能让夜双听到 听灵光阴这样说 灵光贤回应道 好吧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眼前有这么多修士看着 事关我们灵将脸面 我们一同支撑住 灵光阴说完就继续和夜双战斗 他是中卫天之寸的使力 但受五牛阵的影响很严重 战斗的过程中有种头晕脑胀的感觉 他虽然嘴上说的厉害 但在和夜双战斗的过程中 总是缩在后路 很怕会被直接击杀 灵家的其他人自然是能够看出来 但没有人敢说什么 只能是硬着头皮顶在前面 和天神下凡一般的夜双战斗 相比于灵家众人的颓势 夜双则是越斩越勇 将众人压制的头都抬不起来 他笑道 你们灵家就这点本事吗 这还妄称大作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有什么压箱底的绝学赶紧使用 否则 你们再也没有机会失尘 实际上 此时的夜双有能力将眼前的众人秒杀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 因为他和灵东青还有一战 想从灵家这些人身上 看看灵家的一些绝学 这样稍微能对灵东青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 战斗到此刻 他虽然出手凶狠 但没有对谁下厮守 小子 黄王 听到夜双这样说 灵光烟彻底暴怒起来 身为灵家之人 他还从来都没有当众被如此羞辱过 虽然很怕会被直接击伤 但他还是站了出来 他想配合我 施展我灵士一族的最强绝学 万灵之王 是 灵家其他和夜双战斗的修士全部都应声道 万灵之王 单听这个名字 夜双猜测不出什么 不过 他对自己十分有信心 等灵光烟喊出这个名字以后 他就暂时将攻势收敛一些 为其施展这个绝学创造机会 竟然如此拖当 你会立刻死于此地 灵光烟明显能够感觉到夜双在放水 立刻拨然大怒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万灵之王也被彻底施展出来 这一绝学被施展出来 立刻在虚空之中 浮现出了一棵棵粗大的古树 粗略一看 数量能有数十万之多 这些树木 每一棵都由能量组成 散发着黑暗的光芒 很强大的感觉 很好 总算是等到一些东西 眼前这万灵之王 给夜双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如此绝学肯定也是 灵动青的杀手锦之一 这是他希望看到的 夜魔兄弟小心 这是灵家的最强绝学之一 侍奉出来 威力十分恐怖 眼间灵光烟 在其他修士的配合下 施展出万灵之王 夜双并没有进行阻拦 盘涅天至尊立刻开口提醒道 对于灵家的一些绝学 他是听说过的 放心 我没事 你们好好喝酒 夜双回应攀逆天至尊一句 就看向灵光烟说道 我看你已经酝酿的差不多 是不是该将这绝学 施展出来了 我灵光烟 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种不知死活的存在 去死吧 被夜双用言语这么一击 彻底爆发的灵光烟 木人将这一招万灵之王打出 在万千能量树木 轰击夜双的同时 虚空之中又出现了一头巨大的 斑斓猛虎 夜双躲避 树木攻击的时候 这头斑斓猛虎 一跃朝夜双扑了 相比那些树木 这头猛虎要强悍很多 它不仅身形巨大 看起来还像是实质化的 出现以后就疯狂地攻击起来 万灵之王的核心 就是这头猛虎吗 我看也不过如此 和你们一样 只是并虎 和眼前猛虎对抗着的 夜双不屑地说道 如果单单是如此 它觉得这一招 也并不怎么样 没有精妙到 值得它借鉴的地步 哼 你想的未免太过简单了 此时的灵光阴 脸上则露出一丝不信 而后 虚空之中 木人又出现了一头酸泥 它同样朝夜双扑过去 有点意思 这继续 就是召唤强大生物来震动吗 夜双用渗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发现 灵光阴召唤出来的猛虎和酸泥 全部都是介于实质和能量体之间 这非常的玄妙 而同酸泥和猛虎战斗的时候 它发现 灵光阴等人已经气力不济 虚空之中 也没有再召唤出其他东西 随着它将猛虎和酸泥打包 灵光阴等人就彻底的 失去了对抗的能力 被它一个个系上 不过 夜双将灵光阴给留了下来 它准备从其口中多询问一些灵光阴的事情 这样有助于对灵光阴的了解 并且它可以从对方手中学习一些灵家的曲续 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夜双这边将灵家的修饰一个个击杀 苦苦支撑的云叶和悬年同时松了一口气 而后 它们的战斗就变得无比简单了 在夜双的参与下 它们很轻松的就取得胜利 厉害啊 真是厉害 三位的实力真让我等大开眼界 等夜双 云叶 玄年 将灵家的修饰彻底的解决掉以后 潘涅天至尊 再次赞叹道 在它看来 三人爆发出战斗力和凝聚力 简直让人失望 让它们感受到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似乎在此时此地就能看到夜魔风美好的未来了 潘兄客气了 我们也是仰仗着阵法之力 才能够如此轻松地取得胜利 被恭维一句 云叶谦虚地说道 云叶老大 过千了 你们刚刚施展出来的战斗力 通知让人佩服 我们兄弟二人 以后会陪着你们一起 见证夜魔风的崛起 潘涅天至尊 笑着说道 他们兄弟二人通过沟通 已经决定 全心全意地加入夜魔风 随着夜魔风一起成长 欢迎两位 真心加入 云叶清楚 他们兄弟二人此时的加入 合在城池中完全不同 夜商则是开口说道 你们放心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加入夜魔风 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还有事 夜魔风的事情 就就由大家一同处理了 告辞 他清楚 自己以高手的风范出现一次 已经起到了振奋人行的效果 而林家遭受此次重创 林东青想要再派人骚扰 还是需要掂量掂量的 毕竟他林东青虽然是临时一族的天才之一 但权力还没有达到可以随意地调动家族人手的地步 以后的事情交给云叶和玄年去做就可以了 夜兄放心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和云雄完全没有问题 你安心回露天学院冲击天职子境界吧 注意小心林东青 感觉那个小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 玄年眼见夜生要走 传音说道 让其放宽心 如果林家再有什么风吹草豆 立刻通知我 夜生则是留下一句话以后 就回到露天学院之中 回到自己的居所 夜生立刻从蒲丛的口中得知 姑苏比正在找他的事情 姑苏比 他怎么招生我了 第1888集 对于这个姑苏比 夜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他的哥哥好像是被林东青所杀 野莫主人 姑苏比说 让您直接去他的居所 奴仆谦卑地说道 不过他的语气虽然谦卑 但夜生还是能听出一些东西的 冷声道 让我去找他 姑苏比没那么大的面子 是 主人 眼前夜生有些生气 仆人没有多说什么 就继续去忙 夜生则是进入到修炼空间之中 去见混沌天经兽 此时的混沌天经兽 正在吸收夜生分给他的一些定海身体 没有出关的意思 夜生也就没有过多打扰 观看一会儿就从修炼空间中走出 却没有想到 他刚刚从修炼空间之中走出 姑苏比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他的居所外面 夜魔 为何不敢到我居所一见 莫非是怕我杀你不成 姑苏比出现以后就大吼了一声 鸣儿不见 怕你杀我 你的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听到姑苏比这样喊 夜生不怒反笑 觉得这个家伙啊 简直是脑子有问题 我就不信 你没听说其他人都被我打败的消息 婆苏女和苏累不都是你的人吗 他们被我打败 你会不知 我的最后一个挑战目标是你 你也应该清楚 你不敢见我 就是怕被我打败 甚至是击杀 姑苏比语气怪异的说道 你未免感觉太良好了一些 平日里 我事务凡多 哪有功夫关注你这种按摩高 夜生冷笑着说道 对于这个姑苏比 原本他还是有些同情的 此时却觉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已经被我堵住 你在抢死夺利有什么用 赶紧出来一战 你第一人的名头 根本就是名不副实 给我交出来 二龄东青 也将是由我来挑战 姑苏比一脸不屑地看向夜生 此时的他 刚刚进击到中卫天之尊不久 身上的气息无法一直地飘散出来 好大的口气 我就看一看 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进击到中卫天之尊的姑苏比实在是太漂亮了 夜生根本就不想和他多说 因为和这种脑海里不停在妄想的人根本没什么可说的 让其闭嘴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其打服 好 我佩服你的勇气 看在你敢与我一战的面子上 我会像对待婆苏女和苏勒一样 给你留下一条性命的 姑苏比绽放神域的同时 看向夜生说道 我看你是进击到中卫天之尊 把脑子烧坏了 姑苏比的话说的没什么逻辑 但还是让夜生十分不爽 他回应一句 就直接绽放出神域 并且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激活轻凤战甲 将黄金天际拿到手中 这个战绩不错 我喜欢 在你手中是明珠暗头 仔细审视了夜上的黄金天际 姑苏比面露贪婪的 他能感知到 黄金天际中 有半不及境的成分存在 原本我不想杀你 但你的生活留在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定冰封万灵之王 大吼一声 夜上就连续施展出绝血 这万灵之王 是他从灵光阴的绝血之中 摸索出来的 此时和姑苏别对战打出来 是想体验一下 看是否与灵光阴打出的一样 同时也是检验一下效果 准备在战斗之中摸索出 其中的不足 而后予以改进 幻灵之王 你 你是灵家的走狗 给我去死 看到夜上打出这一招 姑苏便立刻暴怒的吼了出来 因为他的兄长 就是被灵冬青用这一招击杀的 而后 他像是疯狂起来的野兽一样 动用绝血对抗起万灵之王 先后将夜上召唤出来的猛虎和酸泥击碎 灵家的走狗 几日我定会撕碎你 将万灵之王这一招破解掉 姑苏别就朝夜上示证出他进击到中卫天之尊后领悟出来的家族绝血 黑暗牢狱 刹那之间 夜上就发现 手铺的虚空全部都黑暗下来 这种黑暗就像是世界末日将领 给人一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 夜上开启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但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他清楚 自己这是被姑苏别的黑暗牢狱困在里面 进入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小世界 破镜铜锤 出来干活 第一时间 夜上就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而此时 小七则是自告奋勇道 将我们也放出去吧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好的 你们出来吧 夜上回应一句 就将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 从空间洞天之中召唤出来 小七 小八 小九出来以后 感知了一下 顿时由小八开口道 这片空间 我们知道一些 想要破镜 有两个办法 一是 让破镜铜锤慢慢破镇 二是利用蛮力空气 只要你的实力 超过外面的勾速边 就可以直接将其破镜掉了 还有这么一说 破镜铜锤 你们两个需要多久 能将眼前的空间破开 和小八沟通了一下 夜上开口询问破镜铜锤道 如果顺利的话 大概需要两个时辰 破镜铜锤的熊锤 开口回应道 两个时辰 那也太久了 说不定 故族别会利用这两个时辰 在外面布置出阵法 或者是酝酿出 什么恐怖的攻击 这样肯定不行 我还是尝试 一力破身吧 夜上说完 就燃烧起自身的血脉之力 对着黑暗牢笼的臂杖 轰击过去 被夜上的攻击轰击 黑暗牢笼的臂杖 立刻就剧烈的颤抖起来 只不过并没有因此毁掉 我的黑暗牢笼 只要实力不够 一辈子就别想出来 你就等着被困死在里面吧 眼尖夜上已经没有轰开黑暗牢笼 姑苏别得意地说道 当时面对苏雷和婆苏女 他都没有实战出这一招 此时对战夜上 也是在看到万灵之王 才彻底地暴怒起来 直接施展出最强的杀手锏 将其困在其中 夜上 这个空间中的气息 会服侍修士的陡心 他困住你的目的 是想让你在其中 直接封掉 这时 小八提醒夜上道 他已经感觉到了 一种邪恶的气息 从空间深处传来 这些气息 虽然是气息 但是以邪魔的模样 出现在空间之中 飘荡的模样 像是一个又一个的 灰色的游魂 他们出现以后 黑暗牢狱里面 多少有了一些光亮 在这种光亮的照应下 这些游魂啊 就像是鬼魅一样 朝夜上这边漂浮过来 此时 夜上开口说道 姑苏别 这就是 你这个黑暗牢狱 蕴含的手段吗 看起来不怎么样 都到这种境界 你这个灵家糟狗 还最硬 我看你怎么死 控制着黑暗牢狱的 姑苏别 大吼着道 面对无数游魂的夜商 则是在此时 释放出功德之力 将眼前的邪从 全部都净化掉 看到夜商将这些东西 净化掉 小巴这才恍然大悟到 对啊 你用我功德之力 根本就不怕这些鬼魅 如果我现在 爆发出权力 应该可以将黑暗牢狱击破 但我想看一看 他还有什么手段 控制着黑暗牢狱 他本身就需要 消耗很大的精力 想必这样消耗下去 对于我们是有力的 夜商 传一个小霸道 这是他在突然之间 想明白的事情 刚刚的攻击中 他没有施展绝学 或者神通 更没有动用武官 算是 还有不少后手 眼前没有施展这些后手 是因为 有能出去的信心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你的实力 要比他弱成些呢 小巴听到夜商的传言 立刻平静下来 夜商则说道 我的境界肯定是比他低的 但在实力上 应该不比他差 你刚刚施展的 是什么东西 原本动用邪恶气息的 姑苏别发现 那些鬼魅全部被净化掉 顿时错愕地喊道 而这些东西被全部灭掉 有很大消耗 是杀你的东西 夜商回应一句就讽刺道 哼 这就是你黑暗牢狱的攻击吗 未免太弱了一些吧 如果没有其他手段 那我就破阵而出了 他眼不惭 姑苏别被夜商这么一击 顿时用自身的神石 彻底掌控黑暗牢狱 在黑暗牢狱的虚空之中 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洞被召唤出来以后 很快就从中 爬出了一条细长的黑龙 这条黑龙看起来 和邪恶之海中的黑龙很像 但是周身剩下都带着一股晦气 这是晦气之龙 医生小心 不要北极战神 否则会倒霉的 看到这条晦气之龙出现 小巴立刻提醒道 知道了 这和婆苏女的万额精灵差不多 看了这个姑苏别 没有什么正面作战能力 召唤出来的 都是吸尽古怪的东西 没什么意思 我们出去 夜双回应完小巴 就在周身的神域之中 灌注功德之力 等功德之力灌注的差不多 他就利用黄金天机 打出了神之一枪 刚刚的一击 他虽然燃烧血脉 但是并没有施展出神通 此时则是真正的全力一击 哄哄 等夜双将这一击轰出以后 黑暗牢狱立刻被轰出了一个恐动 而被召唤出来的晦气之龙 也跟着飞出了黑暗牢狱 在虚空之中盘旋起来 没想到 你竟然能出来 而且将晦气之龙带了出来 眼前夜双成功将黑暗牢狱 轰碎 姑苏别震惊地说了一句 就控制晦气之龙 朝夜双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 他自己则是配合着晦气之龙 同样展开攻击 看起来就像是晦气之龙为主一样 但夜双明显地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这姑苏别与其对战 一直都没有爆发出很强的正面攻击 显然是在让他放松警惕 实际上 他肯定是在酝酿着最为凶狠的攻击 想让我中招 你得有绝对的速度才行 面对姑苏别和晦气之龙的攻击也让没有半点慌乱 在虚空之上 动用天逆九步进行躲避的情况下连续施展出好几个自觉 让其形成了破败散的三次组合 这些自觉组合起来 立刻就朝着姑苏别和晦气之龙飞去 你的自觉不错 枪你打败以后 我一定要得到 面对夜双打出的百字真言 姑苏别感兴趣地喊了一句 就取出了一件雨扇 激活雨扇 轰向了夜双打出的自觉 被雨扇如此攻击百次真言术 立刻被阻挡住 晦气之龙则是趁机朝着夜双喷吐出了一口浓烈的污秽之气 夜双快躲避 不要被这种气息沉深 看到晦气之龙朝夜双喷吐出了污秽之气 小伯立刻提醒道 放心吧 只要是龙行的 对我来说都没有威胁 夜双回应一句 就施展出了至尊降龙术 将巨大的昆鹏召唤出来 昆鹏被召唤出来以后 立刻就将晦气之龙抓在手里 想要将其吞噬 这是什么绝血 看到夜双召唤出来的昆鹏 很轻易的就将晦气之龙压制住 古苏别顿时皱起眉头 确实可以打败你的绝血 夜双说了一句 就用黄金天戟朝古苏别打出一击神之一枪 他轻重 这古苏别还没怎么发力 与其等待其爆发 还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 就凭你想打败我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一届的第一人 面对夜双打出的神之一枪 古苏别将手中羽扇悬浮到头顶 让其自动发起攻击 他本人则是取出了一柄三尺黑剑 打出一记绝血 予以抵挡神之一枪 吼 古苏别的绝血和神之一枪 对轰到一起 立刻被延灭 对比起神之一枪 他的绝血明显攻击力要差上一些 古苏别则是被神之一枪的 余波轰击的 受了一些轻伤 这是他自负没有躲避的结果 第1889集 小看你了 不过你的攻击 确实不痛不痒 这一点我判断的没有错 受了一些伤的古苏别 没遇见突然变色 表情凝重不少 他看了眼被压制的晦气之龙 发现 骑在昆蓬的压迫下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 已经快要被吞噬 下决心 要拿出自己的压箱底的一些东西 冷声道 下面这些东西 都是我为灵动轻准备的 你能有心成熟 也算是死得其所 便在夜上下一次攻击 没有到来的时候 激活身上的战甲 让战甲黑色寒芒大胜 冲刺冰冷之力 同时彻底的燃烧起了自身的血脉 燃烧自身最强血脉以后 姑苏别的眼眸立刻化为血黄色 看起来无比诡异 他看了夜商一眼 就低沉的吼道 灭 你 姑苏别的绝学就喊了一个灭字 夜商刚开始 没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等他将这招彻底的施展出来 夜商顿时惊 他发现 这一招的疫情实在是太过强大 有灭杀一切的那种气息 这不会是 你传说出来的句话吗 姑苏别打出这一招的时候 虚空之中的一切就像是瞬间烟灭一样 夜商心中不禁想起了迷雾区的灭脊尊 不过 心绪稍微砸乱了一下 他就恢复过来 冷声道 就算是灭的绝学又怎样 我的身法不已是来自炎脊尊吗 而后 施展出天力九步进行躲避 这一次 夜商施展的天力九步 遇见脊尊绝学 顿时爆发出 更为强大的威力 要比曾经施展出的玄妙很多 并且 他朝虚空之中打出了无数个自决 以及神源困阵 阻挡对方的绝续 姑苏别的攻击虽然犀利 意境很逆天 但并没有攻击到夜商 这怎么可能 等灭这一招消散在虚空中 姑苏别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实在无法相信 姑苏家传承无数年的超级绝学 竟然对夜商一点用都没有 在这一刻 姑苏别的心神有些动摇 因为这一招 确实是密传授给姑苏家老祖的 是姑苏家传承无数年的 压箱的绝学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避过姑苏别一击的夜商 则是觉得这一招 应该是不完善的 没有爆发出 极尊绝学应有的那种气势 和他的至尊降龙数比 就相差很多 很深大 真被攻击 姑苏别 连家族志情绝学都已经拿了出来 应该已经是千里击求 我们也该结束这场战斗了 夜商传言给小七等 让他们酝酿公事 自己则是彻底将黄金天际激活 施展出清旋神枪诀 以及天逆九步 与姑苏别展开波上 夜商的近身战斗 技巧明显是要胜过姑苏别 很快就将击押之处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是本界的第一人 不可能说 可是 灭气寸的绝学 怎么会被一个蝼蚁破掉呢 而此时的姑苏别 还沉浸在绝学被破掉的尸肉中 灭 这一个绝学是其心中执念 原本以为学了以后 就能同境界无敌 斩杀林东清 如杀鸡载兔一般简单 但现实打脸来得太快 一个半步天至尊层次的夜商 就成功地将其化解掉 其实啊 姑苏别不知 他的这一招 虽然玄妙 但夜商施展的天涅九步 也是来自极足 并且 在遇见灭极尊的绝学以后 爆发出比以往更强的威力 坤鹏 好硬的 就在此时 夜商看到 至尊降龙术召唤出的坤鹏 将慧气之龙硬生生地吞噬掉 他赞叹了一声 就下令道 坤鹏 坤鹏 祝我攻击 故宿别 而后有传音给小七道 准备好攻击了吗 早已准备完毕 等待你的号令 保证能给他一个惊喜 小七立刻自信地回应道 很好 就在此时 直接打出攻击 夜商传音一句 就运用黄金天际 再次打出神之一枪 不过这一招 明显是阳弓 发起阳弓以后 夜商就对孤苏别 轰出了神源困阵和定兵风 三个字句 而此时 昆鹏和永恒神塔 先后配合他发出攻击 在他们的组合攻击之下 心绪已经不稳的孤苏别 木然被直接轰杀 想得第一人称号 你的心心还不够 木送孤苏别 缓缓地倒在地上 夜商说了一句 就取来了他的空间法器 想寻找一下 灭的那个菊血 看空间法器之中 是否有记载 不过 刚刚拿出空间法器 还没有探查 虚空之上 就飞来了两个人 看到这二人 夜商笑道 叶魏 别来无恙 叶魔兄 别来无恙 说来惭愧 我二人先手打败孤苏别 因为赌约 在他出现之地要回避 所以这才现身 还望不要见怪 帅箱飞过来的婆娑女 解释一句 就恭喜道 叶魔兄 神功改世 已经是本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婆娑深感佩服 客气了 我也是侥幸将其战胜 论实力 我们几个都差不多 夜商谦虚地说道 事实上啊 和眼前的这些人战斗起来 最终胜利的 确实会是他 你谦虚了 你的实力 确实已经凌驾于我们之上 此时的苏勒也开口说道 对于夜商的战斗力 他渐渐地感觉到福气 在和空苏别的战斗中 他虽然拼尽全力 但还是战败 而战胜姑苏别的夜商 明显还有余力 证明 夜商与他和婆娑女之间的差距 已经越拉越大 等到夜商进阶到天至尊 那差距将打得无法想象 只是 潜力上的差距 他们就算是再努力也弥补不了 看出二人心里有些遭受打击 夜商恩惠道 我们都在修炼意图的路上 没有达到终点 都没有超脱的资格 未来 说不定我们之间 只能进去极尊 到时候 再杯酒论英雄吧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大家都有机会 听到这话 婆娑女顿时感觉舒畅了一些 能够进入露天学院的天才 没有一个不是心高气傲的 虽然不清楚自己是否要进去极尽的自治 但她准备努力一下 唉 我要如何做才好呢 此时的苏泪 心中则是有些忐忑 觉得如果夜商能被她所在的组织成功收入进去 那应该是比较大的助力 只不过 夜商这种有大志向 想要冲击寂静的天才来说 是不容易被掌控的 因此 她所在的组织 想要将夜商收入其中极其困难 这让她有些闹心 前些时日 那个组织又派来了两个长老 此二人给了她不小的压力 而她在对赌中输给夜商 已经不确定 自己该听组织的 还是该听夜商的 心绪十分紊乱 苏泪 你怎么了 此时夜商感觉到 苏泪的心绪有些不稳 顿时开口询问她 没什么 我只是受了一些打击 苏泪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被看穿心事 她不太好意思 这时候 婆娑你说的 叶魔 其实这一次 我和苏泪赶来 除了观看你和姑苏别的战斗 也是找你做一件事 少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夜商疑惑地问道 是这样的 近日我和苏泪听说了一些消息 那就是露天战场的一处古迹中 出现了至尊天元丹 这至尊天元丹 不仅可以驻地之尊 进阶到天之尊 还可以让天之尊提升一小境界呢 如果我和苏泪得到 可以晋级到中尾天之尊 而你得到 可以进阶到天之尊 你对此事 是否有兴趣 婆娑女说完 就用期许的目光 看向夜商 她清楚 凭借她和苏泪 想要夺取这 至尊天元丹 根本是不可能的 夜商出手的话 必然会提升 很大的成功率 可以请接天之尊的神丹 我自然会感兴趣了 说说具体情况 夜商听完婆娑女说完 立刻产生浓厚的兴趣 对于她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提升静气 至尊天元丹 这种灵丹妙药 自然是不能错过 事情是这样的 前些十日 露天战场之中 有人在机缘巧合之下 撞进一处古迹之中 此后没过多久 就从中尾天之尊 晋级到上尾天之尊了 说到这里 婆娑女笑道 而后她再次进入古迹 又寻觅到一位 至尊天元丹 却发现服用第二枚 根本没有作用 于是将第三次 进入得到的两枚 至尊天元丹 在学院进行拍卖 得到了大量的资源 此事也就此暴露 这就是所谓的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吗 说起来 韩世那个修士 太过急功近利了 夜商认同地说了一句 就寻闷道 如此说来 你们两个已经查到 古迹的入口了吗 她和苏雷都清楚 这件事 即便是有夜商的加入 风险也是很大的 毕竟他们在露天学院来说 都是粉能的新人 在实力上不证据优势 这时候 苏雷开口道 这件事虽然危险性极大 但至尊天元丹 我们根本就无法拒绝 我们是无法拒绝 但其他人也无法拒绝 因此里面的争夺 肯定十分激烈 我们前往的话 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想徐长老 询问一下此事 夜商赞同苏雷的说法 至尊天元丹 他完全无法拒绝 但他明白 死刑的危险所在 说到这里 夜商传言 联系到徐长老 夜摩 你有何事 需要本长老帮忙吗 收到传言的徐长老 很快就回应一句 徐长老是这样的 我和朋友最近听说了 至尊天元丹的事情 您对于此事 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夜商直奔主题问道 啊 这件事 已经在露天学院 传得沸沸扬扬 我自然是有一定耳闻的 徐长老笑着回应了一句 就问道 怎么 夜摩 你对那至尊天元丹 也有兴趣 至尊天元丹 可以帮我进阶到天之寸 自然有兴趣 啊 也是 不只是你 如今露天学院之中的学员 特别是下位天之寸 和中位天之寸 都因为这个至尊天元丹 陷入了疯狂 至于 上位天之寸 无法利用至尊天元丹紧急 对于这东西的热情 倒是要差上一些 不过还是有几位 去往那古迹 查探是否有其他机缘 如果你前去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些 上位天之尊 徐长老语气凝重地交代道 谁都知道 露天学院 不禁止学院之间的相互杀戮 特别是在露天战场中 因此夜商如果前往那古迹 肯定是十分危险的 长老 前往古迹的危险 夜母是清楚的 你能否将实力较强的 天之尊告证于我 遭遇的话 我多少能有些了解 另外 是有其他需要注意的 当然 夜母是不会亏待长老的 如果得到至尊天元丹 会分长老一枚 夜商清楚 露天战场是不允许长老进入的 徐长老想要获得一枚 至尊天元丹并不容易 这样说算是与其合作 夜母 这你就客气了 至尊天元丹无所谓 本长老会将知道的情况 都介绍给你 我们面谈 说完以后没多久 徐长老就降临在了 夜商的居所之中 为他和苏雷 婆苏女 事无巨细地讲起了 古迹的一些情话 以及主要的一些高手 将这些说完以后 徐长老特别交代道 夜母 你们一定要注意 林东青 那林东青 最近实力有很大提伤 好像是得到了 家族中的一样东西 如果遭遇 你们尽量回避 好 徐长老 我清楚了 我们会尽量 得到至尊天元丹 祝您紧急到 尚未天至尊他 徐长老挑戴完毕以后 眼神开口保证道 如果你们有多余的 送送本长老一个 那倒是也行 但你们若是数量不够 此事就算了 你们去之前 好好做一些准备 没其他事情 我就先行离开了 徐长老分别看了夜商 苏雷婆苏女一眼 道 你们三个组成的小队 天赋是极好的 但眼前实力有限 一定不能冒失做事 最好是锦衣夜行 不与他人发生冲突 那告辞 徐长老 慢走 夜商将徐长老送走 就看向苏雷和婆苏女 道 此去十分危险 我先查看一下 过速别的空间法器 看能否有所收获 另外 还需要练制一些服转 你们在此等我吧 好 我也练制一些丹药和御服 苏雷看着夜商说了一句 就走进练丹师 婆苏女也是如此 他们都清楚 古迹一行的危险程度 和两女分开以后 夜商就进入到了修炼室 在里面将姑苏别的空间法器 解除静止 查探以后发现 名为灭的绝血 果然在里面 至于其他的物品 对于夜商来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 于是夜商专心地领悟起了 这叫做灭的绝血 他被记录在了一张兽皮上 这好像不是完整的版本 用慎龙之眼观察 用神魂之力感知 夜商发现 眼前的绝血明显是不完整的 心中暗道 不完整的 古苏别时针出来 都那么强大 完整版 会强到什么程度呢 夜商 如果我没有看错 你手上的兽皮 上面是有阵纹的 就在夜商研究兽皮的时候 破镜铜锤中的熊锤 木人开口说道 第1890集 哦 有阵纹 我怎么没有发现 破镜铜锤的熊锤说文 夜商疑惑地问道 他已经开启慎龙之眼 但根本就没有看到阵纹所在 你看不到 是因为这种阵纹十分的玄妙 根本就看不到 只能感应到 我和慈锤 对阵纹十分敏感 因此才能察觉 熊锤解释一句就继续道 是否需要我们两个 正上面的阵纹破掉 如果能破掉 自然是好的 你们出手尝试吧 夜商听到熊锤的话 顿时感觉到十分惊喜 他有一种预感 隐藏在阵纹下面的 很可能就是 灭绝学的完整版 好 交给我们来吧 熊锤说了一声 就和慈锤一同飞出来 化作人形 研究起了眼前的兽皮 兽皮了不起 证明东西很可能更了不起 你们加油 夜商说了一句 就彻底站到一旁 不再言语 而破镜铜锤的熊锤和紫锤 则是奋力地破解开来 他们十分享受这样的破针 但夜商觉得 看着有些无聊 就在修炼室中 继续研究起了百字真言 一晃 就在修炼室中 度过了十年时间 而夜商掌握的 真言自觉数量 已经达到了整整三十个 就在他准备 将第三十一个 引领悟出来的时候 熊锤传音道 夜商 我们已经将兽皮上的阵法破开了 你可以一关了 好 你们辛苦了 夜商说了一句 就看向了 已经解除静止的兽皮 稍微一观察 他就笑道 好 很好 这是灭绝血的完整版本 原来此绝血 叫做毁天灭地 主要是用来 加持绝血和神通的 研究了一下 夜商发现 毁天灭地这个绝血 可以用来加持 其他的绝血和神通 将它们的气势 进行质的提升 像姑苏别那样施展出来 不是其真正的用途 威力十分有限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 那灭的这个绝血 就不能简单称之为绝血 相当于 它顿不出的神通 这个灭 还真是不简单 听到这样说 小七立刻开口说道 如果简单 不可能一直站在永恒之尊界 和迷雾区的巅方 夜商同样赞叹一句 就领悟起了 这毁天灭地 领悟以后 它发现这一招不仅仅能够加持绝血和神通 还能够影响到修士本身 能让修士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是好东西 学会这回天灭地 我应该能和普通的尚未天之尊靠横了 至于血缘之中 这些妖孽一般的天才 还有镇上一盏才能知道 夜商心中 意气风发 随后 它炼制了不少丹药和福传 出关后 传译给两女道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按照现实的时间 是刚刚过去一年左右 一年的时间 对于古迹探寻影响不大 因此 婆娑女和苏雷都有些着急 听到夜商的传言 二人几乎同时出现 婆娑女开口道 夜魔 你的收获如何 非常大 这次的成功率 也跟着提升不少 夜商笃定地说道 如今 她已经掌握三个脊寸的绝血 战斗力有着显著的提升 有你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那我们即刻出发 只有我们三个前去吗 苏雷看向夜商道 嗯 就我们三个 因为学院限制 我的朋友们 进入不了露天战场 出发吧 夜商点了点头 说道 随即三人一同 进入露天战场 三人刚刚进入露天战场 一股浓烈的速杀之气 就扑面而来 已经进入到这里的夜商 连忙提醒道 阵风声韵 可以抵挡这种气息 另外 这露天战场之中 有无数个幻境 碰巧闯入的话 需要完成相遇关卡 才能够成功离开 你进来的时候 遭遇过什么关卡 听到夜商的话 婆娑女就知道 她这是亲身体验 于是询问一句 想要得知一些 有用的消息 夜商回忆了一下 说道 当时我遭遇了几个关卡 最为特殊的 应该是一个 比武昭青的关卡 我在太上接受挑战 如果战败 可能就会永远地 留在幻境之中了 还有这样的幻境 我们这一行 肯定会非常艰难 苏雷看向空间 不是很稳定的 断壁残垣道 向远方看 是一片欺人的荒凉 但蕴含着无尽的危机 这让她有些紧张 毕竟她和婆娑女是 这一节中的佼佼者 但和老徐院相比 是完全不够看的 不用怕 如果情况不对 你们立刻进入到 我的空间冬天之中 夜商看了眼苏雷 开口安慰道 那这一行 还请夜魔兄 多多照顾 婆娑女拱手 朝夜商拜了拜 而后看向远方 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们走吧 她倒是十分的艰巨 好 婆娑 你一身好 多注意前路 我进去后方 夜商交代一句 就开起慎龙之眼 观察起周遭的一些情况 至于婆娑女 则是负责寻路 按照徐长老提供的地图 一路前行 朝古迹进发 刚开始的几个时辰 他们三个前行得十分顺利 仅仅遇见了几波狂风 很容易就避开 但从边缘地带 逐渐进入到中心区域的边缘以后 立刻就遭遇到了一批 迎兵借道 进入幻境之中 三人在战场中 分离私伤了七天七夜 才成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离开幻境 从战场中杀出以后 苏雷感叹道 叶兄 果然没有夸大 这幻境果然危险 不知这幻境是否可以避过 如果多遭遇几次 我们恐怕很难抵挡得住 这东西 我还真不清楚 有如何避过 叶商摇头说道 对于这里的幻境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躲避 婆娑女同样摇头说道 我的眼毛虽然特殊 但也看不出幻境所在 我们只能凭借运气乱撞了 那好吧 我们继续前行 兵来将党 水来涂眼吧 婆娑女粗眉说道 其实不只是露天战场 给他带来压力 他空间之中隐藏的两个长老 一直在商议 在此地对夜商动手 让其十分挣扎 我会尽量护你们周全 眼前苏雷的情绪有些复杂 夜商开口安慰一句 就继续道 婆娑 继续看路 对于他来说 婆娑女和苏雷 帮不上多大的忙 但这个消息毕竟是他们二人提供的 因此 他是比较 成情的 前方有一个裂骨 是徐老地图上没有标注的 我们是从裂骨上方飞过 还是绕路过去 这裂骨 我有些看不清楚 不知道其中是否蕴含危险 又飞行了一会儿 带路的婆娑女突然停下来 他们前方是一道 黑色阴晕密布的裂骨 婆娑女能够看破表面的迷雾 发现下面有裂骨 但根本看不清楚裂骨之中有什么 怕其中蕴含什么危机 我看看 听到这话 夜商用神龙之眼朝裂骨看去 同样也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释放神魂之力也感知不到里面有什么 神魂之力完全被裂骨给屏蔽住 前方的裂骨在徐长老的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我们绕路通过吧 以免遇到什么危险 思索一下 夜商开口说道 而此时的苏泪则是面色非变道 两位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们已经进入到幻境之中了 眼前的裂骨 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冲破的关卡 还真是有可能是如此 如果露天战场之中有这道猎虎 徐长老的地图上肯定会有所标记 我们很可能又中招了 婆苏女仔细地看了看地图 无奈地说道 苏泪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我们从裂骨里面走 夜商观察了一下周遭的环境 觉得苏泪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 于是开口说道 而后和两女降落到了地面上 步行从裂骨的入口走了进去 刚刚走进裂骨 他们就确定 三人确实是进入了幻境 因为他们进入的裂骨之中 立刻就看到了大量行走着的生物 这些生物看起来 都是行尸走肉的模样 数量极其庞大 应该都是陨落的羞逝 或者是战畅 他们漫无目的地 在裂骨之中游荡着 而三人想要回头 却发现根本没有退路 进入裂骨的路 已经被封锁了 既然没有回头路 那我们就直接上过去 和刚刚的那个黄金一样 只要过关 我们可以获得奖励 可服用提升实力 上啊 夜商发现已经没有退路 直接将黄金天极取出 并且激活轻凤战甲 婆娑女 听夜商这样说 同样开口道 那就杀吧 原本有些忐忑的苏泪 此时也已经没有经历 想起他事情了 取出一兵短剑 跟在夜商身后 朝游荡着的行尸走肉 冲了过去 随着战斗的开启 夜商很快就发现 眼前的这些行尸走肉 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三人杀得昏天暗地 但对战起来十分轻松 根本没有遭受到威胁 也没有任何受伤 他顿时交代道 如此大规模的环节 应该是没有如此轻易突破 不得答应 我也觉得有些异常 不过既然他们没有阻挡 我们的能力 咱们就继续前行吧 婆娑女娇翅一声 就率先朝裂谷深处是要进去 然而 夜直杀到裂谷的尽头 已经能看得到出口的位置了 他们依然没有遭受到 多大的阻力 夜商疑惑道 不对啊 这个裂谷不可能如此轻易突破 我们停下来 不要朝出口位置冲 虽然看不出出口处有什么 但他清楚 前面那么简单 意味着等待他们的 肯定是巨大的危险 来了 夜商话音刚落 婆娑女就一脸严肃的 看向了裂谷的出口处 什么来了 苏勒紧张地问道 郑主 我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也共来了三个 他们很强 我们要小心 婆娑女说完 就彻底的绽放出神域 并且直接燃烧血脉之力 施展出千换眼 完全是准备拼命的架势 确实很强 一个上位天之寸 两个中位天之寸 我对付那个上位天之寸 另外的两个 你们一人一个 过了一会儿 等敌人距离近来 夜商也已经看到 他们的身影 是三个看起来 和正常修士 差不多的狮王 这三个狮王 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和夜商差不多 看起来是 眉清目秀的 男修模样 但身躯之上 散发出来浓烈的狮气 狮气要比 露天战场的气息 浓烈千百倍 并且夹杂着 浓重的恶臭 探查的夜商 感觉很不舒服 此时 苏勒也是发现了 眼前的三个失望 相比于 进入露天战场时的慌乱 此时的她 已经恢复往日的阵定 苏杀道 我对付最右边的 婆娑女 则是说道 依我看 我们选择群战更好 毕竟我们念过 合击之术和合击阵法 他们肯定不会 这是我们的优势 这样也可以 原本准备直接对尚未天之尊 狮王出手的夜商 听到婆娑女的话 顿时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 没有和两女拉开插去 在婆娑女 牵换眼的牵制下 夜商直接打出 烈焰伏魔枪 朝三大师王轰击过去 烈焰伏魔枪 看起来很绚丽 但威力不是很大 是夜商对三大师王的试探 漫天火焰燃烧起来后 原本身着普通服饰的三大师王 身躯之上立刻出现黑色的战甲 这战甲不知是什么材料 烈焰焰烧在上面 竟直接被吸收掉 此时 最中间的尚未天之尊师王 幽冷道 给你们三个一个机会 永远留在这里 效忠无等 否则 神魂俱灭 效忠你们几个师王 变成和你们一样的尸体吗 夜商冷笑一声道 没有那个兴趣 还是站吧 就凭你们两个下位天之尊 和一个半部天之尊 没有资格让本皇动手 中间的上位天之尊师王 听到夜商的话 不屑地说了一句就道 你们两个 速速将他们三个虐杀 本皇为你们助阵 被击杀的尸体而已 竟然如此狂妄 最强师王说完 就退后观战 引得婆娑女一阵的不爽 苏勒也被激起火气 他二话不说 就朝其中的一个师王 刺出一剑 他的剑杀 带有一丝黄者之气 刺出以后 又龙吟发出 如果本王没有看错 你应该是做过黄者 很好 看到苏勒打出的攻击之中 蕴含龙吟和微弱的黄者之气 被其攻击的师王 嘶哑地说了一句 就伸出干裂的爪子 朝苏勒的剑抓去 苏勒的剑虽然速度极快 却还是被这师王抓住 硬生生地抓断 好强的势力 看到苏勒的神器直接被抓断 咽上逆捺一句 就挥动黄金天脊 朝气打出一招 伸之一枪 此时 他没有开启三十三天枕斗密法 也没有动用灭的绝学 毁天灭地 不过 依然比苏勒的攻击强很多 面对这一招 被攻击的师王 依然用爪子去抓 但却被刺伤流出绿色的血液 这些绿色的血液之中 蕴含着大量的尸虫 随着血液流淌出来 这些尸虫全部都飞舞起来 朝夜上吸来 看起来非常的恶心 另外一边的婆娑女 则是和另外一个师王战斗起来 眼前婆娑女有些吃紧 夜上传音给苏勒的 你们两个 一同对付另外一个师王 眼前这个交给我 对付眼前这两个 我们没有必要施展合计之处 合计之处 留给最后的师皇了 好 我去帮忙 听到夜上的传音 苏勒立刻去帮婆娑女 第1891集 夜上则是独自面对着 眼前的师王和大量的尸虫 你很不错 一个地之寸 竟然能伤到本王 本王将你击杀掉以后 会炼制成最完美的事吧 尸王嘶哑的吼了一声 就和漫天的尸虫 一同朝夜上扑过来 他选择的是进展 这也是其闪长的 大眼不惨 被击杀掉 并只能留在幻境中狗活 何来如此自信 面对师王的挑衅 夜上不屑地回应了一句 就施展出清悬神枪诀 与其战斗起来 施展出清悬神枪诀以后 他很快就占据优势 等眼前的尸王彻底爆发起来以后 防御力变得逆天般惊人 他虽然将其打得连连后退 但无法伤其根本 至于漫天的尸虫 根本就没有办法破掉 夜上的护体神域 因此没有什么威胁 你也很自信 但攻击没什么力度 根本伤不到本王 如此消耗下去 你必会因为精力耗尽而死 防御力提升至最强的尸王 注意到苏烈和婆娑女儿人 都没有将另外的一个尸王压制住 顿时自信地吼道 你想太多了 回天灭地 面对尸王的挑衅 夜上冷冷一笑 此时的他没有开启任何状态 也没有动用最为强悍的攻击 想了一下 他决定试验一下灭的绝血 毁天灭地 这一招学会以后 他还没有时针运用过 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回应完眼前的尸王 他就将其试证出来 这完整晚的毁天灭地试证出来 夜上立刻就感觉 全身上下都狂躁起来 心中有股灭世的念头生腾起来 没过多久 他就彻底疯狂起来 无比狂躁地朝尸王攻去 几乎驾驭不住心神 就任他去吧 看看这毁天灭地 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夜上清楚这样对自己不太好 按理来说应该用功德之力去缓解一下 但他想知道毁天灭地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 于是没有控制 疯狂地战斗起来 被毁天灭地支配以后 再施展出天逆九步和清旋神枪决 攻击速度和力度都提升了十倍不止 变得十分强悍 很快就将眼前的尸王彻底压制住 强 果然很强 只不过容易在疯狂的攻击之中迷失自己 将尸王压制住以后 夜上的速度和攻击强度 依然在不停地变强 渐渐地夜上发现 这种提升没有尽头 如果他愿意 可以将其提升至自己承受不住的状态 直接暴体而亡 这自认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 暗自用功德之力将势头延缓住 将速度和攻击强度 稳定在三十倍强度左右 这表面上和三十三天战斗密法差不多 实际上 夜上还受到了毁天灭地的 潜在战役价值 因此 两者不是一个层次 而被夜上不停攻击的尸王 很快就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他不禁呼救道 巫皇 救命啊 属下不是他的对手 不是其对手 那就接受被击杀的命运 尸王对于尸王的求救 冷漠地说道 根本就没有出手 营救的意思 看来尸顶的情景 就是先击杀两个尸王 而后再击杀最强的尸王 只是眼前的尸王 也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他们三个一起出手 我们还真不好应对 尸王开口以后 夜上立刻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他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 传引给同样占据优势的苏勒和婆娑女的 不着急将其击杀 尽量恢复一下神员力 我想 正眼前这两个击杀条 逼人是与尸王一战 好 我们是怕尸王会出来帮忙 因此才直接拼命 同样杀得起性的婆娑女 这才注意到 夜上已经将眼前的尸王打得不成样子 随时都有击杀的能力 但他没有发出绝学一击 而后他和苏勒一起 吞服丹映 恢复起状态来 等三人将眼前的两个尸王击杀掉时 基本都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唯有夜上 受到毁天灭地的一丝反噬 心中负面情绪不断 又想要毁天灭地的感觉 但这种情绪 他很快就用功德之力压制住了 心道 说过没有功德之力 某人是用毁天灭地 恐怕早晚会彻底疯掉 你们三个杀掉本皇的两个奴仆 准备接受本皇的制裁吧 此时 狮黄缓缓飞到境前 速杀的好道 只有我们制裁你的份 没有你制裁我们的机会 面对裂谷中的最强尸王 夜上直接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同时激活了清风战将 他明白 眼前的尸王肯定要比两个尸王架在一起 还强悍很多 传一个两女道 直接是这最强的攻击 并且动用合击之手 好 苏雷应了一声 就直接化为羽家 翱翔到天际 婆娑女则是收起了千唤眼 凝聚精力朝狮黄打出万恶降临 什么招说 看到婆娑女朝自己打出万恶降临 原本停留在原地的狮黄 立刻一个闪身出现在婆娑女的身后 而婆娑女的万恶降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猛然轰击在裂谷的地面上 婆娑 小心 看到尸王出现在婆娑女身后想象灭绝之手 夜上立刻打出神之一指 因为此时的她连动用神之一枪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神之一指的攻击 尸王放弃攻击婆娑女的想法 动用身法再次躲避过去 而此时的苏雷则是朝下面大面积地喷吐出烈焰 不过这尸王的速度实在太快 甚至连漫天的烈焰都轻松地避过 将其表现看在眼里婆娑女凝眉道 夜魔 我和苏雷完全跟不上这尸王的速度 根本攻击不到她 就看你的了 如果你也攻击不到 那我们肯定是闯不过去了 这尸王确实不一般 虽然她还没有展开攻击 但攻击力肯定不差 这样吧 你和苏雷都进入到我的空间冬天 看我和尸王一战 夜商用慎龙之眼可以观察出来 这尸王的不简单 她可以轻松地躲避过苏雷和婆娑女的攻击 并且余量很大 就算苏雷和婆娑女的速度再提升十倍 应该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 夜商说了一句以后 直接就将他们收入到自己的空间冻天之中 将他们收入到空间冻天之中 也是为了掩盖功德之力的存在 而后开启毁天灭地 并燃烧起血脉之力 并且激活功德之力 将实力提升至生平的最强状态 连续打出了十二个字句 配合着神源困针和功德困针 控制世皇的速度 而后打出至尊降龙术 将昆蓬召唤出来 让其扬功 自己则是手持黄金天脊 施展出清玄神枪绝 朝世皇展开攻击 黄金天脊 甚至因为功德之力的净化 重新变为了金黄色 不可能 你一个地之尊 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速度 你这种速度已经能超越九成上位天之尊了 夜双在毁天灭地和三十三天战斗秘法的加持下 速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受到自觉和困阵影响的尸皇 在这种情况下 被迫正面与夜双作战的尸皇不可置信得到 没有不可能 只有你没见过 冷漠回应一句的夜双 站到了一会儿发现 黄金天脊几乎无法让尸皇受伤 干脆将空间中的骨冠召唤出来 对着尸皇猛砸了起来 背着骨冠一顿猛砸 尸皇哪里能够抵挡得住啊 很快就被砸得灰飞烟灭 将其彻底击杀以后 夜双和黄金天脊重新吸收骨冠的气息 化为了迷雾区修饰的模样 这才将苏力和婆娑女召唤出来 将收取的奖励平分给二人 道 这是奖励 你们一人一部分 她自己一点都没有留下 苏力和婆娑女刚刚在空间洞天之中 看到的战斗并不是真实的 但大体上和真正的战斗差不多 清除夜双的胜利来之不易 异口同声道 这一次战斗 我们没帮上什么忙 奖励还是你自己收取吧 不用 我修为已经停止在地质的巅峰 服用这些奖励根本不起效果 还是你们两个服用吧 夜双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句 而后看了一眼周遭的环境 道 如今我们已经离开裂谷 但我遭受的反射很大 需要一定的时间回复 我不止一个引力阵放 在原地回复 等我好了 我们再继续超古迹经发 毁天灭地带来的反射 对情绪神魂身躯都有影响 夜双在战斗的过程中 抑制住的是情绪上的不良反应 布置完隐匿法阵以后 他就盘膝坐地 用功德之力暗自修复 神魂和身躯上面的影响 看到夜双安静地坐下 苏蕾感激道 无论如何 这一次都要感谢你 我为你护法 婆娑女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开启眼眸 仔细地观察起周遭来 以防敌人偷袭 在这个露天战场之中 最为可怕的敌人不是幻境 而是露天学院的其他人 这些人既是天才 又是杀戮狂人 如果遭遇弱者 或者是伤者 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斩杀 警戒了半个时辰 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踪影 婆娑女有些疲惫 暂时收起警戒的眼眸 看向苏蕾道 苏蕾 我在战斗过程中消耗太大 如今又警戒了这么久 有些支撑不住 同样需要休息一会儿 你为我们护法吧 好 我为你们护法 不过我没有特殊眼眸 警戒的范围有限 苏蕾应了一下 而后解释道 听到这话 婆苏女笑道 应该没有什么事 毕竟我刚刚警戒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发现什么 况且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好 你抓紧时间恢复吧 叶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咱们还是需要帮他警戒好 苏蕾点头说道 婆娑女放心地恢复起来 就在此时 苏蕾空间洞天中的一个长老说道 苏蕾 此时 叶魔和婆娑女都状态不佳 正是我们出手将他们制住 逼迫他们顺从组织的好机会 将我们放出去 长老 叶上刚刚救过我的性命 我不能害他 听到这个长老的话 苏蕾立刻拒绝道 他是效忠组织的 但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做如此忘恩负义的事情 苏蕾 你忘记自己当年王朝破灭 家族被屠戮时 是谁帮你出手替你报仇的了 苏蕾回应完 这个名为冷途的长老继续道 长老 苏蕾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但叶魔刚刚救过我 我就对其下手 这是恩将仇报 再说 凭借你们两个 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苏蕾继续回应道 听闻这话 冷途立刻暴怒道 混账 此时叶魔和婆娑女都处于恢复之中 对你根本没有防备之心 如果我们三个同时偷袭出手 他们必然会遭受重创 倒是 还不是任由我们宰割吗 冷途长老 我曾在赌战中输过给叶魔 发誓若是对他不利 立刻遭受天谴 此时对其出手 会立刻遭受天岛轰击 组织愿意为了叶魔而牺牲我吗 此时苏蕾一字一句地说道 对于组织来说 叶魔的价值大于你千万倍 牺牲掉你也没有什么 你别忘记当年加入时 曾经立下过什么誓言 动手吧 冷途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苏蕾从立下天道誓言 如果组织对得起我 我一辈子不会背叛 听从组织的一切命令 但你此时这样说 对得起我吗 告诉你 从今日起 我苏蕾就退出你们这个没有名字 且冷血的组织 苏蕾冷冷地说道 此时他虽然没有任何动作 但身上爆发出浓烈的肃杀之气 苏蕾 你竟敢选择背叛 真是找死 身处苏蕾空间洞天的冷徒 大吼一声 就取出了一枚簪子 默念起咒语 冷徒默念起咒语以后 苏蕾立刻捂住脑袋倒在地上 痛苦地爱好起来 哼 以为我们在你空间洞天之中 就必然会被你压制住 做梦去吧 早在你加入组织时 我们就在你身上动了手脚 这欲增咒可以要你的命 不要生账 苏蕾 苏蕾倒地哀嚎以后 冷徒立刻威胁道 他清楚 事情耽搁一小会儿 夜伤和婆娑女就有恢复的可能 我就是死 我也不会放你们出去 有本事 你们杀掉我 此时的苏蕾 疼得脑门上的血汗都流了下来 看起来痛苦得很像是分娩的女子 朕立刻被夜伤注意到 他立刻传音道 苏蕾 你怎么了 我身后组织的两个长老 想要趁你恢复 从我的空间冻天出来 对付你 我不愿 就被他们用玉簪中 对付起来 现在我救你一件事 等我死后 将我的血脉洗手掉 不要让瑜伽血脉 断了船船 额头满是虚汗的苏蕾 有传音的能力 但根本没有能力 对付空间冻天中的 冷徒和昭宁 觉得自己必死无疑 这时夜伤再次传音道 无论你空间冻天中的是什么人 将他们先放出来再说 我有能力对付 他修炼功德之力 能分辨出来苏蕾说的不是假话 多少有些感动 觉得自己真心对待苏蕾和婆娑女 没得到狼心狗肺 这很不错 可是 可是他们两个很巧 都是中卫天之尊的强者 接近 圣卫天之尊的存在 苏蕾担忧地提醒道 在和夜伤以及婆娑女的相处中 她多少感受到了一些朋友的味道 那是在组织中没有的 她的性情转变很大 不想伤害二人 放心吧 幻境之中的 尚未天之尊失望 不也是死在我手上了吧 两个中卫天之尊 不算什么 夜伤自信地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再说此事 婆娑女也已经准备好 我们胜算很大 你犯不着和他们死磕 那好吧 我苏蕾 就算拼死一战 也不会让他们 伤到你们二人 见夜伤如此艰巨 苏蕾顿时传言给老头的 不要再折磨我 我将你们放出去 我将你们放出去 千人 曹智如此何必当初 得到肯定的答案 冷徒不屑地骂道 第1892集 昭宁则是传言道 冷徒 你这样和他闹翻不太好吧 以后我们在露天学院 就少了一枚棋子 放心吧 棋子又不是只有他一个 我们其中一个棋子 此时也在露天战场之中 等我们出去 就传言给他 将其召唤过来 只要让夜伤和婆娑女 沉浮 少一个苏蕾 根本不算什么 冷徒 英智地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夜魔的价值要远远大于苏蕾 这件事 值得我们一睹 冰寒什么时候能到 听到冷徒的话 昭宁顿时开口问道 冰寒 正是他们这个组织 在露天学院的棋子之一 毕业商早两届的 进入露天学院 如今是中卫天之尊的修为 但实力和一般的上卫天之尊 差不多 是他们那一届中 排名第四的天才 贱人 你还在等什么 快放我们出去 昭宁说完 苏蕾依然是没有将二人放出去 冷徒大怒道 我放 我放 我这就将你们放出去 苏蕾假装示弱地说了一句 就将冷徒和昭宁全部都放出自己的空间动天 我们一起对夜魔出手 只要将其控制住 活宿女根本就不是威胁 被放出去的一瞬间 冷徒传言给昭宁一句 就取出了一件山峰模样的神器 控制其压向不远处的夜商 是否需要留守 至于昭宁则是询问冷徒 是不是动用权力 他怕两个中卫天之尊出手 会将夜商直接击杀掉 听到这话 正在攻击夜商的冷徒笑道 没有那个必要 只要不废掉丹田和神魂即可 哼 你们想的为您太多了些 听到二人没有掩盖的对话 夜商冷笑一声 就示售出了天逆九步进行躲避 只不过冷徒召唤出来的山峰明显有禁锢的作用 将其速度限制的不少 这让昭宁抓住实际 用神器鱼影剑连续刺出九十九剑 好快的紧张 昭宁刺出的剑 快之豪定 如果不是开启 神龙之眼夜商根本就看不起 而此时他虽然看清 但想要瞬间打出上百枪来接 也是不现实的 大吼一声的他 立刻动用黄金天极 轰出了一剂烈焰伏魔枪 用大面积的火焰 去焚烧昭宁打出的剑影 只不过效果不是很好 没有将这些剑影抵御住 而后夜商又补上了 定兵风三次针炎组合 将剑影的速度降低很多 而后轻松逼过 此时躲过一击 小子有点本事 不愧是组织非大力气 想要得到的人 眼见夜商在山峰的压迫下 还能够轻松地 避过昭宁的剑影 冷徒夸赞了一句 就冷笑道 不过在我们兄弟面前 你这些根本就是雕虫小技 下面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能量差距 说完以后 冷徒原本看起来 不算壮硕的身躯 就在刹那之间膨胀起来 整个人的身躯就像是化作了一块黑铁 力量感十足 他传映给昭宁 让其负责数法方面的压制 就朝夜商接近过去 显然是想要选择进展 放心 我会压制他 同时防备婆娑女的 招宁应了一声 就朝夜商打出一记绝血 这一记绝血叫做游民空间 是一种幻境 他想用这幻境分散夜商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 对于婆娑女 他选择先下手为家 朝他连续刺出十剑 这一次刺出的剑影虽然不多 但攻击力要强大不少 为的是直接要婆娑女的命 然而 等剑影刺中婆娑女以后 招宁才惊愕地发现 他刺中的根本就是幻想 此时的婆娑女 早已经不知所踪 你以为我会傻傻地坐在那里 等待你的攻击吗 就在招宁发现自己失手的同时 隐藏在虚空之中的婆娑女 木然朝她打出了一招 万恶降临 这一招 她早就已经在酝酿 刚刚被击中的身影 则是她的投影 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万恶降临 好想听说过 面对婆娑女突然打出的万恶降临 招宁脑海中的念头 稍纵及时就被直接轰重 原来 婆娑女的这一招偷袭 也皆用了幻想 等招宁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一招已经接近其身躯 没有受伤 被万恶降临打中以后 招宁发现自己没有受伤 第一时间 还以为是自己的身躯强度高 能够抵御住婆娑女的攻击 但很快 她就发现不对了 中了这万恶降临以后 她立刻就被厄运缠身 周身都是泛起了邪恶的黑光 根本就不是印堂发黑那么简单了 简直就是全身上下 没一处好地方 确定招宁已经中招 婆娑女传音给叶商道 叶摩 我来对付眼前这一个 她已经中了万恶降临 并然不是我的对手 你安心对付另外一个 最好速战速决 以免夜长梦多 好 我会尽快将其解决的 应了一生的叶商 此时倒是有些偷逃 因为这冷途的身躯强度 实在是太高 与其对战 让她压力很大 想要速战速决 恐怕是要取出骨关 但近期总依赖骨关 让夜商觉得有些不舒服 觉得不能战斗起来 就动用那些东西 于是 此时并没有将其取出 而是在施展33天 战斗秘法的同时 施展出毁天灭地 凭借手中的黄金天己 和冷途战斗起来 疯狂起来的夜商 在实力上已经不次于冷途 并且在百字真言的帮助下 占据了一些优势 但眼前的这个冷途 防御力极高 一时间还真是解决不掉 这时 倒地不起的苏勒 木然传言给夜商道 你和婆苏 最好快些解决眼前二人 据我所知 那个组织 在露天学院之中 还有好几个人 如果耽搁久了 他们的元首 很可能会到来 此时的她 依然被冷途折磨着 处于无比难受 但想死根本无路的状态 更别说是起身战斗了 多谢提醒 原本没往这方面想的夜商 被提醒了一句 稍微一想了 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按理说 进入这露天战场的边缘地带 是可以用空间洞天带人进入的 但进入战场的核心区域 是不可以将无关人等待进来的 而苏勒将冷途和昭宁带进来 却并没有发现 证明那个组织已经研究出了 逃避露天学院追查的办法 如果有人来支援 说不定会带多少帮手 那是极其危险的 想明白以后 夜商立刻传音给婆娑女道 我们两个尽快将二人解决掉 然后带着苏勒准意 好 他中了我的万恶降临 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 听到夜商的传音 婆娑女回应道 他明白夜商从来不说废话 这样说肯定有道理在其中 回应完夜商 婆娑女就施展出了千换眼 对昭宁展开疯狂的轰击 面对虚空中上千个黑洞的轰击 本来昭宁是有能力全部逼过的 但中了万恶降临 被厄运缠身以后 他变得极其倒霉 无论身法施展的多完美 也总会因为意外被击中 怎么躲避都躲避不过 让他十分的难受 在婆娑女的不停轰击下 昭宁很快就支撑不住 传音给冷徒道 冷长老 我中了她的绝血 如今厄运缠身 躲避不过她的攻击 你赶紧将夜魔解决 过来助我 你也不想想 如果夜魔比婆娑女好对付 会被组织定为第一级别的目标吗 本长老现在也不好受 坚持住 只要等到援手 我们就能取胜 冷徒听到昭宁的传音 你好气的回应道 她虽然身躯强度很了不得 但夜伤也是不慌多让 特别是施展出了毁天灭地 当真有一种毁天灭地的气势 显直如同化身为了一尊战神 此时 冷徒已经被彻底的压制住 只有还手之力 没有招架之功相当的被动 哪里有能力去帮昭宁啊 没想到 二人如此了得 根本就不能用修为来衡量 我们只能等到冰寒来了 等他带人赶到 眼前这二人肯定不是对手 听到冷徒的话 才看向夜伤的昭宁 这么一看 顿时惊讶起来 发现此时的夜伤身上有一种无敌的意境 宛如天神下凡 顿时明白过来 冷徒能苦苦支撑已经不容易 冰寒传音了 他还有百新时间就能赶到 昭宁长老 你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 就在这时 原本被夜伤压制住的冷徒 突然来了精神 传音过来 听到这话 昭宁的气势顿时也升腾起来 在躲避婆娑女攻击的同时 开始组织起反击 此时的他根本就不计较神员力的消耗 俨然拿出了拼命的气势 面对昭宁的疯狂反击 实力有限的婆娑女 一时间还真奈何不了 于是传音给夜伤道 夜伤 我和他已经形成军事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将其击败 看你的了 好 我的对手应该支撑不了多久 回应婆娑女一记的夜伤 犹豫了一下 而后就召唤出伪装过的功德之龙 让功德之龙帮助苏雷净化痛楚 在帮其净化痛楚的同时 准备彻底将其净化过来 让他和组织以及迷雾区 全部一刀两断 这是什么手段 不行 不能让其登场 发现夜伤召唤出功德之龙以后 他对苏雷的压制就被驱散掉 冷途立刻疑惑起来 他明白 如果苏雷恢复过来 在三打二的情况下 他和昭宁肯定不是对手 于是立刻分身对苏雷发起攻击 准备直接将苏雷击杀掉 等的就是此刻 此时的夜伤早就算到冷途会如此 将苏雷收入到自己的空间之中 让其躲避冷途的攻击 在冷途分身的片刻将永恒神塔召唤出来 轰击过去 同时施展出至尊祥龙术 将昆蓬召唤出来 他自己则是连续打出了十二个自觉 并且施展出了寂灭星火 将这一切打出以后 又继续施展天逆九步 朝冷途攻击过去 不好 大意了 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 冷途顿时手忙脚乱起来 有些后悔对苏雷出手 导致他本身自乱阵强 我连寂灭星火都酝酿出来 你还有什么抵挡的资本 夜伤明白 这冷途的身躯强度很高 已经强过于绝大多数的天之尊 但他的神魂强度明显没有如此夸张 抵挡其他的攻击被寂灭星火命中以后 神魂顿时就抵挡不住 冷途神魂高破 顿时兵败如山倒 已经彻底接不住夜伤的其他攻击 很快就被夜伤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传言给昭宁求救道 昭宁长老 快救我 快救我呀 唉 我也是自身难保啊 哪有救你的能力 看来 我们拖不到冰寒到来了 昭宁有其无力地回应道 此时的他奋力攻击 也就是勉强将婆娑女压制住 看起来场面不错 实际上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还真是意识组成千古恨啊 面对夜伤和婆娑女 二人根本看不到取胜的希望 冷途立刻传映给冰寒 道 冰寒 你不用特意赶来 我和昭宁长老已经支撑不住了 叶末和苏勒渐然 此行的目的地是至尊天元旦 你带人去那古迹等待便可 两位长老 我会替你们报仇的 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骑行的冰寒 听到这句话 立刻英智地回应道 而此时 夜伤和婆娑女发现 冷途和昭宁好像是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原本准备将二人击杀的夜伤 立刻传应给婆娑女 不要想杀手 请他们擒住 听到夜伤传应的婆娑女 立刻明白夜伤的用意 配合着夜伤 很轻松的就将冷途和昭宁擒住 收入到了夜伤的空间洞天之中 将二人解决掉以后 夜伤立刻去探查苏勒的情况 由于冷途被其控制住 苏勒中的诅咒也立刻解除 残余的一些以及黑暗气息 则是被夜伤彻底净化掉 这到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夜伤将苏勒彻底净化以后 苏勒的脑海中顿时多了很多的记忆 此时她发现 自己竟然不是迷雾区的人 也不是永恒至尊界的人 而是来自一个和永恒至尊界相邻的隐秘界域 这个界域的名字叫做永恒荒谷界 存在的时间要比永恒至尊界长很多 因为一直没有被迷雾区发现 所以没有被攻克 而苏勒原本是那里的黄 后来那里突然遭遇墙底 苏勒的族人全部被杀 这个时候 组织的人出现 将其带到了迷雾区 一步步成长为了现在的样子 苏勒 你怎么了 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像苏勒的异样看在眼里 叶商顿时疑惑地问道 叶魔 我 我不是迷雾区的人 我也不是永恒至尊界的人 沉默了片刻以后 苏勒突然开口说道 第1893集 是吗 你不是永恒至尊界的人 也不是迷雾区的人 那你是来自哪里 难道 你是齐天一族 叶商听到苏勒的话 立刻开口询问道 到目前为止 除了永恒至尊界和迷雾区 叶商知道的其他界域的人 就只有齐天一族 听到这话 苏勒顿时否认道 我不是齐天一族的人 而是永恒荒谷界的人 永恒荒谷界 现在还存在吗 叶商听到这个名字 马上就想到了失踪的 长生至尊的人 猜测他们是不是去了那里 在我记忆中 应该是存在的 不过后来 我就随组织的人 来到了迷雾区 苏勒对于家乡的记忆 还停留在前往迷雾区之前 如实回答道 你可知道 永恒荒谷界 怎样才能到达 叶商连忙追问道 苏勒想了想 说道 可以找到入口 谢魔 你问这事 是准备做什么 是我的一些亲人 失踪了 在永恒至尊界和迷雾区 都找不到 我怀疑他们 是去了其他界域 所以听你提到永恒荒谷界 才会问这么多 叶商如实说道 但没有提及 自己是来自永恒至尊界的事情 原来如此 等我们离开露天战场 我就带你去永恒荒谷界 还要是有些虚弱的苏勒 保证道 见苏勒的气息十分虚弱 叶商继续道 你先在我的冬天之中恢复 能恢复得差不多 再出来和我们并肩作战 我和婆娑继续赶路 好 苏勒应了一声 就准备服用丹药 开始恢复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身后的那个组织 对了 夜魔 我身后的那个组织里面 好像有半步极尽的强者 并且他们去过永恒荒谷界 如果你前去的话 可能会遭遇危险 毕竟他们想对付你 冯夕 只要我能在露天战场 紧接到天之寸 就可以去 你好好小心 其余的事情 交给我和婆娑 叶商说了一句 就看向疑惑 看向他的婆娑女 道 我们走吧 你刚刚和苏勒在说什么 他怎么样了 婆娑女猜测 叶商肯定是在和苏勒 对话 好奇地问道 询问了他的生事 还有家乡的一些事情 对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 叶商回答一句 就转移话题道 我的家乡 不就是迷雾区吗 我们一族 是迷雾区的原住民 但如今 这里已经是三大 极尊的天下 我们现在只有族 没有家 婆娑女 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他们这些来自 迷雾区的原住民 对三大极尊 其实是十分不满的 但鉴于实力上的差距 根本就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 如果我对三大极尊出手 你和你的族人 会不会出手 叶商朝古迹方向飞的过程中 笑着问道 你这话 不能随便说 对于这个话题 婆娑女没有接 也没有询问什么 和叶商一起 朝古迹的方向飞 没因过多久 二人就又装进了一个幻境 幻境之中 是无数的下位天至尊游魂 原本 叶商和婆娑女 对付他们有些困难 但这个时候 永恒神塔的下半部分出手 将这些游魂 全部给吸收进去 转化为了能量 结果呀 这个幻境 成为叶商最轻松度过的一个 而婆娑女 得到了这一次幻境的奖励 在吞服以后 突然晋级到 中位天至尊 成为孤苏别野后 本届经级 中位天至尊的第二人 这算是给了叶商一个惊喜 当婆娑女 渡劫完毕以后 叶商看向了她 道 恭喜你了 婆娑 这一次 如果能在古迹之中 得到至尊天原弹 你很可能 还会紧急的 到时候 可以直接追上 前几节的学员 甚至那林冬青 都有可能 不是你的对手 追上其他人 有可能 但那林冬青 之所以没有快速 晋级中位天至尊 不是没有晋级的能力 而是为了打磨基础 否则 他早已军有能力 晋级到上位天至尊了 叶商说完 婆娑女顿时说起 林冬青 没有晋级的原因 原来啊 是林冬青 未以后 能成就半步极境 所以才一直停留 在下位天至尊 真正有天赋的 不需要做任何停留 那个林冬青 不会有大成就 听到婆娑女的话 叶商不屑地说道 对于林冬青 她还真是不看好 随后 她继续询问道 对了婆娑 你在露天学院 待的时间比我多 知不知道 学院中的 真正天才有哪些 这些事情 是学院中的机密 我不清楚 不过 我听说露天学院之中 还有一个院中院 里面聚集的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那些天才 每一个都有 晋级半步即进的可能 如果你离开 新秀峰的时候 能有良好的表现 应该也能进入到那里 婆娑女将自己 知道的事情 说了出来 看来 有可能 惊奇寂静的天才 肯定是在这院中院里 叶商听到婆娑女的话 顿时对这院中院 来了兴趣 毕竟她潜入到露天学院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长生之尊 寻找何时的 夺赦身躯 前方有打动 在夜商稍微有些走神的时候 婆娑女突然开口说道 不知是谁在战斗 我们摸过去看看 回过神来的夜商 和婆娑女说了一句 就率先飞在前面 飞行的过程中 朝自己和婆娑女 分别使用了一张 隐匿符传 这种隐匿符传 如果有天至尊 施阵神魂之力探查 是很容易探查到的 但前方战斗的人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战斗之上 自然发现不良 很快 夜商就带着婆娑女 摸索到了 她能用神龙之眼 看清的地方 这么一看 夜商顿时发现 前方战斗的人 其中一方是 林东青以及其余上级学院 另外一方夜商不认识 但她清楚 肯定是网阶的学院 他们双方的战斗 成军事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们要不要帮另外一方 对付那林东青 婆娑女看清楚战况以后 顿时开口问道 不要 徐长老特别交代 说林东青有了不得的手段 我们在这里 等着看她的手段 夜商回应一句 就和婆娑女潜伏起来 继续观看眼前的战斗 双方一共有将近二十人 此时战斗到一起 远远望去 是一个又一个的光圈 夜商和婆娑女的目光 主要集中在林东青 和另外一方的一个南修身上 这南修 赫然是尚未天之尊的实力 隐隐压制住林东青 而看气息明显已经进击到中未天之尊的林东青 在战斗的过程中 隔三差五就会取出神器或秘宝以弥补实力上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 二人仍然是相吃着 如果这样相吃下去 活生的应该是林东青 毕竟她的手里 还有徐长老所说的杀手键 在观战的过程中 夜商一眼不落地盯着林东青 这个时候 一旁的婆娑女说道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和林东青战斗的人 应该叫朱紫园 是高我们两届的学员 她也是那一届的第二人 至于第一人 好像叫灵溪 已经进入那个院中院了 朱紫园 看天赋 应该和林东青差不多 不过今日 恐怕是要陨落了 又观察了一会儿 夜商下结论道 因为她用慎龙之眼看着 林东青在战斗的过程中 一直很放松 根本就没有生死搏杀的味道 而朱紫园则是一直在拼命的状态 但在这种状态下 她依靠的基本还是硬实力 以及手中剑 很显然 她身上没有林东青 那么多的密码 是的 我也看出 朱紫园的后继无力 没想到 林东青等人 能够打败他们上级的学员 婆娑女感慨道 就算徐长老不提醒 他们也能看出 林东青一方会取胜 这是眼力 现在的训练 就是朱紫园 能否逼迫林东青 试着出傻烧剑 如果我们能提醒 东西林东青的傻烧剑 在估计之中 那好过不少 夜商宁为关注这林东青 就在此时 她突然发觉眼眸一凉 慎龙之眼竟然悄悄地进化了 再看向远方 画面变得更加清晰 进化以后 神龙之眼能看到的 应该已经超过婆娑了吧 一夜商转头看了一眼婆娑女 而后她发现 林东青等人的动作 在其眼中变慢了很多 注意 林东青要施展杀手锏了 她被朱紫园逼入了绝境 就在夜商眼眸进化的同时 婆娑女突然提醒了一句 因为此时 朱紫园突然施展出自己的 压箱底绝学 风云产天剑 一时间将林东青压制的 根本无法抬头 在这种情况下 婆娑女判断 林东青肯定是要爆发最诸攻击 朱紫园 你这是找死 果然 婆娑女话音刚落 林东青就彻底暴怒起来 随后 她从空间之冲 取出了一个独角 将其取出以后 林东青立刻将其激活 朝朱紫园打出一击 此事 这是半不及正神器 等朱紫园喊出来的时候 想要躲避根本就已经来不及 刹那之间 就被轰击得 飞回明面 林东青的杀手键 竟然是半波激情神器 并且 它可以爆发出独角的威力 这对于我们的威胁实在太大 怪不得徐长老 会那样提醒 看来 我们真得逼过他们了 爷爷生将独角灭杀 上位天至尊 朱紫园的画面看在眼里 顿时明白 林东青的神器 不是他和婆娑女可以对抗的 传音给婆娑女道 我们绕过去 顺心前往古迹 走 好 林东青有了这半不及静神器 在眼前的露天战场中 应该已经无敌了 我们只能避其锋芒 婆娑女叹息间 感慨道 唉 如果天逆前辈在这里就好了 是啊 如果天逆前辈在 我们应该不用怕 林东青的半不及静神器 不过 眼前他不可能出现 我们走吧 爷爷生说完 就准备和婆娑女一同退开 谁 谁在观看我等站着 可就在这一时 林东青却突然朝这边看了过来 原来他的独角不仅攻击力出众 洞察力也十分惊人 林东青发现我们了 进入我的空间冬天 我带你走 他的速度应该没有我快 听到林东青的吼声 夜生立刻传言给婆娑女 将其收入到空间冬天中 静止朝着空间冬天的方向飞 你们搞定眼前的这些老学员 我去追夜魔 在独角的提醒下 林东青得知 观战的人是夜商 用独角对老学员攻击了几下 就朝夜商追了上来 那个独角的速度好像也很快 陶盾的夜商和林东青比速度是很有信心的 但他很快就发现 林东青的独角速度赫然 比施展天逆久不得他还要快上一些 三十三天战斗密法 毁天灭地 在这种情况下 夜商大吼一声 就先后激活战斗密法和毁天灭地 加快行进的速度 一时间就将林东青和独角拉得很远 什么 夜魔那个小畜生 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夜商激活状态 快速狂奔以后 林东青立刻傻眼 催促道 加快一些速度 将其追上 前面的那个小畜生 杀过我林家的人 并且身上有很厉害的秘宝 必须得死 少主 不是我不想追 是追不上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应该是在燃烧血脉之力 或者是动用了其他密法 这种速度持续不了多久 等到了古迹 他肯定会找地方休养 到时 我会将其找到 这时 独角的气灵 回应道 夜商的速度实在太快 就连他这个半步寂静都追不上 不过 他并没有丧失追上的信心 听独角的气灵这么一分析 林东青点头道 对 他的目标肯定是和我们一样 是至尊天元旦 所以 目的地会是古迹 我们折回 将上一届的苍蝇先拍死 再去解决这个淹没 说完以后 林东青就带着独角折回 和其他的学员 将朱紫园一方的人全部击杀掉 经过这一战 林东青上一届的学员之中 已经没剩下几个 除了进入院中院的灵溪 就只剩下了几个有伤才是没有赶来的 在林东青将其上一届学员全部都击杀的时候 夜商已经带着婆娑女和苏蕾 进入到古迹之中 刚刚进入地图上记载的古迹 夜商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气味 这证明古迹的边缘在不久前 肯定是发生过战斗 血液在空间之中久久不散 不错 你是恢复下 还是出来与我同行 夜商探查了一下 发现苏蕾的情况不太好 而婆娑女的情况好像还行 开口询问一句 毕竟来这古迹 每个人都有可能撞到机缘 如果单独是为了安全 也就不来这种地方了 听到夜商的话 婆娑女说道 让我出去吧 我与你并肩作战 好 这里面应该有不少批刺的血缘 其中 身为天之寸 又将近十个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 以免遭遇 夜商前行的过程中 一直在用慎龙之眼观察着周遭 同时提醒婆娑女 婆娑女睁开树眼 笑道 以我们二人的同树 何举他们设下的陷阱 你倒是自信 不过此地已经暴露很久 外围的机缘应该不是很多 我们同样往里面去吧 用刚刚进化过的慎龙之眼观察了一番 夜商并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准备继续朝里面走 同样观察了一下的婆娑女 点头道 附近方圆万里内 确实已经被翻得底儿朝天了 我们继续深入吧 快些 毕竟后面还有那个林东青的 她的那个毒巧很不好对付 夜商说完就在前方带路 至于婆娑女 稍稍落后一些距离 这是防备二人同时中招的办法 床里面行进了大概十万里 夜商眼前一亮 传一个婆娑女道 你看西南风向的地下 有什么 婆娑女听到传言 立刻朝夜商所说的方向看过去 这么一看 她顿时惊讶到 按照徐长老地图上描述的 这就是至尊天元丹 我们这么简单就发现一枚了 真是太好了 不会是假的 或者是幻象吗 不是假的 假的至尊天元丹 怎么可能骗过我们的童树 你稍等 等我将它取来 夜商用圣龙之眼观察的同时 释放出神魂之力 探查眼前的至尊天元丹 确定这东西绝对是真的 立刻飞下去 将其取了过来 这得手的未免太简单了一些吧 眼前夜商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就将这枚至尊天元丹拿到手 婆娑女顿时不知该说什么了 如此顺利 确实出人意料 我想 这可能是拥有童树 这具寻宝的优势吧 同样觉得事情有些蹊跷的夜商 开口说了一句 就和婆娑女继续寻找 在虚空中又飞行了二十万里左右 他们再次发现了一枚至尊天元丹 这枚至尊天元丹和刚刚的那枚一样 同样是被掩埋在土中 夜商探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看向婆娑女道 你去去吧 这顺利的不像话呀 难道在我们眼前的那些学员 没有一个会同树的 此时的婆娑女用数眼观察着不远处的 至尊天元丹 觉得事情顺利的就像梦境般 顿时有些犹豫 没有立刻去取 东西肯定是真的 和我手中的一样 就算是有危险 也值得一冒 我去取来给你 夜商也是身经百战之人 自然能够想通其中的蹊跷 不过此时的她 对于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 觉得即便是尚未天之尊 也肯定伤不到自己 于是直接朝着 至尊天元丹的位置飞去 混账 来的人怎么不是灵动青 我们的算计 这不是要白费了吗 等夜商飞进以后 利用秘宝隐藏在 至尊天元丹附近的一个 尚未天之尊 不爽地说道 包括第一个天元至尊丹在内 都是他们一行人设计好的 第一枚是为了 消除灵动青的警惕 而这第二枚 可就是针对灵动青的陷阱了 此陷阱 需要依靠一次性的 极品的引力福传 即便是夜商和婆娑女 都是没有看出来端倪 更别提是灵动青了 但此时 不知陷阱的人 没有等到灵动青 却把夜商给等来了 头儿 那怎么办呀 出去将其机杀掉吗 那名尚未天之尊说完 另外一个修士 顿时就开口询问道 废话 当然要杀了 只不过动手要快 毕竟按照我的献保 灵动青马上就到了 那个畜生 手中有半部寂静神器 我们不能正面与其抗衡 刚刚开口的尚未天之尊 按照倒霉的通知 下令到 好像不对 婆娑 做好战斗 我只是逃离的准备 在众人开口传音以后 夜商立刻就察觉到了一次空间波动 这一次波动虽然微弱 但还是被其感应到 他立刻提醒婆娑女到 我就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婆娑女说了一句 就直接在虚空之中召唤出千换眼 并且开始酝酿万恶降临 他清楚 自己的实力在这古迹中 基本是垫底的存在 因此出手就是绝招 确实不简单 他们的遗藏手段 能直接骗过我们的同数 如果是反击别人 成功率肯定更高 夜商回应的同时 直接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他的境界比婆娑女还要低 更加不能答应 没想到你一个地之尊 竟然有如此的警惕性 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你影响到我猎杀灵动青的计划 必须得死 就在此时 从至尊天元丹附近的虚空中 连续走出三个修士 站在最中间的黑袍南修 是尚未天之尊的实力 两侧是一男一女 则都是中未天之尊 这尚未天之尊说了一句 根本不给夜商开口的机会 直接刺出一枪 他的枪 看起来和最为普通的红银枪差不多 但刺出的一击威力很大 挥动黄金天际低档的夜商 听到对方这话 顿时问道 你是何人 设下至尊天元丹的局 是为了击杀灵动青吗 灵动青与我曹莽 又不共戴天之仇 我必杀之 你破坏我的机会 说其他话语已经无用 守死吧 尚未天之尊曹莽 阴冷地说了一句 就再次朝夜商发起攻击 我奉劝你们 如果不想被灵动青 揍手于梦之力 就赶紧收手 他正在追赶我 很快就会到达这里 面对曹莽的攻击 奋力抵御起来的夜商 冷冷地说道 此时 他阻止了准备打出万恶降临的婆娑 对于他来说 眼前这些人是敌人的敌人 不是必须要杀的 自然不想因为他们让林冬青得力 我们迟到林冬青就快要到来 但解决你们二人根本不会影响大局 听到夜商这话的曹莽 根本就没有将夜商和婆娑女放在眼中 冷声道 你们两个还愣着做什么 立刻动手将眼前二人击杀 而后再谋划如何对付林冬青 是 曹莽身旁的女修立刻对婆娑女展开攻击 另一个男修则是配合曹莽朝夜商发起攻击 想要快速地将夜商解决掉 你们这几个曹莽 如果能斗得过林冬青 我夜自斗着先 就凭曹莽这种眼力和心虚 夜商就能确定 他绝对不是林冬青的对手 比一回应的同时开启毁天灭地 对抗曹莽等人的同时传印给婆娑女道 凭借我们的实力 击败曹莽等人难度不是很大 但绝对需要时间 那彼人会让林冬青坐收羽翁之力 与他们对抗下 我们就直接离去 婆娑女同样觉得 这曹莽虽然境界很高 但绝对是一个草包 眼前已经清楚夜商和婆娑女和林冬青有仇 一般人都会选择联手他们对付那林冬青 曹莽却在林冬青 行将要到来的时候 选择和夜商死战 这种选择是对其最为不利的 你一个地之尊 口气倒是不小 受死吧 此时 被夜商鄙视了一句的曹莽 则是暴怒起来 鄙视地说了一句 就施展出绝学 青天白日枪 这一招啊 很是绚丽 威力也很不错 但夜商也是擅长用枪之人 用圣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就发现其漏洞 在开启毁天灭地状态的情况下 用被强化的清玄神枪绝对抗 至于另外的一个难修的攻击 基本都被他用天力脚步闪避掉 在以一第二的情况下 不仅将曹莽的攻击击破 而且还让中卫天之尊的南修 所有的攻击都落空 没想到这个地之尊 还真有些实力 不过既然已经动手 那就没有了转环的余地 上 曹莽发现 夜商实力不容小觑以后 并没有停止攻击 而且燃烧起血脉之力 施展出更为强大的缺血 面对着曹莽的攻击 运转起毁天灭地的夜商 其实压力不算大 按照他的推测 林冬青甚至可能是已经到了 所以他一息都不想拖延下去 传音给婆娑女道 此人是个傻子 早晚会死在林冬青手里 我们走 我有绝对的把握逃脱 不用担心我 收到夜商的传音 婆娑女 传音回应呢 他进集中卫天之尊以后 实力提升了不少 面对眼前的中卫天之尊女秀 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压力 如果彻底爆发 他甚至有击杀对方的把握 单纯离开自然能做到 好 军人你有把握 那我们走 夜商再次传音给婆娑女 说了一句 就对曹莽和另外一个男秀 打出了十几个自觉 以及神源困阵 降低他们的速度 而后扶摇直上 飞到高空之上 朝远方飞去 想走 哪里走 眼前夜商要走 被限制速度的曹莽 立刻取出了一件 卡状的神器 用其将夜商打出的自觉 和神源困阵全部震碎 而后追了上来 此塔的气息 为何如此熟悉 这时候 故意放慢一些速度 让婆娑女追上的夜商 突然感觉 曹莽取出的塔 有些熟悉的味道 顿时 用神龙之眼 朝后方看去 还不等夜商 看出什么 小五就惊喜地说道 那座塔 是我们永恒神塔的 第六层 原本听说 它在一个城池之中 没想到 出现在这人的手里 什么 这塔竟然是永恒神塔的 第六层 太好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听到这话 夜商立刻停住脚步 看向婆娑女道 我突然有了避震的理由 你进入到我的空间 等天之中吧 以防灵动气 出现以后会偷袭你 不必 相信我 我能自保 婆娑女没有询问 夜商为何突然要站 但站在其身边没有退缩 夜商侧目道 谢谢 此时 他对于婆娑女 倒是多看了一眼 夜商 眼前一战 如果你能将小六得到 并且进化 我们五六七八九层 可以竞技到 半步极境的层次 你值得一步 小七传音道 那更要不胜一步了 听到这话 夜商的身上 顿时爆发出 强大的战役 手持黄金天际 直接朝草莽轰去 没想到 你竟然敢折回 不过这正好 我将你和林冻青 全部收拾掉 曹莽根本没有想到 夜商会来一个回马枪 顿时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 他毕竟是尚未天之尊 遭受如此攻击 并没有被瞬间击垮 但曹莽身旁的女修 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直接被婆娑女的万恶降临轰重 瞬间就遭厄运缠身 颤抖起来也变得极为扭腻 婆娑 做得好 眼见婆娑女上来就用了一招万恶降临 让对方的女修中招 失去了大半的战斗力 夜商夸赞一句 就转而朝曹莽身旁的男修 发出最为狂躁的攻击 这一次 这名中卫天之尊的男修不再被忽视 但他立刻意识到夜商有多强悍 还没有抵挡实习 就被刺破丹田 吓得赶紧捏碎一件秘宝 用其特性消失在原地 给你一个机会 将手中的塔交给我 我会放你一条生路 在曹莽的左膀右臂 先后被解决掉的情况下 夜商看向曹莽道 按照他的判断 灵冬青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想让我屈服 你这是在做梦 我就拖到灵冬青道来 剩你不好过 此时的曹莽被废掉左膀右臂 顿时有些疯狂的道 死 就在曹莽话音落下的时候 婆娑女突然大喝一声 直接将那名女修的丹田破碎 这女修和刚刚逃离的男修不同 没有那种保命手段 在丹田被破碎的情况下 被婆娑女用神魂婆娑碎裂 彻底被击杀掉 万英 女修被击杀 曹莽脸上的青筋都膨胀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都变得猙獰不少 她阴沉的脸 用怨毒的目光 看向夜商和婆娑女怨恨道 亲之 就算拼得自爆 我曹莽也要让你们为万英陪葬 而后 万如疯了一样朝婆娑女攻去 但夜商就在身边 哪里能让其得逞啊 在曹莽对婆娑女发起攻击的同时 她就打出十二字真言 让其速度降低下来 看到夜商用百字真言术 将曹莽的速度降低下来 婆娑女称赞了一句 就施展出了千换网 将曹莽困在了网中央 这么简单就叫其亲住了 眼前婆娑女的千换网将曹莽困住 夜商顿时觉得 这曹莽可能是在使诈 她传言给婆娑女提醒她不要大意 自己就飞到地面位置 将没有被取出的至尊天元丹 收入到了空间法器之中 在其将至尊天元丹收取的过程中 曹莽虽然疯狂嘶吼 但依然没有争夺千换网的束缚 婆娑 你来注意灵动情 我对付这个曹莽 在这种情况下 夜商传言给婆娑女一句 就手持黄金天戟 朝曹莽轰出神之一枪 按照她的判断 这曹莽是假意被束缚住 在千换网中酝酿大招 因此打出一击的夜商 没有拉近双方的距离 与此同时 夜商将小五 小七 小八 小九 全部都召唤出来 在虚空之中 对抗起 永恒神塔的第六层 准备让他们直接将第六层降服 这也是争取时间之取 毕竟灵动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红 就在夜商的神之一枪 行将轰击到曹莽的时候 曹莽的周身 突然爆发出 惊天的红色光芒 将神之一枪的攻击 抵挡住 而她整个人 沐浴鸿芒之后 气息提升很多 第1895集 这时 她冷冷地看向婆娑女道 多言怪 还真是要感谢 你给我折服的机会 让我有足够的时间 施展出最强的血脉绝血 被叫多言怪 婆娑女立刻暴怒起来 凝聚气息 再次施展出万恶降临 打出这一招 她显得有些虚弱 面对万恶降临的曹莽 则是根本就没将 这一招放在眼里 用左拳 轰出一道血盲 硬生生的 将万恶降临打散 这还是万恶降临 第一次被硬生生的打散 这让婆娑女顿时 惊讶起来 快 进入我的空间洞天 此时的夜商 则是木然大喊一声 因为她看到 远处林东青 已经带人出现 除了林东青以外 还有六个其他修士 这样的阵容 再加上那个独角 威胁实在太大 夜商不能确定 自己家上古官 能否抵挡得住 所以准备立刻掏开 夜商提醒一句后 原本就状态不佳的婆娑女 立刻进入到空间洞天中 夜商 我们虽然能够将其压制住 但无法将其恢复 还是需要你将其净化 就在此时 小奇突然提醒一句 他们四层出手以后 很快就将第六层压制住了 但他们没有将其净化的手段 看来事情复杂了 不能直接离开 收到小奇的传言 夜商思索了一下 没有犹豫 直接取出果冠 朝草莽杂取 与此同时 他召唤出功德之力 让其净化被压制住的 永恒神塔第六层 这个过程很快的就完成 但等到夜商将第六层拿到手 林东青也彻底带人来到了境界 将他和曹莽包围在中间 还算顺利 拿到就好 虽然被包围住 但将永恒神塔第六层得到的夜商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开始琢磨 怎样才能全身而退 看清楚是夜商和曹莽 在战斗的林东青 则是大笑道 我还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们两个在狗咬狗啊 好看 真是好看 你们继续战斗 谁赢我留谁一条生路 你算什么东西 我夜眸还用你留生路 夜商将砸了草莽一下的骨罐收回 同时传言给小七道 小七 想办法组合出 半部寂静神器 放心 半部寂静神器 马上就会出炉 我保证 威力不比林东青的独角叉 你只需要 拖出二十系即可 小七传言回应道 二十系吗 那容易 夜商暗暗回应道 此时的草莽 看见林东青到来 看了眼林东青 又看了眼夜商 眸光中 闪烁出愤恨的光芒 撕存了一下 他低沉的吼道 你们 都给我去死 就在原地 直接选择自爆 莽夫 原本还想利用草莽 来拖延一些时间的夜商 立刻动用天意 久不躲避 在神源困阵的帮助下 基本上没有受什么伤 至于林东青等人 距离很远 更加没有受到影响 等草莽 自爆的余波过去以后 林东青冷笑着 看向夜商道 这个草莽 原本和我有仇怨 却没有想到 在此地将你困住 碰了我一个大忙啊 速速将你刚刚动用的 神器浇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林东青 在我面前 你就别说这样的废话了 你的独角不是很厉害吗 来呀 朝我攻击试试 夜商宜然不惧地 看向林东青 以及其他的妓人 与此同时将谷官取出 悬浮在身前 那黑暗气息一出 顿时让林东青等人侧目 林东青传言给 独角的气灵询问道 前面的谷官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气息如此恐怖 不清楚 但品词应该不自于我 独角的气灵回应一句以后 就继续道 虽然品词不自于我 但他不见得能驾驭得了 我们先下手围墙 好 我们直接将其轰杀 独角的气灵说完以后 林东青就将独角激活 控制其打出了一道 灰暗的光芒 朝夜商射出 这是实打实的半步极净攻击 这半步极净的攻击 果然很强 面对独角发出的攻击 夜商将独官横在身前 准备跌挡住这一击 按照他的判断 独官是能够 抵挡得住这种层次攻击的 因此没太当回事 准备跌挡一下 就借机突破重围 直接逃离 毕竟他能接触 半步极净的攻击 但林东青带来的 一些修饰不能 不过这个时候 小五突然传音道 将独官收起 让我们来抵挡这一招 哦 你们这么快就组合完毕了 不是说 削二十戏吗 夜商疑惑地问道 与此同时 将组合完成的 永恒神塔放出来 此时的永恒神塔 已经完成了 九分之五的组合 听到夜商的疑问 小五回应道 我们都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不见 还能融合得如此顺利 看我们抵挡他的攻击 言语间 永恒神塔 就飞向 抵挡在夜商的面前 硬生生地 将独角的攻击接住 怎么样 威力还可以吧 一直以来 永恒神塔在夜商身边 都是打酱油的存在 此时终于能在对战之中 起到大的作用 小七得意地问道 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小七 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你忘记了我们巅峰直气 是怎样的存在了吗 听到小七显摆的话 小八不屑地说道 巅峰时期的永恒神塔 是永恒至尊界的 第一个寂静神器 只不过 如今已经没落太多年 甚至很多人 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听到这话 夜商笑了笑说道 放心 终有一日 我会让你们重现会话 确定永恒神塔 可以抵挡住 独角的攻击以后 他倒是不那么着急逃走了 因为灵东清和他的属下 根本就伤不到他 这个夜魔 手上的好东西 还真是不少 今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其灭杀 看到夜商动用永恒神塔 抵挡住独角的攻击 灵东清眼热地吼道 是 我等定当全力配合 被刚刚的余波冲击开的众人 受到命令 立刻重新将夜商围隆住 当然 这是因为夜商没有施展 天逆九步逃离 否则呀 就凭他们 是根本就拦不住的 动手 眼见众人将夜商围住 灵东清立刻下令道 同时 他将独角悬浮在头顶 让其恢复元气 独角近期攻击次数太多 消耗有些大 需要几十系的恢复时间 恢复的同时 独角提醒道 这个夜魔的两个神器 目前都没有主动攻击的气息 你们应该能将其打扮 好 我们会尽量施展进展攻击 灵东清回应独角一句 就下令 让众人施展进展攻击 朝夜商围隆过来 他清楚 动用那些华丽的绝血 在古关和永恒神塔的抵挡下 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还不如近身攻击来得直接 没有继续动用独角 想要用近身攻击对付我 看到灵东清头上悬浮的独角 没有继续发起攻击 夜商私存了一下 说道 小五 你们是否能酝酿攻击 如果你们能够酝酿出来 半步激进的攻击 我想直接将这灵东清机烧掉 能是呢 但需要时间 小五回应了一句以后 分析了一下补充道 大概需要三十息 你能支撑住吗 三十息 应该差不多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动用古关 或者起针解退 夜商童小五说完 就再次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天灭地 并且将轻奉战甲击火 将除了功德之力以外的所有状态 都提升至最强 和灵东清 以及与其同界的那些学员战斗起来 不得不说 这灵东清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刚刚晋级中卫天至尊 就已经拥有了上卫天至尊的实力 很不好对付 在其带领下 众人很快就对夜商 形成了压制性的状态 夜商则是利用百字真言 和天秘九步周远 差不多是且战且退的状态 主要是靠防御拖延时间 就这样坚持到了二十息 夜商询问道 小五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呢 和预计的速度差不多 再有十息足矣 小五知道夜商有些抵挡不住 丝毫不犹豫地回应道 还有十息 这十息就在攻击中结束吧 原本包括小五在内的所有人 都以为夜商要利用速度继续拖延 这时候夜商却是逆流而上 选择施展清悬神枪局 主动朝其中的一个中卫天至尊 发起攻击 不好 他刚刚有隐藏实力 小心 看到夜商继续爆发 林冬青大吼着提醒一声 与此同时 手中的一柄青霜长剑 朝夜商的丹田刺去 想要让其起到唯唯旧照的效果 不过 等尖尖刺破夜商身躯的时候 林冬青木然发现 自己刺中的 只是虚空之上留下的残影 而夜商的黄金天极 则是直接洞穿其中一个修士的丹田 被其一枪废掉 这个修士立刻发出不甘心的嘶吼 林兄 救我 救我呀 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竟然是龙雀王炼制的神符起到了作用 不知龙雀和凤凰等人 现在如何了 在攻击之前 使用了龙雀王神符的夜商 微微有些感慨 这龙雀王的神符 刚刚让他的速度在极限的状态下 又提升了三倍 和在场的一些修士比起来 他的身法简直如同鬼魅 在此之后 除了林冬青利用秘法提升速度 勉强能跟上夜商的节奏 其他人在这种速度的攻击下 根本就找不到夜商的真实 在实习的时间里 夜商就连续诊杀 林冬青手下的三人 重创两人 眨眼的功夫 局势彻底发生逆转 我恢复完毕 我们近距离展开偷袭的话 他应该反应不过来 只要骨关或是骨打不动 我就有把握将其轰杀 不过就在此时 悬浮在林冬青头顶的独角 突然传言给他 诗意自己已经恢复完毕 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好 很好 我们立刻寻找机会 没想到这个夜魔竟有如此实力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今日 我们必须要将其击杀 林冬青听到独角的传言 一字一句地说道 放心 神奇再强 他也是拿着宝剑的孩童 破绽很容易抓 独角的气灵回了林冬青一句 就开始寻找起夜商的破绽 林冬青则是燃烧起血脉之力 并且服下了一枚 暂时提升实力和速度的丹药 和夜商对抗起来 战斗的过程中 他发现夜商虽然只是半步天之寸 但和他相比 基本在任何方面都不弱 这让他对独角的那孩童的说法有些质疑 小夕 那个独角好像已经恢复了 在夜商又将林冬青的一个属下干掉以后 破镜铜锤突然提醒了一句 他们感觉到独角已经复苏正在酝酿攻击 我知道 战斗片刻 我会故意露出破绽 让这独角攻击 然后用骨关来抵达 至于永恒神塔 则只会直接对林冬青发起攻击 将其呼杀 夜商传音给破镜铜锤的同时 询问道 小五 你们还需要多久 五戏 小五没有犹豫 直接回答道 回答的数字很精趣 好 我会在无锡后 露出破绽 让独角发起攻击 你们做何掐算时间 夜商说了一句 就继续和林冬青对抗 用龙雀神符的帮助 他的速度极快 林冬青只是勉强跟上而已 这时候 夜商又对接打出了 十几个字符的组合 将其速度降低 一时间 林冬青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 在这种状态下 夜商拖延五戏时间 自然不成问题 等五戏的时间一到 夜商立刻对林冬青 打出神源困阵 以及神志一枪 俨然将自己暴露给独角 好机会 我出手了 看到夜商将身躯 彻底的暴露给自己 独角的气灵 传音给林冬青 说了一句 就直接朝夜商轰出 你要死了 我们的约战 看来是无法正常进行了 此时的林冬青 则是面带冷酷笑意 看向夜商 在其眼中 夜商已经成为了一个死人 你这句话说对了一半 我们之间有一人要死 因此 约战无法正常进行 看着狂笑的林冬青 夜商直接取出古冠 来抵挡独角的攻击 而永恒神塔 则是在近距离 对林冬青 打出凶猛的一击 第1896集 这一击是实打实的 半步寂静攻击 没有半步寂静 防御级别神级的林冬青 立刻被轰击得灰飞烟灭 就连被古冠 再次挡住一击的独角 都被轰得残破 几乎要调出半步寂静这个瓶子 在夜商空间洞天之中观看战斗的婆娑女 见夜商完成反杀 立刻赞叹道 今日能取胜 还要归功于运气 如果不是运气好 得到神塔的第六次 估计我们只能被动逃跑 夜商谦虚地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目前我们得到两枚至尊天人弹 不如先找个地方服用 然后再出来争夺 这样把握更大一些 你们觉得如何 听到这话 正在恢复中的苏雷说道 婆娑女则是缓缓开口说道 在她看来 夜商这种半步天之尊 就能占尚未天之尊的存在 想要进阶 绝对要比普通修士困难很多倍 一枚至尊天元丹 绝对不够用 无限服用一枚事实 婆娑女说完 夜商就找了一块清净地 布置下隐匿法阵 又将婆娑女召唤出来 让其请进 她则是取出了一枚 至尊天元丹服下 等夜商将至尊天元丹服下以后 过了大概十几戏 她也没有什么反应 婆娑女疑惑地问道 有效果 但是按照我的判断 如果想让我直接进去天之尊 这种至尊天元丹 至少十枚 夜商说出自己的判断 然后又将另一枚取出 递给婆娑女丹 这枚 还是你先服用吧 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婆娑女不是纠结之人 结果至尊天元丹 立刻服下 没过多久 她的气息就开始疯着 最终成功进阶尾 尚未天之尊 堵截成功以后 婆娑女看向夜商道 你境界已经到了 慢慢打磨 或者吸收自然铁声都可以 一夜商用渗龙之眼 观察了一下婆娑女 而后道 不管怎么说 你已经领先大多数人一个身位 尚未天之尊这个层次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苏雷则是开口恭喜婆娑女道 如今 她只有下位天之尊的境界 十分羡慕对方 婆娑女心情不错地说道 紧急到上位天之尊 时间比她境界高的凶势 已经没有多少 无论如何 她都是十分愉悦的 好 我们一起冲击你所说的境界 夜商看了看婆娑女 发现她没有冲击寂静的资质 但没有开口打击其自信 而后 她同苏雷说道 下一个发现的之尊天人弹 就交给你 你可以直接服用 也可以像婆娑一样 等近期中卫天之尊再服用 听到夜商的话 苏雷则是摇头反对的 好吧 得到再说 夜商见苏雷反对 没有继续说什么 随后她带着两米 进入到永恒深塔之中恢复 等恢复得差不多时 小五突然传言给夜商道 夜商 你能不能将那个独角 收给我们 哦 你们要那独角有用吗 夜商疑惑地问道 是的 独角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大的用处 小五回答后解释道 我们虽然恢复了半步寂静神器 但若想连续打出半步寂静的攻击 只需要大量自然支撑的 如果 有着独角在 未来 我们还可以打出 很多次的半步寂静的攻击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拿出去 夜商听到小五这样说 没有犹豫 直接将独角扔出去 让他们吸收掉 看到夜商将独角丢出去 婆娑女顿时觉得 有些暴天天物 牺牲掉一枚独角 我们相当于获得 半步寂静高手的守护 这样在古迹之中 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欠 想来还是合适的 夜商分析了一句二后道 不过 日后再获得半步寂静神器 我会留给你和苏雷 听到夜商这么说 婆娑女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没关系 我们是朋友 有好东西要分享 夜商则是无所谓的说道 对于神器 她还真是不太在乎 这时候苏雷询问道 现在出去也好 不过徐长老提供的名单上 有三人 觉得特别注意 我觉得 他们三个很可能是来自院中院 手段应该很逆天 要特别小心 离开永恒神堂以后 又将学长老提供的名单 看了一下 夜商发现 其中的三个人 很可能是来自婆娑女提到的 院中院 觉得应该特别注意一下 她提醒两女要注意 但对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毕竟三人都很有可能是合适的夺胜目标 婆娑女接过学长老的名单 看完以后赞同的说道 就连灵冬青都能够拿出半部寂静的神器 院中院的那些天才 说不定能拿出什么呢 他们三人不得不防 婆娑女的话刚说完 苏雷就疑惑地指向前方 顺着她的手势 夜商用神龙之眼一看 对时就看到一片漫无边际的大海 怎么回事 刚刚我们可没有见有海洋存在 夜商疑惑地说道 婆娑女则是皱眉道 苏雷皱眉说道 她感觉眼前的海洋让自己很不舒服 脸色顿时变得很差 苏雷 你没事吧 转头看向苏雷的夜商 发现她面色很差 关切地问道 苏雷一五一十地说道 这一时夜商看向婆娑女道 婆娑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婆娑女摇头否认得同时 施展同树朝大海的位置看去 但并没有看出什么 海洋之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应该是来者不善 大家小心 开启渗龙之眼朝海洋看过去的夜商 则是发现 海洋之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看起来好像是有鳞片的 身形很长 有点像龙 但又不是 夜商的话音刚落 海洋之中就生腾起了一股 参天巨浪 浪花的上方则是站着一名 身姿窈窈的女修 女修说完婆娑女就业余回去 不过她很快发现 对方是尚未天之尊 并且气息十分强大 这时夜商将更加难受的苏雷 收到了空间洞天之中 而后看向了眼前的女修 道 你就是海洋之中的那道黑影吧 听到这话 黑袍女修笑道 口气不响 还不等夜商开口 婆娑女就冷笑道 被婆娑女呵斥一句的借铃 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就挥手打出一掌 原本夜商想要帮忙 但婆娑女面对这一掌 是这树眼秘术还真的接住了 被婆娑女接住自己的一击 季灵无悲无喜地说了一句 就笑道 别胡乱弹入了 你能打败我们再说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别人口中的那个林仙子吧 看向季灵的夜商说话的同时 开始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天灭地之术 并且将黄金天际钻在手中 做好战斗的准备 而此时空间洞天中的苏雷提醒道 好 我会注意的 夜商回应一句的同时 继续看向借铃 等她先出手 这个时候的借铃 则是呵呵一笑的 她的话音刚落 就分别朝夜商和婆娑女 打出万千道漆黑的鳞片 每一道鳞片 上面都闪耀着强大的符纹 自接近夜商和婆娑女的时候 这些闪烁着符纹的鳞片 都会放射出极其强大的攻击 一时间 夜商和婆娑女 抵挡得都很辛苦 不愧是院宗院的人 果然很强大 借铃尸展处的攻击 这于尚未天之存 和半步其境之间 非常的强大 夜商抵挡起来还可以 但婆娑女 就有苦苦之称的味道了 夜商赞叹一句 就将婆娑女 收入到了空间洞天之中 自己一个人对抗着借铃 被召唤进空间洞天的婆娑女 看了眼苏雷 不甘心地说道 听闻这话 苏雷安慰道 婆娑女叹息着说道 她不太愿意选择臣服 但依靠自己 前途必然有限 这时 苏雷却说道 婆娑女回了一句 就观看起夜商和戒铃的战斗 此时的夜商 在和戒铃的对抗中 微微落入下风 但防御基本是密不透风 没有受什么伤 战斗了几十夕 借铃感兴趣道 不好意思 本人显散惯了 不太受惯 不过这件事 也有解决的办法 以夜商看向 短暂喘息的借铃 笑道 不如你选择臣服于我 自然会带你去探索古迹 找到机缘 听到夜商的话 戒铃立刻勃然大怒 那你算什么东西 与我这样讲话 夜商冷冷地回应道 已经动怒的戒铃 吼了一声 就再次朝着夜商 视诊出鳞片攻击 这一次 这些鳞片飞出来以后 全部都化成了 甲虫和灵虫 成千上万的甲虫和灵虫 出现以后 立刻朝夜商袭来 这就是戒铃的 血脉能力吧 看到成千上万 朝自己袭来的甲虫和灵虫 夜商宁眉思索了一下 就打出真言密术 减缓他们的速度 同时打出猎烟伏魔枪 用漫天火焰焰烧起来 等漫天火焰有了一些效果 他又施展出龙银青银 朝着漫天的甲虫和灵虫 轰击过去 遭受连续两波攻击 戒铃召唤出来的甲虫和灵虫 差不多陨落了一半 只不过 剩余的一些 在戒铃的控制下 变得更加疯狂 看着漫天的甲虫和灵虫 朝自己袭来 夜商虽然对付起来不太费价 没有被伤到神韵 但很快 他就发现 戒铃又召唤出来了 一批甲虫和灵虫 原来还可以继续召唤 怪不得没有阻止我刚刚的攻击 注意到戒铃再次召唤出大量的甲虫和灵虫 夜商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 再次朝着这些东西发起攻击 连续杀了三四匹以后 夜商发现 连续召唤这些东西的戒铃身上的气息一点都没有降低 他彻底明白 戒铃的这一招血脉绝血 应该是可以无限召唤这些东西 消耗对手 立刻传一个小五 道 小五 你们吸收独角的力量 此刻有没有凝聚出半部寂静的攻击 按照夜商的判断 这戒铃明显还有余力 想要将其击伤应该很困难 有 但吸收的能量 只够打出一击 按照我的判断 这戒铃身上 应该也有半部寂静神器 一击 不见得能够将其击伤 小五很快 就反馈给夜商道 第1897集 我知道 他如此狂傲 身上必然是有异仗的 不过既然开战 退走的就不能是我们 就算一击不能将其击杀 我们也要将其重创 夜商说了一句 而后饱含杀气的道 准备好 我们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放心 我们随时可以打出这一击 小五回应的同时 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 很好 等我打出神源困阵 就会将你召唤出来 被召唤出来 你立刻哄出一击 这时候 继续击杀甲虫和灵虫的夜商 开始利用神龙之眼 观察起 戒铃的走位 将其真身锁定住 而后 突然打出神源困阵 等永恒神塔 被召唤出来以后 立刻 找被困住的戒铃 轰出了一击 半步寂静的攻击 这一击轰出来 又惊天动地的威士 原本自信满满 不停利用甲虫和灵虫 蚕食着夜商的戒铃 顿时大惊 在躲避不及的情况下 他立刻取出身上的 半步寂静神器 震天锁 用其 抵挡永恒神塔的攻击 这震天锁 虽然是半步寂静神器 但仓促之下 自然是没有能力 将永恒神塔的一击 全部接触 让戒铃直接被轰飞 戒铃召唤出来的那些 甲虫和灵虫 则是全部 烟消云散 那半步寂静攻击轰刀 竟然没有手头中的伤 这实力 果然不可消去 用慎龙之眼观察对方的夜商 发现 这戒铃被轰中 完全没有伤其根本 顿时有些错 通过这一击他就判断出来 这戒铃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于半步寂静 很不好对付 混账 竟然敢用半步寂静神器偷袭于我 你以为只有你有半步寂静神器吗 被轰出很远的戒铃 重新浮显在虚空以后 面色彻底变得阴沉起来 没有了刚刚的那种游刃有余 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杀气 他打量了夜商一下 而后没有多言 直接召唤出来 受了一些创伤的镇天锁朝夜商砸来 他应该是不太会使用眼前的神器 也就是说他没有让其彻底认出 我们有将他读过来的机会 看到戒铃竟然将镇天锁砸了过来 小气立刻开口说道 哦 这半步寂静神器 还能硬抢 面对镇天锁的夜商并没有慌乱 询问的同时 从空间中取出骨关 用骨关来抵挡这一击 因为用永恒神塔来抵挡这一击 永恒神塔必然会受创 而骨关自从出现以后 就从来都没有破坊过 取出一个棺材 就想阻挡我的镇天锁 哼 你死定了 看到夜商召唤出骨关的戒铃 则是一脸的不屑 现实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面对镇灵的挑衅 夜商窥然不动地回应他 与此同时 镇灵的镇天锁 硬生生地轰击在骨关的防御层上 被这镇天锁轰击到 骨关的防御层立刻破损很多 只不过 最终这镇天锁 也没有彻底冲破骨关的全部防御 眼见镇天锁的全力攻击 竟然连骨关的防御都没有冲破 镇灵顿时诧异起来 再看夜商的眼神已经彻底不同 因为镇天锁是他最强的神器 除此之外 已经爆发不出更强的攻击 一时间 镇灵已经被这骨关镇住 想象不出用什么攻击才能伤到他 此时的夜商同样有些诧异 他没有想到 镇灵的神器镇天锁 能将骨关的防御层伤成这样 按道 没想到这镇灵的神器如此了得 不知骨关在地狱几次攻击 师父就不行了 不对 按照我们的感知 骨关这一次受到创伤 应该不是因为镇灵的神器了得 而是骨关要出事了 就在此时 破镜铜锤的熊锤 传音给夜商的 什么 你们确定吗 听到这话夜商立刻疑惑到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绝对不能小事 毕竟上一次他见到骨关 从里面出来的是七天一组 眼前的骨关之中 不一定会出来什么东西的 不能绝对确定 但我们说的 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现实 熊锤 笃定地说道 他和磁锤 能看骨关周围的符文出现了一些变化 也不知道 这是福还是祸 熊锤说完 夜商当即担忧起来 万一里面是类似七天一组的那种修饰 还真就不太好对付 夜商 那个借铃逃走了 就在夜商和破镜铜锤短暂交流的时候 苏雷 木人传音道 逃了吗 那就任他逃走吧 我们继续寻找 只增天人蛋 那借铃想要得到铜树 肯定是铜树 能够在其中起到大作用 夜商没有追击借铃的意思 和梁女说了一句 就看上远方 在借铃消失以后 横更在他们面前的海洋 也跟着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又一片零散的沼泽地 夜商用圣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发现 沼泽地里有不少天至尊层次的凶兽 于是开口问道 小五 你们收取天至尊凶兽 是否还有用处 听闻这个 小五笑道 现在我们已经有独角可以吸收了 用不着再吸收那些凶兽的能量 那好 我们就穿越眼前的沼泽地 去继续寻找机缘 按照几次爱 这里应该只是古迹的入口位置 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夜商说了一句 就带着众人 踏入沼泽地 刚刚进入 他就遭遇了一头 中卫天之尊层次的 龙鳄攻击 将其解决以后 就继续前行了 看到龙鳄被击杀 不少跃跃欲失的沼泽凶兽 多少平静了一些 虽然继续杀气四溢 但没有几个敢在接近 不知道草莽的至尊天元丹 是从哪里得到的 曾夜商穿越沼泽地 走进前方一座乱石山以后 刚刚恢复过来的婆娑女说道 他用铜树看四周 但根本就没有看到 至尊天元丹的影子 夜商思存了一下 说道 按照徐长老给出的信息 那至尊天元丹 应该是散落在 国际各处的 眼前我们发现不了 应该是此地 已经被人杰足先等 我们不断找身出去 利用铜树 总能寻找到一些吧 希望如此 想到准备抢铜树的戒铃 婆祖女赞通道 下面的乱石山中 竟然有半步寂静的凶手 就在这时 飞在虚空之上的夜商 突然传音给良女道 原本她飞得还算轻松 觉得即便是遭遇尚未天之存 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威胁 此时却是胆战心惊起来 在他们正下方的乱石山中 赫然有一条半步寂静的龙溪 这龙溪正吞吞吞着月精华 显然是在修炼 我们绕过去吧 最好不要打搅她 婆祖女用铜树扫了一眼发现 龙溪果然是半步寂静 立刻开口说道 那是自然 没有必要和她起冲突 夜商说了一句 就带着婆祖女和苏勒 远远地绕过半步寂静的龙溪 只不过没走多远 他们又在一座苍茫大山之中 再次遭遇到半步寂静的凶手 这一次遭遇的是一个高大的白猿 夜商等人远远看到白猿的时候 他正在捕食猎物 在其攻击之下 尚未天之尊层次的凶手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几乎是一拳头一个 好强的势力 这一次依然需要绕过去 眼前半步寂静的白猿如此凶悍 婆祖女立刻开口说道 说过去不难 当然从这种情况来看 这估计中的半步寂静 可真是不少 江生麒麟等人 此行的危险性 远远要超出王的想象 夜商嘴上说这危险 实际上却是兴奋起来 他清楚 一般越是危险的地方 机缘就越丰厚 只要他能在这里 经济天之寸 眼前的一些危机 都可以迎刃而解 不好 我发现那白猿的眼神不对 就在这时 婆娑女突然提醒 行径中的夜商道 是吗 夜商听到这话 转眼看了一眼白猿 发现白猿确实在朝着 他的这个方向看 他顿时有种 被远古凶兽 盯上的毛骨悚然感 传言给婆娑女道 进入我的空间冬天 这次我们可能需要疯狂逃命了 永恒神塔目前还没有酝酿出下一镜 而骨关的防御侧已经开始变得单薄 夜商可不想和真正的半步极境凶兽大战 发现白猿将目光锁定在这里 顿时加快速度 继续向古击伸出飞 就在夜商将速度加快的同时 白猿像是被激怒了一样 立刻跳跃着朝夜商追来 这家伙 为何会突然盯上我们 白猿开始追击以后 夜商立刻开启 三十三天战斗秘法和回天灭地 实战出天逆九步 快速朝古迹更深出逃 面对白猿 夜商没有时针自觉 以及神缘困阵 因为他清楚 对于半步捷径的凶兽来说 这些根本就一点作用都不会起 而这白猿再追击一会儿 没有追上夜商以后 彻底变得狂暴起来 周身都散发出浓烈的红色阴云 气息在刹那之间就提升很多 速度也跟着提了上来 片刻之间 就拉近不少距离 不好 这白猿加速以后 速度已经不次于我 我们很难将其甩开 必须得想办法了 发现白猿狂暴以后 速度明显变快的夜商 顿时宁眉说了一句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中 不断地思索起对策 第一时间 他就想将白猿 引到同样是半步寂静的龙溪那里 让他们两者相争 但盘算了一下 发现不太可能 于是 看向前方 此时 在夜商等人的前方 是看起来一片极为原始的 连绵山脉 山脉之中 隐藏着不少凶手 甚至夜商还看到两个修士 他们并没有看到 半步寂静的凶手 也就无法引出 欲邦相争 渔翁得力的事情 他没有犹豫 继续朝着前方行进 等飞过山脉以后 夜商和婆娃女 同时看到 前方是一片开阔地 在开阔的区域上面 有一块巨大棋盘 这棋盘是被人用 黑色的云铁 连制出来的 显然是一个法器 他挡在必经之路上 等飞到棋盘上空 夜商立刻感受到了 巨大的拉扯力 他瞬间 被拉扯到棋盘中 而一路追踪他的白猿 在接近棋盘以后 被拉扯一下 就爆发起来 奋力地挣脱出去 头也不回地 朝远方逃顿 没想到 如此简单地 就摆脱了白猿 只不过 这棋盘要如何度过 被拉扯进棋盘的夜商 很快地就发现 众人进入到了一片 混沌的世界 而棋盘上 最为接近他们的棋子 瞬间就划为了一头 巨大的白猿 攻击过来 这头白猿的实力 只有中卫天之尊层次 应该不是刚刚的那头 用神龙之眼 扫了一下 夜商发现 眼前的白猿 虽然样子和刚刚的那头一样 但实力上要差上很多 他说了一句 就开始 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并且 运转 毁天灭地 但这毁天灭地 刚一开启 夜商就受到了反噬 吐了一口血 不好 这毁天灭地 应该不能连续使用 我是真的太过频繁了 吐血的夜商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此时 看到夜商吐血 空间洞天中的婆娑女道 放我出去 让我来对抗眼前的白猿 我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让我也出去应战 休息许久的苏勒 也当仁不让地说道 那就暂时要抗你们了 夜商此时的状态 确实不适合应战 他顿时将两女召唤出来 让她们来对抗 其子化为的白猿 夜商 尽永恒神塔恢复 等夜商将婆娑女和苏勒 召唤出来以后 小七立刻传言给夜商道 好 没想到这毁天灭地的凡事 来得如此严重 夜商说了一句 就进入永恒的十倍空间之中 吸收能量恢复起来 就连婆娑女和苏勒的战斗 都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观看 等夜商服下丹药 并且吸收神塔能量进行恢复的时候 小七说道 以我看呀 那个灭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它的绝学 一会儿还是不要使用了 不知道 这灭的绝学是不完整 还是我施展的太平凡 这佛作用对身体的伤害 实在太大 看来不到拼命的时候 以后不能随意使用了 感受体内遭受的破坏 夜商费力地回应到 他能感受到 当自己连续施展毁天灭地以后 身体里的血液 就像是沸腾了一般 会灼烧其他部位 带来刺痛感 并且 让他的身躯 凝聚不出一丝力量 干脆彻底放弃好了 等我们助你 进阶到天之寸 你再面对迷雾区 或七天一族的高手 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手段 凭借硬实力 应该就已经能够立住了 小七开口安慰道 不知道 我修炼了灭的绝学 以后会不会形成什么因果 修复之中的夜商 继续分析道 迷雾区的三大集尊 一直都是他的假想敌 未来应该肯定会对上 马上要进阶天之寸 他不由地开始担忧以后 不用担心 凭借你的气愿 难道还镇压不住 这么一点小事吗 小七继续安慰道 对 无论是灭 故意给我留下这个绝学 还是怎么样 未来遭遇的时候 我都会将其打败 怀疑灭是故意留下 眼前绝学的夜商 笃定地说道 念头里顺以后 他开始正常恢复起来 第1898集 大概过了十个时辰 他的身躯在永恒神塔之中 彻底恢复过来 而此时 婆娑女和苏雷联手 刚刚将棋子化作的白元击杀掉 连续战斗了一个时辰 两女的消耗很大 均能明显看出疲憊 辛苦两位了 从永恒神塔中走出的夜商 眼见两女消耗巨大 立刻说了一句 小七 在这里战斗 消耗比平时大十倍 若非如此 我们不会如此狼狈 这时候 喘息不太均匀的苏雷 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话 夜商点头道 知道了 这番棋肯定不简单 你们快些进入永恒神塔 回复 剩下的交给我 也只能如此了 苏雷应了一声 就飞进永恒神塔 婆娑女则是看了夜商一眼的 这期盼很不寻常 你要小心 我回答 夜商回了一句 就将永恒神塔变小 携带在腰间 继续往前走 还没等走出百里的距离 她就再次遇到了一个棋子 这枚棋子更为特殊 她竟然在夜商的面前 化作了司空初遇的模样 初遇 虽然夜商心神清宁 没有被棋盘控制住 但她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看到司空初遇的模样 看到以后 顿时就有些感慨 夜商小心 就在夜商稍微有些失神的时候 小琪突然提醒到 因为化作司空初遇模样的棋子 已经对夜商 发起攻击 并且 这攻击十分灵力 直奔夜商的丹田 如果被击中 她肯定会被直接废掉 初遇 你放心 我会尽快解决眼前的困难 回去与你们相见的 回过神来的夜商 看向司空初遇模样的棋子 缓缓说了一句 就将黄金天际钻在手中 挥出一击 来抵挡对方的偷袭 夫君 许久未见 你竟然想要杀我 那就别怪初遇无情了 化作司空初遇模样的棋子 被挡出一招 梅雨剑顿时释放出 无尽的煞气 再次朝夜商打出一击 他打出的一击 像极了司空初遇 曾经试证过的绝许 恍惚间 夜商像是回到了 二人初十 和紫荆兽王战斗的那话 恍然间 那已经是千万年之间的事情了 看向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夜商叹息一声 就用黄金天际打出神之一枪 在用天逆九步 躲过其攻击的状态下 用神之一枪 将他的丹田刺破 夫君 你装技了 然而就在此时 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却是露出皎洁的笑容 取出一柄手刀 朝夜商的胸膛刺去 他丹田位置被刺破 根本就没有像修士那样 直接被废掉 眼前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朝自己刺出一柄手刀 夜商顿时反应过来 对方是棋子所化 和修士不同 很可能没有胆天 幸亏他的身躯够强韧 被刺了一剂手刀 但并没有动穿身躯 好险 夜商庆幸的同时 猛然朝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打出一招 因为双方距离极近 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 硬生生的被轰中 将棋轰飞 夜商算是得手两招 被击中一招 并不算亏 并且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被轰飞以后 身躯顿时变得虚化了一些 很可能是能量有所降低 就在此时小棋传引导 夜商 你能否将其控制住 我们想吸收进来一个这种棋子 哦 你们要这种棋子有什么用 夜商在攻击的同时 疑惑地问道 这棋子不是般不其境 按理说 对于永恒神塔 没有多大的作用 小棋回答道 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 时间之棋子 和修士不太一样 想研究一下 它的能量构成 好吧 我将其倾向 夜商回应完 就再次朝棋子化作的司空初遇 发起攻击 在其压制下 这枚棋子没有抵挡多久 就被永恒神塔吸收进去 将这枚棋子吸收进去不久 小棋就传引导 夜商 果然和我们想的差不多 这棋子 是由极为精纯的能量组成 就好像是雷剑能量身一样 如今 我们已经将其成功转换为能量 这些能量 虽然对于你进阶天之尊没有什么帮助 但却能够帮到苏雷 要不要将能量交给他 让其吸收 交给他吧 他已经彻底归顺我们 夜商没有犹豫 就和苏雷说起这件事 而后 让其吸收棋子化作的能量 将这些能量吸收掉 他距离中卫天之尊 已经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感受着体内能量的变化 苏雷感激道 夜商 谢谢你 我们是朋友 不用客气 对于苏雷 早已经不再隐瞒姓名的夜商 开口回应道 就看向远方道 如今我们需要做的 是离开这幅棋盘 不过 半步寂静的白远 看到这幅棋盘 都能立刻逃走 证明它肯定不简单 你们二人 暂时在永恒神塔之中休息 由我来探路 那辛苦你了 我们尽量快些恢复 婆娑女看了眼夜商 就继续在永恒神塔之中恢复 苏雷则是开始 向中卫天之尊进军 期望突破成功 而后再服用至尊天元丹 和婆娑女一样 直接突破到上卫天之尊 近期 她一直都帮不上什么忙 感觉自行心有些受打击 这个棋盘 在虚空中观察的时候 看起来不是很大 但是进入以后 就变得如同世界一般大小了 开启渗龙之眼 在棋盘之中 行走了两只 没有遭遇一个小事 也没有撞见一个棋子的夜商 看向前方道 听到这话 婆娑女安慰道 按理说 棋盘都是方形 我们一直走 应该会走到尽头的吧 你不要着急 希望如此吧 夜商回了一句 就继续向前走 又过了两日 夜商突然停住身形 因为她看到自己正前方 是三个白色的棋子 等她看清楚棋子以后 这些棋子纷纷开始变化起来 分别变成武灵飞 叶小罗和叶灵天的模样 他们三人正是夜商飞升神界时 被凌云碎掉丹田 看到他们的身影 夜商在刹那之间 有些酸楚 不过很快她就恢复过来 看向化作亲人的三个棋子 道 你们师臣这种手段 根本没有用 动手吧 我们手底下见真招 我明明看到你的眼光中 闪烁着心疼 还说没有用 化作武灵飞模样的棋子 尖锐地说了一声 就朝夜商施展出 冰属性的攻击 她打出的冰黄 看起来和化身以后的武灵飞 有那么一些相似 但仔细看去就会发现 她根本没有真黄的那种神韵 定 冰 分 看到化作武灵飞模样的棋子 打出模仿她的一击 夜商丝毫没有犹豫地 施展出百字真言 而后 手持黄金天际 朝她刺出一枪 黄金天际 轰出的光芒 立刻将对方化作的冰黄击碎 而此时 化作夜小卢模样 和夜灵天模样的棋子 也先后对夜商出手 眼前这些棋子 连续模仿自己的家人 夜商彻底暴怒起来 大吼道 再敢模仿我的家人 我毁掉你这盘破棋 而后再次施展出毁天灭地 疯狂地朝三个棋子攻去 很快就将他们彻底击败 等永恒神塔将三枚棋子吸收进去 转化为能量 被苏勒吸收以后 苏勒顿时冲破瓶颈 进入到中卫天之尊层次 眼见棋盘的虚空上方凝结起雷云 夜商将苏勒放出永恒神塔 到 就在这里堵结吧 我和破素为你互法 好 谢谢你们 苏勒缓缓升到虚空之上 准备迎接雷劫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 夜商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快速朝这边飞来 这个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和夜商战斗过的戒铃 看到戒铃的身影 快速朝这边飞来 夜商大吼道 戒铃 你想做什么 我在逃命 不要阻拦我 此时的戒铃大吼得同时疯狂朝这边飞来 明显是想冲过去 夜商开启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发现确实是有两个男修在追击戒铃 他开口道 过去可以 不要干扰我朋友肚解 没有那个先功夫 戒铃美好气的说了一句 就准备从夜商等人上空飞过 这时候追击着戒铃的一个男修 阴冷的吼道 帮我们拦住戒铃可以给你大量奖励 否则有你们好看 威胁 听到这话夜商没好气道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随后就放戒铃 从他们上空飞过 他虽然和戒铃有过战斗 但不想称人之位 更不想屈服于威胁自己的人 混账东西 敢不出手帮忙 孟河 你先去追戒铃 我斩杀这三个蝼蚁随后就到 而两个男修飞到镜前后 其中一个说了一句 就朝正在妒忌的苏勒打出一场 你这杀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咒 你快一些 否则凭借我自己 不见得能降服激怜 孟河回头说了一句 就看向夜商等人 同情个孝道 能进入露天学院是你们的幸运 但遇见杀人猪清宣 就是你们的悲哀了 随后就继续朝戒铃追去 遇见我们 是你们的悲哀 夜商回应孟河的同时 直接取向永恒深塔 用其抵挡竹青轩的一击 这孟河和竹青轩 和戒铃一样 都是来自院中院 是很难缠的对手 面对他们 夜商自然不会答应 哄 当孟河的一阵 轰击在永恒深塔之上 虚空中立刻发出一声巨响 这巨响直接将苏雷震着吐血 混账东西 好歹多得心思 判断出竹青轩是故意打出这种声响 来干扰苏雷渡劫的夜商 顿时勃然大怒 而此时的竹青轩 则是面带阴沉的笑意 道 我还以为 除了我们三个 没人身上有半步寂静神奇 看来 今日 我这是幸运了 给我拿来吧 吼完 就霸道的伸手去抓永恒深塔 回来 清除此时的永恒深塔 没有酝酿出攻击的夜商 顿时将其收了回来 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并且激活轻锋战将 手持黄金天机 朝竹青轩打出青轩神枪诀 挑虫小技 也敢拿出来献丑 看到夜商还击 竹青轩的脸上顿时露出不屑的笑容 面对黄金天机的攻击 他冷笑一声 就直接拍出一张 想要一张将黄金天机直接拍碎 好强势的攻击 我看你到底能强势到什么程度 黄金天机是天至尊层次的顶级神奇 但竹青轩打出一张以后 夜商立刻感受到黄金天机的颤抖 他清楚 如果让竹青轩一张拍中 那黄金天机肯定会遭受重创 其实想想也是 刚才竹青轩一场拍在半步捷径的永恒神塔之上 根本就没有被镇伤 这足以证明其枪势 于是 在两者行将相撞的时候 夜商木人收回黄金天机 而后将古关取了出来 用古关砸下竹青轩的手掌 轰 这一次对轰 再一次在虚空之中炸裂起来 不过这一次 婆娑女已经守在苏雷的身边 让对方对轰的余波没有再次干扰她 多谢 苏雷传言给婆娑女道了一声谢 就开始继续斗计 而此时 竹青轩那强势的手掌 因为拍在古关之上 而被直接震碎 至于古关的防御层 再次被轰眉离心 眼前这古关 就要失去防御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赖以生存的左手被直接震碎 竹青轩立刻发出一声嘶哑的号叫 不可思议到 这副古关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奇境神器 是你没资格享用的东西 夜商没好气地回应一句 就再次朝竹青轩回武器 黄金天气 而失去左手的竹青轩 如同变成了梅牙的老虎 面对夜商的青轩神枪局 根本就不敢应战 取出身上的半部 奇境神器如意中 在中芒的笼罩下 朝激灵逃走的方向飞 夜商的攻击轰击在如意中的防御上面 根本就没有突破其防御 他清楚 自己应该没有能力将竹青轩留下 也就放弃追击 而飞出去很远的竹青轩 则是咬牙切迟到 卑微的蝼蚁 我们再见面 等我手掌恢复 第一个斩你手机 这是你今日第二次望运 放弃追击竹青轩的夜商 则是冷冷地回应一句 这竹青轩最强的东西 是其左手 他身上的骨关可以轻松用来抵挡 因此他完全不拒对方 不过 想到竹青轩 孟和 借铃三人的实力 他还是有些忌惮的 心头 对付一个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他们三人万一联手 那就不好办了 我们二人都有收获 下面就看你的了 在夜商思索如何应对三人的时候 苏类堵截成功 缓缓从虚空之上飘落下来 进击到中卫天至尊的苏类 身上的气息浓厚了不少 显然是实力有所提升 夜商立刻收回思路 笑道 恭喜你 距离婆娑又进了一步 我们下面怎么走 婆娑女看向夜商说道 她和苏类一样 是真心希望夜商能够进击天至尊 第一千八百九十九集 希望能多得到一些至尊天云弹 我对天至尊是十分渴望的 夜商期许地说道 到了迷雾区以后 她一直是以地至尊层次对战诸多天至尊 目前竹青轩 孟和 介灵等人出现时候 她渐渐开始吃力了起来 需要动用永恒神塔和古关 才能够对这些天才抗衡 她很想快速地突破天至尊 依靠自身的实力与他们一战 这时苏类问道 我们下面怎么走 听到这话 夜商想了一下说道 孟静 肯定是在我们之前探索过死地 知道一些什么 她走的方向应该是安全的路 我们跟住他们 可是否能够离开眼前的期盼 嗯 这样看似危险 但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是不错的选择 婆娑女等夜商说完就赞同地说道 而后 她和苏类并肩 跟在夜商的身后 一起朝竹青轩 孟和 介灵等人前进的方向飞去 跟在三人后方 静止走了一个时辰 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棋子 几人确认 夜商的判断是正确的 只不过 随着继续深入 周遭的幻境开始变得越来越长 黑暗的迷雾越来越重 到后来 不开启圣龙之眼 就连棋盘都已经看不清楚 虽然这里面没有任何棋子 但众人走得很缓慢 走了一会儿 苏类开口说道 那介灵是想通过眼前的迷雾 甩脱竹青轩和梦和 但我们无法确定 一直向前是不是出棋盘的路 还要继续跟着深入吗 我们远路返回 应该有离开棋盘的路 因为吉林曾经经过棋盘又抽取过 但我们从那里离开 就相当于离开古迹 夜商分心里下说道 我们的目的 毕竟是要寻找至尊天元丹 以及其他的资源 眼前没有回头的道理 也是 那我们继续吧 苏类点头说道 对于至尊天元丹 他还是十分渴望的 这时夜商同婆娑女讲道 婆娑 在这迷雾之中 动用童鼠消耗很大 我们交铁来带路吧 相帝 应该可以找到前路 好 你刚刚战斗过 先恢复 由我来带路 婆娑女说完 就用数眼巡路 夜商和苏类并肩 跟在其身后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迷雾之中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遭遇攻击 三人都很警惕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而此时 在这么浓厚的迷雾之中 他们已经跟不上 前面的三人 不知道竹青轩 孟河 杰林等人 去了什么方向 也就只能按照 自己的感觉 一直前行 在迷雾之中 走了三天三夜 夜商和婆娑女 交换了十几次 他们依旧 没有走出期盼 第四天 婆娑女正在带着路 突然停下脚步 传音道 注意 我看到了借林 他在我们的正前方 好像是 在和什么对战呢 我看看 听到这话 夜商立刻 运转神龙之眼 朝前方看去 顿时就看到 前方的借林 正在和一个中年 南修对战 双方战斗的 有来有回 借林微微处于 被动之中 但没有露出败想 至于竹青轩和孟河 倒是没有出现 我们要怎么办 做山官虎斗 还是直接出手 观看着的婆娑女 询问夜商道 不着急 我们再看看 观战的夜商说了一句 就继续观看起二人的战斗 此时 他分辨不出眼前的中年修士 是由妻子所画 还是真正的修士 在夜商和婆娑女的关注之中 中年南修开始逐渐的扩大自己的优势 但在被动的情况下 借林木然取出 他的半部寂静神器 镇天锁 趁着中年南修大意 直接用镇天锁将其重创 瞬间逆转战局 最终成功将其击杀 等借林将南修击杀以后 夜商发现 这南修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是由妻子划成的 他心中暗道 看来 到了眼前这里 还是不能彻底独绝危机 看了这么久 不现身吗 就在夜商私存的时候 借林突然看向他这边 你想一战吗 我们奉陪 借林喊了一句 婆娑女立刻回应道 是你们 借林小声嘀咕了一句 二后道 我想和你们三个合作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想怎么合作 婆娑女询问夜商的意见以后 开口问道 你们承担我的眼睛 我来负责战斗 我们得到的东西 五五分成 想了一下 借林缓缓说道 你就一个人 想要五分成 未免有些狮子 大开口吧 这种合作 我们不愿意 婆娑女听到借林 想要五五分成 顿时不屑地回绝过去 我要整座 古迹的地图 你们与我合作 是占了莫大的便宜 如果不是看你们有童树 我连话都懒得和你们说 听到婆娑女的话 借林有些不悦地说道 原来你有古迹的地图 怪不得能够在这气盆中 随意穿梭 隐意穿听到地图 才开口道 如果你想合作 我们可以谈一谈 你们想要多少 隐林直接了当地问道 他清楚自己身上的地图 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 隐意穿等人 没有拒绝的道理 你一个人 我们三个人 你占四成 我们每人占两成 这样合作公平些 隐意穿想了一下 回应道 他和借林战斗过 此时说出这样的价码 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听到这个数字 借林沉吟一下说道 四六分成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婆娑女宁媚道 我的条件就是 你们要帮我击杀 周青轩和孟和 我和他们有不共在天之仇 借林语气嘶寒地说道 如果在寻找的路上遇见 我们会帮你出手对抗他们 但农府其实啊 要看实际情况 听到这个条件 夜商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道 相对来说 竹青轩 孟和和借林 其实都是一样的 人品都比较一般 但目前 他们没有古迹的 真正地图在手 确实需要 暂时和借林 划干戈为预谱 见夜商答应下来 借林开口道 既然这样 我们立下天道誓言 他清楚 夜商不好对付 想要得到他的童树 基本是不可能的 也只能是 退而求其次 好 我们立下天道誓言 夜商带着婆娑女 和苏雷 走到借林身边 先后立下天道誓言 很好 等夜商等人 发誓完毕 借林开口说道 你们记住地面上的纵横印记 我们眼前需要做十二纵七横 可以到达棋盘的出口处 迎来和棋胜的战斗 只要将棋胜击杀 我们就能得到脚下的棋盘 并且离开此处 这是古迹中的第一个大机缘 第一个大机缘 这古迹之中 有多少大机缘 夜商听借林那样说 立刻开口询问道 我们虽然是合作关系 但是我绝对不能告诉你 具体有几个大机缘 只能说 绝对不是一个 借林看了夜商一眼 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慢慢探索 借林这样说 夜商觉得可以理解 于是没有继续往下说 这时借林说道 我手中的地图 来自姬萱副院长 竹青轩和梦河手中的地图 则是来自另外两个副院长 一会儿我们找到齐胜 与其战斗起来 一定要速战速决 争取赶在他们到来之前 就将齐胜解决掉 按照你这么说 齐胜按照地图就能够找到 那还需要我们的同书做什么呢 朝齐胜所在位置前进的时候 夜商疑惑地问道 你们自然是有用处的 齐胜的速度非常快 在迷雾之中 我很难捕捉到他 杰林解释一下就说道 如果你们的同书帮忙 将齐胜锁定 我对战起来 才有胜利的机会 我虽然有一些同书 但并不以此见证 这时 夜商看了杰林一眼 问道 那朱青轩和梦河 是否会同书 他们两个的同书 要比我强上一些 但是和你们两个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杰林对此没有隐瞒 直接开口回应道 好 既然事情了解得差不多 那就由我来带路 你们更好了 等杰林说完 婆娑女说了一句 就加快速度 在婆娑女带路的情况下 苏勒心声道 你能不能将其胜的 这些情况讲解一下 必定知笔知己 百战不殆 但我们对其根本就不了解 哦 我正准备说这件事呢 杰林应了一声 说道 骑胜 其实就是这棋盘孕育出的 气灵 有半步极境的修为 他的身躯 是用棋子打造成的 在战斗的时候 可以分裂出 一百零八枚棋子 很不好对付 一个棋子就这么强 他真的化作一百零八个 那我们要怎么对付 想起叶山和棋子 战斗的画面 苏勒 您没问到 是啊 如果他化作一百零八个棋子 有我们的实力 恐怕不太好对付吧 叶山是和棋子 亲身战斗过的 自然知道那些棋子的战斗力 以及鬼魅的能力 放心 我们怕的不是他分裂 而是怕他不分裂 戒灵 颇为自信地说道 对啊 如果他分裂为一百零八个棋子 你正好可以试着血脉绝许 这时 叶山想到了戒灵 可以无限召唤甲虫和灵虫 顿时赞同地说道 正是这样 我不怕消耗 只怕我们的攻击不够强 无法轰破其胜的防御 戒灵点头说道 而后他传音给叶山道 战斗的时候 他们两个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 我希望你能尽力 我既然答应 暂时与你合作 就一定会尽力 那我希望 你也不要有所保留 叶山听到戒灵的传音 立刻回应道 那是自然 戒灵回了一句就不再多言 安心跟在婆娑女的身后 而在婆娑女的带领下 四人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来到了其胜所在的禁地 站在禁地入口处 戒灵看向叶山道 你和你的朋友会不会布置阵法 以防竹青轩和梦河的偷袭 我们最好在入口处布置下防御阵法 略动一二 叶山回应的同时 立刻取出材料 布置其五牛阵 他清楚 竹青轩和梦河都不是简单人物 一般的还阵 对于他们来说 肯定起不到任何效果 很好 你这个阵法 看起来很不简单 戒灵说了一句 就同样动手布置其阵法 叶山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发现 戒灵布置的阵法同样不凡 看起来完全不次于五牛阵 只不过 看了一遍 他并没有将其学会 因为这个阵法太过复杂 好了 我先进 你们跟上我 其胜的名字 听起来像是世外高人一样 但实际上是极为狂躁的 你们要小心 戒灵敲待一句 就率先进入其胜禁地 等叶山带着婆娑女和苏丽 进入以后 顿时发现 眼前是一片浓厚的迷雾 在这种环境下 即便是叶山 也难以看清楚 最深处有什么 怎么样 你们的头数 能看到多远之外 颤定以后 戒灵看向身边的叶山 和婆娑女 询问道 我能看清百丈距离内的一切 超过百丈 根本看不清楚 婆娑女没有隐瞒 将能够看清楚的距离 说了出来 叶山用神龙之眼 看了一下 道 千丈左右 能看清千丈 能看清千丈 一会儿站到起来 你负责指挥 我们配合你 与其胜作战 我们都和瞎子一样 火索女 也不例外 戒灵听说 叶山能够看清千丈的距离 顿时兴奋起来 说了一句 就绽放出身上的杀气 道 这里只有七胜一个 我们不需要担心其他 上吧 七胜 大概在什么范围 戒灵说完并没有向前走 叶山开口问道 他有可能出现在 这片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 具体在哪里 需要你来发现 戒灵传音道 好 那你们跟紧我 我们随意在禁地之内走动 看能否将其引出来 叶山说了一句 就率先走在前面 不过 他一直控制着速度 以免将三人甩开太远 等四人在禁地之中 走了大概十些以后 悠然 戒灵数人传音道 大家小心 我能感觉到 在被人窥视 其胜应该是在审视我们 很快就会出手 我也感觉到了 苏蕾 你不是长头说 争斗起来 不要离我太远 同样能感觉到 其声其息的叶山 直到战斗星将打响 贴醒苏蕾一句 毕竟在场的四人之中 苏蕾的实力是最弱的 听到叶山的话 苏蕾立刻回应道 我会注意的 来了 苏蕾的话音刚落 叶山就看到远方飞来上百个黑白色的棋子 他立刻提醒道 这棋手是直接以分裂的状态来战斗的 大家小心了 是吗 那正好 听到这话 戒林立刻化为本体 开始召唤甲虫和灵虫 第一千九百集 一群蝼蚁 也敢打本座的主意 都给本座去死 戒林刚刚化为本体 其声浑厚凶恶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跟随着声音到来的 是整整一百零八个黑白相间的棋子 这些棋子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叶山对战过的那些差不多 飞到四人身前以后 他们全部都化作修士的模样 其中 男修和女修的数量差不多 整整一百零八个 中尾或尚未停止村 大家准备应战 等化作修士的一百零八个棋子攻击过来 叶山将他们的方位全部都抱了一遍 并且让众人注意 他自己则是开启了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朝这些棋子连续打出自觉降低他们的锁定 虽然戒林正在无限的召唤甲虫和灵虫 但这种召唤需要时间 还需要他们三个人暂时拖住 在叶山打出真言术的时候 苏勒直接化身瑜伽 朝袭来的诸多气息 喷头出炙热的火焰 而婆娑女则是召唤出千换眼 用三千黑洞不停的发起攻击 在苏勒和婆娑女 施展大范围的攻击绝学以后 夜叶山独自挡在最前方 抵挡冲过来的第一个秀士 同时催促大 锦灵你快点 我们支撑不了多久 放心 虽然我召唤甲虫和灵虫需要时间 但镇天锁会帮你们战斗 说话间 戒灵就召唤出半步寂静的镇天锁 让其对化为上百凶事的齐胜 轰出凶猛的一击 啊 竟然有半步寂静神器 散 眼间戒灵砸出镇天锁 齐胜立刻控制自己的108个分身 分散躲避这一击 只不过 这镇天锁的攻击覆盖的范围很大 虽然齐胜控制诸多分身逃得很快 但还是被镇天锁砸中了五六个分身 这些分身被镇天锁砸中 立刻化为虚无 消失在虚空之中 该死 伤我元气 你们都会被折磨致死 一上来就损失掉了好几个分身 齐胜立刻暴怒的好道 而后 剩余的一些一百左右的棋子 变得更加的凶狂 纷纷朝夜商等人袭来 不好 这种攻击我们跌弹不住 你们两个躲到我身后 我也需要动用半部寂静神器了 几十个疯狂的天至尊朝这边袭来 夜商立刻将苏雷和婆娑女 搅到身后 然后取出永恒神塔砸了出去 夜商召唤出来的永恒神塔 虽然没有爆发攻击 但毕竟是半部寂静神器 硬度也是十分了得 被棋砸了一下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修士 顿时就被砸成了一股青烟 什么 你竟然也有半部寂静神器 看到夜商也丢出半部寂静神器 奇圣顿时惊呼一声 就在此时 戒灵召唤出的甲虫和灵虫 已经铺天盖地地朝剩余的棋子袭来 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 看到戒灵召唤出数不过来的甲虫和灵虫 奇圣能哼一声就将分散的棋子 全部集中在一起 化作了一个清虚如释的模样 这就化作本体了 我们还没怎么用力呢 眼见奇圣化为本体 气息瞬间飙升 戒灵立刻嘲讽一句 死 云和 阵神 被瞬间激怒的奇圣 立刻朝戒灵打出一枚白子和一枚黑子 戒灵小心 左前发 白子 七百张 正前发 黑子 七百五十张 速度极快 肉眼难以捕捉 眼见奇圣朝戒灵发起攻击 利用神龙之眼观察的夜商 立刻提醒道 收到 得到提醒的戒灵 立刻控制着漫天的甲虫和灵虫 挡在自己身前 奇圣打出的白子和黑子 虽然速度极快 并且攻击力很强 但在击杀上百个甲虫和灵虫以后 还是被消耗掉所有能量 消失在虚空之中 你半步极尽的高手 就这点本事吗 将白子和黑子低等住的戒灵 继续嘲讽道 不用刻意乐仇恨 我们一同作战 清楚戒灵故意拉仇恨 是想让奇圣一直对他发起攻击 眼神立刻传音道 除了你手上的神塔和古关 你们没有办法抵抗住他的攻击 你充当我的眼睛即可 戒灵说了一句以后 就控制万千甲虫和灵虫 朝奇圣破局 事实上 以他的本体来说是同样接不住奇圣攻击的 但他有大量的甲虫和灵虫可以消耗 想用这些慢慢的消耗奇圣 等将其消耗的差不多 在最终将其击伤 这时候夜伤则是摇头的 你低估脸前的奇圣 我能感觉到 他的气息十分强大 不是你一个人能轻易对抗的 哦 他和我感知的不一样 听到夜伤的话 戒灵疑惑的问道 他用神魂之力感知的奇圣 并不是十分强大 他要比你感知的 强大至少十倍 并且心智也不简单 如果我没有猜错 刚刚他将自己 裂成了一百零八个棋子 是在试探我们的实力 发现我们有两个半部寂静神器 他根本没有产生畏惧 证明肯定是有一阵之力 夜伤缓缓说道 他用自己的神魂之力 感知到的奇圣 和用圣龙之眼看到的气息 也有不同 很显然 这奇圣是故意在压制了 自身的气息 好 那我们并肩作战 不过 若是真如你所说 我建议你将苏勒和婆娑女 召唤进空间洞天 他们挡不住奇圣的随意一击 留在外面 没有用 借铃听到夜伤的话 顿时警觉起来 同时提醒道 苏勒 不前来说 你的实力最弱 进入到我的空间洞天 这时候 夜伤将苏勒召唤进空间洞天 就将永恒神塔 交到婆娑女手上 道 婆娑 你来教育永恒神塔 与我们并肩作战 好 结果永恒神塔的婆娑女 有些激动地说道 她没有想到 夜伤竟然如此大方 将半部洁净神器 借给她使用 分神了 受死 聚合 天杀 就在此时 骑上见到婆娑女的心神有所波动 立刻朝她打出两枚黑子 这两枚黑色的骑子 速度超越夜伤以往见到的任何攻击 想要提醒婆娑女都来不及 情急之下 她取出古怪 挡在其身前 这是棺材形状的神器 是随身带给自己的吗 原本准备偷袭 击杀婆娑女的骑生 看到夜伤竟然取出一个古怪 挡在身前 顿时有些错 她还从未见过 有人用棺材作为神器的 因此 有些搞不懂眼前的套路 不过呀 还是独舍地嘲讽一句 反正你配不上她 面对骑圣的嘲讽 夜伤不屑地回击道 不等骑圣再次开口 他打出两枚黑棋子 就轰击在夜伤取出的古怪防御上 被两枚棋子轰击 古怪外围的防御层 再次变淡了一些 不过 骑圣的攻击和其他人的攻击一样 还是没有彻底穿透古怪的防御 这个棺材有点东西 以后就是我的了 出一道古怪连防御都没有被击破 就挡住了居和天煞的攻击 骑圣感兴趣地打量起来 准备将其占为己有 虽然你今日就要陨落 但是我们可不准备给你 用这么好的古怪 你还是灰飞烟灭的好 眼见骑圣对古怪有兴趣 骑灵业余一举 就用震天锁砸出一击 同时燃烧起天赋血脉 正状态提升至最强 彻底激活血脉之力以后 骑宁在刹那之间 已经接近半步激净的气息 此时 他传映给夜商和婆娑女道 我不能长久停留在眼前的境界 你们二人同时用半步 激净神器攻击骑圣 配合震天锁 让其无暇塌顾 我负责击杀 你有击杀他的能力 听到这话 婆娑女疑惑地问道 你和他负责牵制就好 其余的不用多问 剑灵说了一句 就直接飞到虚空之上 差不多飞到云端的位置 才停下来 而此时 骑圣刚刚躲避开震天锁的攻击 对于半步激净神器震天锁 骑圣是不敢大意的 上 眼看骑圣躲避过震天锁的一击 夜商没有犹豫 用骨罐直接砸了过去 好 婆娑女见夜商没有怀疑近铃的话 立刻沟通永恒深谈 让其配合自己 对骑圣发起攻击 因为没有得到夜商的意见 永恒深谈没有爆发 刚刚酝酿出的攻击 而是变大 撞击向眼前的骑圣 你们这些蛮蚁 想要一粒降食会吗 连续被轰击 骑圣顿时有点焦头烂 判断了一下 他选择避过谷关 对永恒深谈发起攻击 当诸多骑子轰击在永恒深谈上以后 顿时就将其震的飞了出去 将永恒深谈短暂的震退以后 骑圣冷冷的看了眼婆娑女 就深情一闪朝她攻去 她以前的攻击 基本上都是运用棋子爆发出来的 此时则是真身载动 面对真身携来的半步接近高手 婆娑女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召唤永恒深谈来跌挡 不过此时的永恒深谈刚刚被击飞 根本就来不及救援 就在此时 震天锁突然出现 猛然砸在 骑圣飘忽的身躯之上 谢谢你 等震天锁砸在 骑圣身躯上以后 夜商立刻传言给介灵 向她表示感谢 因为在升空的同时 介灵将震天锁的控制权 交给了夜商 正是她控着震天锁 将骑圣鸡飞 救下婆娑女一命 不用客气 毕竟我们暂时是盟友 你们两个速退 这时候 介灵木然传言给夜商道 速退 你准备放弃攻击了吗 夜商一问道 按照她的理解 介灵应该需要酝酿很久 听到这话 介灵回应道 是的 我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此时必发 你们快夺 好 知道了 夜商应了一声 就传言给婆娑女道 婆娑 进入我的空间洞天 好 婆娑女听到夜商的传言 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就立刻进入空间洞天 夜商则是将谷关和永恒生塔 都收取回来 施展天秘九步 和骑正拉开距离 同时告知介灵骑声的位置 不用 我已经将其锁定 他逃不掉了 虚空中的介灵 回应一句 就突然化作一条燃烧着火焰的巨龙 从虚空之上飞了下来 速度之快 甚至要超过骑声 原本想要追击夜商的骑声 发现介灵以后 顿时眉头一皱 就在原地 绽放出浓重的黑色阴韵 被这种黑色阴韵包围住 骑声的气息瞬间 就提升了差不多十倍 而后吼道 君灵怀乱 刹那之间 就化身为一枚巨大的棋子 朝虚空之中的介灵 撞击过去 来得好 眼见骑声 施展绝招朝自己装来 骑灵大鹤一声 就选择与其硬碰硬 等二人相撞以后 附近的虚空 顿时炸裂起来 利用天力 久不不停逃顿的夜商 甚至都被一下轰击出去 身体失控地漂浮出去 骑灵的攻击 也太过强悍了吧 空间洞天中的婆娑女 看到借灵和骑声对撞以后 竟然带来如此大的余波 顿时震惊到 在其身旁的苏雷同样惊扬 因为这种攻击程度 已经完全超越了 尚未天至尊层次和半步 寂静不相上下 他们对红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你们两个出去照顾几例 我来将骑声击杀 过了一会儿夜商站起身来 观察了一下 顿时发现 谢灵受伤很重 而骑声也已经奄奄一息 顿时将苏雷和婆娑女放了出来 不用管我 你们三个全部出手对付他 不能给其喘息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气息十分虚弱的借灵开口好道 好 那你坚持住 苏雷说了一句 就化身为羽家 朝奄奄一息的骑声发起攻击 婆娑女也是如此 直接对骑声示证出万恶降临 而骑声和借灵对轰以后 受到的伤害非常大 面对苏雷和婆娑女的攻击 根本就没有躲避 连续被轰住 快 快将其击杀 外面来人了 这时 借灵急迫地喊了起来 而在此时 原本已经奄奄一息 甚至没有还手之力的骑声 身上的气息开始 一点一点增加起来 来的两个 很可能是孟和和朱清炫 我们确实要快信 夜商说了一句 就施展出毁天灭地 打出神之一枪 在夜商打出神之一枪的同时 他传言给小五道 打出刚刚酝酿出的一击 注意 不要打骗 你们这一击是关键 放心 被永恒神塔锁定的敌人 还没有能躲避过攻击的呢 小五回应了一声 就控制永恒神塔 朝骑声打出攻击 等到神之一枪 轰击在骑声身上的时候 这后发的一击也随之到 轰 一声 骑声的身躯被重装得十分严重 只不过他依然没有被击杀 外面的孟和和朱清炫 破绽的能力很强 此时用密宝将机灵布置的阵法破开 他顿时变得更加焦急 毕竟这种状态下的几人 根本就不是孟和和朱清炫的对手 他们就算是得到骑声的棋盘 也需要快速离开 这骑声的生命力 实在恐怖了一些 回应骑铃一句的夜伤 则是在动用 三十三天战斗密法 和毁天灭地的状态下 燃烧起血脉之力 尽全力再次 朝骑声打出一击 在骑声气息渐渐恢复的状态下 再次给其冲撞 与此同时 永恒神塔也在骁武的控制下 连续朝骑声猛砸 但被这样攻击 骑声却依然没有陨落 这顿时让剑铃十分着急 他朝夜伤喊道 快 快动用你那个古官 凭借你本身的力量 是无法将其击杀的 好 也只能这样了 其实不用剑铃提醒 夜伤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他没有犹豫 直接取出古官 猛然地朝到底的骑声发去 第1901集 被这古官一砸 骑声原本恢复的气息 顿时再次被压制下去 而后夜伤又用古官连续砸了两下 最后一击砸下去以后 骑声终于被击杀 等骑声被击杀以后 他们脚下的棋盘顿时猛烈颤动起来 而后冲天而起 在众人眼前逐渐化作一尺尖方的忧虑棋盘 这个宝贝 是半波寂静中的极品 有紧接寂静的可能 我们一定要争取过来 打量了一下虚空中漂浮的忧虑棋盘 小武立刻开口说道 作为神器 他能够感觉出忧虑棋盘的不凡 我们还是先逃走 在研究如何分配战礼品吧 这时 夜双说了一句 就传言给戒灵道 我和朱清炫 马上就能破掉我不止的阵法 如果你相信我 就进入我的空间洞天 我带你离开 我相信你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戒灵说了一句 就和苏雷婆娑女一起 进入到了夜双的空间洞天之中 夜双则是将忧虑棋盘收取 而后询问道 静灵 我们应该往那边走 朝古迹里面走 我们前方应该是一片死寂之海 穿过死寂之海 我们就会进入第二大机缘所在地 静灵有些虚弱地回应道 死寂之海 里面有没有危险 夜双施整天一九波的同时 继续询问道 听到这话 戒灵回应道 死寂之海 虽然听起来像是里面 禁忌一片的样子 但实际上 里面有无数的凶兽 只不过这些凶兽 都是死寂之物 我懂了 死寂之海中都是恶灵 是吧 夜双听戒灵这么一说 顿时明白里面是怎么回事 是 并且里面有不少半步寂静的恶灵 这些恶灵 大多是三大院长亲手击杀 然后将其尸身丢到死寂之海的 戒灵开口解释道 听他这么一说 夜叶上疑惑地问道 眼前的古迹 不是刚刚出事吗 为何你知道的这么多 对于学院中的很多人来说 这古迹是第一次出事 但是对于三位副院长来说 并非如此 戒灵笑着解释一句 而后名字您中道 对了 其圣禁地告破之后 迷雾也将随着消失 我们需要快点逃进死寂之海 进入到死寂之海之后 和身处迷雾之中一样 需要同数看路 那样我们就暂时安全了 好 我今天快些 回应一句的夜双 说完就再次提升速度 只不过 这一次他将速度提升以后 顿时又受到 毁天灭地的负面影响 猛然吐出一口血 夜双 你怎么了 看到夜双吐血 苏雷第一时间传音问道 有时是这毁天灭地太平凡 早受到凡事了 不过没有答案 我还能坚持 毁了苏雷一句的夜双 不理会凡事带来的疼痛 迎人快速朝死寂之海的方向飞 这时 借铃说道 你这种状态 比我强不了多少 还是让震天锁带着我们飞吧 虽然速度不如你快 但是能让你找到机会恢复 怎时不要 我再甩开一些距离 夜双回应一句就不再开口 专心用天逆九步赶路 在赶路的过程中 他对自己施展出极自觉 让速度进一步加快 等飞行了一个时辰以后 夜双开口道 我们都进入到永恒神堂之中 他的速度应该比震天锁快升线 也好 听到这话 借铃稍微沉默了一下 二后迎声道 夜双没有使用震天锁 让他有些疑问 不过进入永恒神堂以后 他就发现 永恒神堂的速度 确实不是震天锁可以比拟的 就放下心来 恢复起来 而此时的梦河和 竹青轩 也彻底将夜双布置的 五牛阵破开 将阵法破开 进入到其胜禁地 看到眼前的一切 梦河对谁怒道 该死 上那个贱女人 站着陷阱 他应该往里面去了 我们快一些 说不定能追上 梦翔不用激动 他一直往里走 早晚会被我遇见 我们只要将其击杀 既然还是我们的 竹青轩眼见梦河暴怒起来 顿时阴冷地说道 说话的感觉 就像是一条 盯着人的毒蛇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不想让他快活太久 此时 他肯定是赶往死机之汉 我们快点追 梦河一脸不爽地说道 他和竹青轩联合到一起 竟然被借铃抢先 就让他无法接受 自尊先也有些受打击 既然你想加速快点追 不如将苏泽副院长 赐予你的龙天舟取出 要知道 平时我们的速度 可远远比不上戒铃的 不依仗龙天舟 想要在进入死机之汉之前追上他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梦河说完 竹青轩就提出建议道 你怎么知道苏泽老师 将龙天舟赐予我了 听到这话 梦河立刻紧急地看向竹青轩 竹青轩则是笑道 你不也清楚 南宫和老师将子血流离杯 赐予我了吗 好吧 梦河皱了皱眉 将竹青轩所说的龙天舟取出 等二人踏上去以后 梦河提醒道 目前我对龙天舟教育的还不到位 不能完全发挥几速度 文丁星也叫我一般 你小心些 别摔下去 一个神器而已 还用你亲自教育 竹青轩疑惑地说道 梦河在启动龙天舟的时候解释道 龙天舟没有麒麟 需要修饰分出一缕神魂来亲自教育 教育的难度相当之大 而后他就带着竹青轩飞到虚空之上 朝死寂之海的方向飞行 死时的夜商等人正在永恒神塔之中 被其带着飞行 相比于速度渐长的龙天舟 永恒神塔在速度上肯定是相形建筑的 飞行了大概一个时辰 他们就被龙天舟追上 看到前方飞行的永恒神塔 梦河顿时疑惑道 本不及静的塔形神器 激凌什么时候得到的 还是说塔里的人不是激凌 除了激凌 根本没有其他人还有古迹 如此深处的地头 不是他还能有谁 站在龙天舟上观察了一下永恒神塔 竹青轩开口说道 而此时 在永恒神塔之中 看到二人追了上来 借铃沉声道 不好 他们乘坐的是苏泽副院长的龙天舟 速度比我们快很多 我们不到死寂之海 肯定甩不开他们 按照现在的速度 还有多久能到死寂之海 同样看向梦河和竹青轩的婆娑女 宁媚问道 刚刚我和夜魔说了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如今我们站 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速度又低不过 情况有些严峻 激凌皱眉看着外面的 梦河和竹青轩问道 不过 若是这永恒神塔够坚韧 我们完全可以隐藏其中 不出去 天旨在层次的攻击 肯定是能解下的 但梦河和竹青轩和你一样 都拥有半部寂静神器 如果他们用半部寂静神器攻击 那永恒神塔肯定扛不住 夜叶商说了一句就说道 目前看来 我们最好的选择 是选择迎战 这种选择 最起码比被动还大好 可是你我都有伤 他们二人实力又不足 想要抗衡梦河和竹青轩 完全是痴人说梦啊 借灵愁眉不展地说道 他很了解外面二人的实力 也很清楚他们四人的战斗力 两人对比之下 觉得眼前这事简直是陷入死心 苏勒看向借灵 道 战 我们可能会败 也可能获胜啊 比座椅带币强 我知道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取胜的机会 外面的两个人 我比谁都了解 借灵有些绝望地说道 这是 夜叶商开口说道 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 如果用绿旗盘有用 或者能够拿出 十枚之尊天元丹 我们都能逆准去试 你想用十枚之尊天元丹 紧接到天之尊 这个想法不错 但我身上只有三枚 根本就不够用 借灵说话间 就将三枚至尊天元丹取出 递给夜双道 你试一试 看看能否用这三枚至尊天元丹 紧接到天之尊 我来研究幽绿旗盘 我们能得到幽绿旗盘 功劳最大的是你 这幽绿旗盘 你拿去吧 至于以后再得到好东西 我们优先获得 你没意见吧 夜双将幽绿旗盘递出 同时说道 有没有以后都不一定 我能有什么意见 结果幽绿旗盘的借灵 宁没说到 说完以后 他就研究起幽绿旗盘 到底该如何使用 而此时 永恒神塔外面 梦河和竹青轩叫阵了一会儿 却没有借灵出现 已经对永恒神塔发起攻击 永恒神塔则是在小五的控制下 躲避起二人的攻击 当二人发现天至尊层次的攻击 根本无法对永恒神塔造成伤害以后 各自取出半部寂静神器 对着永恒神塔开始的狂轰乱战 在永恒神塔之中的苏勒和婆苏女 虽然着急 但根本帮不上忙 齐恶灵在十倍速的帮助下 研究忧虑期盘 这时候 夜生传一个小气道 我服用三枚至尊天元弹 应该不能够进击天至尊的 你们能否将独角彻底吸收 转化为能量 助我进击天至尊 我们一直在吸收独角的能量 也转化了不少 但应该不足以支撑你进击到天至尊 小气立刻回应一句 试试再说 夜生说了一句 就将三枚至尊天元弹吞服下去 这至尊天元弹效果来得快 他很快就彻底吸收 按照夜生的判断 此时如果再有四五枚的至尊天元弹 他就能够进击到天至尊 但他们身上根本没有 于是 他只能吸收起永恒神塔提供的能量 可快速将永恒神塔提供的能量吸收掉 还是差大概两枚至尊天元弹的能量 此时 借灵突然询问道 夜魔 你还需要多少 能进阶天至尊 我似乎想到了办法 他根本没有研究出忧虑棋盘 到底该如何使用 开始琢磨其他方法 两到三枚 应该就差不多了 夜生判断一下 他这边话音刚落 永恒神塔就遭遇到猛烈的攻击 这一击 是竹青轩动用半部神器 紫血流离碑发出的威力极大 差点将永恒神塔轰得接体 很显然 如果再被其攻击下去 永恒神塔肯定会支撑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 借灵说道 我有办法 可以解决眼前的难关 这应该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我可以帮你进阶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答应你什么事 夜商疑惑地问道 我需要消耗血脉之力 才能够帮你进阶到天之尊 你也会因此得到一部分 借灵血脉的力量 我要你对天发誓 离开此处古迹之后 再不动用借灵血脉 如为此事 神魂俱灭 借灵面色凝重地开口说道 血脉之力 无论是谁来说 都是禁忌存在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绝对不会用血脉之力 帮助夜商禁忌 听到借灵的话 夜商沉声道 我发誓 只要不是你开口要求 我都不会施展借灵血脉 如为此事 天主顶面 好 事不宜迟 下面我就用借灵血脉 祝你进阶天之尊 希望你进阶天之尊之后 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借灵说了一句 就看向夜商道 事关借灵一族的秘密 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回避 借灵说完 苏雷就回应道 婆娑女自然也同意 而后 夜商和借灵 进入到了小五个处的空间之中 进入以后 借灵就召唤出了体内的一些 借灵血脉 将其凝聚成了一滴 指甲大的血滴 控制着血滴 飞行到夜商的身前 说道 割破自己的心脏 将这滴 借灵之血 滴入进去 夜商应了一声 没有犹豫 就取出了一柄匕首 割破心口 在心脏上面 划出了一条口子 将借灵之血 滴入进去 等夜商的心脏 开始吸收着 借灵之血以后 他顿时就感觉到了一阵 难以承受的疼痛凶猛的吸来 随后 一股结起精纯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 轰然炸裂开来 一瞬间 夜商就感觉全身一震 感觉到隔阂 被冲破的快感 天之尊 我终于进阶天之尊了 除了世间超脱的那些存在 不再需要夸 间接与人作战 进阶天之尊以后 夜商感受了一下自身 发现自己强大了很多 这种提升程度 甚至不能量化 基本上 此时的他 能战胜十个曾经的自己 而且不费什么力气 这还是在他 没有战胜雷杰能量身的情况下 金灵 谢谢你 下面我会在雷杰到来之前出去一展 省得雷杰和他们撞到一起 不好对付 夜商估算了一下 雷杰能量身 大概需要三天左右才会正式降临 准备先将眼前的难关度过再说其他 好 我很快就能恢复 不会让你独自战斗太久了 减连保证了一句提醒他 梦河和朱青轩 实力不赐于爆发权力的我 你要小心 谢谢 我知道了 夜商回应一句 就在永恒神塔摇摇晃晃的状态下 飞了出去 你是什么人 减连的属下 看到夜商从永恒神塔之中飞了出来 梦河立刻冷漠地呵斥一句 我是永恒神塔的主人 你们连续攻击我的神器 吃笔账 现在该算一算了 夜商释放神魂之力 查探了一下梦河 又查探了一下朱青轩 冷冷地说道 他们二人连续动用半部寂静神器 轰击永恒神塔 这已经触碰起底线 嘿嘿嘿 好大的口气呀 就凭你刚刚进去天之寸 还没渡过雷劫的修为 就想以一己之力 挑战我们两个院中院的强者吗 听到夜商的话 朱青轩立刻嘲笑道 梦河则是被彻底激怒 道 小子 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是不是戒灵的人 敢如此挑衅我们二人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还有什么遗言 赶紧说吧 难道你们两个院中院的高手 就只会攻击不能还手的神器 以及打嘴证吗 二人说完 绽放出自身神语的夜商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话一出 梦河和朱青轩全部大怒起来 口出狂言 让你尝尝直接被秒杀的滋味 朱青轩大吼一声 就用悬浮在肩头的紫雪琉璃杯 打出了半步寂静的攻击 你的神器攻击不过如此 夜商用神龙只眼观察的同时 开启33天战斗秘法 并且施展出天意九步进行躲避 这紫雪琉璃杯的攻击虽然凶猛 但打出的光芒速度没有一声快 直接落空 轰击在远处的山峰之上 什么 速度竟然快过 半步寂静神器的攻击 眼见夜商轻松地躲过 紫雪琉璃杯的一击 朱青轩顿时变色 因为这紫雪琉璃杯 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之一 夜商能轻松躲过 证明夜商有和他对抗的自伴 一个刚刚进阶到天至尊的修士 拥有半步寂静神器不爽 还有半步寂静级别的速度 这让他十分震惊 传音给孟和道 眼前这个小子 速度比我们快多了 施展全力 直接将其轰杀 我看出来了 这个小子不简单 他的天赋在你我之上 必须立刻除掉 孟和说了一句 就将龙天舟踩在脚下 站在龙天舟上 朝夜商大出一击 第1902集 这一招 接触了龙天舟的速度 夜商根本就躲避不过去 眼前夜商躲不过去 孟和冷笑道 我看你往哪儿逃 面对你 我还需要逃吗 面对孟和这一击的夜商 猛然朝他打出十几个自觉 降低其速度的同时 取出黄金天际 直接轰出了强化过的神志一枪 猛 夜商的一击和孟和的一招 轰击在一起之后 自觉强势的孟和 直接就被轰飞出去 他不可思议到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会被一个夏威天之寸击退 别在那里说没用的了 眼前这人不好对付 我们不得大意 直接动用最强决血 见孟和有些失神 朱青轩立刻提醒道 提醒完孟和以后 他就直接燃烧起血脉之力 朝夜商打出自己的最强决血 天和绽放 这一招是副院长南宫和传授给朱青轩的 被施展出来 虚空之中立刻绽放出九朵荷花 这九朵荷花绽放出来 顿时呈现出九种不同的颜色 先后飘散出来九种不同的光芒 朝夜商袭来 看到朱青轩事展天和绽放的戒林 联邦提醒道 什么 这种光芒就有如此作用 听到戒林的提醒 夜商立刻惊讶的 虽然对朱青轩的天和绽放有所警惕 但他也没有想到 这一招如此特殊 立刻用神缘困阵 将自己周遭的空间封锁 并且召唤出 用古冠奇袭伪装过的功德之龙 让功德之龙 朝耀眼的九种光芒 扑杀过去 什么东西 自不量力 看到夜商召唤出的功德之龙 朝九朵荷花绽放出的光芒扑杀 朱青轩立刻迷失的喊道 自不量力 听到这话 夜商冷笑一声 就控制功德之龙 先后将眼前的光芒吞噬掉 眼前这九种光芒虽然颜色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邪恶气息 对于这种气息 功德之力有天生的克制 看着功德之龙 将九朵荷花绽放出来的光芒 全部都吞噬掉 朱青轩立刻震惊道 这不可能 这是什么招数 没想到你的最强绝学都被其破解掉 这家伙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恐怖 看来需要你我联手才能快速将其击杀 眼前夜商将竹青轩的天河绽放破掉 孟和诧异的同时也彻底正视眼前的这个对手 将他看作同一层次的存在 刚刚的攻击二人虽然都有出手 但却刻意避开没有同时发起攻击 此时准备不再顾及这种面子 好 我们一起出手 动用最强攻击将其直接秒杀 我会打出紫雪琉璃杯的最强一击 你配合我即可 被夜商破掉天河绽放的朱青轩 同样不顾及面子的 好 我也会利用龙天轴 施展出最强的攻击 力求将其直接秒杀 孟和言语间 将脚下的龙天轴变小 握在手掌之中 开始酝酿攻击 将孟和与竹青轩的交流 看在眼里 借铃顿时开口 可是你还没有恢复好 出去没有多少战斗力 小五听到借铃的话 立刻说道 眼看二人开始酝酿攻击 借铃语气急促道 这 好吧 借铃出去明显对夜商有利 小五自然不会阻止 立刻将借铃放了出去 借铃 原来你们是一起的 看到借铃突然出现 原本准备配合着 朝夜商发动攻击的二人 顿时停止了酝酿攻击 同时看向他 借铃在和其胜的对抗之中 消耗极大 又为夜商提供了借铃血脉 虽然努力在恢复 但根本就没有恢复过来 此时是用丹药吊着气息 才底气中足地喊了出来 新学员 你说他竟然是刚刚本届的学员 听到借铃的话 孟河顿时震惊起来 他完全没有想到 能压他们半头的夜商 竟然是新学员 借铃看向二人 不屑地说道 等借铃说完 孟河顿时皱起眉头 这时竹青轩传音道 一个夜魔就让我们焦头烂额 现在有了借铃的加入 我们肯定更难对抗 先离开这里再说 好 我们走 孟河听到竹青轩的传音 也不犹豫 将其拉上龙天舟 就带着竹青轩 直接离开 等飞出一定的距离 孟河不甘心地说道 难道我们今日 只能吃下眼前这个哑巴亏吗 我们两个 应该不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今日只能忍了 不过 我们可以回去叫人 只要将荒极天之尊 或者是死命天之尊请来 他们两个必死无疑 竹青轩语气阴冷地说道 可是眼前古迹中的东西 恐怕很难引起 他们二人的主意吧 竹青轩说完 孟河就摇头说道 这时竹青轩继续道 古迹中的东西 他们没有兴趣 但古迹中的人 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夜魔天赋如此了得 他们会任凭他成长起来吗 有道理 他们二人 如果听说夜魔的事情 必定会前来 我们走 孟河说完 就驾驭龙天舟 带着竹青轩 朝古迹外围走 在他们离去的同时 夜商也暂时安心起来 刚刚他能感觉到 如果孟河与竹青轩 同时利用半步 极境神器动手 他只能将命运 托付给古官 那完全是听天由命的选择 而此时的剑林 在底气中族的一番讲话以后 受到反噬 变得面色极差 会计算是已经解决 你还是进入到永恒神塔休息吧 那六十倍加锁的空间 可以尽快恢复生势 夜商见戒铃的状态很差 开口说了一句 就将其召唤进永恒神塔 遭受连续攻击的永恒神塔 则是在自我修复的状态之中 随后 夜商开始在苏雷和婆苏女的护发下 飞到虚空之中 迎接雷洁的洗礼 在雷霆之中锤炼了一番身躯 夜商终于在第三日 等来了和他十分相似的雷洁能量身 此次的雷洁能量身 要比夜商以往遭遇的强大太多 他对抗起来 甚至接近于神皇节的难度 在关键时刻 用尽手段的夜商 还是同戒铃申请 施展出戒铃血脉 才成功将其打败 将雷洁能量身打败 夜商彻底成为了下位天之尊 等夜商彻底地度过雷洁 得到洗礼以后 婆苏女立刻开口恭喜道 不等夜商开口 苏雷也笑着说道 还真是不容易啊 夜商感受着体内 强大的能量波动 看向永恒神塔道 永恒神塔 吉林 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我不会这么快 就进去到天之尊 吉林回应一句 就说道 好 那我们即刻出发 夜商说了一句 就带着永恒神塔 和三女朝死祭之海飞去 在飞往死祭之海的路上 吉林说道 荒祭战绩 听起来倒是对我很有诱惑力 日后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听到死祭之海中的机缘 是荒祭战绩夜商顿时 有点心动的感觉 但他清楚 既然贱林这么说了 就证明荒祭战绩 至少是半步接近的品次 应该不太好相符 暂时放弃了想要得到的想法 眼见夜商对荒祭战绩有意 贱林开口分析道 如今夜商虽然是下位天之尊 但已经能接下弱一些的 半步急进的攻击 假以时日 真正和半步急进的高手对战 肯定不是问题 他对夜商的这种天赋 是十分羡慕的 希望如此吧 另外我想知道 这个古迹 到底还有几个大机缘 以及梦河 朱清炫 能请来什么层次的高手 已经快要进入死祭之海 夜商对于古迹 还是茫然的状态 贱林 梦河 朱清炫 则是对这里十分了解 这让他感觉不太舒服 听到这话 贱林沉吟了一下 觉得双方既然是 合作伙伴关系 他将这些讲出来 应该也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 开口说道 说完这些 贱林继续道 他们有这样的实力 联手对付我们的话 心是不太乐观 你还有没有什么后手 夜商听完 荒极天之尊和私命天之尊 都有和半步 寂静一阵的实力 顿时疑问道 他们四人 对比起来梦河和 竹清炫等四人 基本是没有什么 抵抗的能力 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贱林 缓缓说道 事实上 吉宣赴院长下面 自然也是有得以递辞的 但是那个人 基于贱林的血脉 总想与其双修 这让贱林对其 十分的反感 所以 眼前就算是再艰难 他也不想将那个人请来 贱林 将神谋境地的情况 大体说了一遍 并没有说出 里面的机缘是什么 但夜商 没有继续问下去 说了一句 就率先进入到 四季之海 贱林 紧随其后 而苏勒和婆娑女 全部都留在永恒神塔之中 并没有跟他们二人 一同前行 刚刚进入到 四季之海 夜商就感受到了 一股浓烈的 四季之气 朝自己扑杀过来 他立刻绽放出神韵 用来抵御这种 四季之气 这事 切林 开口说道 没关系 你只好路信就可以 我来带路 夜商说了一句 就开始在四季之海中 不断地前行 等他和借林在其中 行径了大概半个时辰以后 顿时就看见 前方出现数量众多的一片 恶灵鲨鱼群 这些恶灵鲨鱼 全部的身体泛白 身上有不少腐烂的地方 但气息一点不弱 上百只恶灵鲨鱼 差不多都是下位天之尊的势力 眼间数量太多 夜商传映给借林道 数量有点多 贸然战斗起来 会耽误大量的时间 我们选择绕过 他们应该还没有发现 我们的存在 借林同时说道 而后他觉得 一点点指路线有点麻烦 干脆将四季之海的地图 交给夜商观看 我们想绕过前方的 恶灵鲨鱼群 最好是选择 从他们下方的海沟通过 观察了一下 夜商做出 自己的判断 按照地图的记载 海沟之中 是没有恶灵生物的 是通过的最好选择 听他这么分析 借林立刻赞通道 跟上我 夜商用渗龙之眼 观察了一下 远方的恶灵鲨鱼群 而后不断下迁道 潜入到了海沟之中 带着借林一起前行 跟随在夜商身后的借林 在海沟之中 行进了一会儿 顿时满意地说道 对于夜商的这个选择 他很是满意 然而 在海沟之中 行进了大概一个时辰后 夜商却是突然 眉头一撞 说道 不好 我们好像遇见了 一个大哥的 听到这话 借林立刻疑惑地问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们是遇见了 你所说的 荒迹阵迹 夜商有些无奈地说道 借林立刻变色道 应该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被锁定 他能感知的范围 和我能看到的范围差不多 因此 我们已经互相发现 夜商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并且他的速度 明显要比我们快 想要逃 应该不太现实 借林您没说道 不图谋荒迹阵迹 这件事情 还是姬萱副院长 和借林说的 原本他是不准备 找荒迹阵迹的麻烦 敢敢潜入本座的地盘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就在借林下决心一战的同时 荒迹战绩 已经在漆黑的海沟之中 滑出了一道流光 猛然吸来 他依然保持着战绩的模样 只不过 要比普通战绩 大上千万倍 急速轰击过来的时候 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战舰 相比之下 夜商和借林 看起来 较渺小很多了 面对荒迹战绩 借林清楚 依靠自己是没有 抵挡能力的 立即就将震天锁召唤出来 用其轰出一击 神之一枪 同样面对荒迹战绩的夜商 则是施展出天力九步 同时打出了神之一枪 对于他来说 荒迹战绩的一击 虽然威力很大 但速度上 没有比他快很多 在开启 三十三天战斗密法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用天力九步 躲过的 躲避的同时 他打出神之一枪 是用来试探 荒迹战绩的强度 随后 神之一枪和震天锁 几乎是同时 轰击在荒迹战绩之上 第19003集 夜商打出的神之一枪 轰击到荒迹战绩上 根本就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倒是震天锁和荒迹战绩 对撞以后将其撞飞 只不过 荒迹战绩被撞飞以后 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而震天锁则是遭受了不轻的反射 很显然 这荒迹战绩 要比震天锁强悍一些 这荒迹战绩 很强 感受到震天锁 所受到的反射程度 剑灵 你没说到 夜商 沉声道 我能感觉到他的强大 不过 若着他仅仅会横冲直撞 那倒没什么可怕的 只怕是 他只会红冲直撞 也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剑灵说着 突然道 对了 幽率棋盘 或许能帮到我们 好 你研究出他的使用方法了 夜商疑惑地问道 只能用他进行简单的攻击 剑灵说完以后 就取出幽率棋盘 用其打出一击 剑灵嘴上说 只能用其来进行简单的攻击 但幽率棋盘被激活以后 立刻映射出了一片棋盘世界 巨大的棋盘展开以后 直接就将荒极战绩以及夜商戒铃全部收入其中 荒极战绩的气息瞬间被压制的降低两三场 幽率棋盘 竟然被你们两个楼椅得到了 看来棋盛已经被你们击杀 被映射进棋盘世界 荒极战绩冰冷地说了一句 就宣判似的道 你们正好替本座做了想做但难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安心去成为恶灵 守卫死祭之海了 死祭血色斩 随后荒极战绩就释放出无比耀眼的鸿蒙 小心 这光芒不简单 荒极战绩释放出鸿蒙的同时 剑林就提醒一句 不过此时 荒极战绩的主要目标不是夜商 而是剑林 提醒的同时 他就依靠忧虑齐盘的能力 将自己映射到其他位置 那种感觉啊 就像是在斗转星移大阵之中的夜商一样 只不过 剑林只能利用忧虑齐盘转移自己顾不上其他 等剑林转移走以后 荒极战绩立刻将目标转换为夜商 那鸿蒙在棋盘世界中兜了一圈后 猛然就朝夜商所在的位置袭来 小五 打出吸收毒脚 酝酿出的一击 面对荒极战绩的一击 夜商立刻传言的小五 让他打出一击 听到这话 小五立刻回应道 可是 这一击只酝酿了五叉 威力不太够啊 无妨 打出就是 清除永恒神坛没有酝酿出完整一击的夜商 毫不犹豫的说道 好 虽然不清除夜商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但小五还是按照他的意思 争执一击轰出 轰龙 虽然永恒神坛酿出的一击只有五成的力量 但轰击出来以后 还是抵挡住了荒极战机打出的红马 这是因为 荒极战机释放出的红马 根本就不是全力一击 他面对夜商和戒林 觉得根本就不用施展全力 这一击是挡住了 如果他继续发动攻击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 眼前夜商挡住了荒极战机的一击 戒林立刻没头紧锁到 他包括镇天所在内的所有手段 都无法直接奈何荒极战机 有些不知所措 我会尽全力与其对抗 你找机会配合我 这时的夜商则是自行地说了一句 他能感觉到荒极战机的不简单 但如今他已经进阶天之尊 在各种手段的配合下 不见得没有机会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一个下位天之尊 也想同本座对抗 死 听到夜商的话 荒极战机立刻被激怒 再次释放出更为猛烈的鸿芒 这一次的鸿芒已经接近于十只 明显要比刚刚的攻击更强大 激灵 我会动用激灵血脉 鸿芒袭来的同时 夜商传一个激灵道 听到这话 激灵说道 生死存亡的时刻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如果你能够牵制住他 我或许可以用忧虑棋盘 对其打出致命攻击 应该差不多 夜商说了一句就施展出毁天灭地 并且激活凤凰血脉和激灵血脉 将血脉之力燃烧到极致 等状态提升到巅峰以后 夜商立刻朝凶猛的荒芒 打出了二十几个自觉的组合攻击 并且打出深渊困阵 用来降低火芒的速度 此消彼长的状态下 他轻松用天灵脚步躲过黄极战机的一击 有些本事 但改变不了你将要成为恶灵的事实 被躲过一击 黄极战机用魂兽的声音好了一句 就将枪身变下 变得和黄金天际差不多的时候 如同离弦的剑样朝夜商吸来 接近夜商的时候 黄极战机木人分裂成了十八柄 配合着将夜商能躲避的方位全部都封锁住 故弄玄虚 面对黄极战机的封锁 开启神龙之眼的夜商立刻看出 这十八柄战机之中 只有三柄是真实的 这三柄的封锁 相比于十八柄的全方位封锁 是不能通日而喻的 顿时是阵天逆九步躲避过 不可能 你一个蝼蚁 怎么可能看破本座的弓鸡 弓鸡再次被夜商逼过 黄极战机不可思议的好道 夜魔做得好 只要你再牵住三十锡 我就能用幽绿棋盘运造出强大的异计 在黄极战机不可思议的同时 季灵兴奋的传言给夜商道 他完全没有想到 在黄极战机动用权力以后 夜商还能比过其一击 这时夜商则是说道 将你的镇天锁借给我 我用黄金天机和永恒深塔 应该都伤不到它 好 戒锁 虽然清楚将镇天锁借给夜商 很可能会将其损坏 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 戒锐已经没有时间纠结了 直接将镇天锁朝夜商飞去 哼 在我面前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传递神器 就在此时 黄极战机突然朝镇天锁发起攻击 很显然 他不想让夜商成功将其接到 神器就是神器 思维免迹性有限 等黄极战机朝镇天锁发出一击 想要将镇天锁直接轰碎的时候 夜商目然从空间中取出骨棍 施展天翼九步 就控制着骨棍朝黄极战机砸去 正在攻击镇天锁的黄极战机 根本就没有想到 夜商还能取出比镇天锁气息 还要强悍的东西 一不留神 就被骨棍硬生生地砸中 嗡 骨棍砸在黄极战机之上以后 立刻就发出巨大的震动声 被骨棍砸了一下 黄极战机几乎断裂 而骨棍外围的防御层也几乎消失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看起来应该是马上就会破裂 撒完这一下 夜商心中暗道 看来骨棍 不得完不得已 也不能再使用了 否则 恐怕会带来巨大的病故 夜魔 接镇天锁 继续对起攻击 我这里马上就好 看到夜商一击 将黄极战机重创的剑铃 则是传音提醒他 好 夜商应了一声 就接过镇天锁 当作近战武器 对受创的黄极战机一顿猛砸 混账 那骨棍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黄极战机 被镇天锁猛砸 但抵挡起来不太费力 他的创伤主要还是来自骨棍 也正是骨棍气息的腐蚀 让他十分的难受 阻止不起反击来 在夜商开启毁天灭地的状态下 得以一直将其压制 我好了 夜魔速退 大概又过了二十戏 气铃突然传音给夜商 随后他就利用忧虑棋盘 在虚空之中凝聚出一个太阳般的火球 对黄极战机打出恐怖的一击 这是幽绿棋盘的终极一击 等太阳般的火球进了以后 黄极战机立刻看清楚 这是幽绿棋盘酝酿出的一枚棋子 面对这一击 他立刻爆发出战机的最强秘笈 黄极天地 刹那之间对轰上去 巨大的对撞声过后 夜商和戒灵同时发现 黄极战机的气息诱弱了很多 原本施展毁天灭地 并且击获戒灵血脉与凤凰血脉 就能与其对抗的夜商 再同黄极战机战斗起来 俨然已经能够占据主动 被夜商彻底压制以后 黄极战机突然道 不要毁灭我 我选择臣服 选择臣服 黄极战机的这个反应 顿时让夜商感觉有些意外 不要相信他 让其回去 我们即刻前往造化神殿 听到黄极战机说出 想要臣服的话 戒灵顿时不相信地说道 这时黄极战机继续道 你的神器也是战机 将我收服 等我恢复以后 肯定能让你的实力提升一大减 如果你真心选择臣服 就立下永远效忠的天道誓言 否则 就地毁灭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着黄极战机 以防他突然爆发 不过 听到这话 黄极战机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发下了效忠夜商的天道誓言 夜魔 不要相信他 对于半步寂静的神器来说 很有可能在天道誓言上作弊的能力 眼睛黄极战机立下誓言 借灵再次提醒道 这倒不是他忌妒夜商得到半步寂静神器 而是他从鸡轩复原者那里 听说过半步寂静神器 以及寂静神器的一些事情 听到这话 夜商笑着传音道 无妨 这天底下应该没有降服不了的神器 说完以后 他就召唤出伪装过的功德之力 直接将黄极战机给彻底洗礼 原本还有异性的黄极战机 在被净化以后 立刻恭敬他道 多谢主人 誓死为主人效命 好 很好 以后 你就随我征战吧 一夜商将黄极战机攥在手中 和黄金天机对比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有将二人融为一体 因为融合在一起的话 黄金天机可能会因此提升到半步寂静的品质 但提升后的品质 应该不如黄极战机恢复以后 并且黄金天机距离半步寂静不是很远 他完全可以寻找其他半步寂静的材料 将其品质提升 而戒铃看到 夜商轻松将黄极战机给净化过来 顿时赞叹道 这个手段 你简直是神乎奇迹啊 我们走吧 前往造花神殿 这时 夜商却是摇头道 不急 这海沟下面还有好东西 说完以后 就带领着戒铃朝海沟深处行进 没过多久 他就找到了黄极战机的老巢 在其陈设东西的洞穴之中 夜商找到了十几枚至尊天元丹 以及大量的其他资源 将至尊天元丹分配以后 夜商就看向苏雷 道 你也冲击一下尚未天至尊吧 回头再巩固一下境界 好 谢谢你 苏雷感谢了一句 就进入永恒深塔 在其中吞服至尊天元丹 而夜商则是将自己分到的 四枚至尊天元丹 全部让永恒深塔吸收 让其恢复 做完这一切 他才看向谢礼 道 如荒街开路 我们在四季之海里 可以随意走动 开始寻找造花神殿的入口吧 好 你的童树厉害 还是你来带路吧 我刚刚动用幽绿七盘 消耗比较大 也想进入永恒深塔恢复 借灵说了一句 就进入了永恒深塔 吞服下了几枚丹药的夜商 则是在恢复了一些以后 开始寻找造化神殿的入口 在荒街的帮助下 他很快就成功地找到了 造化神殿入口的所在地 只不过 造化神殿的入口外围 布置了极为强悍的阵法 夜魔 我虽然对阵法方面有所涉猎 但眼前的阵法 我毫无头绪 你能破解吗 站在阵法前方观察了一会儿 吉林开口说道 封锁造化神殿入口的阵法 看起来一片祥和 周遭如同春风般河区 但在场几人都能够看出 这只是表面的灵径 如果他们选择硬撞 肯定会遭受极为猛烈的攻击 即便是荒阶战绩 应该都没有能力硬撞进去 杰林问完以后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阵 道 我应该做不到 需要让我的朋友试试 而后就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让他们看看能否找到破镇的方法 破镜铜锤被召唤出来观察了一阵 雄锤说道 这个阵法好像是万灵血煞阵 如果是它的话 需要大量血液才能破解 公使出此地 应该很难去寻找血液 夜商看着阵法 缓缓说道 恐怕荒鸡天之尊和死命天之尊等人 如今已经出现在我们回归的路上 所以造化神殿的传送阵 是我们安全离开的唯一办法 这个阵法说什么都要破开 这时候 机灵明媒说了一句就沉生道 不如用我们的血液来破镇吧 用你们的血液来破镇恐怕是不行的 数量上根本就不高 这个阵法需要血液的数量极其惊人 就算你们四人将血流干 也根本就破不开 破镜铜锤的熊锤立刻否定道 此时 荒鸡战绩说道 其他东西不好弄 需要血液的话 要多少有多少 这个阵法我来破 好 你有办法 听到这话 机灵顿时将目光锁定到了 化为人形的荒鸡战绩上 那是自然 不管怎么说 本族也是死鸡之海的统治者 统治的虽然只是一些恶灵 但他们身上还是有血液的 荒鸡战绩说了一句 就看向夜商道 主人 请允许我出手 你尝试一下 夜商看着荒鸡战绩说道 而后 荒鸡战绩在夜商 借灵婆娑女的注视下 开始召唤各种各样的恶灵海族 让他们对阵法献上自身的血液 这死鸡之海几乎是无边无际的 恶灵的种类和数量都十分庞大 在这些恶灵的不停献击下 阵法的阵纹开始一点一点的被血色充斥 渐渐的绽放出血色的光芒 等他们用血液将阵法全部的染红以后 造化神殿的入口轰然大开 第1904集 成了 这果然是万灵血沙阵 看到造化神殿的入口打开 雄锤立刻兴奋道 实际上他和磁锤只是猜测而已 没想到还真猜对了 叶魔 你身边集结了各种天才 这证明你是有大屈印的人 我们走吧 在造化神殿之中寻找一下资源 我们就前往传送镇的位置 离开眼前的古迹 眼见造化神殿的入口打开 戒灵顿时面带一彩道 好 我们进去吧 你能确定这造化神殿中的大机缘 是什么吗 走进造化神殿的同时 也让询问一句 姬轩老师曾经说过 这造化神殿十分神奇 表面上的大机缘是神器 但实际上最大的机缘 是一桩造化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戒灵对于此事没有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造化 我们就好好寻找一下吧 另外 这造化神殿 好像有些古怪 我们注意一下 进入造化神殿 叶上就感觉 周遭都充斥着血液的味道 虽然说不上让他感觉难受 但是 总感觉有些蹊跷 大家要小心 老师也没太仔细说过里面的危机 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季灵同样交代道 而此时日 易伤和婆娑女则是双双开启同树 一个观察前路 一个负责断后 十分的紧绝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们行走了大概一个时辰 但任何生物都没有发去 只不过 血腥气变得越来越浓 让人闻起来感觉十分的难受 这么传出来的血腥气息 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这时候 许久没有开口的荒迹振脊 皱着眉头说了一句 他说完 眼上就赞同道 我也觉得这种血腥气息 十分的熟悉 血腥中带有一丝 若有若无的恶臭 这应该是 刚刚那些恶灵的血液气息吧 婆娑女想了一下 推断道 对 好像就是那些恶灵的血液 我们不是用那些血液来破阵的吗 怎么传到了这里 借灵听到婆娑女的话 同样反应过来 目前 猜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小心一些 夜双说了一句 就带领众人 在静悄悄的造化神殿之中 继续前行 就在这时 苏雷突然说道 诸位 对不住 我突破了 天结就要跟着道来 在这里应结 恐怕有危险啊 不说黄鸡和私命会不会赶来 这造化神殿之中 恐怕也不是表面这样风平浪静 不如 我们直接去传送阵所在的位置 离开这里 让苏雷能够安全肚结吧 听到苏雷这样说 借灵立刻开口道 也好 借灵能放弃在造化神殿之中寻找造化 夜双感觉有些意外 不过 他也赞同这种说法 继续说道 那我们立刻离开吧 我总感觉这造化神殿不简单 是的 我也感觉有些心慌 借灵没有掩饰地说道 这也是他决定立刻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跟着我 夜双说了一句 就按照地图的指示 带领众人不断前行 然而 就在他们赶到传送阵所在的位置以后 顿时惊讶起来 在传送阵的四周 竟然有上百具干尸 这些干尸原本都是呆立当场的 但是随着血腥气味传来 他们破阵所用的那些恶灵血液 开始一点一点地进入到这些干尸的体内 眼前的这些尚未天至尊层次的干尸 开始一个一个地苏醒过来 射出一条路 苏醒的干尸越来越多 没够多久就苏醒了四五个 夜双当心力断倒 这些干尸啊 看起来就像是人形修饰被风干了一样 即便是被血液唤醒 外星也没有变化 给人的感觉比恶灵要凶 而此时苏雷引来的雷杰不受控制地出现了 在雷杰出现以后 苏醒过来的干尸第一时间向后退去了一些 原本准备攻击的夜双发现这一点后 看向苏雷道 苏雷 我们顶着雷杰冲过去 好 我也发现这些干尸好像是怕雷杰 苏雷回应一句就走在前面 带着夜双等人朝传送阵的位置行进 眼见雷杰朝自己逼近 那些苏醒过来的干尸果然一点一点退去 看到这幅场景 借灵顿时提醒道 反正苏雷的雷杰能量身不会马上降临 我们不如留下来探索一下 毕竟这里的干尸虽然厉害 但害怕雷杰根本不敢进我们的身 刚刚他们一直在按照地图的提示 朝传送阵的位置到 确实没有对着造化神殿进行搜索 听到这话 苏雷看了眼中来 道 我的能量雷杰身大概会在一日后彻底成型 如果我们留下最好是在一日内离开 还是看看夜魔是什么意思吧 借灵和苏雷明显是想留下 这时婆娑女开口说道 而后三女都将目光锁定在了她的脸上 被他们这么一看 眼上顿时明白过来 三女的意见都是留下寻觅机缘 她想了下说道 留下也不是不可 但如今我们的状态一个比一个差 如果遭遇荒奇和私命等人 根本就没有立战的能力 我们现在会入口为止 不止发战 如果他们破阵 我们马上离开 即便是再好的机缘也要放弃 你们能做她吗 眼前的四人 再加上荒介战绩 永恒神塔和镇天锁 就没有状态正常的 战斗起来肯定不行 你说的有道理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去布置法阵 得到夜商的肯定 戒灵看了一眼保持着距离的干湿 而后说道 走吧 我带路 夜商说了一句 就再次走在前面 赶到入口处布置下五牛阵 戒灵和婆娑女也先后布置了法阵 而后 他们按照地图的指示 进入到了造化神殿的中心大殿 这个中心大殿 说是大殿 实际上极其辽阔 即便是开启神龙之眼的夜商 也不能一眼看到边际 此时 在大殿的虚空之中 有九龙九凤 在偏人的翱翔着 地面上则是有山川和湖泊 在湖泊的正中央 是一座很小的庙 此时的庙里 正不停地传出诵经念佛的声音 婆娑女用铜树 观察了一下 道 这九龙九凤都是傀儡 好像没有攻击我们的意思 如果此地有造化 那应该就是在那座小庙里面吧 我们去看看 眼前的大地里 确实没有多少东西 我们去看看吧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番发现 山川上面没有飞行走树 湖泊里面也没有鱿鱼 于是赞通道 而眼前的小庙 她用慎龙之眼根本就看不透 带路的同时 她开口道 你们最好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有小庙 给人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好 你小心一些 三女并肩跟在夜商的身后 借铃在观察的同时开口说道 婆娑女和苏雷 则是静默地跟在夜商身后 我进入一探 你们在这里等我吧 夜商走到小庙近前 小庙的周围 顿时从地下升起了一圈院墙 她走到门前就敲起门来 敲门声刚一响 里面的宋经念佛声顿时停了下来 不过并没有人回应敲门的夜商 她回头看了一眼三女 就伸手推开身前的门 珠红色的木门被推开 顿时发出了吱压的声响 等门开后 夜商发现 前方的小庙并没有门 但是往里面看 却什么都看不到 她想了一下 没有犹豫 直接朝小庙走去 就在夜商行进进入小庙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在后面说道 师主确定要进去吗 谁 夜商文言顿时朝后方看去 发现说话之人竟然是一个穿着道袍的老狼 这老狼正以人形的模样枕立着 还用两个牵爪朝夜商做了个音 你是这个小庙的主人 用圣龙之眼观察了一下眼前的老狼 夜商开口询问道 非也 我只是负责看守这个院落的 老狼客气地回应了一句 而后道 同时也是留在此地提醒你的 提醒我什么 夜商疑惑道 提醒你 这小庙尽得 但不一定处的 古今已有无数载 没有人从这小庙之中走出了 老狼双手喝食 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 夜商看向老狼 道 这小庙 有何特别之处 老狼没进过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如果说特别之处 那就是 进去的人 都没出来过 老狼说完 又补充道 至少 我没见到有人出来过 好 那我就做 第一个出来之人 夜商又说了一句 不等老狼继续开口 就毫不犹豫地 走进了小庙之中 看着夜商消失的地方 老狼念叨着 执着 而夜商在走进小庙以后 发现 眼前是一个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不大 差不多也就是 白铃警方的模样 在小世界的正中央 是一个万丈高的台子 台子上面 摆放着一口漆黑的骨棍 这骨棍怎么看起来 和我手中的差不多 看清楚骨棍的模样 夜商顿时惊讶起来 台子上的骨棍啊 竟然和他手中的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就在夜商惊讶的时候 一个声音 突然从骨棍位置传来 你来了 我来了 什么意思 夜商您没看向骨棍 夜商 这是你的棍果 以后你会葬在里面 既然你来了 就将其带走吧 我将它还给你 这个话音刚落 就一个修士掀开棺材盖 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 夜商用渗龙之眼 观察了一下发现 这个修士不是干尸 也不是恶灵 而是一个活着的修士 顿时开口问道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你只要记住 死后让人将你葬在此棍中即可 不过这棍果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你需要通过考验 从棍材之中 爬出来的南修 看了一上一眼 笑着说道 而后就漫步 朝虚空之上走去 你别走啊 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看着扶摇之上的男子 夜商有些不爽的喊道 对方说 眼前的棍果属于他 还说他会死 换作是谁也会觉得不舒服 信不信有你 南修说完就消失在虚空的尽头 重新打量起古官的夜商 则是冷横道 顾弄喧喧喧喧 这应该是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会经历的吧 死 就在此时 古官之中突然爬出来一个脑袋上插着一柄剑的女修 这女修面目极其正名 而且长着两个獠牙 从古官中爬出野后 就飞一下高台朝夜商扑来 距离夜商还有摆正距离的时候 他从脑袋上把那柄剑拔出 猛然刺出 竟然是半步激进的神器 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夜商发现 对方手中的剑竟然是半步激进神器 顿时有些差异 不过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直接将荒技战技召唤出来 抓在手中对抗起来 哄哄哄 猙獰女修的攻击看起来缓慢 但是夜商开始跌宕以后 他又在刹那之间刺出数十剑 夜商运转起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才将这些攻击全部挡住 一连几十次的对哄以后 面目猙獰的女修从脑袋上的伤口处 取出了一些血液涂抹在了长剑上 长剑吸收这些血液以后 顿时变得血涩旺盛起来 小心 他这是献祭 将眼前的状况看在眼里 荒技战技立刻提醒到 无妨 毕竟我们手段多些 说了一句的夜商 慕然酝酿起自觉 等女修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 他立刻打出整整三十三个自觉 只不过 这些自觉飞出去以后 女修就疯狂地舞动着手中的长剑 将它们全部斩破 看着眼前的三十三个自觉 全部被击碎 夜商的眉头 顿时凝了起来 道 看来 他比我想象的要更强一些 永恒神塔 出来吧 你们配合我 我准备将这女魔陶和长剑 全部吸入永恒神塔 永恒神塔被召唤出来以后 小五就开口说道 此时的永恒神塔 基本上都是由他来控制 听到这话 夜商疑惑道 我们怎么配合你 很简单呀 我们一起将其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小五说完 就猛然朝眼前的女修撞去 看到永恒神塔接近 女修浑浊的双眼中 顿时闪过一丝恨意 回无手中的长剑 就朝着永恒神塔看来 他的长剑朝我攻来 夜商 你的机会来了 攻击他 小五看到女修朝永恒神塔攻来 顿时激活了神塔的防御层 欲以抵挡 好 夜商应了一声 就传音给荒极战戟 道 全力配合我 而后 就朝女修打出神之一枪 在这一招的加持下 原本就是半步及境的荒极战戟 顿时打出了极为猛烈的一击 发现夜商的攻击袭来 原本想要斩断永恒神塔的 女修立刻收回攻击 施展出鬼魅般的神法 躲避过荒极战戟的攻击朝夜商袭来 夜商小心 看到女修朝夜商发起攻击 小五提醒一句 就控制着塔身朝女修撞去 夜商则是朝女修打出功德困阵 他猜测 这女修应该也是怕功德之力 因此没有选择打出深渊困阵 深深深 被困在功德困阵中 女修立刻发狂一般的狂吼起来 而后 她的气息 默然从尚未天之尊的巅峰 紧急到了半步极境 第1905集 将修为提升到半步极境 女修的气息顿时变得强大很多 手中的长剑也在刹那之间 绽放出惊天的血光 功德困阵 竟然在刹那之间 就被其用长剑劈开 好凶猛的女魔头啊 她应该至少是半步极境的行为 眼界女修如此凶猛 小五立刻判断道 听到这话 黄极战绩没好气道 这 谁都能看出来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确实没什么用 叶商同样说了一句 就是认出至尊降龙术 将昆鹏召唤出来 如今他竟接到天至尊藏刺 召唤出来的昆鹏 也要变得更强一些 出现以后 就朝发狂的女修抓来 看到昆鹏朝自己袭来 陷入疯狂的女修 嘶吼就逆天而上 朝昆鹏劈砍过去 我想他的弱点 应该是脑袋 毕竟他的伤口在那里 用昆鹏将女修牵制住以后 叶商就酝酿出龙吟轻音 这次的龙吟轻音 他灌注了威蓝海西的力量 吼出来以后 原本准备一剑将昆鹏斩杀的女修 顿时就从半空跌落下来 抱头哀嚎起来 若天还真的在这里 小五 动手吧 女修哀嚎起来以后 脑袋上的伤口 不停地流出血液 叶商立刻提醒到 没想到 他会如此突然就被解决 我没反应过来 听到叶商的提醒 小五这才反应过来 凉芒控制永恒神塔 将女修和长剑 全部吸入境局 完成这一切以后 他传音给叶商道 东永恒神塔 将女修和长剑 全部都转化为能量 不仅可以酝酿出 不下十次的攻击 还有可能 助你禁忌到终未停止残 我上去看一看古怪 你和黄金在下面等我 虽然叶商同样觉得 这女修被制服的有些简单 但他没有过多 在这上面纠结 静止飞上虚空 朝高台的顶部飞去 等飞到古怪附近 他顿时朝古怪里面看去 却发现 古怪之中 已经什么都没有 并且 这古怪的材料 只是无铜目 虽然看上去 和空间中的古怪差不多 但明显是机器普通 开启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会儿 并没有看出什么 夜商随手 将其收入到空间法器之中 道 这是极为普通的古怪 我还以为 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啊 还要经历考验 黄记听夜商说 这只是普通货子 顿时不屑地说道 此时的小物 则是疑问道 既然古怪到手 我们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里了 要怎样才能出去呢 这个小空间 只有这么大点 应该不能找出出路吧 我们仔细查他一番 小物说完以后 夜商吞服几枚恢复性的丹药 在恢复元气的同时 开始寻找出口 原本他以为 这个小世界中是有机缘的 但是仅仅有这么一口棺材 这和他想的有些不一样 让我们出去观察观察吧 夜商观察了一会儿 并没有发现什么 这时候 破镜铜锤的熊锤 熟人传音道 好 你们出来吧 看能否看出什么端倪 夜商查探了一番发现 眼前这里除了高抬 根本没有什么 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他就抬眼看向虚空 当时的那个南修 就是从虚空扶摇直上 消失在天际的 他在想 若是破镜铜锤也找不出什么 就朝虚空的方向一直飞 看能到达那里 而破镜铜锤出来以后 就开始寻找空间中的阵纹 只不过 查探了一番和夜商一样 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熊锤有些丧气道 看来 这里还真是很难出局 没关系 那个南修不是从虚空飞走的吗 我们也朝虚空上方飞 看能找到什么 下面实在是没有发现什么 夜商说了一句 就将破镜铜锤和荒际战绩 全部都收起 扶摇直上 朝虚空上不停的飞 飞行了大概三个时辰 他们突然看到天穹上方 竟然出现了一个悬浮着的宫殿 这宫殿悬浮在云层之上 周遭阴云密布 夜商开启 沈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竟然没有看到阴云 他传言道 这个宫殿我看不透 应该是用门道 我们进去看看 嗯 不进去根本找不到回归的路 我们还是进去碰一碰运气吧 按照那老狼说的 从这里出去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黄姬战绩认同地说了一句就继续道 你还是将我召唤出去吧 我不管怎么说 也是半步寂静神器 对你有很大帮助 作为一个神器 被夜商处于安全考虑 收入到空间洞天之中 他觉得有些尴尬 好 那你出来吧 夜商说了一句 就将黄姬战绩召唤出来 握在手中 朝虚空中的宫殿飞行 距离近了以后 他看到 宫殿的门楣上挂着的匾额上 刻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北天门 北天门 玉页 是我们到天的尽头 口气倒是不小 看到这个北天门的牌匾 黄姬战绩不屑地说道 具体是什么寓意 我们进去便知 夜商说了一句 就绽放出神韵 朝北天门中走去 何人犯我天语 可就在他接近北天门门楣的时候 一个冷漠的盛宴 突然何止出来 随后 一个身穿银铠的红然大汉 木然就从牌匾之中飞出 我是在寻找 离开这方世界的路 还请行个方便 遇见人总比漫无目的的飞行要好 夜商看了眼对方发现 这红然大汉 是以尚未天之尊的势力 并且在尚未天之尊中 应该算是一个强者 身上的气息十分的强大 想要与我问路 很简单 将我蒙子击败即可 身穿银铠的红然大汉蒙子 吼了一声 就绽放出神域 并且取出了一名战俘 猛然朝夜商劈砍过来 击败你即可 很好 眼见蒙子动手 夜商立刻会舞荒祭战绩抵挡 哄 蒙子的力量虽然不错 但他的战俘只是天之尊藏私 在荒祭战绩的轰击下 立刻被轰碎 不行 你一颗神器之力 算什么能耐 我们公平离战 蒙子的战俘被轰碎 立刻不满地吼道 听到这话 荒祭战绩不悦道 你这个大胡子 有本事 你也找一个厉害的神器啊 荒祭 不用说了 和空间动天吧 我对付他有把握 夜商说了一句 就将荒祭战绩重新收进去 就徒手和蒙子战斗起来 眼见夜商真的收起了神器 蒙子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还算爽快 可敢与我近战不杀 又何不敢 夜商回应了一句 就开启了33天战斗秘法 等蒙子攻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动用摆子真言中的自觉 连续打出33个自觉 压制蒙子 并且提升自身的实力 很快就将蒙子压制住 好手段 不过 这都是徒劳 我蒙子竞争无敌 不过战斗了一会儿 蒙子大吼一声以后 突然就将身躯变成了 狼头人身的模样 双手也变成了双爪 攻击力也变得强狠很多 面对化身为狼头人的蒙子 夜商确实一点不惧 暗自激活身躯内的凤凰血脉 将天力脚步的速度提升 用速度与对方战斗起来 夜商在这种飘逸身法的帮助下 很快就占据主动 化身为狼头人的蒙子 虽然攻击力十分强大 但根本无法碰到夜商 战斗了几十戏以后 彻底被降服 被击败后 这蒙子也没有耍无赖 看向夜商道 想要离开这方小世界 就必须得到宫殿之中的传承 至于传承是什么 我一个守门的根本不清楚 不过 应该是和狼族有关 这个宫殿 直接进去就行吗 蒙子说完夜商开口问道 如今得到了一丝线索 比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好多了 听到这话 蒙子说道 提醒你一句 狼族的世界没有规则 全靠实力吗 我懂了 一夜商点了点头 不再理会蒙子 缓缓从北天门的位置飞了进去 静止朝宫殿中飞行 进入到宫殿之中 夜商立刻看到两个手持战戟的狼头人 这两个狼头人看到夜商以后 先是一个错愕 而后大喊道 有外敌入境 随着两个狼头人的呼喊 宫殿之中顿时涌出了数十个狼族的天之寸 好家伙 一小子出来这么多 我们要怎么对付 看到宫殿之中涌出了几十个狼族天至尊 荒迹战绩顿时无语的 虽然他是半步洁净神器 但如今状态并不好 砍杀天至尊没有那么容易 夜商则是平静的 既来之则暗指 凭借我的速度 想对付他们的不算难 你的意思是 凭借速度将他们甩开 然后逐个击破 听到夜商的话 荒迹战绩立刻询问道 眼前的狼人数目众多 如果硬来的话 他们就算能取胜 也会死时惨重 他觉得只能智取 不能立地 怕夜商会冲动 放心 我没有那么不知 荒迹战绩说完 夜商就看出他是怎么想的 解释一句就施展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运转起了天逆九步 朝最先冲过来的两个狼头人打出了清悬神枪绝 这两个狼头人只不过是中卫天之尊 这个层次的修士 接夜商打出了荒迹战绩自日不可能的 瞬间就被秒杀掉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两个狼头人被秒杀以后 立刻化为虚无 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夜商立刻问道 小五 他们的身躯 是你收入永恒神塔了吗 不是我吸收的 依我看 这些狼头人应该都是能量体 或者是虚影 击杀掉就会这地消失 击败他们应该得不到什么好处 得不到好处 那也得杀 否则我们肯定闯不去 夜商说了一句 就运用天地久不拉开距离 逐个击杀这些狼头人 而这些狼头人 虽然都是天之尊 战斗力很强 但灵质都不太高 被夜商像放风筝一样击杀 却依然不停地追赶他 战斗了大约一个时辰 夜商成功将这几十个狼头人 全部击杀 恭喜你 渡过第一关 距离得到纪缘 还有三关 就在夜商手持荒迹战绩 将狼头人全部击杀以后 虚空中 木人传出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夜商一问道 那三关 回应他的 则是一片寂静 不过很快 原本封闭的空间中 立刻出现了一个 漩涡般的黑洞 荒迹战绩判断道 这应该就是下一关的入口吧 我们现在进去吗 不急 我先观察一下 说话间 夜商开启渗龙之眼 仔细地观察器周遭 确定没发现什么 开口道 我们进去吧 夜商手持荒迹战绩 直接走进眼前的黑洞之中 穿过水文一般的洞口 夜商和荒迹战绩 立刻出现在了一片火烟之地 此地 满地都是岩浆和镂空的岩石 各个岩石之间距离很远 下方都流淌着炙热的火红岩浆 这是准备 让我们做什么呀 四周张望的荒迹战绩 并没有看出什么 不清楚 没有指引 那就禁止我进飞 夜商说了一句 就起身准备飞起 准备快速寻找一下 这个小时机是怎么回事 但这个时候他却发现 自己根本飞不起来 立刻惊讶道 在这里 我好像不能飞 你试试看 能否飞下 这种地方竟然不能飞 听到这话 荒迹战绩立刻尝试了一下 不过和夜商一样 同样飞不起来 他立刻无奈道 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不能飞行的 看眼前这个模样 想必通过是很困难的 不过还好 我们都不怕容颜 应该没有什么事 如果我没猜错 丢入容颜 很可能会陨落 用圣龙之眼观察了一下容颜的夜商 则是开口说道 黄金战绩顿时疑问道 死活怎家 这容颜下面 全部都是僧人的白骨 每一副骨架上都没有血肉 我估计 是因为这严家 可以将血肉化掉 至于神器 下面一个都没有 如果我掉下去 应该会化缩白骨 你掉下去 基本上会直接溶掉 夜商说完一句 继续道 我适应一下子弟的重力 看能否在岩石之间跳跃 哦 那我还是回你的空间洞天中吧 黄金战绩看了眼下面的岩浆 开口说道 不管夜商分析的是否为真 他都不想冒这样的心 好 你进去吧 夜商听到黄金战绩这样说 顿时将其收入了空间洞天之中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从空间法器之中 取出了一柄天至尊层次的长剑 扔到了熔岩之中 这长剑掉到熔岩之中以后 顿时就被溶解掉 就像是没有进去过一样 天至尊神器就这么被溶解掉 那我掉下去 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被收入到空间洞天的黄金战绩 虽然是半步极尽神器 但是看到长剑被溶解掉 同样是心惊胆战 这种容颜 如果能收取一些就好了 在黄金战绩感慨的同时 夜商则是懂了收取一些的心思 如果能够将这种品词的容颜 收取一些 以后战斗的时候 说不定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听到这话 小五立刻传音道 让我们试一试 他能否输一些 有把握吗 小五说完 夜商就传音道 他不太希望 因为这种尝试 让永恒神塔直接损坏 自然是没有把握的 不过我们这里 不是有得来的半步极尽神器吗 试一试就知道了 被召唤出来 小五说了一句 就取出了巴掌大的一块材料 扔了进去观察起来 这块材料 是他从独角上面取下的 看 来自独角的材料进入以后 并没有立刻被溶解掉 死物如此 我们应该可以尝试一下 独角上取下的材料 扔进去以后 不像天至尊神器那样 直接被划掉 而是在里面坚持了很久 小五顿时来了信心 控制永恒神塔 尝试收取起来 第一次尝试 他仅仅收取了一壶左右的熔岩 发现在能量的帮助下 这些熔岩对自己没有帮助 小五顿时大量收取起来 直到收取了差不多一缸左右 小五说道 这些已经是我们的极限 如果再吸收 我们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 好 那就到此为止吧 贪多巧不来 夜商说完 就将永恒神塔收入到了空间洞天 而后开始习惯此地的钟离 差不多适应以后 他和永恒神塔等说了一句 就开始尝试跳跃 从一块岩石上 跳到另外的一块岩石上 朝着前方不停地跳跃 如此跳跃 还是很有效率的 这一关 我们应该能轻松度过 看到夜商轻松地完成 岩石之间的跳跃 黄极战绩立刻放松了 听到这话 小七立刻提醒道 不要掉以轻心 肯定不会如此简单的 我觉得也是 既然是传承的考验 肯定不会设置如此简单的关卡 若仅仅需要跳跃就可以通过 那未免太儿戏离戒 小五同样分析道 夜商想了一下说道 我觉得也是这样 不过 用来讲的 谁来突言吧 言语间 他继续朝前方跳跃 大概跳跃了两个时辰 也没有看到其他变化 而且看起来四周都是一样的 根本就看不到前路在何方 这时 黄极战绩到 我们是不是前进的方向 太过随意 不符合此地的路线呀 这个地方 看起来哪里都一样 应该没有什么规则 也就不存在对于错 一直向前就是了 继续前行中的夜商 坚定地说道 对于眼前差不多的静止 他早就已经习惯 随后的几个时辰里 夜商依然静止 朝前方行进 虽然看不到镜头 但他没有半点犹豫 一直朝前方跳跃着 哎哟 这样忙无目的的前行 能行吗 空间洞天中的荒际战绩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他的杀气很强 宁愿选择不停战斗 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折磨 这才几个时辰呢 你急什么 听到荒际战绩的话 小五立刻呵斥道 觉得他有些扰乱军心的意思 怕他影响到夜商的心情 无妨 荒际上西州没有那么多耐心 说点什么也是正常 此时的夜商 则是开口平息了一下 不过就在这时 开启着神龙之眼的他 突然看到 熔岩下面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黑影 那黑影从远处不停地 朝这边接近着 仔细一看夜商发现 熔岩下面是一头巨大的 熔岩孔狼 这头熔岩孔狼 大小不次于混沌天经兽 虽然是尚未天之尊的修为 但气息不次于半步寂静 十分的恐怖 看清楚熔岩孔狼的夜商 嘴角上扬道 黄姬出来吧 出去做什么 有战斗吗 黄姬阵几顿时一问道 你说对了 我们即将迎来一场恶战 永恒生他 也出来吧 夜商点头说了一句 就像永恒生他也召唤出来 看向远方的熔岩孔狼 道 熔岩孔狼 我看到你了 出来吧 没想到你的铜叔如此了得 向你吞噬 铜叔就是我的了 清楚自己被夜商发现的 熔岩孔狼 立刻从熔岩之中 站起身来 好一个大家伙呀 可以发现羽闷的心情啊 看清楚熔岩孔狼 荒季战绩 顿时兴奋道 看起来几乎是顶天立地模样的 熔岩孔狼 自是不屑的道 在此地 我熔岩孔狼是唯一的王 别以为你是半步寂静神奇 就了不起 大言不惭 看我们如何收拾你 黄极战绩又说了一句 就不再多言 安静等待夜商的召唤 此时的夜商则是在思寸 要如何对付眼前的熔岩孔狼 毕竟他在此地根本就不能飞 战斗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突然之间 夜商灵机一动 询问道 黄极 你能否变大一些 自然是能的 黄极战绩立刻回应道 好 你直接变成前程程 我们在这里移动不变 我准备站着不动 将与你战斗 熔岩孔狼马上就要攻击过来 夜商觉得 自己用跳跃根本躲避不开起攻击 顿时临时起义 让黄极战绩无限变大 听到这话 黄极战绩笑道 这样可以 让那个狼狗吃点苦头 而后就在夜商眼前 无限的变粗变长 等黄极战绩变得差不多有千丈长以后 夜商开口了 可以了 而后就将自己的手臂变长 手掌变大 将黄极战绩握在手里 只不过 只不过二人的大小差距太明显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蚂蚁手持着一棵参天古树 来这里的人不少 你还是第一个想到这样战斗的呢 不过 这根本就是徒劳的儿戏 看到夜商将黄极战绩变长 熔岩恐狼咆哮一声 就凶了 朝这边冲来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停地将熔岩激荡起来 朝夜商的位置射来 面对这些熔岩 夜商跳跃着躲避起来 与此同时 他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天灭地 并且将凤凰血脉计划 轻锋战甲开启 挥动荒记战绩 硬生生地 朝熔岩恐狼排击过去 这一击速度非常快 熔岩恐狼想要躲避 已经是来不及 直接就被排飞出去 轰然倒在熔岩之中 等熔岩恐狼起身以后 立刻正名地吼叫道 休明天狼降临 随着熔岩恐狼的怒吼 一个更为巨大的魔狼 顿时从天而降 这个休明天狼虽然是灵魂体 但气息十分强大 和熔岩恐狼差不多 出现以后 休明天狼就仰天长笑一声 而后就朝着夜商扑上来 熔岩恐狼也没有落后 同时发起攻击 在他看来 夜商根本就没有能力 同时抵御他们两个的攻击 这时候 夜商面对两头巨狼的攻击 立刻传言给小五道 将吸收女修机里的攻击 分别朝两狼打出一次 好的 这一次吸收女修和他的神器 一共运粘出七次攻击 应付眼前 已经足够了 小五回应一句 就在夜商攻击熔岩恐狼的同时 朝两狼分别打出一击 原本觉得圣券在握的熔岩恐狼 刚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不起眼的永恒神塔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他也是半步寂静神器 根本就没躲过去 硬生生的就被永恒神塔轰重 做得好 眼见永恒神塔将两狼轰飞 夜商赞美一句的同时 朝熔岩恐狼打出一招神之一枪 同时酝酿神魂之力 朝幽冥天狼轰出龙银凤银 原本就被永恒神塔轰得受伤的两狼 先后遭遇到这种强度的攻击 顿时丢掉半条星 随后 虽然在不停的试诈手段 但最终还是被夜商击杀掉 将两狼击杀掉 夜商所处位置的上空 顿时就出现了一个漩涡状的黑洞 这个黑洞和他进入此地的时候差不多 他没有犹豫 将荒季战器和永恒神塔收了进去 就跳到了黑洞之中 等再次出现之时 夜商发现 出现在了一方极其邪恶的小世界中 这个小世界 看起来像是一片静谧的药田 但药田里种着的竟然都是修士 远远看去密密麻麻的 都是修士露出的脑袋 他们从腰部往下的位置 都被种在泥土里 看起来极为邪意 估计 没有上万修士被种在这里 观其兮应该都是天之村 上万个天之村被种在药田里 做这些的人 是在通报什么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发现 眼前的这些人都是天之村 顿时宁眉道 眼前的画面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让他看着有些头皮发麻 然后是见多识广的永恒神塔 和药迹战绩 看到眼前的画面 也不仅有些难受 小五推测道 我想 是不是有人 在利用这些天之村 用他们的身躯 滋养眼前的药田 否则 说不通了 我倒是觉得 是有人在用这药田 来滋养这些凶士 想将他们培养成 战斗力恐怖的怪物 化为人形的荒界战绩 则是缓缓地说道 听他们这么一说 夜商点了点头 道 很可能 是像你们分析的一样 不过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必须要通过眼前这里 坏了 这里又不能飞 那我们 不是必须要一步一步 从眼前的药田通过了 随后 荒记战绩 试验了一下发现 眼前的这片小世界 和熔岩那边一样 依然不能飞行 确实不能飞行 看来 我们需要从这药田 慢慢穿行过去 夜商同样试验了一下 全人真的不能飞行以后 他就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道 你们看看 眼前是否有阵法 破镜铜锤被召唤出来 观察了一下 熊锤道 阵法道什么用 但我感觉 眼前有些善人呢 这些被种下去的修士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醒过来死的 是啊 这地方也太过诡异了一些 如果我有汗毛 肯定倒数起来 荒芥战绩认同地说道 这时候 小五 木人开口道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尝试一下 哦 什么方法 你说 夜商转头 看向手臂大小 悬浮在他肩头的永恒神塔道 我们永恒神塔 可是能吸收各种事实和神器 转化为能量的 不如由我们出手 将眼前这些全部吸入进去 你觉得如何 小五一字一句地说道 虽然吸收过无数的食神和神器 但眼前太过诡异 他也不确定会引发什么后果 听到这话 夜商沉吟了一下道 反正他们之间有一点的距离 这样吧 我们先步行缓慢通过 如果有情况 你再尝试 如何 这样也好 小五回应了一句 就不再多言 第1907集 而后 夜商寻问道 你们是进入我的空间冻天 还是留在外面 此地没有阵门 我们留下也没用 还是进去吧 夜商说完 破镜铜锤的熊锤就说了一句 随后他们被收入到空间冻天 至于永恒神塔和荒极战绩 担心夜商会出事都留在了外面 于是 夜商肩顶永恒神塔 手握荒极战绩 硬着头皮 朝种植着无数修士的药天走去 如果这里不是必经之地 他肯定不会做如此选择 而这些被种植着的修士 每一个之间的距离 差不多是三丈左右 中间的缝隙 工人行走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 踏上药田 夜商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脚下的泥土很是湿润 踩踏上去以后 就连脚步都会陷入到泥土中 看了看周围 那些羡慕到腰的修士 荒极战绩有些担忧的道 夜商 你可要小心一些呀 千万不要陷入太深 如果像这些人一样被种在这里 那可就糟了 我也不想往泥土里踩 但我在此地根本漂浮不起来 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 夜商有些无奈的说道 作为当事人 他自然也是头皮发麻 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遭被中的修士 而此时的永恒神塔 也已经立在夜商的肩膀上 进入到药田野后 他们也不能悬浮了 显然是受到了什么压制 不好 我怎么看到前面的一个修士 睁开眼睛冲着我笑呢 就在此时 荒极战绩突然喝到 在哪儿 听到这话 夜商顿时惊疑地问道 此时的他完全是高强度的紧张状态 就是左前方的第三个 你看 现在他还在笑呢 荒极战绩道 夜商朝他提醒的位置一看 可不是吗 果然又一个修士睁开了眼睛 正在朝着他们笑着 那种笑容 看起来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夜商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觉得有些神人 但转眼一想 他顿时被激发起怒气 冷横道 故弄寻序而已 我们不用理会 他觉得 无论身处何地 心中都必须要有一往无前的无敌之心 虽然此地很慎人 让人感觉头皮发麻 但他必须稳定住心身 好吧 听到夜商这样说 荒极战绩顿时应了一声 而后向其他的方向看去 夜商则是再次 看向了宁笑着的修士道 你都被种在这里了 还有什么可笑的 老老实实安眠吧 否则 只能比现在更惨 说完以后 他就冷着脸继续往前走 只不过 刚走了几步 他就发现 自己陷入泥土的脚 被一双冰冷的手给抓住了 终于按捺不住了吗 被抓住双脚的夜商 朗哼一声 就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而后硬生生地将左脚抬出来 一只苍白的手 则依然钻在其脚踝处 还不放手 荒极 斩 夜商看到苍白的手依然在抓着他 顿时挥动荒极阵棘 斩了下去 这只苍白的手瞬间被斩断 而后夜商又如法刨斥 将另外的一只手 用荒极阵棘斩断 在荒极担忧的话语中继续前行 走了一会儿夜商看向荒极阵棘道 你身上有惊天杀气 为何胆子这么小呢 这一点都不合理 不是我胆子小 还是此地太过瘆人 荒极阵棘无奈地说了一句 而后他惊恐道 坏了坏了 怎么回事 什么坏了 听到荒极阵棘的话 夜商顿时中没问道 这不是我故意扰乱居心 你看一看哪 周围的修士全部都睁开了眼睛 并且在看我们 荒极阵棘知道自己大呼小叫 夜商有些不愿 顿时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话 夜商放眼一看 可不是吗 上万个被种在药田里的修士 此时都已经睁开眼眸 朝他这边看了 那眼神一个比一个神人 比这么多诡异的修士 用如此诡异的眼神盯着 还真是有些难受 发现诸多修士 确实都已经睁眼 夜商就没有责怪荒极阵棘 不过 根本就不能飞 只能一步一步前行的他 顿时觉得有些压力 并且走起来脚步越来越沉 如果只是一般的夏威天之寸 走在此时的药田之中 恐怕已经是寸步难行 靠 这些有魔鬼怪 同时开始笑了 这时 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荒界战绩 又开口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的夜商 道 不要看他们了 我们心无盆我 继续前行 好吧 我自行屏蔽 不再看了 回应了一句的荒界战绩 干脆将自己的感知屏蔽掉 不闻也不问 这样也可以 省得被他们影响到心神 夜商说了一句 就继续前行 这时候和他们接触不太多的小八 开口问道 我很好奇 你看到这些诡异的东西 难道心里就一点不懂都没有吗 和夜商以前的经历比起来 眼前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还不至于让他畏首畏畏 小八问完 小七就回应道 他和夜商接触的时间最长 并且听说过夜商以往的所有经历 了解其心智是多么的坚定 又有东西在撞我的脚踝 就在此时 夜商的面色突然一凝 而后左脚猛然用力从泥土中拔出来 这一次 他的脚上竟然抓着三只苍白的手 随着他将脚抬高 那些手臂顿时跟着变长 荒极阵脊 斩 夜商再次用荒极阵脊朝着这些手臂斩去 但却发现 这些手臂被斩断以后 瞬间又重新生长出来 怎么回事啊 看到夜商腿上抓着的三只手 被斩断又生长出来 小五顿时开口问道 我也不清楚 这些手臂会重生 不但我处理 我们不能在此地孤独纠缠 夜商说了一句 就不再对这些手臂攻击 而是加快速度朝前方奔跑 随着夜商在药田中不断地奔跑 抓在他腿上的手臂越来越多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让人不忍之事 被这些手臂拉着 夜商已经跑不起来 只能一步一步朝前方走 经过不停地奔走 距离药田外还剩下两百丈的距离 夜商 你没事吧 我们能做些什么 眼间夜商走起来越来越艰难 小七立刻关切地问道 应该是帮不上我什么 我好像知道 这个关卡是如何设置的了 夜商艰难前行的同时 说道 这里应该是需要 在这些雄师的拉扯下 走出眼前的这片药田 否则 就会永远被种子这里 估计是这样的 还真是有些难缠 小七听完就说道 我们祝你一辈之力 而后 就从永恒神塔之中 去出了一枚 椭圆形的丹药 道 这是我们前些十日 酝酿出的大力丹 服用之后 可以在半个时辰之内 将力量提升十倍 只不过这段时间里 神魂之力也会降低十倍 眼前 你最需要的就是力量 赶紧服用吧 这枚丹药 是永恒神塔 吸收独角能量 酝酿出来的 只不过 对于夜商战斗的时候 没有什么帮助 也就没有提起 眼前见夜商遭遇如此难关 立刻取了出来 细了 这东西此时还真是很有用 结果这枚丹药的夜商 没有犹豫 立刻将其服下 而后继续负重前行 大概半个时辰 在药力的支撑下 他成功走到了距离药田 还剩下五十丈的距离 只不过走到这里 药力彻底的消散 力量瞬间降低很多的夜商 马上感觉自己被控制住 在诸多手的拉扯下 他根本就没有抬腿的能力 他立刻询问道 小气 还有没有那种弹药 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就酝酿出一枚 小气无奈地回应道 没关系 我自己想办法 夜商感觉到 自己在无法抬腿的情况下 身躯在不停地向下沉 此时已经快沉到膝盖的位置 他不该有任何大意 立刻施展出毁天灭地 并且激活凤凰血脉和清凤战甲 以及功德之龙 在他们的帮助下 夜商用荒稽战戟做支撑 再次抬腿向前 又走了大概三十丈 还剩下二十丈左右的时候 他再一次被束缚住 此时 抓在他腿上的手已经数不清楚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身躯开始继续下沉 整个膝盖都被磨了过去 夜商 我帮你 在这种情况下 荒稽战绩突然化为人形 站在一旁拉扯夜商 想把他往上拉扯 只不过 荒稽战绩才刚刚化作人形 就一样被很多双手 抓住双腿 他也跟着下沉起来 荒稽 将荒稽战绩的遭遇 看在眼里 夜商彻底着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撕存了一下 立刻打出降龙至尊书 将昆鹏给召唤出来 想让他 将他们拉出去 然而 这昆鹏才刚刚出现 就木然跌落在地 被药田 得吸收进去 简直一点水话都没有记起 这个地方还真是恐怖 我们不会有雨落在此地 永远做 荒稽战绩眼前 他和夜商逐渐下沉 顿时慌乱地说道 只不过 他刚说到一半 夜商就将其打断道 我们会成功离开这里的 说完这一句 他就好道 永恒神他 永恒神他 给我将附近的这些赤美王粮 全部吸入进去 原本他是没有准备动用这一招的 但眼前他几乎是尽了全力 却还是走不出去 顿时不管不顾了 好 我们尝试一下 听到夜商的话 小五立刻回应道 什么尝试啊 我们一定会将他们 全部都吸入进去 上他们畅划 向我来控制永恒神塔 小七则是大吼一声 将永恒神塔的控制权掌握 立刻开始吸收 附近那些被埋在药天里的修饰 很快 就将附近的几十个修饰 全部吸入进去 将他们吸入进去以后 小七立刻询问道 医生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感觉好一些 轻松了一些 能还不够 动不了 回应一句的夜商 和荒芥战戟一样 已经被摸到大腿的位置 看起来十分危险 那我继续收取 将夜商的窘境看在眼里 小七再次收入其附近的修饰 只不过 刚刚收取了一百多个 他就发现 永恒神塔 无法再继续吸入 他顿时不解道 这是怎么了 这应该是药田的力量抽手 阻止你将所有的修饰 全部吸入进去 身处药田之中的夜商 在永恒神塔 收取修饰的时候 感觉到一股 无比狂躁的力量 这种狂躁的力量 出现的时候 立刻就将所有修饰 全部束缚住 在这种情况下 夜商和荒芥战戟 根本一点都动不了 夜商你别着急 我立刻将西路的修饰 全部炼化为能量 让你有能力走出去 将夜商的状况看在眼里 小七说了一句 就利用永恒神塔 快速为夜商凝聚力量 他是真心怕夜商会完全陷落 永远地留在眼前的药田之中 小七 谢谢你 而此时的夜商 则是不停地在努力 虽然抬不起腿 但他一直在挣扎 不让自己心弱得太快 只不过 此时的荒芥战绩 已经是越陷越深 眼看就要被摸到腰的位置 夜商立刻说道 荒芥 快变回腔型 而且变得长一些 否则 你恐怕会永远被中在这里 不行 我觉得不能留在这里 想起眼前的这些修饰的争鸣 荒芥战绩说了一句 就变回战绩的模样 只不过 和夜商想的不太一样 荒芥战绩变回战绩以后 并不能变长 而是继续保持眼前的模样 夜商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束缚住 只能在人形和战绩之间切换 根本不能做出其他变化 并且 我也实在挣扎不动 眼前自己越陷越深 荒芥战绩无奈地说道 他一直在努力 但无奈在力量上 根本就做不到 你别急 我再想想办法 夜商说了一句 就开始思索起对策 想了一想 他宁没道 看来 只有动用神区中的戒灵血脉了 这件事 戒灵应该不会介意吧 与此同时传言给戒灵 结果 自然是联系不上 而后 他猛然将戒灵血脉 施展了出来 第1908集 再次艰难地将腿抬起 缓缓地朝药田外挪动 只不过 眼前夜商就要走出药田 最后一排的一个修士 突然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整个人都爬到他身上 将其狠狠地挽回了 被一个修士拉住 自然是没什么的 但就在夜商挣扎 就要将其挣脱 离开药田的时候 其他的一些修士 纷纷抓住这个南修的大腿 狠狠地拉扯起来 被这些修士这么一拉 夜商再次陷入到艰难的境地中 你们还真是没完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夜商直接暴怒起来 道 既然你们没完没了 那我们就好好玩玩 随后他干脆不再挣脱 而是取出黄金天脊 朝这些修士打出烈焰伏魔枪 并且在烈焰之中 加入功德之力 在功德之力的帮助下 被轰重的修士立刻缩回手 功德之力好像很有作用 看到被击中的修士立刻缩回手 萧綦顿时惊喜道 看看什么说后了 功德之力对付这些耻眉亡凉 是最有作用的 人们我以为 功德之力层次太低 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而后他就用功德之力 将自己和黄金战机包围住 继续在药天之中行进起来 被功德之力包裹住身体 夜商立刻感觉到压力小了很多 这种感觉让其一身轻松 很快就走出药天 真是不容易啊 被夜商拉扯着走出药天的荒际战机 刚刚离开药天 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顿时感慨地说道 还真是多亏了功德之力 只可惜已经很久没有让功德之力提升了 夜商则是感谢其功德之力 刚刚的一刻 如果不是功德之力起到很好的作用 那他今日说不定会留在这里 那样可叫悲剧了 这就是吉人自有天下 看 那个漩涡又出现了 这时候 荒际战机抬头一看 顿时看到 虚空之上又出现了一个漩涡 那还犹豫什么 我们走 小七听到这话 立刻开口说道 对于眼前的这片区域 他是真的不想做过多的停留 这个时候 夜商则是说道 不急 刚刚消耗太大 我要恢复一下 说完以后 就吞服丹药 在原地休息起来 等到恢复得差不多 他这才带着永恒神塔和荒际战机 一同飞进漩涡之中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夜商第一眼就发现 他们出现在了一个宽广的山洞之中 这个山洞虽然漆黑一片 但是夜商有渗龙之眼 开启之后 一观看 顿时看到 山洞的深处 有一个半不及境的狼头人 你能看到我 传观者 在夜商开启渗龙之眼以后 原本背对着他的狼头人 顿时转过身躯 我能看到 你是什么人 夜商看向狼头人 思存起 说是战斗 要如何才能将其击败 将夜商的表现 看在眼里 这个狼头人笑道 我留在这里 不是为了与你一战 那是为了什么 黄继战机立刻询问他 我是守观者 但守在这里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检验闯关者是否有资格 得到我们狼族的传承 狼头人说了一句 就看向夜商道 不要抵抗 我来检验一下你的天赋 我 也是你最后的考验 不抵抗 让你检验 拉倒吧 夜商 战斗 眼见狼头人这样说 黄继战机立刻爆发起来 不用夜商控制 就猛然朝狼头人红去 你增加了考验的难度 看到黄继战机朝自己打出一击 半步寂静的狼头人 顿时怒吼道 随后拍出一爪 和黄继战机对轰到一起 黄继战机被狼头人一下子拍飞 飞回夜商的手里 道 夜商 只要我们将其打败就可以了 你不要详细其鬼话 放心 我不是小孩子 夜商将荒迹震气 攥在手中 指向半步寂静的狼头人 道 来吧 我们一战 既然你不是台职 那就不要怪我一大欺小 半步寂静的狼头人 仰天长笑一声 就挥舞起狼爪朝夜商攻来 他的攻击看似简单 实际上 速度非常快 夜商第一时间就将33天战斗密法等状态全部激活 并且将永恒神塔给召唤出来 让永恒神塔直接对着半步寂静的狼头人展开攻击 收到 应了一声的小五 立刻控制永恒神塔对半步寂静的狼头人打出一击 与此同时 夜商控制的荒迹战绩也和狼头人短兵相接 这狼头人的速度快 一双利爪也很特别 和荒迹战绩对轰竟然一点不落下风 眼人是被狼头人炼制成了半步寂静的品次 他隐隐要压着夜商一头 但是永恒神塔轰出一击的时候 半步寂静的狼头人虽然在察觉到了就选择躲避 不过并没有躲避成功 还是被这一击轰击在胸口 狼头人被轰中的胸口 看起来就像是被开膛破肚了一样 看起来十分狼狈 但很快 他的身躯就重新恢复过来 很显然 他的恢复能力十分强大 这时候 狼头人也彻底暴怒起来 狂笑道 真是找死 你们一个修士 两个神器 近日都会被毁掉 你恐怕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面对狼头人的恐吓 夜商喝着一局 就打出三十三道自绝 而后又打出神员困针 配合着将其禁锢中 最后轰出了净化版的神志一枪 猛然轰击在狼头人的身上 这一次 狼头人受的伤比刚刚那一下还要严重 只不过 没过多久 他就又恢复过来 这恢复能力简直太变态了 这 我们又如何才能取胜啊 眼见狼头人如此迅速的就恢复过来 荒稽站起 没好奇的说了一句 他虽然连续两次都恢复过来 但气息减入了不少 我们是要连续消耗 应该就能将其震胜 用渗龙之眼观察着狼头人的夜伤 则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 狼头人虽然恢复能力十分强大 但是 他恢复是需要消耗自身能量的 连续恢复两次 让其身上的气息减弱了差不多两成 这么看来 他只要再恢复两三次 那战斗力 基本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毕竟眼前的他已经比夜伤强不了多少 如果实力再降低下去 很可能没有永恒神塔和荒稽站起的帮助 夜伤也能预期一战 对 应该就是如此 小五同样观察到狼头人的状态 已经没有刚才出现时那么恐怖了 既然这样 那我们继续猛空吧 我还有手都没有拿出来 黄继站起听到夜伤和小五的话 顿时就兴奋起来 实际上 被困在这些小世界里 让他觉得 自身像是被遭遇了束缚一样 很不舒服 恨不得立刻逃出升天 好 你是准备动用 站起的绝取了 听到这话 夜伤立刻问道 黄继站起应道 是的 我准备将战绩的绝学传授给你 你收好了 说完以后 他就传应给夜伤 传授其绝学的要点 这本身就是战绩的绝学 夜伤听完以后 瞬间就领悟出来 立刻 朝眼前的狼头人施展出一招 黄继 无尽斩 这一招斩出来以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斩 但实际上 却是在一瞬间打出了万千次攻击 攻击速度相当之夸张 单单凭借夜伤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 狼王笑天 面对这一招黄继无尽斩 狼头人立刻施展出了自己的绝学 他的这一招同样是自己的压箱底绝学 吼出来以后立刻震天动地 夜伤用黄继战节打出的无数的轰击 都被直接震碎 十分的霸道 这怎么可能 看到自己的绝学全部被轰碎 黄继战继立刻不可思议到 他完全没有想到 狼头人能爆发出如此威力的攻击 轰 就在他私存的时候 他和夜伤全部被狼头人的这一招轰飞 好强的一招 你想到这狼头人 如此厉害 缓缓从地面上站立起来的夜伤 顿时感觉神魂有些受损 感觉非常难受 头疼的厉害 这算什么 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狼狂血脉 此时 狼头人身上的气息 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不停变强 等到其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 他再次朝夜伤打出一击 不好 这一击虽然不是神魂攻击 但绝对比刚刚的一招还要强 黄极战机感受到狼头人一击的恐怖顿时惊愕起来 刚刚的一击让夜伤的神魂受损 他怕这一招会让其直接陨落 不信 他的一击虽然强 但还没有到无法破解的程度 感受到荒极战机的不安 夜伤说了一句 就传言给小五 道 小五 再次打出一击 同时将你收取的容颜 朝他打出三分之一 好 听到夜伤的传言 小五没有半点犹豫 就再次利用永恒神塔打出一击 这一击和他刚刚打出的差不多 对此狼头人没有太过在意 依然朝着夜伤攻击 这时候永恒神塔在距离他很近的位置 猛然轰出收取的炙热容颜 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距离夜伤太近 狼头人根本就没有躲过这一击 被这些炙热的容颜沾身 立刻疼得他不停嘶吼起来 他的凶猛一击也因此被打断 这时候夜伤大吼道 荒鸡阵戟 配合我将其击杀 而日后就手持荒鸡阵戟 连续朝被容颜分烧的狼头人轰击 几时吸过后 不可一世的狼头人就彻底被杀掉了 嗯 很好 你通过了测试 可以得到我的传承 就在此时 虚空中响起一个颇为深邃的声音 谁 速速献身 说是有机缘就直接出来 不要藏头鹿尾 荒鸡阵战绩听到这个声音 并没有感知到对方身在何处 顿时开口贺文道 一路上他和夜伤经历的都是战斗 对于这种所谓的机缘是十分警惕的 闭嘴 车里没有你的事 不要跟着灿祸 这时一个巨大的人狼虚影出现在虚空之中 人狼虚影呵斥了荒芥战绩一句就看向夜伤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什么势力 我救夜伤 不属于任何势力 只为家人和朋友而战 当然 若是自己所在的介遇受到威胁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一夜伤看向人狼虚影 目然就是一阵心惊 因为这人狼虚影 竟然超越了半步寂静的层次 超越半步寂静 那显然就是激进高手了 他想了一下 按照本心说道 没有做什么隐瞒 但是没有说出永恒至尊界的名字 此时 荒芥战绩传言给夜伤道 眼前这个存在 生前应当是激进 前面咕咙玄虚都是可以理解 激进高手的传承 全都不简单 一定要得到 我说过 这里没你的事情 让你老实一些 怎么就不听呢 荒芥战绩的传音 直接被人狼虚影听到 他木然打出一道光圈 将荒芥战绩封印在其中 道 在里面反省十万年 在这十万年里 你是绝对安全的 但无论世界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你都不能出来 前辈 我的朋友也是好意 还请您高抬贵手 将其封印解除 看到狼人虚影打出的封印 眼上确认自己根本就解除不掉 立刻开口求情道 他自然不想让荒芥战绩 被囚禁十万年 虽然刚刚得到荒芥战绩不久 但双方已经并迁作战多长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 人狼虚影则是说道 先不管他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你不为任何势力而战 这件事让人很满意 然后呢 可以得到您的传承吗 夜商直接了当地问道 第1909集 吻作喜欢你这个直接了当的性格 人狼虚影赞美了一句 而后道 你已经通过我的所有考验 自然能得到我的传承 只不过 在赐予你传承之前 我想让你答应一件事 需要答应前辈什么事 夜商看向对方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来自其他界域的人 当年进入迷雾区 和三大极境高手一战 而后陨落在此地 尸骨被无极尊做成了傀儡 我想让你修炼有成以后 夺回我的尸骨 将其安葬在我的家乡 人狼虚影缓缓缓说道 说完以后 他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是我们那个界域第一个突破之极境的 无敌以后就到处寻找其他界域的高手对战 没想到进入这迷雾区 打败密集尊以后 他又召唤来了另外两个集尊 我一一敌散 被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是啊 迷雾区这三个集尊 确实很可怕 最关键的是 他们一直抱团在一起 无所在的监狱 就被他们几个灭掉过 爷爷商同样有些感慨地说道 到了今时今日 他已经不将三大集尊来自迷雾区的事情放在心上 原来我们都是那三大集尊的敌人 那事情就好办了 人拉虚影毕竟生前是集尊 自然能够感觉出夜商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他沉吟了一下说道 那你也应该知道 三大集尊是多么可怕的存在吧 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未来肯定会和他们对上 你说的事情我可以答应 不过能否完成那就不一定了 毕竟他们三个是老牌集尊 一眼商开口说道 这不是他在谦虚 三大集尊每一个都十分可怕 他和炎两个人应该很难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可以帮长生至尊 寻找到和谁的身躯三对三 那就不一样了 你说的有道理 凭借你个人力量 想要战胜三大集尊 恐怕是不可能的 这样吧 在我的家乡 有一个天赋不错的年轻人 他得到了我的传承 目前有可能已经是集尊 等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 可以去找他 让他帮忙与你一起战斗 人狼血影说了一句就继续道 当然 这些需要建立在 三大集尊没有找到我家乡的情况下 我知道了 前辈可以将您的家乡情况告诉我 等我达到寂静实力以后 会前去一趟 夜叶商点头说道 突然得知有可能找到一个盟友 他感觉自然是不错的 好 既然事情已经说定 那你就准备接受我的传承吧 不过 眼前我能传承的 只有天赋血脉 以及一些经验 人狼血影说完以后 就伸出一根手指 点在了夜商的额头上 继续道 我是人狼一族中的第一强者 自然也是最强血脉的拥有者 亦是人狼之王 你得到我的血脉 就拥有了我们人狼一族最强的恢复能力 颤抖以后 只要你不像我一样 被对手直接描杀 就能快速恢复过来 多谢前辈的传承 不知 前辈的传承在哪里 夜叶商疑惑地问道 我的家乡 等你拥有了寂静的实力 就可以自行知道 下面我会将自己所知所学 全部告知你 只不过我拥有的术法 大多适合人狼族 不太适合你 你不见得能用上 至于阵法党 你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人狼族尊说完以后 就开始传承夜叶商一些经验 将这些收获以后 夜叶商立刻感激道 多谢人狼族尊 我会将你 安葬回故乡的 那就多谢了 我的残魂 被禁锢在这里已经无数年 如今终于可以解脱了 人狼族尊说了一句 就彻底消失在天地之间 对于他的消失 夜上没有挽留 他清楚 对方这样离开 是因为心愿一亮 你想到 世间还有另外的介遇 以及其他旗尊 如果当时 人狼旗尊 与我们永恒之尊界的两个旗尊 和三大旗尊一起战斗 说不定 被灭掉的 就是三大旗尊了 小五等人狼旗尊消失以后 有些遗憾地说道 这就是命数 不过 若是当年人狼旗尊 遇见的是严旗尊 或者是严恒之前辈 并且展开战斗 那我们永恒之尊界 或许都不存在了 夜上笑着说道 这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 荒祭战己 依然被能量封印着 根本就不能言语 看着被封印着的荒祭战己 夜上抱歉道 荒祭兄 对不住了 等我有了寂静实力 会第一时间帮你解除眼前的封印 刚才人狼旗尊消失得太快 你的事情和古关的事情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 只不过 此时的荒祭战己啊 根本就没有回应的能力 夜上叹息一声 就将其收录到了空间洞天之中 其实 刚刚不是他不愿意讲 而是人狼极尊 气场十分强大 将节奏完全压住 没给他开口说其他事情的机会 这是极尊的一项基本能力 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 这时候 小五 木人说道 医生 你看虚空之下 出现了一个漩涡 这应该是我们离开的传送门吧 听到这话 夜上立刻抬起头来 果然看到了一个漩涡 唐勇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周遭 而后说道 这里没有其他机关 我们应该 只能进入这个漩涡 走吧 说完以后 夜上 鞠躬朝人狼脊尊消失的位置 败了三下 就朝漩涡飞去 进入到漩涡 经过短暂的眩晕感 夜上终于成功落地 出现在了小庙的门口 看到夜上的出现 穿着道袍的老郎 顿时惊讶道 你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那么 你是得到传承了 是的 我得到了人狼脊尊的一些传承 另外 我进去了多久 听到这话 夜上对着他施展了一下人狼之力 看到夜上施展人狼脊尊的血脉之力 眼前的狼头人立刻跪拜道 拜见王上 您进去还不到实习 还不到实习 在里面那么久 万民竟然还不到实习 脊尊的能力果然不一般 赞叹了一下 夜上就继续说道 静静 你不用如此 我不是人狼脊尊 只不过是得到了他的部分血脉传承 夜上清楚 自己得到的只是人狼脊尊的一部分血脉 如果得到的是全部 他肯定能够在原地化身为人狼 对于人狼族没有太大的归属感 现在被眼前的狼头人叫王上 感觉到有些尴尬 听到这话 跪在地上的老狼顿时说道 您得到了王上的血脉传承 就是我人狼一族的姓王 可是我并不是人狼 这个王上做不了 这件事 你不要说了 夜上直接了当地拒绝道 听到这话 眼前的老狼有些黯然 不过他还是继续说道 狼猴 愿意追随主人 为主人而战 他没有继续提起王上的字眼 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听到这话 夜上问道 你是人狼吗 当年人狼集尊战死 你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我是王上大人 在此地创造出来的 并不是来自他的家乡 狼猴立刻解释道 听到这话 夜上说道 这样 那你以后跟着我吧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是 主人 狼猴应了一声 就从地面站起 问道 主人下面准备去哪里 我们现在身处露天战场的一处古迹之中 母亲来说 直接寻找机缘 而后再说其他的 夜上说了一句 就到 我们先离开眼前的小庙吧 是 主人 狼猴说完 就跟在夜上的身后 而走在前面的夜上 将小庙外围的门打开 顿时看到 正在等待的 季灵 婆娑女 和苏雷 此时 苏雷的头顶的雷姐 已经变得十分恐怖 看到三女 夜上有些歉意道 这次不好意思了 里面的机缘 又被我得到了 下一次再有机会 我会让给你们三个 说这些做什么 你让我们进去 说不定我们已经云落了 你得到的是什么机缘 听到这话 婆娑女客气了一句 就询问道 是因为前辈的部分血脉 这个血脉 是用来恢复生死的 有它的存在 我以后就可以 无限地施展 毁天灭地了 夜上开口解释道 人狼血脉 恢复能力十分强大 就算是施展毁天灭地 也能够迅速地恢复过来 这对于夜上来说 是很大的收获 听到这话 苏雷恭喜道 那真是要恭喜你了 这可是非常的提升啊 是的 所以对于你们 我还是有些歉意的 夜上叹息了一声 就将狼猴介绍给三女 几人打完招呼 借灵看向夜上道 下面我们还在 造化神殿停留吗 如果你们想停留 我陪你们寻找一下机缘 毕竟封印还没有被捧出 黄吉和思敏他们 应该还没有来 夜上看了眼三女 发现他们明显都想继续寻找下去 于是开口说道 他猜测自己得到的 就是造化神殿最大的造化 至于传言中的神器 还是有希望获得的 因此没有拒绝 好 那我们抓紧时间 毕竟苏雷只能撑一日 婆娑女说完 就带落在附近 搜索了起来 大概用了半日的时间 三女确实有一些收获 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大机缘 更没有寻找到传言中的神器 复活过来的干尸 倒是遭遇了不少 只不过 这些干尸基本都害怕 苏雷的雷姐 因此不敢怎么靠近 实在寻不到神器 众人回到传送之外 站在传送之一旁 剑林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你们说 这里有如此多的干尸 是不是就算荒姬和思面倒来 也会遭受危机呢 那是自然 虽然大家都能以一战多 但这里的天至尊干尸 数量太多 几个人肯定顶不住 荒姬和思命就算再强 应该也不能将这里的所有干尸 都击杀掉吧 婆娑女开口分析道 这些干尸 虽然没有什么灵质 但战斗力还是十分强大的 很好 那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去了 听到婆娑女赞同的话 剑林笑道 这一次 那两位副院长下面的人 什么都没得到 还有殒命的危险 我很满意 咱们走吧 从传送朕出来以后 剑林看向夜上问道 下面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去露天学院的管辖地 看一看朋友 而后 陪苏磊回一趟家乡 让他回家看一看 至于后面的计划 应该是尽量提升实力 冲击寂静 对于自己的计划 夜上没有什么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既然你想冲击寂静 那么你必须加入院中院 只有进入院中院 才能得到最好的资源 和强大的传承 你看这样如何 我将你引荐给姬萱副院长 让他将你推荐进院中院 剑林看向夜商说道 好 我有进入院中院的资格吗 夜商疑惑地问道 进入院中院提升实力 并且为长生至尊 寻找何时的身躯 这是夜商在露天学院 最想做的事情 此时 听到戒林的话 顿时来了兴趣 资格自然是有的 不过被姬萱副院长 引入到院中院 会遭遇另外两方的针对 如果你不怕的话 以你的天赋 应该随时都可以进入 戒林看向夜商 凝重地问道 他就是被姬萱副院长 引荐进院中院的 然后就一直遭遇 另外两个方面的打压 让其任何活动都举步维艰 不过也坚持了过来 这件事 他没有对夜商隐瞒 用人的地方就有紧张 和金如院中院相比 本真的不算什么 以夜商谋光坚定地 看向杰林道 好 既然有你这句话 那就好办了 随我去见姬萱老师吧 戒林和夜商说完 又看向婆娼女和苏雷道 两位 你们不用失望 虽然你们二人 不能直接以学员的身份 进入院中院 但是可以以夜魔随从的身份进入 说是随从 相信夜魔不会挥探你们的 修炼条件和资源 要比外面强上百倍 放心吧 我们天赋有限 不会好高无援 如果能跟随夜兄 进入院中院 快速地提升实力 那自然是好的 婆娑女 看向借林道 特清楚 自己虽然属于天才的分手 但在院中院里 绝对不是顶尖妖孽级别 至于苏勒 那就更不用说了 本身就已经是臣服于夜商 对于这件事无所谓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夜商看向两女道 冯夕 大家都是朋友 我能在院中院里得到什么资源 就会为你们争取什么资源 大家一起提升 第1910集 院中院是三大集尊 为培养出新的集尊而创建的 你们只要展露出相应的天赋 就算是追随夜魔进入 也必然会受到重视 加油吧 借灵和两女又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我已经传音给纪萱老师 现在就可以过去 好 请带路吧 夜商朝借灵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让其带路 他们三人则是跟在借灵身后 借灵带着三人飞行了一段距离 突然传音给夜商道 夜魔 如果你能加入院中院 我的借灵血脉 你可以随意施展 不会再受到限制 这样对你自保有利 那就多谢了 借灵血脉还是十分强大的 听到这话 夜商立刻感激动 私存了一下他说道 以后你有什么麻烦 可以尽管低 我能帮忙的 一定不会拒绝 院中院里 比我们强大的修士 比比皆是 甚至半步寂静都有不少 我们尽量相互扶持 一起成长吧 等你进入就会清楚 在那里生存是很困难的 借灵有些感慨地说道 他的天赋不错 但是进入院中院以后 顿时遭受打击 如果不是 吉宣副院长力宝 早就被击杀了 有强大的对手 才有强大的动力 我喜欢这种挑战 夜商明白借灵的意思 心中的战意 跟着无限强打起来 对于你来说 挑战肯定不会少 因为如果加入 你就是院中院 有史以来 境界最低的 肯定会有人找你麻烦 七眼灵回眸看了眼 夜商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清楚 夜商也这样地修为 进入院中院 就相当于是开了群巢 折服 不过选择折服不进入 又是浪费时光 寻往地处流 人往高处走 七点地不算是坏事 如果遭遇真对 那就用拳头来打开 夜商能想象 自己将遭遇到 怎样的针对 但一点没有畏惧的意思 从修炼开始 他就遭遇各种难关 但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没过多久 四人就飞到了 金轩副院长所在的位置 杰铃宝寒歉意地看了两女一眼 就带着夜商进去见人 见到金轩副院长 杰铃拜了一下就到 老师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天才 希望老师能够将他 引荐入院中院 哦 夜魔 是你啊 我记得你 你是本届学员中 唯一的第一档次天才 看到夜商 金轩副院长眉头顿时一扬 道 多谢副院长机会 在下 正是夜魔 夜商朝对方抱了抱拳说道 这金轩副院长 给他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感觉上 要比荒季战绩的窃息墙上数倍 显然是半步寂静中的超级强者 哈哈哈哈 不错 真是不错 进入学院才多久 就进阶到了天之寸 加上你卓越的天赋 确实是可以破格加入院中院的 说到这里 金轩副院长话音一转 道 但是 以你这样的修为加入 可能会遭遇到很多针对 甚至 会让你性命受到影响 你确定自己已经决定好了吗 回禀副院长 夜魔已经决定好 选择加入院中院 对于这个问题 夜商早就已经想好 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到 毕竟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提升实力 以及为长生至尊 寻找合适的身躯 加入院中院 是必须做的选择 好 既然如此 老夫就引荐你 禁院中院 让你成为 院中院里的 第三十三名学院 齐轩哈哈一笑 道 既然你是由老夫 引荐禁院中院的 以后就不要再成副院长 叫我一声老师吧 这也是学院的规矩 多谢老师引荐 还请老师多多指点 夜商朝鸡轩拜了拜 开口说道 放心吧 你这种天才 可遇而不可求 即便是三大院长 见到你以后 也会将你视作普遇的 鸡轩看向夜商 满意地点头道 老师 进入院中院 能见到三大院长吗 听到鸡轩副院长的话 夜商顿时惊讶的 目前以他的实力 伪装起来 半步寂静 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但三大集尊中的 任何一个 见到他 都会立刻察觉到 他永恒至尊界的身份 万一被发现 那无疑是灭顶之灾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听到夜商的问题 副院长笑了笑 道 这个呀 想要见到 三位院长的分身 首先要晋级 半步寂静 否则 是没有这种资格的 因为晋级半步寂静 才有机会 冲击寂静 至于 三位院长的板尊 是任何人都见不到的 原来如此 那夜魔定会弄力 争取早日 进几半步寂静 夜商说了一句就问道 对了老师 听说迷雾区 很快又要对 永恒至尊界进行收割 到时候 是不是可以 目睹三大院长的阵容了 你们这些学员呀 想要目睹三大院长阵容的 心情可以理解 不过即便是开战 他们也不见得出现 因为永恒至尊界 早已经不如当年那么强大了 有没有寂静都成了疑问 应该不至于让三大院长全部出手 秦宣副院长想了想说道 而后他看向夜商道 到时候 征战的人选 以我们露天学院为主 老师会为你申请一个前锋的位置 那就多谢老师了 听到征战永恒至尊界 以露天学院为主 夜商顿时思存起来 是不是应该利用迷雾区的力量 将七天一族全部都灭掉 毕竟如今的永恒至尊界 已经被七天一族所占据 剩余的介遇 全部已经投靠了他们 即便是抹杀掉 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好了 你先随我去见另外两大副院长 先给你求个院中院的身份 至于新秀峰的席位 会为你保留 但人往高处走 那里的资源比不上院中院 你回不回去 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集圈副院长说了一句 就准备带夜商去见 另外两个副院长 这个时候夜商开口询问道 对了老师 那边的隐藏任务 会有什么奖励啊 我接到了隐藏任务 还差一些任务没有完成 你竟然接到了隐藏任务 那老师的建议是 将这隐藏任务完成 至于奖励是什么 我不清楚 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甚至可能会是惊喜 集圈副院长说完 就带着夜商 去见另外的两位副院长 得到首肯以后 就正式加入院中院 随后 集圈副院长亲自带着夜商 进入到院中院所在的 小世界之中 刚刚进入 夜商就感受到了一股 极其浓烈的黑暗气息 这种气息不仅浓烈到可以影响星神 其中的力量也十分强大 他不仅开口道 实力果然不一般 能量比外界浓于几十倍 这才刚刚进入 不算什么 等我亲手为你开辟完洞府 你就知道 这里为什么叫院中院了 集圈副院长笑了一声 就带着夜商站到了一个高耸的平台上 院长 我们站在这里 是在等待什么吗 站在高台上以后 夜商顿时疑惑地问道 他在这院中院里啊 完全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凡事也只能多问 听闻这个问题 集圈副院长大 院中院虽然是一个小世界 但里面格局却很大 你看眼前的星空 每一个学员在其中都会占据一个星球 作为自己的洞府 我们在这里是在等待 丹吉尊亲手打造的星船 一会儿乘坐星船 会为你挑选洞府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夜商站在高台上 看着黑暗中带着一些亮点的虚空 心道 不知 我能负在这里 尽皆寂静 如今 永恒至尊界陷落 并且他的家人和朋友全部消失不见 这让他十分的难受 很想尽快提升实力 将敌人全部灭掉 给众人一个安稳 到时候 他亦可以回归神界 去见司空初遇当人 怎么 有心事啊 看到夜商有些失神 吉尊副院长开口问道 有点想念 自远方的家人 夜商没有隐瞒地说道 你有道理了吗 吉尊看向夜商问道 有 有道理 也有孩子 夜商点了点头 哦 竟然有子嗣 这可是天大的负责呀 实力越强 就越难以拥有 吉尊副院长 有些羡慕地说道 他和另外两个副院长 以及三大集尊 全都是没有子嗣的存在 听到这话 夜商笑道 我也是 境界比较低的时候 有的子嗣 看来 你也是一步一步 凭借努力走到今天的 不容易啊 吉尊副院长感慨了一句 就看向远方道 星船来了 我们走吧 不过 乘坐星船 会遭遇海盗 骷髅的攻击 这种危机 是你必须通过自己 能力抵御的 否则 以后乘坐星船 从洞府归来 你都做不到 好 夜谋知道了 夜商应了一声 就跟在吉尊副院长 身后 飞到星船之上 等星船起航以后 吉尊副院长 就用原力 控制其他的方向 夜商则是 站在星船空旷的 甲板上 看着漆黑的虚空 飞行了大约半个时辰 吉尊副院长 指向远方道 第一批海盗骷髅来了 你要小心 顺着吉尊副院长 指定的方向 夜商用神龙之眼一看 顿时看到 二十多个燃烧着 红色火焰的骷髅头 从远方飞了过来 这些骷髅头 基本都是 尚未天至尊的实力 上面不仅燃烧着 红色的火焰 空洞的眼眶里 也完全被红色占据 看起来十分的邪恶 来得好 只好解验一下 狼人血脉的愈恨能力 看着眼前的 这些骷髅头 夜商施展 三十三天战斗秘法的同时 直接将毁天灭地击火 而后取出黄金天机 直接朝他们 打出神志一枪 在毁天灭地的加持下 夜商的这一招 十分的强大 直接将千丈远以外的一个骷髅头 直接红碎 这时候 吉宣副院长好奇地问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施展的 可是灭吉尊的 毁灭神通 毁灭神通 夜商疑惑地问道 按照夜商的了解 他施展的这一招 叫做毁天灭地 但此时 吉宣副院长 却是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他自然疑惑不及 眼前夜商一脸疑惑的表情 吉宣副院长笑道 看来你学到的是毁天灭地的版本了 那个版本是残缺不完整的 威力不如毁灭神通 当然了 副作用也要比毁灭神通低一些 你能施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是的老师 我学到的确实是叫毁天灭地 夜商在对战海盗骷髅的同时 回应了一句 你想安心对战 这件事等你到了洞府再说 眼前众多海盗骷髅 距离已经近了 吉宣副院长不再多言 提醒夜商道 好 夜商回了一句 就彻底和袭来的海盗骷髅战斗起来 如果一般的下位天至尊 遭遇如此多的 上位天至尊藏此的海盗骷髅的话 肯定是不敢硬刚 但此时的夜商 刚刚得到了人狼血脉 恢复能力简直逆天 在33天战斗秘法和毁天灭地的加持下 根本就无所畏惧 只要不被秒杀 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而眼前的这些海盗骷髅 显然没有将其秒杀的能力 虽然几次重创夜商 但都被他恢复过来 嗯 不仅天赋初衷 可以越级作战 恢复能力同样逆天 如果成长起来 绝对是一个极尊的苗子 如今 就看心性如何了 看到夜商汉勇的和海盗骷髅战斗 金轩副院长欣赏的赞叹道 他从露天学院建立起来 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天才 但还是第一次遇见夜商这种 几乎没有弱点 各方面都优秀的 在他的关注中 夜商经过五个多时辰的熬战 彻底将这些海盗骷髅全部寄杀掉 第1911集 嗯 不错 以下为天至尊的修为 独自灭掉这么多的海盗骷髅 这已经施展了 绝佳的天赋 后续的两波 就由老夫为你解决吧 吉宣副院长 等夜商将海盗骷髅全部都解决掉以后 顿时夸赞了一句 随后的几日里 他帮助夜商将其余的两波海盗骷髅击上 而后就和他一起 遨游在广阔的虚空之中 让夜商随意挑选没有标志的星球 最终 夜商随意的挑选了一个顺眼的 就让吉宣副院长帮忙布置其阵法 吉宣帮忙布置阵法的时候 夜商开始在这个星球上建立自己的行工 只不过他身上的材料有限 只能简单的布置一下 这个时候 他就想起了云叶和玄年等人 准备将他们全部的接到星球上来 来处理后续的事情 刚刚降临到这个星球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察觉到 这里的凶手和资源都不少 这种配置是用来建立势力的 可以让很多天之尊一同修炼 等一切布置完毕 夜商顿是感谢道 多谢老师帮忙 这种级别的星球 也只有在院中院才能够得到 有了它 我就可以安心尽力属于自己的势力了 这是院中院里每一个天才都能得到的 你们这33人未来将取代迷雾区之中 如今的那些大势力 将迷雾区彻底掌握 在院中院里建立势力 只是第一步 吉宣副院长看向夜商缓缓说道 听到这话 夜商顿时明白 这露天学院图谋甚大 准备将眼前迷雾区的所有大势力 全部灭掉 将迷雾区彻底掌握在自己人手下 不禁看向对方道 要睡的意思是 那是这场书 迷雾区会彻底洗派 那是自然 没有道理我们出力 让其他人在迷雾区作威作福 这件事是三大集尊 在上次战斗结束后就制定好的 吉宣副院长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这件事不多说了 刚刚你有施展毁天灭地 那么我就将毁灭神通交给你吧 其他人施展毁灭神通 会遭遇强烈的反噬 你有如此强大的恢复能力 不说随意施展也差不多 那就多谢老师了 夜商客气地说道 毁天灭地就已经很强 毁灭神通 自然让其更为期待 不用如此客气 你瞧我一声老师 老夫传授给你一些东西 那也是应该的 吉宣笑着说了一声 就开始传授夜商 毁灭神通 其实他这样做 也是为了收拢人心 毕竟他虽然身在高位 但和另外的两个副院长不合 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 对夜商这种天才 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关照 以争取更多的回报 大约用了一个时辰 夜商就彻底将毁灭神通领悟 尝试施展了一下 夜商发现 施展毁灭神通 要比毁天灭地强悍至少三倍 比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强悍的能就更多了 想了一下 夜商觉得 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已经算是不错了 毕竟那是他很久以前得到的东西 等施展了一遍以后 夜商再次开口道 老师的恩情 夜莫记下了 看我就不用客气了 有什么事 直接来找我 或者找借铃都行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吉宣副院长说了一句 就直接离开 夜商则是在属于自己的星球上 好好地探查了一番 而后自己乘坐新船 离开院中院 找到借铃等人 将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夜商说完 借铃立刻开口道 你去寻找朋友这件事 需不需要我帮忙 听他们说 你和林家有矛盾 如果和他们硬碰硬的话 你不见得能抗衡 林家 确实是个问题 我将灵动轻击杀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他们应该会对我不理 不过 即便是万步激进 想要杀我都不容易 此行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夜商想了一下 笃定地说道 这林家虽然很强 但毕竟只有一个半步 寂静对他有危险 不太难对付 那就好 另外我会关注 荒鸡几几私命等人 如果他们有消息 我会立刻通知你 以防他们去找你的麻烦 秦铃再次说了一句 就离开了眼前这里 回归院中院 至于夜商 则是带着婆娑女 和杜杰成功的苏雷 一起去寻找云夜 和玄年等人 至于混沌天青兽 和白眉散人 他依然没有召唤 等到了夜魔风以后 夜商发现 目前的夜魔风 要比以前壮大很多 看起来已经颇具规模 而林氏一族的人 并没有来捣乱 夜商在这种情况下 并没有让苏雷和婆娑女露面 让他们两个 在空间洞天之中 好好的习惯 尚未天至尊敬见 毕竟他们二人 都刚刚晋级 还没有彻底地 将心结稳固住 见到云夜和玄年以后 夜商立刻赞叹道 云夜兄 玄年兄 短短时间 你们将夜魔风 发射成这样 可真不容易 辛苦了 这还不是打着 你的旗号吗 才能让这夜魔风 顺利发射起来 玄年笑着说了一句 就指向了潘涅潘月 两兄弟说道 除了你的招牌以外 两位潘兄 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啊 应该好好强力一下 是吗 那就多谢两位潘兄了 夜魔 不会亏待两位 夜商朝 潘涅潘月 两兄弟 抱拳 感谢道 听到这话 潘涅天之尊 立刻说道 既然加入了夜魔风 那就必须得为夜魔风 做贡献 混吃等死 不是我们兄弟的性格 至于奖励 有最好 没有也无所谓 毕竟招收那么多的兄弟 根本也是一件 开心的事情 就是 我们兄弟 最喜欢的就是 结交朋友 奖励 无所谓的 潘月天之尊 同样笑着说道 对于奖励 他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听到这话 夜商笑道 哈哈 两位兄弟够好爽 我喜欢 奖励是必须的 稍后我会安排 大家许久不见 就一起通饮几杯 许许就吧 他准备 稍后 和云夜 以及悬年 沟通一下 再决定 前往院中院的人选 那里的资源不一般 去的人 一定要保证 忠心才行 夜商说完 盘涅天之尊 立刻叫好道 好啊 为我们的经验 好好喝上一场 好 准备酒菜 我们喝酒 这时 云夜同样开口道 等众人在用膳的大殿中 找好位置坐下 坐在大殿最中央的夜商 立刻传言给云夜道 云夜商 睡不下门 这次我在鲁天学院 得到了整整一座星球 这座星球 能容纳无数的天之尊修炼 我们可以彻底组建 属于自己的实力了 你觉得 目前来看 哪些人值得信任 什么 得到了一整颗星球 这真是巨大的惊喜啊 听到这话 云夜表面不动声色 实际上 十分感觉惊喜 思寸了一下 他用传言回应道 目前来说 所有加入的兄弟 都已经立下了天道誓言 如果背叛 会遭遇天道的制裁 应该都算是可靠之人 如果都是可靠之人 我们可以留下一半 再得到陆天学院一半 留下的人 继续招兵买马 招收可靠的胜利军 不断带到夜魔星 提升实力 以保证我们不断装大 一夜商听到云夜的传言 满意地说道 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候我和玄年 一个坐镇在这里 负责发展队伍 一个坐镇夜魔星 带领大家提升实力 而你可以安心修炼 正确早日进阶半步其境 云夜继续传阴道 原本他觉得既然建立势力 纯属小打小闹 但是现在 突然有了一个星球的资源 顿时决定 做大做强 等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 就直接对林家下手 让我们的势力 直接镇领他们的地盘 打压这些大势力 也是陆天学院高层的意思 我们不用有丝毫的顾忌 夜商又和云夜说了一句 就看向众人举背道 既然大家相逢在这里 就是缘分 现在我敬大家一杯 另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夜魔兄弟 可否让我先宣布一件事 就在这时 潘涅天至尊同仁站起身来 看着夜商道 好 潘涅兄弟 你有什么事情 但是无妨 夜商疑惑地看向潘涅道 我想宣布的事情就是 从今日开始 世间再无夜魔风 再也没有夜魔这个人的存在 这时候潘涅冷漠地吼了一声 就发出了一阵狂笑 而后直接变化身形露出本来的面貌 大吼道 给我杀了夜魔 是 首领 听到这话 在场的绝大多数的修士 全部站起身来 释放出身上的杀气 你们 你们可都是立下过天道誓言的 说尽想要反水吗 看到眼前众人在潘涅的带领下 基本全部都起来翻水 云烨立刻呵斥道 哈哈哈哈 我们用的都是假名 以及假的面貌 在这种情况下 立下的誓言能算数吗 你们还是太天真 哈哈哈哈 实不相瞒 我们都是林氏一族的人 这时候 化名为潘涅的林月 也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貌 他看起来和林东青倒是有些相似 没想到 你们都是林氏一族的人 看到林涅和林月露出本来面貌 夜商叹息了一声 就反问道 那你们应该清楚 林东青已经被我击杀了的事情 你杀了他 万死难辞其咎 今日 我等必定会为其报仇 守死吧 夜魔 林涅大吼一扔 就铁刀朝着夜商劈来 在不算宽阔的大殿中 直接斩出惊天的刀吗 你们倒是隐藏得很甚 还愿意效命于夜魔风的人 随我与他们一战 夜商一拳轰碎凝裂的刀芒 开口吼了一声 他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和他们并肩战斗的 才是真正可靠的人 值得重点培养 此时 在场差不多有上百宵士 其中林氏一族的人 差不多站了七成 他们一起站起身来 还是十分有气势的 宁力嘶吼道 谁敢帮夜魔 我林氏一族 你也他满门 在其威胁下 只有十人站到夜商 云夜悬您这边 看到在危机的关头 我靠谱的人 只有十个 云夜立刻歉一道 夜秀 对不起 是我识人不明 让你陷入到如此险境 无妨 有十位兄弟 站在我们这一边 已经是很大的收获 夜商看了眼 站过来的十位 笑着道 未来你们每一个 都会强过 林家最顶尖的天才 大言不惭 也不怕风打闪了舌头 你们还是先活过今日 再说吧 听到夜商的话 林烈顿时不屑地 吼了一声 就下令道 一个不留 杀 至于中立的 如果不帮我们出手 一样下制 是 杀 杀 杀 在宁烈下令以后 林家的诸多秀 是立刻大吼起来 那整天的气势 还是十分吓人的 有一些 原本没有投奔林家 也没有加入夜商这边的 思索力下 基本都加入了声势壮大的林家一方 至于 站到夜商这边的十个人 则是没有一个反悔的 一个个目光都很坚定 将这种情况看在眼里 夜商满意道 大家表现得都很好 随我上 一会儿 我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大惊喜 说完以后 他就施展出 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手持黄金天际 朝灵力 冲了过去 这时候 婆娑女询问他 你们双方人数差距巨大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他和苏勒都有出去一战的意思 暂时还不用 我应该能应付得了 夜商观察了一下局面 发现 对面虽然人数很多 但其中大部分是下位天之钻 这样实力的对手 他能以一滴板 同时他也想用战斗考验一下剩余的修士 试探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中心 帮我挡住夜魔 他来自露天学院 实力不容小失 分出十五人 专门对付他 看到夜商朝自己冲过来的林立 则是和林月一起组织人手 张开对夜商的围攻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人数的优势并不能抹杀众人之间的差距 虽然他们这边派出了十几个人围攻 但已经紧接到天至尊的夜商 实力简直夸张的变态 施展出的速度让他们根本就看不清 更别说是朝他发起攻击 几十夕的时间 夜商就连续沾了七人 黄金天际上也是沾满了血液 看起来杀气失足 至于另外一边 其他人则是在云夜和玄年的带领下 共同进行防御 不过他们这边 在人数上还是处于劣势 被攻击离战 组合防御就被破开 有三个秀师被重上 就在他们行将被击杀的时候 夜商木人就将他们输入到空间洞天 对于他来说 这三人战斗到这种程度 已经考验证明 也就不再让他们参与战斗 多谢夜眸老大相交 在行将陨落的一刻 被夜商救下 这三个秀师远忙感谢起来 多谢兄弟 大家不用说感谢的话 我刚刚说过的话是真的 你们未来 一定会超越凌家的重要任务 复习丹药 好好休息吧 说完以后 他就交给了三人几枚恢复性的丹药 而后再次和凌家的人战斗起来 这夜商爆发以后 原本觉得胜券在握的林涅和林月当然顿时明白过了 他们这些人和真正的天才之间到底是有多大的实力差距 几十个秀师 不到一刻钟就有二十左右个被击杀掉 林涅和林月则是受伤严重 基本已经没有抵抗能力 剩余的一些人 眼尖形势如此严峻 顿时在心中生腾起了逃走的念头 不知是谁 率先喊了一声桃子 这些人刹那之间 化为死散的鸟兽 朝着夜魔风外飞飞去 想逃 问过山门的阵法了吗 眼看 包括林涅和林月在内的所有人全部开始逃走 云叶大吼一声 就将夜商布置的阵法击火 等五牛阵被击火以后 立刻就发出震动神魂的吼声 在这种声势下 原本就受伤严重的林涅直接被震死 其他人也基本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而此时 夜魔风这边 算是被夜商收入空间洞天的三人 也就只有五个人受伤 没有一个陨落 等五牛阵将想要逃走的修士全部镇压住 全年下令道 一个不留 全部击杀 选择站在夜魔风这一边的几位修士 立刻气势如虹的杀入阵法之中 在五牛阵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将林月等人全部击杀 等林家的人全部陨落以后 夜商看向在场的众人 道 我要恭喜你们 做了对的选择 刚刚我准备宣布的一件事情 是我已经进入到了 露天学院中的院中院 得到了大量的资源以及权力 你们这些人都可以随我进入到露天学院修炼 什么 我们可以进入到露天学院修炼 这是真的吗 听到这话 其中一名名为寇雷的修士不可思议的道 自认是真的 并且我保证 你们的修炼环境和资源 要比大多数被露天学院选中的学院还要好 恰如夜魔风的一刻 你们的人生就已经彻底干系 夜商释放着恐怖的神韵 同时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 眼前的几个修士差点激动地哭出来 露天学院是迷雾区所有人都想进入的地方 但他们资质平庸 根本就没有被选上的资格 如今却能曲线旧国进入其中修炼 不激动是不可能的 大家不用激动 跟着夜魔兄弟日后惊喜还多着呢 云夜先是轻声说了一句 而后就道 以后 林家的所有地盘都会被我们接管 而你们的忠诚 会为自身带来无尽的资源和权利 什么 我们会对林家下手 可是林家那种老牌家族 地盘是十分丰厚的 我们能行吗 听到这话 寇雷不禁疑惑道 刚刚夜商说的话 他是百分之百相信的 但是现在云夜说出 准备灭掉林家的话 让他不禁有些欢意 这时夜商笃定地说道 我保证 云夜说出的事情 都会实现 你们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努力修炼 提升自身的实力 稍后 我会将你们送进露天学院 来 大家继续喝酒 说完以后 夜商就将永恒神塔召唤出来 让他们打扫战场 夜商则是带着众人开始畅饮 喝了一阵以后 夜商看向众人道 这林家已经对我们出手数次 我们是时候展开反击了 有没有大人 我们这就准备对林氏一族下手了吗 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 听到夜商的话 寇雷立刻说道 在他看来 眼前的众人和林家相比 还是不太够看 直接和林氏一族碰撞的话 很可能不会占到什么便宜 林氏一族 有半步极境高手坐镇 天至尊无数 我们正面肯定是抗和不了的 能对付他们 无间的非要硬碰硬 报复的办法有很多 对于这个问题 玄年直接解释道 他清楚 夜商的意思 肯定是对林氏一族的各种产业动手 听到这话 夜商点了点头道 对 玄年兄说的没有问题 我们用不着和林氏一族硬骗 只需要在某些方面 将他们重创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对付他们的办法 还是很多的 夜商和玄年先后表达态度 勾雷一下子就明白了 过来笑着说道 我对林氏一族 还是有些耳闻的 他们虽然是一方的土皇帝 但是占据的面积太大 肯定无法在各个方面 都做到防备森严 他们领地之中 有一座十分胖大的黑极金矿 我们可以对其下手 哦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寇雷说完 云叶立刻将目光锁定在其身上 云叶的语气有些阴冷 寇雷立刻解释道 我一届散秀 一直飘到没有后台 很是难受 前些年 林家的矿场招收人手 就却报了名 但并没有选上 不过却因此 对那个矿场 有了一定的了解 原来是这样 那矿场在什么位置 有多大的规模 首尾的修饰有多少 你都说一下 随着扣了一字一句的 将那个矿场的内容说出来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 原来林氏一族的黑结晶 有四成都是来自这个矿场 很好 我们就将第一个目标 锁定在这个矿场上 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即刻出发 夜商说完以后 就让周都修士去准备 他则是在夜魔风上 布置出几个传送阵 以后如果云叶等人遭遇到偷袭 可以用传送阵 直接传送进露天学院 这样就不怕林家的报复了 这也是他进入院中院 以后才得到的权限 等夜商将传送阵 布置完毕 就看向众人道 这一次 我们大家一起出手 林家矿场里面的资源 能抢多少就抢多少 带回露天学院之中 留作修炼用 好 这林氏一族 嚣张惯了 还真是没有谁 敢对他们下手的 我们现在抢夺他们的资源 也算是为民除害 哈哈哈哈 忠未天至尊修为的雨莲 哈哈大笑道 对于他们这些散修来说 林家无疑是不可一世的大家族 此时 他们就要对这种原本不敢招惹的对象下手 心中的畅快简直难以言语 大家一起出现 目标太大 太容易吸引眼球 你们都进入到我的空间洞天 到了矿场 我再放您出来 一夜商说了一句 就在众人的配合下 将所有人都收入到空间洞天之中 而后让寇雷指路 前往林氏一族 这个名为黑晶的矿场 在城池传送镇的帮助下 他们大概一个月后 赶到了矿场的所在地 远远望去 这黑晶金矿就像是宗门一样 周遭布置着护山大镇 诸多矿山全部被笼罩其中 这还真是战地十分庞大的一座矿场啊 利用圣龙只眼观察了一下 眼上看到 阵法之中包含着无数座的矿山 每一座矿山都高耸入云 战地面积庞大 总体来算 这黑晶矿场方圆差不多有百万里 夜双站在矿山的外围 赞叹了一句 就将众人放了出来 看到眼前的矿山被阵法包围着 扩累立刻问道 野莫大人 我们要直接冲进去 还是先想办法破阵 然后偷偷杀进去啊 你们稍事等待 我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破阵 二号我们一起侵入进去 夜双选定的这个位置是十分偏僻的 他说了一句 就将一双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道 请您不要惊动里面的人 放心吧 这种大规模的阵法 破击起来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眼前的大阵 占地差不多百万里 熊锤自信地说了一句 就和此锤一同破阵 大概耗费了半个时辰 熊锤就飞到夜双的身边道 成了 进入吧 一直在观察着的夜双 顿时看向破镜铜锤 在阵法上开辟出的一个孔洞道 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破开阵法 需要多久时间 他这么问 是想在动手前考虑周全 听到这个问题 破镜铜锤还没有回答 小五就强先说道 随时随地 只需要永恒神塔的一击 就可以破开眼前的阵法 好 我们出发 先控制住几个修士 让他们提供线索 夜双说了一句 就带着众人一起飞进 黑金矿场 进入黑金矿场以后 库磊说道 野莫导人 我知道那些管事的聚集在哪里 毕竟前几年 我进来过 背路吧 夜双看了 寇雷一眼道 好嘞 寇雷应了一声 就走在最前面 朝最高的一座山峰摸去 等距离到这座山峰 还有万里距离的时候 他说道 看守黑金矿场的人 大多都集中在 这座山峰上 我们只要将他们控制住 应该就能接管 黑金矿场了 好 跟着我上山 夜双说了一句 就率先走在前面 这时候 云叶提醒道 夜兄 我们都潜入到这种腹地了 临时一族的人 却丝毫没有察觉 有些蹊跷啊 不会是存在什么陷阱吧 我想啊 应该是这临时一族的人 养尊处优惯了 没人敢对他们下手 因此在防御上 懈怠了 玄年则是冷笑一声道 我觉得 仙人兄说的有道理 他们应该是很多年 都没有遭受过攻击 在防御上懈怠了 夜双说了一句就提醒道 我已经看到人了 大家准备战斗 夜笑 对方有多少人 云叶取出了一只 笔形神器的同事 开口询问道 有些奇怪 身上大多数的院落 都是空着的 在场的修饰 数量还不到十人 并且他们大多 都是受了伤的 开启渗龙之眼 观察着身上情况的夜双 有些疑惑地说道 哦 只有十个左右 还全都有伤在身 难道有人抢在我们前面 对黑金矿场动手了 同时准备好的全年 您没说道 不用猜测 出手将这些人 全部控制住就是 夜双说完 就让众人分工 朝在场的十几个修士 潜入过去 这些人本身就是有伤在身 并且完全没有想到 会有人偷袭 很快就被全部都控制住了 你们是什么人 敢对我林家的矿场下手 活得不耐烦了吗 被众人压解到一起 被夜双擒住的上尉天至尊 林旭怒斥道 既然对你们下手 就不怕所谓的报复 其他人在哪里 为什么此地只有你们这些伤员 全年砰的一脚 就踢在了林旭的胸骨上 包含杀气的问道 呸 被踢了一脚的林旭 不屑地呸了一声 并没有继续开口 这时候 夜双将永恒神塔召唤出来 向他收入进去 转化为能量 而后 就当着林家几个伤员的命 将在场实力最强的林旭 给吸入到了永恒神塔之中 等林旭陨落也后 夜双看向在场众人道 你们谁能给我说一说 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 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些伤员 只不过 他询问完以后 眼前的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回答的意思 他们一个个 都用怨恨的目光 看着夜双等人 被他们这样看着 夜双冷笑道 不说也没关系 把他们一个一个 处决掉 你这个恶魔 听到这话 其余人立刻用更加远度的目光 看向夜双 不少人都咒骂起来 第1913集 要怪就怪你们林家 不听出手针对我们 引来了灭族之祸 既然你们不说 那就一个个去死吧 手持一柄利剑的悬念 冷声说了一声 就出手直接将林旭斩杀 灭族之祸 就凭你们 哈哈哈哈 真是画天下之大吉 等待你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另外一个被制住的林家人 听到这里 立刻不屑地业语起来 不过随后 他就布了林旭的后尘 连续斩杀两个人以后 玄年再次冰冷地 看向了眼前的众人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说 全部斩杀 有种 就给我们一个痛快 面对玄年的威胁 其中一个修士冷傲的回应道 听到这话 玄年笑了笑道 哈哈 好 那就给你一个痛快 说完 就将这个修士的丹田碎掉 而后又将其神海破掉 让其神魂俱灭 这个时候 夜伤冷声道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开口 那就全杀了吧 他杀法果断 没有折磨人的习惯 眼见从这些人的口中 问不出什么 直接下令说道 随后 玄年 寇雷等人先后出手 将眼前的这些林家修士 全部都斩杀 搜下他们的身上 看能否找到什么心 等林家诸多修士 全部被击杀以后 夜伤立刻下令道 与此同时 他飞到山峰的最顶端 朝四周观察起来 很快 他的渗龙之眼就发现 一座山峰之中 有修士存在 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只不过因为距离太远 他看不清具体的情况 于是准备 等众人搜索完毕 再带人 直接前往那座矿山 夜谋大人 我在林雪身上 发现了一些 奇异的矿石 在夜商观察着 远处矿山的时候 寇雷 同然拿着一块 鸡蛋大的矿石 来到了境界 夜商接过这枚矿石 打量了一下 说道 这种矿石 晕含的能量 又比黑街景 打上百倍还多 不简单呀 让我们看看 听到夜商的话 小五 立刻感兴趣地说道 好 夜商回应了一句 就将手中的矿石 收入到了永恒神塔之中 仔细确认了一下后 小五震惊地传音道 夜商 如果我没有认错 这块矿石 应该叫做 急焰凤鸡 是打造 极净神器的材料 什么 这是急焰凤鸡 打造 极净神器的材料 听到这话 饶是夜商 见多识广 也不经经压起来 能打造 极净神器的材料 对于几大 极尊来说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能够在此地发现 这么说 远处那座矿山 很可能是发现了 急焰凤鸡的地方了 而那急焰凤鸡 开采起来 应该十分危险 眼前的这些被击杀的修饰 很可能是在开采的过程中 熟了伤 因此回来修饮 得到小五的提示 看向远方的夜商 大概将事情推断出来 不过这也只是推断 不能完全确定 想了一下 夜商说道 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再次进入我的空间洞天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好 云叶等人 立刻配合地 进入空间洞天中 而后 夜商带着众人 悄无声息地 朝远处的矿山摸去 距离近了以后 他留意到 这座矿山的底部 有一个十丈促习的洞口 洞口的位置 有四个中卫天之尊在把守 这一次 他直接将云叶 玄年 苏雷 婆娑女召唤出来 说道 一面打扫警舍 我们一起出手 将眼前这几个人 全部没有杀掉 好 几个普通的中卫天之尊而已 应该挡不住我们的攻击 婆娑女用童书看了一眼 确定附近只有四个中卫天之尊 顿时放松地说道 如今 他和苏雷 已经将上卫天之尊的境界 稳固了一些 面对中卫天之尊 有天然的优势 一会儿我和云叶雄 负责将眼前几个小时 清空中 你们三个 负责迅速将他们秒杀 或者控制住 云叶雄 我们都烧 夜商说了一句 并且给云叶分了一个凶事 就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和毁灭神通 将势力提升起来 而后朝其中一个修士 打出三十三道自掘 朝另外的两个 分别打出神缘困阵和功德困阵 一下子将三个修士封锁住 不好 滴血 这四个守卫 发现夜商等人以后 顿时准备呼叫 但此时 婆娑女等人的攻击已经到位 他们脑中这四个字 根本就没有完全喊出 就直接被击杀掉 由于没有用传音 根本就没有引起里面的注意 将死人击杀以后 夜商说道 据我观察 前面至少有四五十个修士 我们最后的选择 就是在东口为止 不止下阵法 然后潜入进去 逐个击杀 人家能清楚 这里面到底是不是 激阳风轻的脉框所在 好 你布阵吧 我负责戒备 活缩女顿时开启铜树 朝山洞深处看去 防止有修士出现 夜商则是在洞口 布置其五牛阵 进阶到天之尊以后 她不仅布置阵法 速度快了很多 并且威力也大了不少 死时的五牛阵 用来对付上尉天之尊 根本不在画像 布置完毕以后 夜商开口道 针法已经布置好 谁要里面 没有半步激情 谁都踏不走 走 速射击去 收到 其他人听到这话 对是热血沸腾起来 连续被林家针对 此时终于要大范围地 对他们出手了 大家小心 眼前这条涌动之中 有针法存在 刚刚进入山洞 走了几步 夜商就看出了 前方有针法存在 于是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将针法神不知鬼不觉地破除掉 而后继续朝里面摸索 通过圣龙之眼 夜商可以看到 大概的人员分布 这些人明显分散地在挖掘着什么 观察了一下夜商说道 我们马上要和十来个人的队伍遭遇 这次肯定隐藏不住行踪 必须速战速决 将他们解决掉 然后再和援兵继续战斗 好 我们尽量迅速将他们击烧掉 寇雷等人应了一声 就跟在夜商的身后 大家注意安全 受重伤的话 立刻进入到我的空间洞天之中 夜商最后说了一句 就带着人直接朝 正在开采矿藏的一些修士席区 这些修士啊 都在疯狂地挖掘着东西 刚开始听到声响还没有注意 但战斗的声音彻底响起来以后 全部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而此时众人在夜商的带领下 已经击杀掉了十来个修士 并且永恒神塔已经确认 这里就是极艳奉心的脉矿 什么人 敢来我林家的矿场撒野 没过多久 矿场中的第一高手 尚未天之尊巅峰的林东霄 就赶到战斗的地方 一连恼怒的大吼道 露天学院一魔 夜商抱了一下明误会 就继续带人和林家人战斗起来 露天学院夜魔 听到这个名字 林东霄想了一下 立刻瞳孔收缩道 就是你杀了东京堂弟 我 阿宁 没想到今日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给我杀 将来的人全部击杀掉 不要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了 今日你们全都会陨落 而极艳奉心矿迈 将归我夜魔所有 看向林东霄的夜商冷冷地说了一句 就朝他打出神之一枪 什么 你发现了几页凤金的秘密 听到这话 林东霄惊叉了一下 二号打后道 那你们就更应该死了 那就需要你用实力来说话了 夜商开口的刹那 神之一枪已经到了林东霄的境界 此时 林东霄取出了一柄 九节鞭 朝黄金天气轰来 只不过 他的判断明显出现了失误 夜商的攻击要比他的攻击快了一死 因此没有遮挡住 被一枪冻穿肋骨 啊 混账 被一枪冻穿肋骨 轰飞出去 林东霄气的大好夜商 就重新起身 继续和夜商战斗起来 这一次 他不再敢单独面对夜商 找了六七个 和其他人战斗的帮手 他们这些人 一起对夜商 施展出了万灵之王 看到他们施展出这样的一招 夜商没有以比之道 环石比身 而是利用万灵之王的漏头 很快将众人击溃 并且轻松压制住 很快就斩杀掉四人 也将灵东霄逼到绝境 一切都非常地顺利 看到夜商如此轻松地 就将他们杀得七零八路 云夜 传音给玄年赞叹道 这才多久啊 夜兄弟就成长到如此地步 假以时日 成就不可限量啊 就是 他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未来说不定 能够成就极端 我们能认识这样的朋友 还真是幸远 玄年同样说道 而此时的林冬霄 在完全不敌夜商的情况下 突然传音道 你如果不杀我 我会透露给你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绝对有价值 我不杀你也可以 但需要你永远臣服 并且对林家出手 夜商看向林冬霄说道 只狠服你刻意 但我不会对林家的任何人出手 林冬霄听到夜商的话 立刻面色大变地传音道 他就是再想活 也不可能反过来对家族的人出手 林冬霄说完 夜商继续道 不需要你亲自出手 但需要你提供各种消息 林冬霄 是林冬卿的堂兄 并且在林家掌管这么重要的矿场 肯定不是一般人物 他觉得这种层次的内应 还是很有用处的 毕竟 他是准备将林家灭掉 而后创建自己领地的 你是 让我做内应 林冬霄立刻反应过来 夜商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选择坐 或者死 夜商再次传音道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黄金天机 再次朝林冬霄 打出一击 受伤严重的林冬霄 此时已经没有能力抵挡这一击了 情急之下 顿学喊道 臣服 我选择臣服 什么 这句话 林冬霄情急之下 没有用传音 听到的林家人 顿时诧异地看向他 我不想死 看向他们的林冬霄 叹息一声说道 而后 站在一旁 不再参与战斗 夜商和婆娑女等人 则是很快就将在城的其他人全部灭掉 甚至就连外面的五牛针都没有用上 这时候 夜商看向林冬霄道 将你知道的秘密说出来吧 我看是否有价值 他已经将刚刚的事情 用影像师记录 倒是没有让林冬霄立下臣服的天道誓言 毕竟这段影像 只要是公开出去 林冬霄必定会被林家处置掉 在夜商说完以后 林冬霄思寸了一下说道 其实眼前的这个矿城 不是产出极燕缝金最多的 只不过产量最大的那个矿山闹鬼 所以我们才将那边封住 在眼前这座矿山开菜 闹鬼 你我都是修士 何来如此幼稚的话语 云夜听到林冬霄对于闹鬼的言辞 立刻反唇相激道 听到这话 林冬霄无奈地解释道 里面那个东西 速度快到让我们看不清 时不时地就会出现攻击修士 我们这里 有十几人遭受了毒手 还有十几个受了伤 在众人眼中 他就是鬼魅般的存在 因此 我们用闹鬼来形容 看来那个东西 是你们没有能力对抗的 玄年说了一句就质问道 你想用你们对付不了的存在 来借刀杀人 对我们不利 是不是这样 哎呀 不是啊 真的不是啊 我只想说出一些有价值的话 来保全性命 林冬霄一副无奈的表情 第1914集 等眼前这个矿山开采完毕 我们就前往你说的那个矿山 到时候你带路 我们两个人进去 这时候 叶叶商则是盖棺定论的 随后他看向在场的众人 道 大家各凭本事 迅速将眼前这些矿山 帮去完毕 好嘞 听到这话 众人立刻开始动手 在矿洞之中 寻找极燕凤金 这东西 即便是极尊都难寻 现在他们有机会找到一些 自然是施展出浑身解数 众人全部动手以后 夜商将永恒神塔和破镜铜锤 全部召唤出来 道 你们也去寻找吧 好的 这种事我们十分擅长 小五回应一句 立刻控制永恒神塔 开始在矿山之中 搜索起 极燕凤金 夜商则是开始询问起 林冬霄 有关林氏一族所有的事情 不问不知道 这么一问 夜商才清楚 原来 整个林氏一族 拥有的天至尊数量 竟然有八千多 并且除了家主 是半步寂静以外 还有隐藏的半步寂静高手 李云是十分丰厚的 看来 像正面和林氏一族对抗 还是不太容易的 将林冬霄的话听在耳中 夜商暗自私存 要如何将林氏一族取而代之 他觉得 如果自己能够找到 长生至尊等人 目前来说 最好的安置是迷雾区 让大家休养 升息提升实力 这些人出现在露天学院 肯定是不行的 更别提是院中院 万一某日 那三个恐怖存在苏醒 肯定会暴露 但若将他们藏在 林氏家族所在地 那暴露的可能性 会无限变相 至于 占据永恒至尊界的 那些七天一族 夜商准备借住 露天学院的力量 将他们灭掉 夜商 夜商 找到好东西了 就在夜商私存的时候 小八突然传音道 发现了什么 夜商文言 立刻传音回应道 发现了大腿长的 一段棘验缝隙 这么大的一块 足以让你的神器 紧急到半步寂静了 并且 将其资质提高很多 让他未来 有可能紧急到寂静 小八兴奋地回应道 什么 这太好了 黄机战戟 被人狼吉尊封印以后 夜商手上确实 却半步寂静神器 将灵冬霄等人 收入到空间洞天 就朝着小八所在的位置飞去 赶到以后 他发现 永恒神塔 已经将东西挖取出来 此时 吉艳奉金 正被永恒神塔 用能量控制着 悬浮在虚空之上 他闪烁着柔和魅脸的光芒 但给人一种极强的力量感 像是一滴就能碎裂一片小世界一般 看起来十分的玄妙 果然是好东西 极尽材料 名不虚传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立刻确定其不凡 忍不住夸奖的 小八笑的 这东西 划不留守 你赶紧将其收取 或者 直接使用 别让它跑掉了 哦 还有生命的特征吗 我准备直接用它 来强化黄金天气 夜商疑惑地说了一句 就立刻用神圆灵 将眼前的极艳奉金包裹住 投入到了黄金天气中 随后 认真地炼制起来 没过多久 黄金天气 就彻底地紧急到半步极境 看起来流光溢彩 明显要比以前强很多 并且 要比黄金战技更强 而夜商 用将炼制完毕的黄金天气 抓在手中 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 不屈的意志 那是来自 寂静材料的气息 感觉十分的舒坦 强 强打了太多了 这是什么 将黄金天气 抓在手中的夜商 原本是想 借助它直接肚疾 这个时候 它的脑海中 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枪决 极燕幻影 运用黄金天气 将极燕幻影 炼会以后 夜商发现 这一招 不仅看起来十分绚丽 施展起来 虚空之中会出现 数十道虚影 并且威力 要比神之一枪 枪大了五倍左右 这算是巨大的提升了 好强狠的一招 夜商收枪时候 感叹道 这个时候 控制着永恒神塔的小五 再次传引导 夜商 我们检查过了 此地虽然 有很多的 极燕凤金的碎片 但枪刚才那么大的 根本就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去 灵动消说的 那个矿山了 你好 稍等一下 我把黄金天气 肚结成沟 咱们就带人过去 我曾个婆娑女 已经苏蕾承诺过 再有机缘 会有些他们性命 这话不能实验 夜商说完以后 就开始帮助 黄金天气 肚结 对于他来说 这种程度的雷结 肚起来有些困难 但最终 还是有惊无险地 将其肚固 等恢复得差不多 他立刻传音 给婆娑女和苏蕾 道 这里资源有限 我带你们 去另外一个矿山 好 我们走 听到夜商的传音 婆娑女 立刻回应道 此时的他和苏蕾 差不多 都找到了几块 极烟凤金 但这些根本 就不够用来 炼制神器的 感觉有些不满足 随后 苏蕾也同样 回应了一句 他们就跟随 夜商 离开了眼前的矿山 朝 传说中闹鬼的 那座行径 夜商没有将 云野和玄年带上 是因为 矿山中的那个东西 应该很不好对付 好大的 血腥气息 等接近矿山以后 还没有解除 蜂蕾 苏蕾就感觉到了 一股浓重的 血腥气息 他这么一提醒 正在用 铜术观察 矿山的夜商 和婆娑女 才注意到了这一点 夜商立刻问道 你弄叫 这些血腥气息 是来自你们之中 比击杀的凶势吗 应该不全是 灵冬霄想了一下 解释道 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的人 至于其他部分 是这地方被发现就存在的 这片区域 原本就是份协议 原来是这样 你解开不值的封印吧 夜商将灵冬霄放出来说道 好 不过会有什么后果 我不敢保证 灵冬霄转头 看了一眼夜商 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后 就去将封印解开 其实如果那个东西 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眼前的封印 根本封锁不住它 夜商说了一句就问道 这里发现了这么宝贵的矿杂 你们有没有删报给家族 没有 听到这个问题 灵冬霄回答道 我是这里第一人 对黑金矿杂 有绝对的控制权 发现如此贫磁的矿杂 第一时间就想到 将东西据为己有 所以没有封印 却没有想到 你们会在此时来攻打这里 没有通报 那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寻找了 你带路 走吧 夜商看向灵冬霄说了一句 就让其带怒 他则是带着苏雷和婆娑女 走在后面 随着众人进入灵冬霄 命人打好的矿洞之中 他们立刻就闻到了一股 更为浓烈的血腥气息 嗅到这种血腥气息 夜商立刻皱眉道 这种血腥气息 有些奇怪啊 是很奇怪 不像是修士的血液 苏雷接着说道 这血液更像是 不好 他来了 就在苏雷想要接着说下去的时候 灵冬霄突然叫了出来 警戒 夜商听到这话 立刻提醒众人道 同时他用渗龙之眼观察起了周遭 并没有发现什么 顿时疑惑地问道 灵冬霄 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来了 我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影子 那个影子一闪而过 但绝对是出现了的 灵冬霄开口解释道 证明自己不是虚张声势 等灵冬霄说完 夜商和婆娑女分别用铜树 将四周好好观察了一番 但都没有什么收获 清楚灵冬霄没有说假话的夜商 宁没说到 那个东西在暗 我们在命 不过他竟然在装身弄鬼 就证明实力不足为惧 我们无视他 直接寻找空藏 说完 他就祭出永恒深塔 让小吴的感知这里的 极艳凤金的气息 刚刚被召唤出来 夜商就传音道 夜商 这里的极艳凤金的气息 要比刚刚的矿斗 能数十倍 制造矿山下面 说不定 有极艳凤金的完整矿脉 哦 极艳凤金的矿脉 确定吗 听到这话 即便是夜商也不淡定了 如果下面真的有一条 极艳凤金矿脉 那绝对能够 打造出一件 极净神器 不能说有失诚把握 但至少也有七成 小七传音一句 就继续到 一般这种矿脉 都会产生生灵 宁童小口中的鬼魅 应该就是这矿脉的生灵了 好 我们向下往去 小七说完 夜商立刻和身边的众人说道 直接向下吗 苏雷疑惑地问道 是的 向下挖去 应该会有惊人的发现 夜商对于下面 有极艳凤金矿脉的事情 没有所隐瞒 说完以后 就取出黄金天脊 向下挖去起来 婆娑女和苏雷没有追问什么 同样开始向下挖去 一旁的林冬霄 自然不用吩咐 跟众人一起忙碌起来 忙了一小话 夜商突然也看到了一个黑影闪过 虽然没有看清楚 但他猜测 是下面矿脉的圣灵 按照小七的分析 下面的矿脉圣灵 应该是半步极境的修为 他想了一想 顿时在周遭 布置起五牛阵 等阵法布置完毕 夜商看向众人道 大家可以安心挖掘了 那个东西想要攻击我们 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好 我发现越往下挖 极燕凤金的气息就越浓烈了 但我的铜树看不透它 婆娑女挖掘的过程中 惊喜地说道 他清楚 气息越浓 证明距离机远就越近了 大家小心 极燕凤金产生的阵灵 绝对不会甘心的 让我们将其带走 一场苦战 很可能在所难免 向下挖掘了一千张左右 极燕凤金的气息 已经十分浓烈 同时浓烈的血腥气息 也是传了出来 这时候 小七提醒夜商 距离差不多了 他同样提醒众人 做好战斗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幽怨的声音 突然开口道 坦干影响到我的修炼 你们这是找死 夜商 他的身躯正确由极燕封键 生成血肉 也认识准备化作修士 周围的血腥气息 应该就是来自他 小七说了一句就提醒道 如今我们已经被他 蒸下了气息印记 想必是被极为死仇了 听到小七的话 婆娑女嘻喃一句就喊道 你的修炼 怕是用修士的血 堆积起来的 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你出手 我们问心无愧 他们那些修士 只不过是一些药因 让我能够产生血液和身躯 死得其所 极燕奉金的圣灵 忧冷地说道 隔着一定的距离 在场中人都能够感受到 他的杀气与邪恶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被某种野兽盯住了一样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你被我们打造成神器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叫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极燕奉金的圣灵说完 婆娑女再次冷声说道 听到这话 极燕奉金的圣灵突然发出尖锐的笑声 而后不屑道 我虽然未彻底成形 但也是半步极境的修为 你们几个只不过会成为我新的养料而已 那我们就试试 看谁会成存 谁会陨落 一直没有开口的叶商 此时开启了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将状态提升以后 叶商立刻取出 晋级为半步极境的黄金天际 朝极燕奉金的圣灵打出了清悬神枪局 在天逆九步的帮助下 一时间还真就将对方给缠住了 和极燕奉金的圣灵形成相持以后 叶商立刻传音道 你们四季寻找攻击的机会 并且注意自保 我能感觉到 它没有爆发出真正的实力 万恶降临 叶商话音刚落 婆娑女就对极燕奉金的圣灵 施展出了她的万恶降临 至于苏累和灵冬霄 都在寻找攻击的机会 虽然眼前局面已经乱起来 但灵冬霄没有逃跑的意向 她能感觉到 叶商已经用气息将自己锁定 都给我去死 就在婆娑女的万恶降临 行将攻击在极燕奉金圣灵身躯上的时候 她突然就爆发出 极其凶残的一声嘶吼 直接用吼声将婆娑女的攻击震碎 而后她原本有些实质化的身躯上 木然流出一道道血迹 这些血迹 腥臭味很浓烈 等他们出现以后 极燕奉金圣灵身上的气息 已经完全不同 要比刚刚强的好几倍 等气息稳定以后 她就施展出更为夸张的速度 朝在场最弱的灵冬霄攻去 第1915集 好快的速度 将极燕奉金圣灵的速度看在眼里 婆娑女的梅雨间不禁露出惊恐之色 她判断 如果这极燕奉金圣灵选择的目标是自己 那她肯定都不过去 救我呀 面对极燕奉金圣灵刺出的一道石枪 林冬霄和婆娑女的判断一样 眼见极燕奉金圣灵来袭 她根本就没有躲避的能力 感觉自己的动作像是慢了一百倍 神源困阵 百字真言 眼见极燕奉金圣灵的一道石枪 马上就要洞穿林冬霄的身躯 夜上立刻对其打出了神源困阵和百字真言 这一次她一连打出了三十八个字句 组合在一起威力很大 虽然极燕奉金圣灵已经是半步极境的修为 但还是被明显降低速度 还呆在那里做什么 快躲开 这时 苏力见到极燕奉金圣灵的速度已经被降低很多 林冬霄依然是呆立在当场 立刻大声提醒道 她清楚 这林冬霄以后会成为夜上的一枚重要棋子 自然不希望她如此简单就被灭掉 好好 多谢天下 反应过来的林冬霄立刻施展身法 躲过了极燕奉金圣灵的一击 竟然能降低我的速度 被灵冬霄躲过一击的极燕奉金圣灵 没有继续追上灵冬霄 而是转身 看向了夜伤 冷冷到 所以 还是应该先烧死你 一个圣灵而已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半步极境修为的修士吗 牧师极燕奉金圣灵的夜伤 并没有对其有任何的畏惧 他能感觉到 这圣灵的实力没有半步极境的修士枪 只不过是速度快的惊人 他有对抗的办法 一个圣灵而已 哈哈哈哈 好一个而已 你这么大的口气 我看你能否接触圣灵的一击 原本就十分暴躁的极燕奉金圣灵 听到夜伤的话 立刻被激怒了 直接将其身躯化作枪形 朝夜伤射来 这一枪的速度 明显要超过夜伤 以前面对的任何攻击 甚至就连他再次施展出来的神源困阵 都没能将其挡住 他直接就被这一枪 给动传右侧肋骨 你没事吧 这攻击速度也太快了些啊 苏蕾刚刚就没有看清 极燕奉金圣灵的攻击 等反应过来就发现 夜伤的右前胸被动传 而极燕奉金圣灵 则是从他的胸膛直接穿过 但天没有破碎 所以没有什么大碍 感受了一下胸腔的伤 以及破损的清风阵架 夜伤觉得自己还行 这伤虽然看起来十分严重 但他还有一阵之力 如果刚刚被穿碎的是丹田 那一切就结束了 哈哈哈哈 丹田没有破碎 下一季 我就碎掉你的丹田 夜伤刚刚回应苏了一句 极燕奉金圣灵就冷漠的好了出来 随后也和他说的一样 再次朝夜伤攻来 攻击的目标就是丹田 小心啊 婆娑女施展了铜树 勉强能够看清 极燕奉金圣灵的攻击的诡计 他立刻大喊着提醒夜伤 而极燕奉金圣灵的速度明显是超过了他的寒声 寒声还没有传到夜伤的耳中 极燕奉金圣灵的攻击就已经到达 哄的一声 极燕奉金圣灵的攻击直接哄击在了黄金天际之上 原来刚刚夜伤说完 就已经将黄金天际挡在了自己的丹田前面 以防丹田直接被极燕奉金圣灵毁掉 而他的判断刚刚挡住了对方的一击 竟然还知道预判 不过这有什么用呢 你能挡住一击还能挡住一百次吗 我说了你们都得死 极燕奉金圣灵说了一句 就又准备发出一击 这时候的夜伤则是酝酿一下大吼道 极燕 幻影 刹那之间在虚空之中打出了数十道绚丽的枪影 这些枪影被打出以后就急速的朝着 极燕奉金圣灵哄去 什么 怎么会这么快 还没对夜伤再次发起一次攻击的极燕奉金圣灵 发现 夜伤打出的极燕幻影速度如此之快 顿时有些错误起来 连忙躲避起来 但是 这极燕幻影覆盖的面积是很大的 虽然极燕奉金圣灵施展出最快的速度进行躲避 却还是被其中的一个枪影轰中了 你被我的攻击轰中 已经彻底被锁定住 做好陨落的准备吧 其中的一道枪影 轰击在极燕奉金圣灵的身躯之上 夜伤顿时将其气息锁定住 再次打出极燕幻影 同时吼出了龙吟凤鸣 在极燕奉金圣灵准备躲避的时候 用神缘困阵将其锁定住 虽然极燕奉金圣灵很快的就将神缘困阵破开 但还是被夜伤打出的攻击轰中了 受了不轻的伤 一时间场面立刻变得被动起来 这时候夜伤喊道 他每次被困阵锁定 速度都会变得很慢 你们抓住这个时机 对其放弃攻击 提醒完以后 他再次施展出困阵 只不过 这一次施展出的不是神缘困阵 而是功德困阵 伪装过的功德困阵 看起来和神缘困阵差不多 施展出来以后 极燕奉金圣灵还以为 这一招依然是神缘困阵 立刻对其发起攻击 准备刹那之间就破阵而出 但是这一次 他的攻击刚刚发出 就受到了功德之力的反噬 此时夜伤的功德之力 虽然相对于半步其境来说 品质很低 但属性依然是克制各种邪随 眼前的极燕奉金圣灵 虽然是圣灵 不属于耻眉王 但他吸收了许多修士的血液 已经顿着魔道 认为邪魔 被功德之龙攻击 第一时间就避讳的蜕壁 因为功德之力的属性 让其十分不舒服 就是这一个单个 夜上下一次的极燕幻影 已经到来 这一次 数十道枪影 同时轰击在 极燕奉金圣灵的身躯之上 与此同时 从天而降的 还有婆娑女打烛的万恶将灵 被击中以后的 极燕奉金圣灵 顿时就变成了一副 厄运缠身的模样 苏雷打出的攻击 相比于夜上和婆娑女 要弱上一些 因为它是化身为 羽家轰出的火焰 而这极燕奉金 就是诞生在火焰之中 对焚烧基本上是免疫的 至于林冬霄的攻击 更是普普通通 根本没起到什么效果 你们该死 你们都该死 连续被轰击 极燕奉金圣灵立刻暴怒起来 嘶吼一声 就瞬间变为了液态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滩血 只不过 血里面有金属的一些光亮 极燕奉金圣灵化身为这种模样以后 夜上再次打出一击 但等到攻击到来的时候 极燕奉金圣灵立刻消失在虚空之中 等到攻击结束 再重新合体 看到夜上的一击 对极燕奉金圣灵没有起到一点效果 婆娑女立刻赞叹 这时候 夜上传言给小五道 如果机会合适 永恒神他 能否将这击燕奉金圣灵收起去 以他现在的状态 我们肯定是做不到的 小五回应了一句积蓄道 但若是 他再次遭受攻击 状态比削弱一些 也许能成功 你正确再将他困在功德困阵之中 我想办法打出最强一击 好 我尽量找机会吧 现在他变成了这种形态 实在是有些不好对付 夜上看向悬浮在虚空之中的 极燕奉金圣灵说道 此时的极燕奉金圣灵 不仅速度无敌 还能随意的变化身躯 已经给人一种无敌的感觉 此时的极燕奉金圣灵 总是经过短暂的适应以后 彻底习惯眼前的身躯 他第一时间就化为人形 盯着夜商道 一跳的最坏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咬牙切齿地说完以后 他就立刻朝夜商所在的位置闪去 速度快的 甚至让婆娑女都看不清 这时候的夜商则是心一横 燃烧起了凤凰血脉和寄灵血脉 在极燕奉金圣灵冲过来的时候 挡住了极燕奉金圣灵 对其丹田的攻击 而后第一时间 在最近距离对其打出了神源困针和功德困针 极燕奉金圣灵的速度虽然是快 但也是有一定先度的 两层困针立刻就将其和夜商全部都困在其中 发现自己和受伤的夜商被封锁在了一个空间之中 极燕奉金圣灵没有第一时间去破开困针 而是朝夜商打出一击 想直接将夜商秒杀 他觉得除了夜商 在场的其他人根本就对他打不出致命一击 因此判断 只要将夜商秒杀 眼前的一场战斗就已经结束 受死吧 就在极燕奉金圣灵对夜商打出一击的时候 永恒神塔木然轰出一击 这一击他们酝酿已久 而极燕奉金圣灵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夜商的身上 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 轰的一声 夜商被极燕奉金圣灵的一击轰飞 而极燕奉金圣灵也被永恒神塔的一击彻底轰重 遭受重创的夜商在此时已经很难阻止其攻击了 他忍住疼痛道 大家配合永恒神塔 将极燕奉金圣灵收入金圈 下面的极燕奉金就可以任由我们开采了 大家助我 这时候 小五大吼一声 就对极燕奉金圣灵展开牺牲 被巨大的拉扯力朝着永恒神塔之中吸取 遭受重创的极燕奉金圣灵立刻奋力的挣扎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婆娑女和苏雷不停的朝他展开攻击 一旁的灵动霄也连续打出攻击 三人的攻击 如果对于全盛时期的极燕奉金圣灵肯定是没有作用的 但此时极燕奉金圣灵实在是遭受永恒神塔的一击已经受伤严重 被连续攻击很快就扛不住 没挣扎多久 就被永恒神塔收入进去 医生 你没事吧 将极燕奉金圣灵收入进去 小五第一时间就传议给叶商 询问其他的伤势 刚刚叶商虽然奋力抵抗 但还是被极燕奉金圣灵 近距离得轰重 受伤很是严重 身躯都已经被打穿 我的状态不太好 恐怕需要好好恢复一阵 叶商回应小五一句 就看向灵冬肖道 你 怎是进入我的空间冻天 是 听到这话 灵冬肖有些羡慕地 看了眼苏雷和婆娑女 最后无奈地进入叶商的空间冻天 而后 叶商看向苏雷和婆娑女道 下面的经验风景 是领知寂静神奇的材料 你们尽力收取吧 我先在上面恢复伤势 这样不太好吧 极燕奉金圣灵都是你击败的 听到这话 苏雷立刻犹豫地说道 婆娑女同样道 我们等你恢复 一起下去收取 上次我说过 所有资源 留下你们 不用退让 赶紧去吧 叶商说完 就吞服了几枚丹药 而后进入到了永恒深塔 恢复伤势 苏雷和婆娑女相互看了一眼 同时朝着下方开始挖掘 各自寻找资源 等叶商恢复过来以后 已经是半个月以后 他恢复以后 就传言给苏雷道 怎么样 收获如何 找到一些较大的 极燕风金碎块 炼制神器应该不够 不过还算是收获破风 婆娑比我收获多一些 你快点下来寻找吧 明白叶商已经恢复的苏雷 立刻催促道 对于苏雷来说 叶商的关系 显然要比婆娑女近 这些时日 婆娑女得到了 大量的极燕风金残片 让她看着 还是着急 怕矿山之中的极燕风金 全部被收集一空 到时候叶商会一无所乎 好 我的身体刚刚恢复 也该好好动一动了 回应一句的叶商 看了一眼 清风战甲上的孔洞 安窜 希望这次小区 能够得到足够的材料 将你修复好 提升到半步激进 这样 也算是不愧对京云 清风战甲 她穿了很多年 已经有了感情 并且还是京云送的 在其心中是十分珍贵的 小七 您帮我查探一下 看哪个位置的极燕风金的气息强一些 等潜入到地下野后 叶商寻找了许久 也没有多少发现 附近这片区域的极燕风金残片 已经基本都被苏磊和婆娑女取完 她用渗龙之眼 对此基本是无能为力 只能求助于永恒神塔 毕竟他们对极燕风金这种材料 十分敏感 第1916集 好 我们仔细寻找一下 附近好像 没什么极燕风金的气息 永恒神塔被召唤出来以后 小七感知了一下 而后回应道 即便是她在附近 也是已经感知不到极燕风金的气息 再往下瞅瞅 苏磊和婆娑女 已经瞅眼出瞅了 我们就静止乡下吧 叶商观察了一下周遭的情话 开口说道 此时的苏磊和婆娑女 距离她 均有接近万里的距离 证明附近确实应该是 已经被搜寻过了 好 我们想想试试 说不定没有大的收获 小七说完以后 就控制着永恒神塔 向下挖掘 叶商则是 直接进入到了永恒神塔之中 然而 他们一直向下挖掘了 大概五万里的距离 都已经能够感知到 地心火的炎热 却依然是没有发现 极燕风金的气息 这时候 小七有些郁闷地说道 按理说 能形成圣灵 证明附近 有整条的极燕风金矿埋 眼前却根本找不到 难道 矿埋全部让圣灵消耗掉了 我觉得 圣灵消耗掉大量的极燕风金 是有可能的 但绝对不可能 正一条完整的矿埋消耗掉 因为一整条极燕风金 经过提炼 是可以炼制出极燕神器的 如果 他将其全部消耗掉 那圣灵的势力 很可能已经达到激进 绝对不是 与我们对战的那种势力 燕商开口说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可谓是 挖地三尺 但依然找不到 剩余的 极燕风金矿脉 这有些蹊跷 按照你这么推断 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 想要弄清楚 其他部分在哪 只有审外 极燕风金圣灵了 孝琪说了一句二后道 叶商 你收拾等待 我们审问那极燕风金圣灵 让他脱口 好 你们去吧 叶商在地下 开辟了一个宽阔地带 暂时打坐休养 不再寻找 因为确实寻找不到什么 而后 小五和小七等 开始在永恒神塔之中 审问极燕风金圣灵 这极燕风金圣灵 刚开始的时候 是十分嘴硬的 但后来 在小八的收益下 他们开始吸收 极燕风金圣灵 周身的精华 开始吸收以后 小七等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 自身的精华 正在一点点消失 如果不将剩余的 极燕风金圣灵 找出来 你会这样一点点 被吸干能量 最终陨落 就算是陨落 也不会便宜 你们这些垃圾 想在我的身上 得到线索 是不可能的 你们还是死了 这条心吧 并且 就算我此时陨落 事后 也会在 极燕风金 旷迈重生 咱们来日放长 极燕风金圣灵 冷冷地说道 根本就没有屈服的意思 而后 永恒神塔 想尽了办法 他一直不开口 在这种情况下 小七传音道 医生 我们撬不开他的嘴 但能从中得知 极燕风金的款门还在 让我试试吧 听到这话 叶上传言一句 就进入永恒神塔之中 等看到极燕风金圣灵时 死时的他 已经被压制的 没有任何脾气 但是依然不开口 看了看 叶上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释放出功德之龙 将极燕风金圣灵 包裹住 在其没有反抗能力的同时 一点一点将其净化 没过多久 极燕风金圣灵 双眸中的邪恶气息 就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茫然 这时候 甚至可以用来提炼极净的材料 炼制极净神器 只不过 叶上暂时没有这种能力 于是在极燕风金圣灵的帮助下 将其收入到了永恒神塔之中 他怕自己的空间洞天 遭受不住极燕风金的攻击 因为这极燕风金 要比他得到的那些残片 凶猛的多 单单是周身覆盖的火焰 就能够将一般的尚未天之尊烧死 这极燕风金 我们先帮你保管着 等你达到了半部激情 或者激情 再考虑 用其炼制神器 暂时应该用不上 将极燕风卖矿 收好以后 小七传音道 我先用心 来修抚清风真强 极燕风金圣灵 帮我取向一些 叶叶商则是传音给了 极燕风金圣灵 让他帮自己取下 一丈剑方的一块 提炼了一下以后 在地下直接 修复起了清风战甲 没过多久 清风战甲 就被彻底的修复完毕 并且进击到了半部激情 将清风战甲修复完毕 夜上传音给小七道 让极燕风金圣灵 暂起留在永恒生态之中 我能感觉到 连自己已经生气 还需要他 好 我们好好看管他 你安心去做其他的事吧 小七回应一句 永恒神塔 就被夜上挂在腰带上 随后 夜上找到苏雷和婆娑女 和他们说了一些情况 就带着两女 找到其他人 离开了黑镜矿场 林冬霄则是被其放走 目的 一是让其通知林家 这里发生了什么 是让其做眼线 等回到露天学院 将人员带到院中院的 夜魔星 苏雷就找到夜上道 上次你说 要去我的家乡 寻找你的家人和朋友 现在学院之中 应该没有什么 需要照顾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 应该动身了 自从加入那个组织 苏雷就离开家乡 来到迷雾区 眼前已经脱离 还是没有回去 很担心家乡的族人 发自内心的 想要回去看一看 听到苏雷的话 夜上想了一下 说道 你点击家乡 我也应该寻找家人和朋友了 等我安排下 咱们就走 说完以后 就找到了云叶和玄年 和他们安排了一下 相关的事情 并且见到袁天罡 混沌天经兽 和白美散人 告诉他们自己的行程 而后 就将祖奉至尊 和第一福城主街上 和苏雷一起 前往他的家乡 至于袁天罡的家乡 他准备实力 更强一些再去 而走上寻找家人这条路 夜上还是十分忐忑的 他依然担心 找不到他们 你如此忐忑 不如我们先到 永恒至尊界寻找一番 你再陪我回家乡 如何 一路上 将夜上的忐忑 看在眼里 苏雷开口说道 他能感觉到 夜上心中的烦闷 好 你再陪我 在永恒至尊界 寻找一遍 如果没有收获 我们再取你的家乡 夜上说完 就和苏雷一起 在永恒至尊界寻找 但是按照 祖奉至尊 和第一福城主的提示 找寻了好几遍 也根本没有收获 他确信 长生至尊和他的家人 不是隐藏在某个难以寻找的空间之中 就是一起去了新的结域 而此时的永恒至尊界 依然是被七天一族通知着 对此 也让有些看不惯 但眼前对于他来说 最为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家人和朋友 你就没有对这些七天一族出手 在苏雷的带领下 前往永恒荒谷街 到了永恒荒谷街以后 夜上发现 这里的气息 要比永恒至尊界古老一些 判断 这里的修士 实力 应该要比永恒至尊界强盛一些 踏上这片土地的苏雷 则是叹息了一声 刚刚回到家乡 他就想起了 惨死的那些家人和朋友 想起了当初的血腥画面 他的心神 忍不住颤动起来 是这意义 敬爱吧 夜上看到苏雷如此 立刻开口安慰道 事实上 他的心情何尝不忐忑 此时 空间洞天中的祖风至尊安慰道 夜上 你的家人和朋友 应该和长生至尊一起躲了几来 休养生息了 你不用如此难过 我推断的情况 也应该是如此 但控制不住他心的情绪 夜上回应祖风至尊道 此时的祖风至尊 在夜上提供的大量资源支撑下 已经是中卫地之尊 气息扎实了不少 第一副城主 则是进击到了上卫地之尊 距离天之尊已经不远 这样的实力 在以前的永恒至尊界 完全是可以横行地存在 但眼前 根本就不够看 夜上 陪我顾忌重游吧 在虚空中沉浸了一会儿的苏泪 这时候控制住气息 缓缓说道 回到他经历过梦魇的故地 这需要勇气 但他想回去 将家人 朋友 甚至是臣子们 好好地安葬 永恒黄狗戒 我还是第一次来 你带路吧 苏泪说完 夜上就看向他说道 相对比较来说 夜上那边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而苏泪的家人 都已经彻底陨落 这已经成为 无法逆转的事实 活在家乡这里 原本是数一数二的巨头 被封为最强女皇 统治了很多年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当年那件事发生 飞行的过程中 苏泪安生地说道 原本 永恒黄谷界大阪的地盘 在其统治下非常地繁荣 但一夜之间 什么都变了 我在想 这一切 是不是西纳里的组织策划的 苏泪说完 夜上就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按道理 与世隔绝的永恒荒谷界 应该不会发生那种灭族的血腥事件 听到这话 苏泪沉吟了一下 说道 我不清楚 但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必会灭掉那个组织 我会帮你 夜上说完 就继续跟在苏泪的身后 朝他想去的位置飞行 在虚空中飞行了大概两个时辰后 苏泪突然疑惑地说道 按照我的记忆飞行这么久 应该到了我的领地 为何眼前如此地荒凉 怎么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这里应该是被什么强者 大范围的攻击过 夜上用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判断道 难道 难道我的领地 已经被全毁了吗 听到夜上的话 苏泪不可置信地叹息了一声 就换为羽迦 在虚空之中 加速飞行的速度 然而 他带着夜上又飞了几个时辰 眼前依然是破败的景象 一个活着的修士都看不到 这是什么人做的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一直飞行这么远 都没有看到一个活人 化身羽迦的苏泪彻底崩溃了 你先别这样 我发现了一个修士 咱们去问个究竟 这时候 开启渗龙之眼的夜上 树然在一片废墟之中 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褴的修士 他和苏泪说了一句 就飞下去寻找 苏泪听到这话 化为人形 跟着飞了下来 等二人落到地上 发现这个衣衫褴褴的修士 已经疯了 坐在废墟之中 不断惊恐地喊道 别杀我 求求你 求求你 别杀我 不要毁掉我的村落 是谁要杀你 是谁毁掉了你的村落 苏泪朝这个衣衫褴褴 满身污垢的南修 打出了一道神源里 希望这道神源里 能让其清醒一些 别杀我 求求你 求求你了 别杀我 不要毁掉我的村落 然而 这个疯了的南修 依然在不停地重复着 一模一样的话语 此时 祖凤至尊说道 可以直接读取他的记忆 但读取以后 他应该会彻底飞掉 我用功德之力试试 实在不行 才有苏泪 读取他的记忆 一夜商传音 给祖凤至尊说了一句 就酝酿出功德之力 朝眼前的男子打去 用功德之力 净化其全身 没过多久 这个南修的眼神 就变得清明了不少 大约三十夕以后 他不通一声 跪在了苏泪面前 参摆道 草民 百贱乌晃 起来吧 和朕说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眼前南修恢复过来 苏泪的眼眸 顿时湿润起来 因为男子还没有开口 苏泪就已经能想到 这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事情 与苏泪 已经夜商判断的差不多 苏泪离开 永恒荒谷界以后 这里出现了 魔鬼般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人 到处烧杀 抢掠 吸取修士的血液 用以修炼 简直是邪恶至极 并且 其中的首领 是半步接近的修为 永恒荒谷界之中 没有一个人 能与其对抗 久而久之 永恒荒谷界之中的修士 大多数都被击杀掉 原本他们以为 这个世界会这样 被那个组织彻底灭掉 但某一日 另外一伙人出现 他们的实力 虽然比组织弱一些 但勉强能与其抗衡 没有被一边倒的压制 发现这伙人 明显不像另外的 那个组织那般邪恶 永恒荒谷界 剩余的一些修士 开始投靠他们 等队伍壮大以后 双方逐渐形成 相持的局面 对新势力 久攻不下的情况下 组织的人开始不断出手 毁掉永恒荒谷界的 大量土地 用以发现 心中的暴虐情绪 这引起了新势力 和永恒荒谷界 修士的巨大部门 但他们出击以后 并没有在对抗之中 占据什么优势 双方的损失 同样残重 第1917集 说到最后 这名南修说道 我是在一次战斗之中 和队伍走散 恰巧来到家乡 看到一切都被毁掉 想起被杀掉的家人 一时被创 才疯掉的 你叫什么名字 以后跟着我吧 苏立等南修说完 顿时开口问道 多谢女皇陛下 草民 名叫刘成 刘成一边说 一边朝苏立跪拜下去 起来吧 和我们说一下 那两个势力中的高手 都叫什么 苏立随手一挥 让刘成起身 继续说 刘成起身以后 想了一下说道 帮助我们的一方 首领 叫做长生天之寸 不过他不是最强的 这一方的最强者 叫做盘龙枪 也叫盘龙枪 是半不及境高手 你确定吗 听到这两个名字 夜商顿时激动地说道 毫无疑问 如果这男子说的是真的 那么 他就是找到家人了 毕竟武林飞和京云 是和长生至尊 一起离开的永恒至尊界 夜商问完 刘成笃定的道 他们是我们 永恒荒谷界的大恩人 我怎么可能 记错他们的名字 好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听刘成这样说 夜商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这两个人 是你要找的人吗 见到夜商如此激动 苏雷立刻询问 问道 是的 这是他们 没想到如此巧合 一下子就找到了 夜商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实际上 来永恒荒谷界来找家人 他也是在碰运气 没想到如此顺利就找到他们的行踪了 那太好了 刘成 带我们去找长生天之尊他们 苏雷见到夜商如此高兴 心中的郁闷情绪 多少舒缓离心 相应道 谢 女皇陛下 这位大人 请随我来 刘成应了一声 就起身准备朝虚空上飞 不过此时他还是很虚弱 刚腾空飞起来十丈左右就跌落下来 刘成 你没事吧 苏雷连忙打出了一道神源令 将刘成接住 回禀女皇陛下 我虽然虚弱 但不至于飞不起来 上空 好像是要阵法防御 吐了一口血的刘成回应了一句的同时 身上就出现了恐怖的血痕 血痕极其快速地就爬满了刘成的全身 这个时候虚空之中 木然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没想到 有一个疯子左右儿 果然有所生活 叶商 帮我救人 此时的苏雷 没有理会虚空中的冰冷声音 而是看向叶商说道 我试试吧 叶商回应的同时 直接打出功德之笼 让其缠绕刘成的周身 被功德之笼这么一缠绕 那些血痕对势规避起来 几些的时间 就彻底消失在刘成的身上 这时候 刘成传音给叶商道 恩公 移民开战以后被杀 我将长生天之尊 所在的地点告诉你 谢谢你 不过你是死不了的 进入我的空间当边 叶商说了一句 就将刘成收入到空间洞天之中 对于他来说 刘成就是恩怨一般的存在 不能那么随意就被击杀 将刘成收入到空间之中 叶商就看向苏雷道 刘成已经安全 不过我们 看来是需要经历一场血斩了 他们是早有准备 无妨 我也正想杀一些组织的人泄愤 苏雷站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身上的那股霸气 再次展现出来 吼了一声 就直接化身羽家 朝其中的一个修士 喷吐出了一口火焰 只不过 这火焰 很快就被虚空上的阵法低倒 不要着急攻击 眼前的阵法 好像是半部寂静高顺不止的 有些不好对付 开启圣龙之眼观察的叶商 则是发现了眼前的阵门 很是不凡 是普通天至尊 布置不出来的 于是将破阵铜锤召唤出来 道 我遇见了一些麻烦 想办法破阵法 这个阵法 确实是半部寂静不止的 只不过他的身法早已有限 我们应该能破掉 破镜铜锤中的熊锤观察力下 确定地说道 好 那就有劳你们了 一眼伤回应一句的同时 提醒苏勒道 他们没有立刻发起攻击 是在召唤附近的高手 朝这边来的小事越来越多了 数量差不多 有四次时刻 对于我们 应该是一场苦战 来得越多越好 此时的苏勒 则是一脸的冷凹 今日 他准备打开杀计 好 那就做好战斗准备 夜召回了一句 就继续用神龙之眼 观察起周遭的敌人 突然之间 他看到了一个眼熟之 这人竟然是曾经 不停追杀他的 云熙天之尊 云熙天之尊 原来你是这个 邪恶组织的人 看到云熙天之尊的身影 夜双的双眼顿时眯起来 而此时 云熙天之尊 同样注意到夜双 发现被困住的是夜双 他冷笑道 小子 班族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没想到 你今日自投罗网 就凭你 没有资格说我是自投罗网 用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夜双发现 眼前的云熙天之尊 我看你这一次要怎么投 云熙天之尊 大声笑着 在他看来 自己这边 很快就将照起来四十多个天之尊 这样的力量 根本就不可能是夜双和苏利能对抗的 毕竟他们二人 一个是下位天之尊 一个是上位天之尊 面对你们这些垃圾 我还用不上讨 夜双看向云熙天之尊 说了一句 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对了 你的黑脊经脉 用起来还不错 混账 听到夜双提起 黑脊经脉的事情 云熙天之尊的面色 顿时变得极其阴沉 当时 如果他能够得到黑脊经脉 实力必然大仗 夜双 眼前的阵法看似厉害 实际 外强中干 不出实习 我们就能将其破开 你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此时 破镜铜锤的熊锤 同人传音道 这么快就能将其破开 很好 夜双称赞一句 就传音给苏利道 准备战斗 阵法即将被破开 我早已准备好 苏利 与其森冷的回应道 他看向眼前诸多修饰的眼神之中 带着明显的杀气 显然是恨透了毁灭他家园的这些人 三 二 一 上 夜双完全能够感受到苏利身上的恨意 他传音一句 就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将状态提升的时候 顿时将半步寂静神器黄金天际召唤出来 猛然朝着芸汐天至尊打出神之一枪 对于他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对其打出极艳欢迎 小子 有段时间不见 实力有所提升嘛 不过 今日可不是我一个人要杀你 芸汐天至尊 眼见夜双一击如此强悍 顿时取出了一件秘宝地道 夜双一枪轰击在其秘宝之上 将其直接轰碎 芸汐天至尊则是借机躲避开 此时 芸汐天至尊一旁的其他秀士也全部反应过来 几乎是同一时间 朝夜双和苏勒展开攻击 杀 沉默许久的苏勒也在此时大吼一声 而后直接化身为瑜伽 和眼前的这些修士战斗起来 他一上来就示证出最强的攻击 那是直接拼命的架势 根本就没有半点保留 刚对上几个回合 就击杀掉了四五个天至尊 这些天至尊和芸汐天至尊一样 根本十分虚伏 境界一点的不稳固 使用邪法竞技的他们 和服用至尊天元丹境界的苏勒 完全没有可比性 杀得好 不过 要保全自己 战斗中的夜商大声提醒一句 他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已经动用天逆九步 在人群之中穿梭自如地连续击杀对手 眼前的几十人看起来来势汹汹 但真正实力明显与其有沟壑般的差距 夜商甚至连永恒神塔和极燕幻影都没有使用 随着战斗的进行 看着组织里的修士不停地被击杀 芸汐天至尊的面色彻底变了 开始利用秘法传言召唤更为强大的高手 他已经看出来 虽然眼前自己这边人数众多 但基本相当于杨维猛虎 看不到什么生机 而在场的其他修士则是开始施展秘法 一个个变成蹊跷流血的模样 看起来人不人鬼不鬼 十分的沉默 你们往日造的孽 今日全部都要归还 看到诸多修士变为眼前的这副模样 苏雷大吼一声就施展出了寂灭星火 他施展出这一招 明显要比夜商纯粹威力要更大 刹那之间就轰上了几个心绪不稳的 只不过战斗到此时 连续运用拼命绝学的苏雷 气息明显不稳钱 见他如此夜商提醒道 你出意回复 剩下的人就给我 谢谢你 不过今日我定会杀到历劫 苏雷回应一句 就再次和组织的修士战斗起来 好吧 夜商应了一声 同样和眼前的敌人战斗起来 这些人 神区发生变化以后 实力提升了不少 但距离他这种 已经勉强能和半步 寂静抗衡的存在 相差甚远 没过多久 就又和苏雷 斩杀了十几个 眼前自己这边 只剩下十几个人 一直锁在后面 不敢和夜商直接对抗的 云熙天之尊 顿时慌乱起来 想了一想 他传言给圣渝的一些修士 道 大家不要再恋战 一起逃走吧 一起逃走 这是谁 让你下达的命令 就在这时 一个冷漠的声音 木然从虚空上传来 一个身穿黑色盔甲的 上位天之尊 骑着一匹斑斓猛虎 出现在虚空之上 三少量 三少量 看到这个身穿黑色盔甲的 上位天之尊出现 众人顿时狂呼起来 看到眼前这个人 苏勒身上的杀气 再次增强数倍 因为眼前这人 就是当年亲手救他 将其带到迷雾区之人 如今看来 当年灭掉他神国 杀掉他亲人和朋友的 正是他所效力过的 这个组织 苏勒啊苏勒 如果你一直傻下去 为组织效命 是能保留性命的 但你已经发现当年的事情 都是我们做的 那就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受死吧 范利清楚 事到如今 苏勒已经知晓一切 再难以控制 顿时准备下手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 也配出来指点江山 叶商打量了一下 眼前的范利 看出他的实力 要明显强于 普通的上位天之尊 距离半步其一境 已经只朝一步之遥 并且身上 有半步其境神器 但他有信心 直接将其秒杀 叶商 将这个人留给我 我要亲手杀了他 你帮我将其他人解决掉 就在这时 苏勒拦住 想要动手的叶商 一字一句地道 此时的苏勒 心中的杀戮念头 根本就抑制不住 想要亲手将范利击上 为自己的家国报仇 叶商看了苏勒一眼 沉默了一下 说道 你懂什么 其他苏勒 我会与你扫出 谢谢你 苏勒感谢了一句 就再次化为羽家的模样 和范利 战斗到一起 观察了片刻 见苏勒没有落下风 叶商顿时开始出手 解决在场的其他一些修士 将芸汐天至尊在内的所有人 全部变杀 而后 悬浮在虚空之上 继续观看 苏勒和范利的战斗 眼见叶商将所有麻烦 全部解决掉 不再担心偷袭的苏勒 顿时觉得战斗起来 变得更为轻松 没想到你在这些年里 将实力提升了这么多 不过 在半步极境神器面前 你这点实力 还是不够看 战斗了一致 范利木然发现 自己已经有些压不住苏勒 冷冷地说着的同时 已经将半步极境神器 昆天翁给取了出来 直接就朝虚空的苏勒砸了 别以为就你有半步极境神器 这个时候 苏勒突然取出了一柄 极艳凤金剑 此剑是他用极艳凤金 连着而成的 实打实地半步极境神器 只不过还没有起名字 将极艳凤金剑取出以后 苏勒再次化为人形 朝范利达出的昆天翁刺去 第1918集 这一剑之中 蕴含着十分炙热的火焰 红吉在昆天翁上 直接将其刺出了一道裂纹 火焰随着这些裂纹 迅速地爬上了昆天翁 彻底地将其焚烧起来 什么 万不极境神器都能被破 将眼前的情况看在眼里 范利 不可思议地打吼一声 心知将昆天翁收回 也没有什么用的他 立刻嘶吼道 血煞震身 刹那之间 原本看起来和正常修 是差不多的他 就变成了满身血煞的恐怖模样 怒吼一声的苏雷 再次腾空而起 将羽家之身 同吉焰凤金剑 合并到一起 化作一道流光 朝范利射出 剑与合一 我可也不过如此 你去死吧 此时的范利 刚刚化身为血上真身 正是自信的时候 他的选择 是和苏雷硬碰硬 哼 二人对撞以后 虚空立刻被炸出巨大的孔洞 附近十万里 除了夜伤以外 所有的东西 全部在片刻之间化为虚无 而苏雷和范利 在这一击过后 全部都遭受重创 只不过 范利 悬浮在虚空之上 已经失去意识 而苏雷则是没过多久 就醒了过来 起身以后 他找到了受了一些损伤的 吉焰凤金剑 准备直接将范利击杀 这个时候 夜伤飞过来阻拦道 这个人可以留意一下 毕竟他是组织的重要人物 应该对组织里面的人物构成 以及其他的很多东西 都十分了解 以后 我们好好审问一下 应该对他具有利 好吧 为了将这个恶魔组织彻底灭掉 我就留他一条信任 苏雷说完 就将范利收入到了空间洞天之中 而后 他朝着一个方向跪拜下去 默念道 家人们 国民们 我苏雷 一定会为你们抱这个血仇 你们安息吧 你受伤不轻 还是到我的空间洞天之中恢复吧 这时候 用慎龙之眼 观察了一下苏雷的夜伤 开口全说道 此时的苏雷 在和范利硬碰硬也后 虽然是占据了上方 但受伤明显不轻 不过听到这话的苏雷 却是拒绝的 不用 我的家人和国民 都在注视着我 我对这个组织 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夜伤说了一句 就带着苏雷 在刘成的指挥下 寻找长生至尊等人的 牺牲地点 在永恒荒谷界的断壁残垣中 飞行了五天五夜 他们来到了一片海洋的前方 这时候 刘成只向远方说道 前方 有一个很大的海岛 也是永恒荒谷界 出组织老朝以外 唯一性别于难的地方 长生天之尊等人 目前就在海岛上 谢谢你 到了海岛以后 我会给你大量资源 让你将身体修复好 重新走上修炼的道路 这一次 你也算是喜尽千华 得到重生 好好珍惜吧 苏雷说了一句 就看上夜伤道 我们走吧 其实 我现在有些紧张 怕家人和朋友们不在 或者 忍不齐全 夜伤回应了苏雷一句 就和他并肩飞行在 飞蓝的海平面上 飞行了两天多一点 他们终于看到 前方的巨大海岛 这个海岛面积很大 差不多相当于 永恒至尊界的 三十个领地 远远望去 夜伤就看到 海岛上方 有一个巨大的保护层 等距离近了以后 他平静了一下心情 看向海岛道 夜伤 求见长生前辈 这个声音 不仅洪亮 而且在海岛上方 不断盘旋 很快就让海岛中的 所有人都听到了 没过多久 长生至尊就带着 数人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看到夜伤 看到夜伤 长生至尊顿时就激动到 夜伤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的家人和朋友 都在岛上 长生前辈 你辛苦了 夜伤忐忑地用神魂之力 扫了一下 发现 武灵飞和京云 虽然没有随 长生至尊前来 但已经从岛上 往这边赶来 萧天玄 以及万剑宗 金玄等人 也是如此 确定他们都没有事 紧张地心情 顿时放下 和长生至尊 打招呼道 唉 这时候 长生至尊 叹息一声道 如果是我以前的失去 这一次永恒至尊界 不见得会丢 只可惜 长生前辈 不用叹息 你的事情 我会想到办法的 目前 我已经混进了 露天学院的院中院 很可能会在那里 找到适合你 多射的证据 夜伤安慰一句 就继续到 七天一座 根本不做委屈 我们的最大敌人 还是迷雾区的 三大基尊 目前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夺回永恒之尊界 而是 培养出几个 顶尖战力 是啊 没有基尊那种 顶尖战力 就算我们能夺回永恒之尊界 也守不住 当年那种屈辱的历史 还会重新上演 长生至尊的梅雨剑 带着一丝凝重 相比于其他人 他缺的不是心智 而是可以承受住天赋的身躯 长生前辈 您见到天赋前辈了吗 身后 有没有见到颜济尊 这时 叶生开口问道 天赋监 是按照他的意思 来帮助长生至尊 并且寻找颜济尊的 眼前没有看到 因此 他有此疑问 你说的天逆 可是半步寂静神奇 天逆剑 长生至尊 看向燕尚道 是的 就是他 牵到了 并且他把我们出了不少力 否则当时 我们也可能逃不出来 长生至尊 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不过他留在了永恒至尊界 说是要寻找 颜济尊的下落 到了此地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见过 另外 颜济尊 我们也没有见到 哦 我知道了 一夜商点头 说了一句 二侯问道 对了 长生前辈 在我来之前 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 下一步 准备做什么 我们的计划 是找机会 灭掉那个雪煞祖镇 彻底将永恒黄谷界占据 让大家休营生息 我带上一部分人 到迷雾区寻找机缘 长生至尊看向远方说道 他看向的方向 是雪煞组织老巢所在地 也就是苏类的皇宫 相对来说 在迷雾区提升实力 还是会快上很多 我会尽量在那边 占据一方 给大家提供修礼的场所 目前 我已经加入到了 露天学院的院中院 地位还算不错 应该有机会 占据一个较大的领地 到时候 可以接不去很多人 叶商缓缓地 将迷雾区的一些情况 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长生至尊拍了拍叶商的肩膀 道 嗯 很好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有你和功德之力在 我们送过去的人 就不用担心 迷失心智了 好 那就这样决定了 另外 眼前 我已经紧接到天之寸 和雪沙组织战斗的话 应该会帮什么 不如 我们今日就计划一下 对他们展开攻击 争取 早些将他们灭掉 叶商冷冽地说了句 就继续道 使得他们将大家的情况泄露 引来迷雾区的人 刚刚的战斗中 我已经发现 来自迷雾区的天之寸了 嗯 你来之前 我们就和他们 有绝证的心思 虽然我们这边的修士 整体修为要比他们弱上不少 但双方的战斗力 相差的不是特别多 战斗的关键 还是区区于 最强的几个战力 长生至尊看向远方 道 有了你的假如 我们的胜算 会增加三四成 希望如此吧 他们那边的天之寸数量 应该不会少 我们这边 应该没有几个吧 叶商继续问道 想到他和苏勒 一起来到永恒荒谷街 就遭遇了几十个天之寸 他就能判断出 血煞组织的天之寸数量 肯定不少 我们这边 确实没有多少天之寸 但很多地之寸 都有和血煞组织天之寸 抗衡的能力 所以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长生至尊又说了一句 就看到赶来的武灵飞和金云 顿时笑着 看向夜生说道 攻打血煞组织的事情 我们暂且放一放 你先去和家人团聚吧 远处你的朋友们也已经在路上了 叶商应了一声 就看向武灵飞和金云 都说不好 让你们受委屈了 这时候武灵飞看向夜生道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目前是下位天之寸几件 夜生有些摸不到头脑地说道 她没有想到 武灵飞上来的第一句话 会是问修为 下位天之寸 还不错 我们这些年的等待与付出 也算是值得了 武灵飞点头说道 这些年里 她和金云真心是没少 遭受威胁 有一次 金云差点被七天一族的人击杀 幸亏关键时刻 盘龙枪赶到 将七天一族的那个天之寸击杀 谁信念 这时候的夜生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没有说出口 她有些后悔 当时没有将武灵飞和金云带上 我们还是回去再说家事吧 金云看了看夜生 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群 开口说道 让这么多人看他们叙旧 她有些不自在 也好 夜生应了一声 就将苏雷介绍给武灵飞和金云 而后又将其带到了长生至尊面前 让对方帮忙安置一下 她就和武灵飞 金云一起 朝两女的住处飞行 路上他们自然是遇见了 萧天玄和万剑宗等人 原本准备画一些家常的三人 顿时和他们一同喝起酒来 喝酒的过程中 咽商给众人 想起了迷雾区的重重 这一次啊 等我们将血沙组织秒掉 你必须将大家都带到迷雾区 你看看 原本我们都是至尊 现在我们费尽力气 勉强紧急到地至尊 而你都已经是天至尊了 加上你有跨界战斗的能力 我们的察觉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等叶商说完 万剑宗假装忧怨地说道 就是 我们之间的察觉实在太大了 金玄同样说道 此时的他也是第一只尊仓次 好 这一次 我会一个不拉将你们全部带回去 我们一起冲击更高的境界 叶商喝了一碗酒 而后郑重地保证道 这些年 他在迷雾区缺少朋友的陪伴 也确实是寂寞 苏丽和婆苏女当然 毕竟和朋友不太一样 我们也要去 叶商说完 金云看向他道 他不想再经历多年的别离 好 都去 在场的各位 一起去 正好我们在那边 有一场硬场要的 我准备在那边 灭掉一个底蕴身后的家族 将他们的领地 据为己有 让大家 可以在其中安心修炼 叶商将准备灭掉 林氏一族的事情 又说了一遍 随后他就询问起众人 这些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越问就越是心惊 当年 如果他们不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永恒荒谷界的入口 恐怕都会陨落在永恒之尊界 以后 我叶商再也不会让大家 经历这样的危险 听众人说完 叶商喝了一大口酒 而后保证到 如果当时众人没有发现 永恒荒谷界的入口 因此全部被七天一族 和永恒之尊界的叛徒击杀 那他必定会悔恨终身 毕竟关键时刻 他根本不在 我们相信你 叶商说完 金云就说了一句 武灵妃则是看了叶商一眼 若有所思 这时 叶商取出了一些 极艳奉金 分给了在场的众人 基本上 够每个人打造出 半部极净神器的 剩余的 如果他境界到了 经过提炼 还是可以炼制出 极净神器的 得到极艳奉金以后 萧天玄 万剑聪等人 都是比较激动 毕竟马上就要和血煞组织 进行最终决战了 如果他们每个人 都打造出半部极净神器 那战斗起来 会舒服很多 在 酒宴结束以后 他们就各自离开 回归自己的住所 打造起 半部极净神器 等到只剩下 夜商 晶云武灵飞的时候 夜商看向他们道 你们两个 想要什么神器 我亲手为你们打造 为晶云打造一把伞吧 我未来一段时间 不太想参加战斗 夜商说完 武灵飞就开口说道 怎么 身体不太舒服吗 夜商看向武灵飞 关切地询问道 姐姐已经有孕再生 所以不适合再战斗了 这时 晶云看向夜商道 有孕在身 真的吗 听到这话 夜商的脸色顿时 变得很精彩 她完全没有想到 武灵飞能够在 地之寸的境界 成功地要到孩子 稍微呆滞了一下 她就大笑起来 眼前夜商如此 武灵飞正色道 夜商 如今我有了身影 心中很多想法 和以前都有不同 想和你说一些话 不知你能否听进去 你说 夜商知道 武灵飞有话要讲 立刻回应道 武灵飞叹息了一声 继续道 其实倒也不是她矫情 女人有了骨肉以后 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平白无故都会想很多东西 何况夜商面对的境遇 是如此的艰难 我答应你 日后大战 无论多么激烈 我都会成功 将其天一种灭掉 将迷雾区的威胁扫充 让大家可以得到 安逸的生活 见得神迹的家人和朋友 并且 无论多么艰难 我都会归来 夜商认真地发了一个血尸 而后就看向武灵飞叹 普通人怀他十月就会生产 我们的孩子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降临 书记 小家伙如何了 听到夜商这样问 晶云笑着说了一句 就将其脑袋 按在了武灵飞的肚子上 对于自己的孩子 夜商自然不会开启 神龙之眼光芒 轻轻贴到武灵飞的肚子上 认真地听了起来 只不过呀 现在的小家伙 还没有什么动静 听了一会儿 也没有听到什么 这时 武灵飞柔声道 环游身孕以后 他无论是说话的语气 还是声调 都缓和了不少 越来越有母性的韵味在里面 会的 我会尽力 扫出一切威胁 夜商用指尖 轻轻划过武灵飞的肚子 开口保证道 这件事 他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下了百分之百的觉醒 武灵飞柔声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也好 晶云的实力提升 也能更好地保护你和孩子 夜商点头应了一句 就看向晶云道 我们出去吧 晶云开口保证道 他的真实年龄 要比武灵飞大不少 但从相处的过程中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武灵飞的沉稳和大气 最终将称呼定为姐姐 你确定 想要一把伞 离开武灵飞的住处以后 夜商就看向晶云问道 晶云说了一句 就继续道 好 那我们就重新打造一把 三星神奇 晶云的话 听得夜商一阵心酸 他需要亲父的责任很多 有家国天下的情怀 这也导致 陪伴和保护两女的时间很少 对于神界的那些亲人 那就更加愧疚了 随后 夜商取出了一部分的 吉艳凤金 为晶云打造出了一把 燃着火焰的散心神器 而晶云身怀凤凰血脉 用起来十分适合 只不过 如今他只有下位帝至尊的修为 还不能激发出 吉艳凤金散的最强威力 然而是如此 晶云也十分开心 轻浮神器 爱不释手 而后的半个月里 夜商一直陪伴在 金云和武林飞身旁 和他们二人 过着简单的日子 直到某日 长生至尊突然传音道 夜商 快了一世 雪上组织 好像是有异动 好 我们是准备 先下水位墙吗 我马上赶来 夜商回应一句 就饱含歉意地看向 金云和武林飞 还不等他开口 武林飞就看向他 目光坚定的 好 你们保重 夜商好好看了眼良女 就转身朝 一世厅所在的位置飞去 他清楚 长生至尊的传音这么急促 肯定是大战将棋 长生前辈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商来到会客厅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不少人 其中 七成左右来自永恒至尊界 三成来自和苏类相同的 永恒荒谷界 他们之中 天至尊仅有十个左右 其余的都是地至尊 盘龙腔 长生至尊坐在正位上 走进一世厅 夜商就坐到了 他们下方预留的一个空位上 开口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请看地图 等夜商坐落以后 长生至尊立刻取出了一张 永恒荒谷界的地图展开 而后 指向了地图上的三个标记点 道 这三个标记点 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港哨点 就在今日同时失去联系 我怀疑是血沙组织 将这三个港哨给抹除了 他们应该是准备进攻我们的大本营 三个港哨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吗 长生至尊说完 神界之城的第二副城主 开口询问道 是的 他们没有传回任何消息 应该是被强大的修士 直接秒杀掉了 长生至尊点了点头 道 原本我们的计划 是准备半个月战斗资源 而后对血沙组织发起总攻 没想到 他们率先动手了 岛上有很多副辱 以及低修位的人 如果战斗起来 我们倒是没什么 他们肯定会受到冲击 伤亡必定惨重 我们不能让血沙组织 征征征征征征引到岛上 长生至尊说完 夜伤就冷声说道 目前来说 岛上的人员 就是永恒至尊界 未来的所有人 如果血沙组织攻进来 那后果不肯设想 夜伤说完 苏雷立刻站起来说道 目前他已经得到了 永恒荒谷界 剩余人手的认可 成为了他们的新皇 女皇说得对 我们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必须供出去 永恒荒谷界的一名男修 等苏雷说完 立刻高呼道 你们说的没错 如今血沙组织的人 很可能会马上降临 我们为了良界的所有人 必须倾尽全力 将敌人全部都拦在阵法之外 所以出去特殊情况者 岛上所有地之尊和天之尊 军需要出去一战 长生至尊七昂的说完 就继续说道 战斗随时可能降临 眼前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回去 召集所有力量 准备随我一战 苏雷等人应声以后 就各自回去组织人手 等众人离开得差不多 长生至尊 看向叶商道 你两位夫人的情况 我清楚 如果近日爆发战斗 就不要召集他们了 多谢前辈 我会将他们的那份战斗力 带出来的 叶商对于这件事 没有推辞 抱拳说道 我知道你一个 就等于千军万骂 长生至尊微笑着 拍了拍叶商的肩膀 而后他宁没到 所以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需要交给你去做 什么事情 叶商疑惑道 血煞组织的老巢里面 有一个鲜血祭坛 这个祭坛 是用无数生灵的血液 建造而成的 它是血煞组织成员的 力量源泉 如果等战斗打下 你能将这祭坛破坏 我们的胜算 会由四成提升到七成 长生至尊说完就解释道 我需要和盘龙枪 一同牵制血煞组织的首领 否则我就亲自牵去了 牵制祭坛破坏 血煞组织的成员 战斗力会下降多少 叶商疑惑地问道 他觉得自己如果正面战斗 最起码能灭掉几十个天之寸 如果去做破坏祭坛的事情 可能有些大财小用 听到这个问题 长生至尊私存了一下说道 按照我们得到的消息 祭坛一旦被破坏 所有血煞组织的成员 十里都会直接降低五成 并且变得十分虚弱 那样以来 他们对于我们 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原来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这么看来 我们这边损失我一个战利 还是值得的 那我即刻出发 叶商听长生至尊这么一解释 顿时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做这件事 最好是即刻出发 但如今我们失去港哨 不确定血煞组织的人到了哪里 你现在出去 可能会十分危险 长生至尊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无妨 我有神龙之眼支撑 能提前查去敌人的位置 并且身法速度很快 除了半部寂静的强者 应该无人可以追上我 一夜商说了一句就继续道 长生前辈 那我就动心了 如果海盗危险 还请帮忙照顾我的妻子 现在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危险程度十分高 将武灵飞和青云带在身上 不见得比他们留在海岛上安全 所以他不准备带上两旅 听到这话 长生至尊点了点头 保证道 放心 只要我有命在 他们就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就算我陨落 也会想办法将他们送走 那就多谢长生前辈了 文辈 这就懂事 苏利实力不错 并且信得过 前辈对他 可以放心 一夜商说完 就飞离一时听 回到武灵飞和金云的住处 和他们说了一下 自己准备去做的事情 等夜商说完 武灵飞面色有些深沉地说道 金云同样明白事情的重要性 抱了夜商一下 道 放心 我会成功完成任务 安全归来的 雪上总之禁锢我们 很可能会将全部力量排除 后方必定十分空虚 这任务看似危险 实则不是太难 夜商安慰两女道 实际上他清楚得很 雪沙祭坛对于雪沙组织那样重要 他们肯定会重兵把守 说完以后 夜商就在武灵飞和金云的附近 布置起了五牛阵 以及从婆娑女那里学来的阵法 将阵法布置完毕以后 夜商想了想 又取出了极燕凤金 在破镜铜锤的帮助下 打造出一艘可以破镜的极燕凤金缩 递给武灵飞道 灵飞 你身体不变 不适合镇刀 这尊极燕凤金缩 是斑布极精神器 万一海盗沦陷 你没有被发现的话 就控制他逃离此地 武灵飞收下了极燕凤金缩后 柔声说道 他能感觉到夜商对他们的不舍 心中还是很感动的 我去了 夜商再次深情地 看了两女一眼就一灰烟袖 知非天之 等夜商的身影从天边消失以后 金云安慰武灵飞道 武灵飞叹息一声说道 此时的他有孕在身 举手投足之间 多少咬了一丝慵懒的味道 听到这话 金云同样叹息道 武灵飞点头说道 随后他们又聊了很多 直到万剑宗求见他们才停止下来 命人将万剑宗带进了庭院 见到从房间里走出的武灵飞和金云 万剑宗顿时开口问道 听到万剑宗这样问 金云直接回答道 他清楚万剑宗和夜商关系不错 这件事没有必要隐瞒 执行任务 他不会是独自一人 前往血沙组织老巢 去捣毁血沙祭坛了吧 听到金云的话 万剑宗立刻瞪大眼睛问道 万剑宗声音有些大 武灵飞马上提醒道 可那血沙祭坛 是血沙组织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必然会派出很多强者罢售 夜商一个人贸然前却 这不是送命吗 万剑宗一脸愁眉苦脸的表情 想了一想 他说道 不行 我去和长生前辈请命 带人去知人夜宗 眼见万剑宗要去找长生至尊 武灵飞立刻将其叫住道 可是 夜宗执行的任务 如果无人之缘 真的是求死一生啊 万剑宗眉宇间带着一丝无奈道 他清楚 武灵飞说的有道理 长生至尊的安排没问题 但就是担心夜商会出事 武灵飞目光牵定地看向远方 道 这 好吧 万剑宗叹息了一声 二后道 两位嫂子放心 无论血沙组织的攻击多么恐怖 我们都会提案上守护好你们的 武灵飞听到万剑宗的话自然是心存感激的 但他还是拒绝道 虽然怀有深怨 但他不想成为拖后腿的存在 等武灵飞说完 京云继续道 好吧 我们会拼死 守护海岛的 万剑宗又说了一句 而后转手去找萧天玄等人 准备和他们一起 共同去长生至尊那里报到 迎接和血沙组织的殊死一战 而此时叶沙已经离开海岛百万里 第1920几 这个过程中 他已经发现了好几波血沙组织的人 不过每一次都在对方发现他之前 利用神龙之眼的便利成功地躲避掉 最终潜入到了陆地之上 到了陆地之上 叶上顿时在飞行的过程中 取出了从苏雷那里拿到的皇宫地图研究起来 推测起 血沙组织会将血沙集团安置在哪里 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图 他判断 血沙组织会将集团放在皇宫正下方的密室里 这个密室 设计十分巧妙 一手难攻 想要潜入进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硬闯进去 血沙组织如果将集团设置在其中 十分利于放手 叶上 注意 前方有情况 就在叶上私存的时候 小五突然提醒道 怎么了 被其提醒一句 叶上立刻警惕过来 看向远方 顿时就是一惊 原来在前方不远处的虚空之上 出现了血沙组织的大部队 方言一看 差不多有两百人左右 这些人 清一色是天之尊 此时正在一名半步捷径高手的带领下 朝海岛的方向飞行 发现他们以后 叶上顿时在自己身上 施展出了一道隐秘符文 但这么做的他 还是被血沙组织的首领 血沙老魔发现了 看到远处虚空之上 有修士存在 血沙老魔立刻皱起眉头 看向左右 下令道 去将远处那个修士 给我拿下 啊 哪里有人 站在血沙老魔身边的两个 尚未听之尊 听到这话 顿时撮合起来 算了 万座亲自前去 发现自己指明方向 左右二人依然没有发现叶上 血沙老魔说了一声 就朝着叶上所在的方位追来 这个老家伙 好强的气息啊 应该不太好对付 并且 他身后还有那么多天之尊 我们还是逃走吧 小五看到血沙老魔追了过来 立刻提醒道 我们走 叶上回答的同时 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而后施展出天力九步 朝远方逃 好快的速度 眼见叶上的速度如此之快 血沙老魔顿时惊呼一声 而后加快速度追了上去 老家伙速度好快 我们加快一些 看到血沙老魔加速 迅速将距离拉近 小五立刻提醒道 血沙老魔的速度确实有点恐怖 看来我得燃烧血脉距离了 叶上根本不用回眸观察就能感觉到血沙老魔的气息 毫不犹豫地燃烧起凤凰血脉再次加速将双方的距离拉开 你这个蜂蜡 你这个蜂蜜速度还真快呀 看到叶上竟然再次提升速度 血上老魔顿时面色一沉 而后取出一枚浴符 用手掌捏碎 被浴符里面的气息一滋润 他的速度同样再次提升 又一次追了上来 糟了 老家伙又追上来了 他的速度还真不一般 小五看到血上老魔又一次地赶了上来 顿时不爽地说道 一般来说 普通的半步洁净修士 在夜上施展全速以后 基本是追不上的 但这血上老魔不仅能够追上 而且目前看来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恐怕他还有其他能提升速度的手段还没有施展出来 猜到这一点的夜伤 没有办法之下 只能将进击为半步寂静品质的轻凤战甲击活 让战甲来给他加持 再次将速度提升 刚刚到永恒荒谷节 他和苏勒遭遇了几十个天之寸 都没有将其击活 但现在 在血上老魔的压迫下 不得不失真出来 将双方之间的距离重新拉开 半步寂静战甲 好东西啊 看到夜伤激活轻凤战甲 血上老魔没遇见顿时流露出贪婪之色 他毫不犹豫立刻燃烧血脉 召唤祭坛的力量将速度提升到比夜伤快一些 又一次将双方的距离拉近 还真是难缠 这血上老魔速度如此之快 恐怕战斗力也会十分强悍 长生前辈他们恐怕很难遇见坎坷 特别是在祭坛的加持下 看来这积坛我必须尽快毁掉 被血上老魔追踪着的夜伤心中不禁私存道 我们还需要加快速度 老家会对你的战甲产生了兴趣 在永恒神塔之中 一直关注着血上老魔的小武又一次提醒道 我知道我在想办法 夜伤能感觉到血上老魔的气息越来越近 这时候他木然动用起了功德之力 在功德之力的加持下 再一次将速度提升一些 不过因为功德之力品次太低 提升的倒不是太多 没有又一次将双方的距离拉开 此时夜伤传音给小武道 这血上老魔太难缠 动用永恒神塔的力量 朝他打出一击 延缓其速度 好 只不过我估计打出一击 只能延缓其速度 不能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小武立刻回应道 延缓他的速度就不错了 不停施展着天地久不得夜伤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个血上老魔的速度 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 听到这话 小武立刻控制永恒神塔 朝血上老魔轰出一击 又是半步寂静神奇 你还真是一个多宝童子啊 面对永恒神塔打出的一击 血上老魔为了躲避速度受到不小的影响 一时间和夜伤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这时候他不怒返校 准备将夜伤追上 将其身上的好东西全部据为己有 只不过 这个时候 他的一名手下 数人传言过来的 老祖 您再追的话 会影响到进攻他们的大局 这可是影响失大呀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能感觉到 这小子身上还有宝贝 我一时半会儿还真追不上他 听到这话 血上老魔顿时停了下来 有些不甘心的说道 哼 这一次就便宜你了 而后回归到队伍中 传言给其中的一个属下 道 血红 你带上诗人 回到皇宫之中提醒老二 让他驾进地方 我觉得这小子的目标很可能是血纱祭坛 血 老祖 被称作血红的修士 顿时带上十个天之尊朝皇宫的方向飞 发现血上老祖放弃追赶自己的夜上 面色则沉重起来 根据他的接触和判断 如今清朝而出的血纱组织实力明显要比两界修士的实力强 他们想要守住海岛并不容易 他不禁传言道 你们觉得 我应该回到迷雾区寻找帮手 还是 继续去刀会集团 我觉得你回露天学院 想好的时间太久 去请救病肯定来不及 并且 你能请到的人 大多是迷雾区的人 将他们全部进化是需要时间的 等你带人回来 恐怕大战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目前来说 最为重要的事情 还是去捣毁血纱祭坛 夜上说完以后 小气帮忙分析道 你的分析有道理 作为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如果我能赶在他们动手之前 就将血纱祭坛破坏 说不定血纱老末 会放弃次次共事 到时候 我完全可以回到迷雾区 多带一些人过来 将他们全部灭掉 私存了一下 夜上还是觉得 继续去捣毁祭坛 刚巧 此时 他有些速度上的加乘 急速朝皇宫的方向飞行 经过不眠不休的五日飞行 夜上终于是来到了 被血纱组织占据的皇宫外围 在其眼前的皇宫 整体都被阵法笼罩住 看起来像是隐藏在屋外之中 眼上查看了一下 发现根本看不清什么 顿时开启圣龙之眼观察了起来 这么一看 他顿时气得恶像胆变身 血纱组织的人 竟然在皇宫的墙壁外围 挂满了永恒皇宫 皆修饰的尸体 这些尸体都是失去鲜血的 全部都是干尸的模样 看起来一个比一个正硬 夜上暗算 这些人里面 恐怕就有苏雷的家人 但事情结束 我会帮忙安葬的 不想当个片刻的他 此时将破镜铜锤召唤出来 到 想办法 将皇宫外飞的阵法跑开一窍 我们需要偷偷的进去 眼前的这个阵法 应该是那个血纱老魔部制的 如果是他在的时候 应该很难做到不打草惊伤 但他已经前往海岛 神不知鬼不觉的破掉 应该难度不大 破镜铜锤的熊锤说了一句 就和瓷锤夜景 开始破镇 夜上则是在警戒的同时 安心等待结果 怎么样 这阵法很难破冲吧 我发现了一座巡逻兵 等待了大约半个时辰 破镜铜锤依旧是没有得手 在远处发现了一组 血煞组织巡逻兵的夜商 忍不住开口问道 按照他的判断 再过二十系左右 这些巡逻兵就会发现 他和破镜铜锤 如果在二十系之内 不能破开破镜铜锤 最好还是选择退走 等巡逻兵离开 再去重新尝试破镇 快了 随时有可能破镇 不用着急 此时放弃 回头需要重新破镇 麻烦得很 破镜铜锤的熊锤 回应一句的同时 和此锤一起迅速地破戒着 还有十几戏 他们就能发现王的存在 夜商再次观察了一下 确认这组巡逻兵 只朝着这边巡逻过来 他再次听信一句 应该可以在他们到达之前 成功将此处的禁止破开的 禁止是无影无形的 破开以后 我们迅速找地方隐藏起来 这些巡逻兵 根本就发现力量 熊锤顺着夜商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发现 以他的能力 还看不到对方 顿时清楚 此时巡逻兵 同样是看不到他们 只不过是夜商童树厉害 才能发现巡逻兵的存在 还有实习 观察着这组巡逻兵的夜商 过了几夕以后 再次提醒道 快了 最多不到五夕 我们就能将其破开 熊锤 语速很快地回应道 他的话音刚落 还不到三夕 眼前的禁止 就被成功破开 熊锤立刻提醒道 走 我们进去 你们进入我的空间冬天 早已经在看路线的夜商 说了一句 就将破镜铜锤和永恒神塔 全部都收入到了空间冻天 而后 他快速在自己的身上 覆盖立层隐秘符文 潜入到了皇宫之中 由于他所在的位置 很快会暴露在 那组巡逻兵的视线之内 他直接示展出 三十三件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应用天力九步 快速朝另外一个方向飞去 死时的皇宫 阴云环绕 看起来十分有仙气 夜商按照地图上标志的位置 不停地朝密室的入口处靠近 准备找个地方 三下五重二的就痛快地冲进去 将血沙祭坛捣毁 按照他的判断 那血沙祭坛 在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 只要血沙组织的人不傻 就会将其布置在这皇宫下方 有羞食的气息 就在夜商躲过这组巡逻兵 朝密室方向摸索的时候 刚刚那组巡逻小队的队长 突然眉头一皱说道 有吗 谁会吃了雄星宝子的 潜入我们这里找死啊 他身边的一名羞士 不信地说道 这时候 巡逻小队的队长血沙 仔细地嗅了嗅道 有人 绝对有人牵进来了 我能闻到他残留的气味 说完以后 他就从人形变回本体 原来他是一个三头银狼 变身后 他就用三个头不停地嗅起来 道 跟上我 我们将潜入车抓住 肯定是大功一件 不能让其他小队呛了线 队长 您的鼻子可真是天下无双啊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发觉 小队的一人鲜美地说道 不过他们这些人 对于眼前的三头银狼 也确实是佩服 竟然连常人根本 就发现不了的气味都能察觉到 于是 在夜上潜入的同时 他们快速地跟了上来 难道 我被发现了 前行了没有多久 夜上就察觉到不对 他发现 后面的小队 一直在顺着他行走的路线 追踪着 如果不是因为他速度快 已经被追上了 他顿时明白过来 自己是留下了什么路都 让他们察觉到了 这个小队 看样子是贪功 将依靠一个小队的力量 就将我擒住 然后去换取奖励 这正好是我的一个机会 稍微想了一下 他就在自己行走过的路径上 布置出了一个五牛阵 外加一个幻阵 而后在幻阵之中 等待追踪他的小队入翁 大概三十戏后 这个小队在三头银狼的带领下 直接冲进了夜上藏身的阵法之处 看到夜上只是下位天之尊的实力 三头银狼顿时用三个鼻子秀了秀 没有错 七位就是来自眼前的这个人的 他的实力只有下位天之尊 我们不用上报 就能将其擒住 你的鼻子还真挺好使的 夜上看向三眼银狼 冷笑着说道 这话倒不是讽刺 他真心觉得这三眼银狼的鼻子了不起 因为一般的天之尊 是不可能利用鼻子就发现他潜入的 你破阵的功夫也不错 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潜入到我们这里 不过可惜你遇见了我 兄弟们 理工的机会来了 给我将其拿下 敲送给二首领 定然会得到大量奖励 三头银狼确认夜上是自己要找的人 以后就重新变回了人形 指挥这几个凶师动手 你觉得发现我是一件好事吗 夜师 你终于可以脱离眼前这个尸邪的组织了 夜商看了一眼三头银狼 冷冷地说道 最好抓住火口 盯着夜商的三头银狼 则是阴冷地下令道 眼前的几个修士 不仅都是天之尊 还都是中卫天之尊 而他是商卫天之尊 觉得擒住一个下卫天之尊 根本就不在话下 你如果束手就擒 会少受很多折磨 我们血沙组织 折磨人的手段 你根本想象不到 其中一个熊士 眼间夜商绽放出神域 一副准备战斗的模样 对谁开口威脸道 其他几个则是全部朝夜商发起攻击 我和你们不同 虽然你的作额多端 但我没有折磨人的兴趣 你们几个会被瞬间秒杀 夜商面对多人的攻击 直接取出黄金天戟 打出青悬神枪诀 此时的黄金天戟已经是半步寂静神器了 哪里是眼前这些人能够接触的 他一枪一个 很快就将三头银狼的属下全部挤上 将这个画面看在眼里 三头银狼立刻捏碎了手臂上的一个手环 将三头银狼的表情看在眼里 夜商说道 周遭已经被我布置下阵法 你想通知别人已经晚了 如果你想活命 我给你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你以为自己胜权在握了吗 告诉你 在此地 别说是你 就算是再强上一些的尚未天之寸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三眼银狼音质地说了一句 就重新化为狼行 凶猛地嘶吼一声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就动手吧 看看我们谁是盲目自信 夜商看向三头银狼 不屑地说道 如今的他和弱一些的半步寂静都能一战 这三头银狼就算是 能够得到祭坛的价值 应该也不至于强盗和半步洁净强者并肩 因此 眼前的战斗 胜负早已注定 你这个夏威天之寸 虽然天赋不错 但未免太过盲目自信了些 来到这里 完全是找死 你的半步洁净神器 你归我了 吼完最后几个字 三头银狼的周身狼病 全部都树立起来 急速地朝眼上射过来 三头银狼射出的狼病 有成千上万根 并且在射出以后 虚空之中立刻就出现了 无数根的虚影 看起来 这虚影之中 很大的一片面积 都被狼病占据 根本就无处可懂 确实有一定的实力 不过 这还不够看 夜上面对如此多的狼病 立刻开启 渗龙之眼观察起来 将虚假的狼病 全部都过滤掉 而后 用晋级围 半步寂静神器的黄金天界 猛然打出了烈焰浮沫 这一次的烈焰浮沫墙 有着极焰凤金的加持 威力 精飞细臂 施阵出来 立刻就将三头银狼 飞出的狼病 全部都分化 该死 你该死 眼见自己的狼病 飞出去以后 直接被焚烧掉 根本就没有机会 再召唤回来 三头银狼 立刻暴怒起来 嘴角开始抖动 念起烦恶的咒语 片刻之后 他身上的狼毛 全部都化为血色 看起来无比正明 只是得到 祭坛加持了吧 正好可以看 祭坛有什么特别的 眼间三头银狼 变为血色 夜上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为其 留了出手的机会 就在夜上等待的时候 三头银狼 已经彻底变为 三头血狼 他的全身 不仅是化为血色 而且顺着身躯 不停地往下低下 看起来 无比的邪忆 你还不动手 是在等死吗 彻底得到 祭坛力量加持以后 三头银狼 嘶吼一射 就朝着夜上扑来 他的速度 要比之前 快上两三倍 力量方面 甚至是增加了 五六倍 应接了这一招的夜上 虽然没有受伤 但心中 暗暗地惊讶起来 心道 如果那血色老默 得到祭坛的加持 实力提升四五倍 就算长生前辈 和盘龙强练手 也不见得是几对手 看来 我得快一些 将祭坛毁掉 此时的夜上 根本就不清楚 海岛上的枕洞 是否大象 心中是十分担心 那边状况的 既然知道祭坛不一般 他准备 不再试探 这三头银狼 立刻施阵出来 极燕幻影 不给三头银狼反击的机会 立刻将其废掉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被夜上施阵的 极燕幻影 一招废掉 只剩下一口气的 三头银狼 不可思议的吼道 现在我再给你 一个选择的机会 沉浮 或者死亡 夜上 看向了奄奄一息的 三头银狼的 此时 他已经将其 彻底废掉 这三头银狼根本 就没有自暴的能力 他不担心 三头银狼 会直接自行了断 想让我背叛 血杀老祖 那是不可能的 你杀了我吧 三头银狼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没有臣服的意思 挣扎着 想要自行了断 但是 根本做不到 上我来看看 是你有骨气 还是这个血杀老祖 手段高 在三头银狼拒绝以后 夜上猜测 这血杀组织 有控制心智的能力 立刻对其事 忍出功德之力 将其身上的血杀支气 全部都净化掉 而后 再看着三头银狼 发现 对方因为虚弱 已经蜷缩成了一个团 看起来甚至是有些可怜 这个时候 夜上再次问道 现在你告诉我 选择臣服还是死亡 将自己献祭给血杀老魔 我 我是被血杀组织击败 而后被他们用密法洗脑的 是你净化了我 我选择臣服于你 我们整个族群 都是被他们灭掉的 我要报仇 三眼银狼在迷茫中 恢复了一下 而后虚弱地说道 当年也是 永恒荒谷界的 顶级存在之一 后来被血杀组织的人击败 他和少数小时一样 与血杀组织的密法 契合最终成为了 血杀组织的一员 好 我会让你很快就恢复过来 进入我的永恒神塔之中 夜上说了一句 就将永恒神塔召唤出来 眼前三头银狼没有能力自己进去 他打出一道神员令 将其送进永恒神塔 而后让小五赐给其一枚丹药 夜上则是进入到了一个无人的房间 在其中布置出隐匿阵法 等待三头银狼的恢复 大概三十截以后 三头银狼恢复了一些 开口道 主人 你潜入这里是来做什么的 听到这话 夜上立刻回应道 我是代表永恒之尊界 和永恒荒谷界 来这里破坏血杀戒谈的 目的 自然是让血杀组织的实力锐见 什么 破坏血杀戒谈 恐怕凭借主人的能力 锁不到啊 三头银狼听到这话 顿时有一些悲观的回应道 好 想要破坏这血杀戒谈 会遭遇的困难 都有内心 你给我说一说 夜上看向三头银狼问道 首先 这血杀戒谈 位于皇宫下方的密室之中 想要进入 只能从正面杀进去 其次 这血杀戒谈 有三十多个血杀组织的成员在守护 另外不算他们 在皇宫之中巡视的九十 数量有七八十个 如果战斗起来 你会遭遇上百天之尊的攻击 这哪里有胜算呀 说到这里 三头银狼补充道 另外 血杀组织负责制守的 是组组织中的二首领 他近期 刚刚紧急到本部寂静 实力强的吓人 你想想 想要破坏这血杀戒谈 难度有多大 什么 不仅有本部寂静的高手保守 还有上百个天之寸 听到这话 饶石叶商对自己的实力再自信 也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血杀组织进攻海岛 带走那么多的天之寸 老巢之中还留有这么多 是啊 上百个天之寸 简直如同一道天前 横在我们的面前 三头银狼叹息一声 道 这还是因为 血杀老魔邪恶之急 将天之寸以下的修士 全部都投入了血池之中 用他们的血肉 来滋养血杀积探 否则 这里将都出 数万地之寸和之寸 那样 恐怕这里 会变成十步一岗 百步一上 我说血杀老魔带领的队伍 一起找皇宫之中 怎么都没有地之寸 原来 全部都被血杀老魔抽质了 这个老魔 还真是邪恶之急 夜上听到 血杀老魔 将数万地之寸和至尊 全部都投入到了血池之中 顿时更加气愤 想了一下他说道 皇宫之中留守的修士 有多少和你一样 是来自永恒荒古界的 这我不太清楚 不过据我估计 除了里面的三十个 是血沙组织的心腹 外面的巡逻队 应该都是 三头银狼 想了一下判断道 那就好办了 我们出个机魄 我想办法将他们 全部都情话过来 与我们一同攻到下面的计谈 夜上说了一句就继续道 你将十几个巡逻队的 巡逻规律告知我 我们计划下 将适合的人 全部都救过来 如果能做到 我们的成功率 将至少提高五成 听夜上这么一说 三头银狼 想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对谁觉得靠谱 立刻为夜上讲解起 巡逻队的分布情况 原来啊 皇宫之中 虽然有十几个巡逻队 但他们相互之间 距离都比较远 如果夜上找机会 布置好困针 以他的实力 一个小队 一个小队的击破 困难并不是特别大 等三头银狼叙述完毕 夜上笑道 应该感谢苏雷 将皇宫见得这么宏卫 这十几个巡逻队 相互这么远 是啊 归根结底 雪上老摩还是七差一招 没算到主人的倾天能力 感受到夜上自信的三头银狼 鲜美地说道 如果他留下的 都是从精神上 效忠于雪上所致的 我们还真不好做 夜上说了一句 就按照三头银狼提示的 来到了一处 布置困针 没过多久 就一个六人巡逻小队 撞进了困针之中 领头的队长女秀清约 看到夜上立刻喝迟道 我这是在救你们 夜上扫了一下眼前的六人 感觉 他们身上的气息 和刚刚的三头银狼差不多 顿时确定 他们都是血煞组织 用手段洗脑的 话音刚落 他就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动用黄金天际打出 清悬神枪绝 几乎是片刻 就将眼前的六人 彻底压制住 等这些人 同时召唤血煞之力 得到祭坛加持以后 他立刻施展出功德之力 将它们全部都净化过来 第1922集 在被功德之力 先后净化以后 清运等人的目光 立刻飘忽过来 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和刚刚恢复过来的 三头银狼差不多 恢复了好一会儿 清运才用疑惑的目光 看向夜上道 是的 下面我需要你们好好恢复 然后和我一起 将叙设集团倒混 夜上看向清运 以及其他人 一字一句地说道 清运恢复了片刻以后 立刻弄清楚 眼前是什么情况 缓缓开口说道 这时候 三头银狼 从永恒神塔之中 走了出来 说道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主人有能力 将外围巡逻的队伍 全部都净化解救过来 有大家的帮忙 挠回祭坛 还是有希望的 听到三眼银狼的话 清运顿时疑惑地说道 你们不就是个例子吗 如果不出意外 其他队伍 也应该很快都会被净化过来 到时候 效忠血沙组织的 我们全部杀掉 其余人 一同攻打血沙祭坛 三眼银狼继续说道 清运想了一下 吭腔地说道 他身后的五个修士 紧跟着说了同样的话 很好 你们随我一起 对下一个队伍出手 事不宜迟 叶商见清运配合 说了一句 就带着他们 朝下一个目标地点前入 不过他们还没有走到位置 三眼银狼就突然说道 不对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是巡逐队的人 文言 叶商看向了三眼银狼问道 不 是皇宫外民传来的气味 来的人 好像是血沙老末的得力属下 血红 三眼银狼仔细修了一下 判断道 血沙老末的属下 不好 他应该是回来报信的 我在途中 遭遇过老末 想了一下 夜上顿时分析出是怎么回事 看向众人道 随我离开皇宫 阻击血红等人 好 不过 将也完全不暴露 可能需要提前 在他们行进的路线上 布置好阵法 三眼银狼提醒道 这是自然 你们都清楚 血沙组织的情况 告诉我 血红归来 会走哪一条路 叶商看向三眼银狼指的方向 但并没有看到什么 可见这三眼银狼的嗅觉 简直是逆天 叶商说完 清约判断道 好 你们指定一个位置 我立刻不知阵法 叶商说了一句 就带着众人离开皇宫 去皇宫之外拦截 并且在三眼银狼制定的位置 布置出五牛阵 患阵和困阵 这血红 是血上老魔的心腹 叶商想要将其生起 利用他的身份 直接进入到密室之中 因此 准备得十分充分 等叶商将阵法 全部布置完毕 血红等人依然没有赶到 三眼银狼发现还有时间 于是问道 主人准备如此重犯 是准备将血红升迁 逼迫他打开通往祭坛的路吗 是的 我是有这种想法 只是不知道 是否好实现 叶商说着的同时 用神龙之眼看向远方 依稀已经能够看到 血红等人的身影 一行十一人 都是尚未天之尊 他们正在朝着皇宫的方向 急行 主人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 应该是很难实现的 血红组织的人 对于组织 是百分之百效忠的 就算是你以死相逼 这血红 也绝对不会带我们进去的 叶商说完 三眼银狼就判断道 听到他们这样说 清运同样说道 你们说的我考虑过 我是想 如果被生情以后 血红不答应带我们进去 那就强行读取他的记忆 然后将其炼制成傀儡 用傀儡扇 欺骗里面的血上 走着二手里 叶商听三眼银狼 和清运那样说 顿时开口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那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只不过 不清楚读取血红的记忆 会不会引起他的自爆 三眼银狼有些担忧地说道 而此时 血红党人已经接近 眼上没有接话 而是交代道 人来了 准备斩斗 是 三眼银狼和清运等人 立刻应声道 而人后屏蔽气息 老老实实地隐藏在阵法之中 不让自己暴露 不用担心 这阵法如果不仔细探查 是不会被发现的 阵闻是隐匿的 叶商看到众人如此小心 顿时开口提醒道 当然了 他的这个阵法 是针对实力一般者 如果是半步捷径等超级强者 会很轻易地就察觉到 而眼前的血红等人 显然没有想到 叶商会提前到达皇宫 并且布置出阵法 一个不查 就全部都进入到阵法之中 等阵法被开启以后 看到叶商的血红 立刻面色大变道 是你 你果然和老祖说的一样 对皇宫有所图谋 图谋 我图谋的是 将你们血纱组织之间灭掉 给我上 叶商用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确定血红等人的实力 虽然比三眼银狼的强上一些 但不会占据绝对的优势 于是直接下令 找死 在我血纱组织的领地 也敢如此猖狂 我看你要怎么收场 眼前叶商根本不多废话 直接开启战斗模式 血红喝止一句以后 立刻召唤祭坛的力量 等祭坛的力量附提以后 血红的蹊跷 顿时流淌出猙獰的血迹 他扬起手 抿了一下嘴小的血 邪魅地笑道 全给我受死吧 你以为召唤出来祭坛的力量 自己就无敌了吗 看向血红的夜商发现 血红几乎是达到了半步洁净的层次 但根本就没有慌乱 呵斥了一句 就直接激活五牛阵 等五个吼声传出来以后 原本就蹊跷流血的血煞组织中人 身上很多地方都被血液绽开 看起来无比的阵营 其中 血红身上的皮肤被绽开口子 出现了无数道的血痕 这是什么阵法 到此时血红才明白 眼前的阵法有多厉害 他大吼一声 就取出了一杆黑色的长枪 猛然朝夜商刺来 想依靠接近半步寂静的实力 直接将夜商轰杀 他清楚 只要将夜商灭掉 在场的其他人肯定会不振自愧 在我面前 施斩枪法攻击 看到血红的枪朝自己刺来 夜商大吼一声 就取出黄金天戟 与其怼轰在一起 夜商的黄金天戟是半步寂静神器 血红的神器则是天之尊纪别 两者对轰到一起 结果可想而知 血红的神器直接就被夜商轰断 什么 半步寂静神器的威力这么大 血煞老魔追夜商的时候啊 血红已经听他提起过夜商有半步寂静神器之事 但并没有如何的警觉 此时手上的神器被直接锻炼 他才彻底明白过来 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这样还不算威力大 在血红错愕的同时 夜商用黄金天戟打出 清旋神枪绝与他彻底战斗到一起 而血红虽然得到了祭坛的加持 但毕竟是身处五牛阵之中 和夜商对抗了几个回合以后就发现 自己绝对不是夜商的对手 心中顿时升腾起了逃走的想法 按照他的想法 只要冲出眼前的困针 将巡逻的队伍召唤过来 击败夜商等人肯定不在话下 然而血红很快就发现 从眼前阵法之中逃离出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发现 眼前的阵法是一个连环阵 不仅包括五牛阵 里面还有困阵和患阵 他们根本破不掉 此时三眼银狼和清运等人 则是和血红的一些属下 战斗到一起 三眼银狼和清运 相对来说都比较虚弱 因此表现得不太好 有些落入下风 将这种情况看在眼里 夜商压制血红的同时 不停地帮三眼银狼等人战斗 在其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将血红的 所有属下击杀 等现场只剩下血红一个人以后 夜商看向他道 如果你配合我 进入到祭坛所在的密室之处 我会饶过你一命 否则 你会被当场击杀 我血上走着的人可不是软骨头 不会和眼前的这几个家伙一样 片刻之间就选择臣服 你杀了我吧 听到夜商的话 血红立刻不屑地说道 既然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夜商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血红 然后在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的情况下 对其施展出 极燕幻影 这极燕幻影一出 血红顿时被轰击地飞了起来 见血红飞起来 夜商立刻施展天逆脚步 接近他所在的位置 而后一枪刺向其淡天 准备将血红先废掉再说 鬼面护心镜 这个时候 血红眼前守不住夜商的攻击 立刻大吼一声 随后 一枚光洁的铜镜出现在了 血红的胸口间 呼 夜商的黄金天机轰击到血红的胸口以后 立刻就发出巨大的炸裂声 这炸裂带来的波纹 将血红直接轰杀的同时 直接将夜商布置的阵法轰死 不 血红是想用这一招 做出警报 让所有的巡逻小队知晓 阵法被破掉以后 夜商立刻明白血红的勇气 只不过 此时事情已经发生 他无法挽回 立刻在原地重新布置起阵法 迎接新的战斗 三眼银狼和清月 则是震惊起来 想了一下 三眼银狼说道 主人 眼前情况不妙 我们不如先撤离 回头再谋划 直接面对打量巡逻小队的攻击 我们恐怕 很难扛住的 现在血纱老末 带着血纱组织 应该已经和两级联军 战斗起来 并且 血纱老末这边 占据明显的实力优势 我们必须尽快破坏掉集团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至于眼前的这些巡逻小队 应该会一波一波过来 我还不放在眼里 夜商解释一句 就手持黄金天际 站在皇宫之外 迎接战斗的到来 事实和他说的一样 此时的血纱老末 已经开始轰击海岛的防御大阵 等到阵法破开 永恒至尊界和永恒荒谷界的人 只能是与他们殊死拨上 万一血纱组织的人 冲进生活区域 那晶云和武林飞等人 肯定会遭受生死考验 只是夜商不想看到的 听到夜商这样说 三眼银狼嗅了嗅气息 说道 第一批来的人 确实是一个小队 之后有两个小队一起到来 至于剩下的几个小队 到来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按照这个频率来的话 应该威胁不大 夜商说了一句 就站在阵法之中 继续等待巡逻小队的到来 没过多久 第一个六人小队就从天而降 其中的队长看向夜商 不由分说道 无论他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都直接注射掉 是 小队的几个凶师应了一声 就全部朝夜商出手 此时三眼银狼和清月想要出手 但夜商将他们拦住 道 你们在引力之法之中不用等 一个小队 我很快就能解决掉 说完 开启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的他 就挥动黄金天机 打出 急一焰幻影 在夜商施展出最强并且最快的攻击以后 眼前的这些修士根本就挡不住 一个人很快就被压制住 将六个人压制住 夜商立刻施展出功德之力 用来将他们净化 把六个人净化以后 夜商将他们直接留给三眼银狼和清月等人 说道 其余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我脱离学上所知的 直接杀掉 是 主人 还在惊讶之中的三眼银狼和清月 先后应声道 他们对彻底爆发的夜商感到十分畏惧 觉得此时的他 犹如化作了一尊战神 能将任何人击上 去坐吧 夜商又说了一句 刚好看到 有两个小队一起看 他再次腾空而起 朝他们打出了极艳幻影 这一次 毕竟对方是有十二个天之尊 夜商打出这一招以后 虽然将三个天之尊重创 但一心攻击 没有想要防御的他 同样被轰中好几下 只不过 这些全部都被激活的清凤战甲地当中 第1923集 看到夜商连续承受攻击 根本没有受任何的伤 清运再次惊讶起来 他觉得夜商无论是在攻击方面 还是在防御方面 都已经超过了天之尊的反潮 达到了半步极境的层次 这在下位天之尊里 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三眼银狼同样觉得震恨 不过他没有言语 而是立刻开始劝降被净化过来的几个人 很快几个修士就被三眼银狼说通 毕竟他们都是被血上组织灭掉族群的人 几人加入以后 夜商这边的阵容顿时就充实到了十个以上 三眼银狼立刻传音道 主人 我们已经颇具规模 让大家一起出展替你分忧吧 我的恢复能力很快 自己对抗他们 然后选择恢复 这样能够做到最小损失 三眼银狼传音以后 夜商立刻回应道 他身上有人狼血脉 毕竟是来自脊尊 恢复能力十分强大 眼前的战斗就算再惨烈 也能够很快地就恢复过来 因此 想将净化过来的修士 留在破坏祭坛的最终战斗之中 争取利用人数优势将祭坛一波毁掉 听到这话 三眼银狼继续道 那我们一边恢复实力 以免为主人助威 好 你们看着就行 夜商说了一句 就继续和赶过来的巡逻小队战斗 大概一个半时辰以后 夜商成功将所有 小队全部进化 除了击杀掉的以外 有五十多个修士加入到了他的队伍之中 这些修士在恢复的过程中 夜商询问道 谁知道密口的入口在哪里 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 祭坛在下面的密室之中 但入口所在的位置 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听到这个问题 清运等人相后无奈地回应道 这时候三眼银狼则是笑道 主人 我能找到入口所在的位置 好 真的 夜商立刻惊喜地反问道 当然是真的了 我能闻出附近气息的区别 由此判断出入口所在的位置 三眼银狼得意地说道 好 能劳烦其他人进入到永恒神塔进行恢复 三眼银狼 带我寻找入口 得到肯定的答复 夜商立刻下令道 随后就让众人进入到永恒神塔的十倍空间之中恢复 他则是跟在了三眼银狼身后去寻找密室的入口 事实上 苏雷给的地图上是有标注入口的 但是这个入口早就已经被血沙组织修改过 这是夜商早就猜到的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寻找地图上的入口 事实和夜商判断的一模一样 血沙组织的人早就将密室入口的位置改在了别处 并且设置好了好几个假入口 连续排查了五六个 夜商终于在三眼银狼的带领下 找到了真正的密室入口 通过入口进入密室的通道 也就是小世界的通道 因为这是一个小世界 所以从侧面挖掘等手段是进不去的 等进入长长的通道 三眼银狼立刻提醒道 主人 我曾听说过 这条通道布置了很多机关 想要通过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要注意了 你先进入永恒神塔 这个通道我自己来闯 另外 今日之功 我会给你记着的 夜商说了一句 就开启圣龙之眼 仔细地观察起前路 很快 他就看出通道之中有不少阵文 因为看不出来这些阵文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夜商就将破镜铜锤给召唤出来 说道 你们看一看 这通道中的阵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稍等 我们观察一下 破镜铜锤的熊锤说了一句就和瓷锤一同观察起来 另外一边的永恒神塔也跟着揣摩起来 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是怎么回事 熊锤有些无奈地说道 眼前的阵文好像有些不凡 我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小五则是不太确定地猜测道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攻击的阵文 或者是换阵的 外乎就是这些 既然看不出来 那就硬闯吧 夜商清楚破镜铜锤和永恒神塔 都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他直接手持黄金天际 直接往里刨 此时的他 星系海岛上的家人和朋友 根本不想当个片刻 形势要比往日鲁莽一些 等夜商激活了第一批阵文以后 通道之中 立刻被召唤出了十句 看起来极其猙獰的血尸 在永恒神塔之中 看到这十句血尸的清月 立刻提醒他 放心 面对这些东西我不会有事的 只不过 我经这个人文激活 里面的人 应该已经打草惊蛇 一份苦战 应该是难免的 夜商说了一句 就手持黄金天际 朝着十句血尸冲了过去 用半部寂静神器黄金天际 先后刺了这些血尸好几下 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他诧异到 这些血尸的防御力 还真是很强悍 言语间 夜商直接开启了三十三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对这些血尸试证出了清玄神枪局 枪枪 然而 一阵阵金属声传出来以后 夜商对时发现 这些血尸就像是铜皮铁骨一般 即便是用这种品质的攻击 也根本无法伤到 而此时 他已经连续被轰中了好几次 还真是有点不好对付 被血尸连续逼退以后 夜商顿时似存其对策 想了一下 他顿时眼前一亮 直接召唤出了功德之龙 让功德之龙缠绕到黄金天际之上 再次对十具血尸试证出清玄神枪局 这一次 每当黄金天际刺在血尸上 都会爆发出痴痴的响声 被攻击以后的血尸身上 都会被功德之力点燃 很快 十具血尸就被功德之力焚烧起来 在通道之中渐渐的化为尘埃 将这十具天至尊层次的血尸击杀以后 夜商的功德之力也跟着得到提升 因为他的功德之力基础等级很低 因此提升得十分迅速 直接进阶到了下位帝之尊层次 可谓是一下子追上很多 发现功德之力一下子提升这么多 夜商都是一想奋斗 很好 在最终战斗到来之前 将功德之力提升至帝之尊层次 必定能在捣毁祭坛的过程中 起到很好的作用 恭喜主人 神通得到提升 听到夜商的话 三眼银狼立刻恭喜一句 清云等人 则是对三眼银狼一口一个主人有点不适应 因为他们都是认识三眼银狼的 知道他曾经是永恒荒谷界的巨头之一 仅次于苏类等顶尖的风云人物 三眼银狼自然是看出清云等人的想法 在永恒神塔之中笑着说道 嘿嘿嘿 你们不懂 清云等人则是没有说话 而是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夜商的身上 而此时的夜商身上燃烧着下位地之尊层次的功德之力以后 顿时变得无比神盛 他没有犹豫 再次迈步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没过多久 前方血色的泥土之中 这一次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幻境 一个血色的小世界 刚刚进入这个小世界中 就下起了阴森的血雨 夜商开启神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 于是在血雨之中不停前行着 他没走多久 前方血色的泥土之中 就连续爬出了一个又一个 由血水组成的尸身 这些血水组成的尸体 和他刚刚遇到的那些血尸不太一样 在气息上明显要更加强大 大概10席的时间 就从地面上爬出了33个一模一样的血尸 出现以后 他们就嘶吼着朝夜商袭来 这些由血水组成的尸身 不仅气息要比外面的血尸强 速度也明显快了很多 不过此时的夜商 还在开启33天战斗秘法 以及毁灭神通 眼见这些尸身速度极快 他立刻用黄金天际尸身出 极艳幻影 利用速度 极速地穿行在一个个尸身之间 连续洞穿了十几个尸身的身躯 只不过 这些身躯被洞穿以后 很快又聚合 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没有受伤 看来 又得动用功德之力 将眼前的状况看在眼里 夜商立刻激活功德之龙 再次让其缠绕到黄金天际之上 再次对眼前的尸身发起攻击 然而 这一次就算他是运用了功德之力 攻击还是不能够伤到这些 由血水组成的尸身 夜商顿时皱眉道 你们是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夜商的话 清月立刻推断道 是的 我也觉得如此 这幻症的存在 很可能是让楚人无险消耗 最终神力不济 三眼银狼说了一句 继续推断道 至于后续也会发生什么 那就不清楚了 听到这话 夜商思维一动道 既然后续推断不出来 那我们就将其试出来 随后 他继续和眼前 由血水组成的尸身 战斗起来 战斗了大概百息以后 他直接将周身的神力 收回了五成左右 给人以神力不济的感觉 发现这种程度 眼前尸身没有任何变化 他再次将神力收回三成 仅仅展现出两成的神力 只利用速度和这些东西周旋起来 随后他又将神力收回到仅剩一层 此时夜商发现 这些血水组成的尸身 虽然看起来攻击十分强悍 但他们逐渐开始虚化起来 等他将神源力彻底的隐藏起来以后 这些尸身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从血水之中爬出来的三个血尸 这三个血尸看起来 竟是十分的正名 夜商用神龙之眼探查了一下发现 这些是真实的 顿神明白过来 这个阵法刚刚召唤出来的东西 仅仅是为了消耗其神源力 而眼前的这三个血尸 则应该是绝杀用的 三个血尸出现以后 立刻仰天长啸一手 而后同时朝夜商发起攻击 好强的势力 要比被击杀的那十个血尸 强了五六倍 在三个血尸发起攻击以后 夜商立刻重新绽放出神源力 并且将神源力提升至最强状态 并且激活了轻凤战将 在战斗的同时让周深被火焰覆盖 这些火焰出现以后 直接将其身躯上的血水驱散 眼前夜商周深的气息重新恢复 出现的三个血尸顿时发起 比刚才更为猛烈的攻击 只不过三大血尸虽然实力很强 但毕竟只有尚未天之尊的层次 并不是半步极境 在夜商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他很快就将三大血尸灭掉 这一次 将三大血尸灭杀 虽然也是得到了功德之力的加成 但他的功德之力 依然是下位帝之尊 很显然 功德之力进阶到帝之尊以后 再击杀天之尊层次的邪碎 提升速度明显降低了很多 封 等三大血尸被击杀以后 眼前的患战也彻底消失了 夜商立刻从小世界中脱身而出 再一次出现在通道之中 占文以后 夜商立刻传音道 三眼银郎 这一次你又理工了 如果不是你推断准确 我不知道 还要和那些虚幻的学士相知多久 嘿嘿嘿 旧人不必可见 我一直是胡乱猜测的 碰巧撞上了真相 听到夸赞 三眼银郎立刻笑着说道 能碰巧推断出真相 那也是七云的一种 到此时 我也不能在口头夸赞你了 这是极燕奉金 极竞品词的材料 你收好 言语间 夜商取出了两块拳头大小的极燕奉金 递给了三眼银郎的 第1924集 哎呀 极竞品词的材料 这真的是极竞品词的材料 将极燕奉金收入到手中以后 三眼银郎立刻激动的喊道 这时候 医生继续道 这极燕奉金 算是极竞品词的材料 但没有经过提纯 因此 只能炼制出半部极燕奉金 你可以诚实炼制一下 谢主人 多谢主人 听到这话 三眼银郎立刻在永恒神塔之中 炼制起了两块极燕奉金 很快 就将它们炼制成了一对狼爪 这对狼爪虽然看起来有点小 但可以随意的变换大小 三眼银郎将其戴上以后 抓了一下自己的风御战将 顿时将战将直接撕破 厉害呀 漫步寂静神奇果然不一半 还没有度过雷劫 就有如此威力了 多谢主人 三眼银郎确定 此神奇的厉害以后 顿时声泪俱下的感激道 这是你应得的 不用在这里申请 三眼银郎表现得太过激动 叶商没好奇地说了一句 就继续朝着通道里走去 没过多久 他就又进入到了一个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和刚刚那个下着血雨的小世界差不多 只不过出现的血尸全部都是真实的 叶商经过了大约半个时辰的奋战才将这几十个血尸击杀 将这么多的血尸全部击杀 他的功德之力对时禁忌到中卫地之尊层次 功德之力就是憋得太久了 木人一禁忌就连续提升这么多 好 很好 功德之力再次禁忌 并且又突破了一个关架 夜上的心情还算不错 而此时日在其眼前的阵纹 仅仅剩下了最后的一些 他用慎龙之眼观察了一下 确定还是没有看出什么 就继续准备踏入 这时候清月突然开口道 哦 这么说 夜上停下脚步疑惑道 清月继续说道 嗯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 夜上硬了一声继续说道 只不过 关卡就拦在我们身前 不经其激活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主人 我刚刚得到了半步寂静神器 不如让我进入帮你探一探路 此时三眼银狼自告奋勇地说道 听到这话夜上还是有些感动的 不过他立刻正色道 不用 我自己来 没有必要让你冒这个险 我还有手段 说完以后 他将身上的一切状况 就全部都开启 就上前起步 将最后的一些阵纹给彻底激活 却没有想到 进入以后 他赫然就被传送出了皇宫 出现在了皇宫的外围 最后的这些阵纹 真是传送不问 等出现在皇宫外面 看到熟悉的景色 夜上立刻差异起来 用神龙之眼观察起周遭 清运观察了一下立刻说道 死时的三眼银狼则是缓缓说道 不对 这里虽然看起来和皇宫一模一样 但是味道不一样 我能闻出来差别 哦 你发现了什么不同 直说便可 听到三眼银狼的话 夜上立刻询问道 回评主人 您应该还记得 我带你们寻找入口的事情吧 当时 我就只凭借着气味的不同 寻找到入口的 三眼银狼阐述了一句就解释道 而眼前这里 根本就没有当时的那些气味 因此 即便是看着一模一样 也绝对不会是一片区域 你的意思是说话 我们不是被传送了出来 而是进入到了一片新的世界 夜上您没说到 这里的环境 他用神龙之眼都看不出来 有任何的虚幻存在 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真实的 是的 按照我判断 这血沙组织的祭坛 应该是会隐藏在全新的界面之中 和皇宫所在的位置 并非身处一个空间 所以 出去血沙组织的人 想要进入是十分困难的 三眼银狼说出自己的判断 他觉得 血沙祭坛应该是在一个独立的位面之中 至于怎么进入 那根本就猜不到 听他这么一说 清运顿时赞同的 如果你推断的没有错 那么眼前的这些皇宫之中 很可能 会找到新的密室入口 或者说 通往新卫面的入口 夜上说了一句就向灵道 我们去寻找新的入口 三眼银狼 此事还得一证明 好 主人 将我放出去吧 三眼银狼立刻说道 对于夜上的话 他还是十分尊从的 出来吧 夜上说了一句 就将三眼银狼和清运放了出来 其他人则是依然在永恒神塔之中恢复 离开永恒神塔以后 三眼银狼仔细嗅了嗅 说道 这里虽然气味不周 但我依然能够闻到血上羞尸的气味 主人 想随我来 哼 你这个鼻子还真是厉害啊 比这密宝都不慌多让 听到这话 夜上再次夸赞道 他没有想到 当时一时兴起将三眼银狼净化过来 死时竟然起到如此大的作用 周遭的气味 他是一点都察觉不到 一旁的清运 同样是察觉不到一样 同样觉得三眼银狼的鼻子十分的难等 称赞道 那是自然 在血沙组织里 我被指派徐志还供 那绝对是大财小用了 三眼银狼得意的说了一句 就带着夜上和清运开始寻找入口 连续寻找了好几个位置以后 终于找到地方 他们再一次的进入到了血沙组织布置的通道之中 刚刚进入 夜上就再次发现了和上一个通道差不多的阵纹 他回忆了一下上个通道的情况 对比了一下 说道 眼前的通道和我们刚刚通过的那个阵纹几乎是一样的 清运听到夜商的话 看向阵纹道 反正也没有退路 还是一往无前吧 夜商说完就再次朝眼前的阵纹走去 这一次他没有将二人收入到永恒深堂 清运和三眼银狼 将夜商往前走 立刻跟上 等三人踏上阵纹以后 通道之中立刻出现了十具血尸 这十具血尸和上一个通道之中出现的差不多 只不过气息要更为强大 还真是和上一个通道差不多 将它们灭掉 夜商说了一句 就带着清运和三眼银狼 和眼前的血尸战斗起来 这一次和刚刚那次一样 普通的攻击对血尸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最终动用功德之力才将这十个血尸击杀掉 然后夜商带着二人继续闯关 他们遭遇的和上个通道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遭遇的一些血尸实力要提升了不少 等闯过了第四关以后 三眼银狼皱眉道 眼前的这个阵纹 不会又将我们传送出去吧 估计会这样 我看眼前的阵纹 看起来和生一次差不多 夜商判断了一下 一方我们分开 你们还是进入到永恒深塔吧 言语间 就将青月和三眼银狼 全部都收入到了永恒深塔之中 而后他再次踏上了第五关的阵纹之中 和他们判断的一样 等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又一次出现在了皇宫的外围 占闻以后 夜商就将二人放了出来 他看向三眼银狼道 果然和我们判断的一样 你再问一问 看是否和刚刚的区域一样 好的主人 三眼银狼应了一声 就再次施展出自己的血脉力量 闻起了周遭的气味来 过了一会他说道 主人 这里和前两次的都不一样 那我们再次寻找入口 夜商想了一下 觉得可能和刚刚的那一次差不多 他们又陷入到了一个新的位面 继续让三眼银狼寻找入口 好的主人 只不过这一次气味轻了很多 寻找入口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眼银狼开口判断道 尽量快些 不过实在做不到也没有办法 夜商看了一眼远处的皇宫 缓缓说道 毫无疑问 眼前他们进入了一个循环 具体需要怎样做 才能找到祭坛所在的位置 他不是很确定 但目前来看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尽量快一点寻找的入口 主人 你们跟我走 三眼银狼说完 就带着夜商和清月 再次寻找新的入口 这一次 耗费了大概一个时辰 他们才找对地方 进入以后 遭遇和前几个通道 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们经历苦战以后 才将血识全部灭掉 来到了第五关的证文前 这时候 夜商宁没说到 好像不太对 这一次击射掉这么多血识 我身上的功德之力 一点都没有增长 这证明 刚刚几射的血识 好像都是虚幻的 我们很可能 是身处幻境之中 听到这话 清月立刻疑惑地说道 我猜测 有可能会如此 夜商观察震文的同时 点头说道 三眼银狼同样看了看震文 血识组织这些畜生 手段还真是了得 想让我们一直身处循环 永远被困在虚幻的世界里 如果是在平日里 被困一段时间也无所谓 我们可以慢慢破阵 总会想到要出去的办法 但眼前 血识组织 在和我们的家人朋友战斗 世界 不能如此浪费掉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破阵 夜商沉吟了一下 说道 破镜铜锤 永恒深塔 你们也帮忙想想办法 随即将破镜铜锤 和永恒深塔 全部召唤出来 实际上 我们在空间洞天里面 就已经研究起了眼前的幻阵 这里虽然看起来无比真实 根本窥探不破 但绝对是假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方虚假的世界摧毁 至于用什么手段 那就不确定了 破镜铜锤的熊锤 被召唤出来以后 立刻说道 久违言语的瓷锤 在熊锤说完以后 继续道 有道理 破镜铜锤他们 说的有道理 小五听完破镜铜锤的话 顿时赞同道 不过他控制永恒深塔 观察了一下 并没有看破眼前的阵法 是怎么回事 不解的说道 我们控制的永恒深塔 是半步极境神奇 非何看不破眼前的虚妄呢 应该是需要半步极境的修饰 才能窥破的吧 小五说完 破镜铜锤的熊锤说道 这时候夜商看向永恒深塔道 既然看不懂这阵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用老办法破镇 他觉得破镜铜锤分析的很有道理 在不精通对方阵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做 只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老办法 以利破镇吗 小五不太明白夜商在说什么 反应过来的小七旋问道 是的 和我们以前的套路一样 夜商解释了一下 道 永恒深塔 直接朝着第五关的阵纹 打出最强一击 按照他的判断 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 第五关的阵纹 毕竟是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阵纹 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环境 好的 不过你确定 我们直接施针最强一击 对一片阵纹打出最强一击 损耗有些大吧 小五觉得 直接施针最强一击 消耗的能力有些大 有点不太舍得 见小五有些不舍得 夜商道 时间就是一切 这一击可能不合适 但我们必须打出去 我不能让家人和朋友等太久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的 我这就动手 必定毫无保留的 打出最强一击 听到这话 小五顿时明白夜商的意思 立刻集中永恒神塔的力量 打出最强一击 轰向前方的阵纹 封 永恒神塔的这一击打出 绝对要比夜商的最强一击更为猛烈 轰击在前方的阵纹之上 立刻就发出巨大的响声 将眼前的一道无形的薄膜直接轰碎 在无形薄膜破碎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切景物就像是破碎的玻璃一样 瞬间碎掉 而后迅速消失不见 只不过再次出现的还是差不多的景象 看起来众人像是没有动一样